第1667章 采集队 李昂默默地咽了口口水 收回了之前对这一位的评价 好吧 对方整体来说 的确是正义阵营的 立场一致 但却绝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果然 能够爬到安布雷拉公司的高层 不可能会有心软的人 他能够过来救人 能够为安布雷拉公司造成的罪孽赎罪 能够引导幸存者 可面对需要出手的时候 他下手比谁都狠 李昂也算得上是双手沾满血腥了 然而他迄今为止所杀过的人 都没有对方刚刚那几分钟杀的人多 没有少犹豫 丝毫迟疑 那种果决比对方表现出来的实力 都要更加可怕 不过 李昂并不是什么纯粹的圣母 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帮派成员 绝对不会有同情的情绪 可以说这些面粉贩子都是死有余辜 恶人还要恶人魔 就是这个理儿 话说回来 这位顾问的实力是真的强 强到让人窒息 是安布雷拉公司的生物改造技术吗 之前有一个叫做爱丽丝的女人 从安布雷拉公司的实验室逃了出来 也展现出了恐怖的实力 现在也被组织接收了 看来 这一位也同样是有着相似的经历 看来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 那就这么决定了 无规矩不成方圆 这种混乱时刻 更是要有钢铁般的纪律 来进行自我约束 所以我给各位提出一点小意见 每十人一组 互相监督 逃跑一个全组处死 这样一来 就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团队精神了 徐悦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 将这一群桀骜不驯的亡命之徒 按得服服贴贴的 不服得合起跳得都死了 地上的尸体在告诉他们试图讲道理的后果 另外 既然有惩罚 那奖励制度当然也要有的 可以通过找到新同伴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劳动量 徐悦洋洋洋洋 用很平淡的口吻说着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让李昂都不由咽了口口水 庆幸还好算是自己一边的 有这样的家伙作为敌人 那恐怕真的是会让人做噩梦的吧 相对来说 雷恩和K他们的反应倒是淡定了很多 虽然无法见到徐悦和傅扎的战斗 但单凭前面 徐悦在风潮当中的表现就够强了 用雷霆手段降服 一些帮派成员只是正常操作吧 哦呼 还有装甲车 不错不错 既得油装满 我们就做这个了 哦 对了 李昂先生 能拜托你骑着那辆哈雷探路游走吗 你的身手足够承担这重任的 收编了这群帮派成员 清扫了一遍他们的老巢 徐悦便安排卡洛斯 驾驶着那辆没被打穿的装甲车 开道地朝着北边口子 缓慢行驶而去 而黑帮成员们却只允许用双腿跟着 逃跑是不可能逃跑的 不等徐悦安排的 K在装甲车上进行点杀 就会被同组的其他成员撕成碎片 至于李昂 则是驾驶着一辆哈雷 不断地左右穿梭着 因为之前的黑帮火拼 附近别说幸存者了 连丧尸都没了 起初的一段路还是很顺畅 但很快秩序崩塌导致的感染蔓延 还是体现出来了 才走出三条街道 就可以看到道路上那游荡的感染体 以及正在奔跑尖叫的幸存者 虽然丧尸数目还不多 可这种趋势下去 数小时后也必然会步入浣熊市的后尘 将感染体都干掉 另外挨家挨户去通知他们 一直困在家里是慢性死亡 必须要在还未蔓延开之前 逃出城市北上 因为城内经常发生帮派火拼 所以这里的居民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会躲在家里 这是一种优点 街上的丧尸数目少 和这有很大原因 但同样的 一直待在家里的话 显然也只能慢慢 被饥渴所夺去生命 哒哒哒 目前的丧尸数目 明显没有帮派分子可怕 在这群被徐悦驯服的家伙 满脸猙獰的江丧尸 都打成马蜂窝后 也的确开始分组在一栋栋公寓楼下 大喊徐悦之前所说的话了 徐悦自己也拿着 新搬来放在装甲车上的大音响话筒 不断地在街上好似广告车一样地解说着 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亲自解说 嗯 果然还是自己来说效果最好 不过 这群家伙在我的安排下 就在我眼前进行救人 效果也还行 感受着自己心境上的慢慢打磨感 徐悦也对这种效率较为满意 现在积累越丰厚 抵达临圣时的麻烦就越小 因为有自己本身的融合影响 自己的心魔体现 并不是让自己一味地做圣母 哪怕是自己以前的面具 也并不是做圣母 只是在力所能及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帮助他人 击杀帮派分子 还有做事那些 无药可就不听劝说的家伙等死 也都并没有影响 药医不死病 死病无药医 然而就在此时 又一阵直升机轰鸣声 从众人头顶上响起 一架直升机掠过上空 让多人都有些意外 我们组织没有余力 再派人来这相对后方的区域了 这次就我一个人在这里 李昂有些皱眉地说道 其他救援组织的人吗 当然 也有可能是对病毒 有野心的某些国际组织 我们会路过这里 是因为从美国境内过来的 直升机航程不够 只能走陆路 如果是从海上过来的直升机 那应该可以直接去更前方的城镇 徐悦抬头扫了一眼 随后继续说道 我们的情报效率和行动效率都差不多 对方第一时间了解到消息 收集情报 准备工作做完过来时 就发现 莫卡兰是最佳样本采集地点 所以我们的偶遇并不是巧合 算得上是一种必然了 但可以放心 不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要数据的话会更早的时间抵达第一线 某个二流国际组织吧 直升机上 好几道人影顺着滑锁落下 而且进入到莫卡兰小镇的直升机 还是两架 总共24人空降在了室内 两架直升机也停靠在了医院的机场上 明显还会等待他们一起返程的 呼 这次任务可真没什么头绪啊 上次暗杀的那个安布雷拉公司的主管 竟然都没打标 还有那种特殊能力 到底是什么手段可以获得 谁知道呢 惩罚任务安心度过就是了 贪心可能会翻船的 从飞机上下来的24人之一 有些叹息地拉了拉旁边的同伴 这次进入的轮回者数目不少 是两大家族的大动作 除了已经和高桥他们会合 了解到了地域难度真相的一群外 眼前这个加入了某个国际拥兵组织的几人 也是另外一批了 靠着过人的战术综合能力 他们也被安排到了这种高难度行动当中 第1668章 概率 小心本地的帮派成员 他们火力很足 明白 近来时在天空看到过本地帮派武装分子 拥有装甲车一辆 人数大约在100至120之间 目前城镇感染进度处于初级阶段 尽可能采集更多的样本 必要时可以捕捉还能活动的感染体 以及刚刚被咬的幸存者 24位装备精良 单兵素质出色的武装分子 从直升机上下来后便兵分两队 迅速朝着城内移动了过去 同时还在利用对讲机 不断地进行着交流以及初步情报的分析 他们过来只是采集病毒样本 不愿意节外生志 会制造麻烦的帮派分子 能不惹就不惹 从新鲜样本 一小时样本 两小时样本逐一分类 取样部分也从表皮到器官需要来全套 这种事他们已经做过一次了 是美国的一个偏僻小镇 只是当时小镇的感染情况超出了他们的预计 丢下了十几具尸体后才逃离了那魔窟 最终那小镇也被军方轰平 感染得到控制 相比起来 眼前这个才刚刚爆发感染 丧失树木与密度还没有达到危险极限的地方 才是最为适合采样的地点 想到黑市当中的样品价格 这一行人也都是动力十足 就算是几位轮回者 也并没有多少留守的意思 将那种凌厉的战术与战斗技巧全都发挥了出来 在一支小队中取得了绝对的领导地位 很显然 近来的这些天里 这几位成功汇聚到一起的轮回者 也降服到了几位实力不错的手下 拥兵本身就是崇尚强者 这是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七点方向 看腐烂程度应该被感染很早了 击杀后全套采集一次 注意脑浆不要混杂地上的泥土了 一枪点抱一只丧尸的头部 武藤石兵卫冷漠地对旁边的一位佣兵下令道 那位佣兵也立刻上前 取出专用的采集道具 一丝不苟地完成着采集工作 加开表皮的镊子 穿透体内器官取样的刺针 收集凝固血液和脑浆样本的滴管 道具很全面 手法也很熟练 其他人则是在旁边戒备 击杀着一些没有采集价值的丧失个体 此时街上已经没有行人 只有几处窗口后的窗帘下 有警惕的眼神看着猪人 一份份地装入了特制的负压真空管内后 几分钟内一次的采集工作也宣告完成 然而就在此时 几人的对讲机当中 便是突然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音和惨叫声 特殊感染体 小心 好快 啊 吐 咯吱咯吱 声音响得很突然 但枪声从密集到稀松 再到停止也相当快 短短几十秒内 对讲机中就只传来了让人感到甚人的咀嚼声 特殊感染体 头 怎么办 采集完样品的那位佣兵 有些凝重地对武藤石兵卫问道 特殊感染体吗 如果能够采集到样本的话 价值应该会更高吧 区区惩罚任务而已 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权重奖励 失败了也就失败了 武藤石兵卫并不是很在意 所以虽然风险很大 但他还是觉得可以放手一搏 失败了无所谓 成功了也能提高最终的评价与结算奖励吗 左右都不亏 而另外一边 正在朝着北部出入口前进的苦工押送队 此时也同样遭遇了一些麻烦 停下前进 徐悦站在装甲车顶部 看向了那刚刚捕捉了一名苦工 正在垃圾桶旁边吞食撕扯的舔食者 星红充满活力的皮肤 应该是刚刚诞生不久的舔食者 理论上来说 只要是活人被直接感染 然后又有足够营养的话 就有着变成舔食者的机会 城市内出现舔食者并不稀奇 可按照时间和被感染人数的比例来看 这舔食者的出现概率 比徐悦之前预想的要高不少啊 莫卡兰小镇本来人口也不多 被感染时间也不久 还有许多幸存者都躲在家里 这就已经开始冒出舔食者这种怪物了吗 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难度 很显然是提高了许多 这才是目前感染区中被感染程度最低的小镇 想想首都墨西哥城 想想那超过一亿的人口 就算是徐悦也叹了口气 只有丧尸的话 面对现代热武器 只要弹药足够还真没多少威胁 可舔食者要是混杂在铺天盖地的丧尸潮当中 哪怕是美军驻扎的那个防御区 恐怕也有相当大的陷落危险 只能采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平 这种特殊个体的出现概率 再配合安布雷拉到处暗中散步 全球陷落的确并不冤枉 K 你们继续压界苦工去前面清理路障 我去稍微探查一下情况 现在对付少量的舔食者 你们应该也有心得了吧 徐悦回头对K等人说道 放心吧老板 我们有经验 对着徐悦比出了个大拇指后 K也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再怎么也是解开了一阶基因锁 还有着装甲车作为掩体依托和足够的火力 配合外面那群炮灰 短时间的确还不用担心安全 喂 你去哪呀 现在城里出现了那种怪物 很危险的 李昂骑着哈雷来到了装甲车旁 看着那垃圾桶旁边正在大块朵移 若隐若现的舔食者 满脸也都是如临大敌的表情 很显然也是见过这种怪物 知道他的难缠 不得不说 作为一个普通人 李昂能在见识过舔食者后 还存活下来 的确算得上相当的优秀了 没事 数目不上来的话 暂且没有危险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便是单脚踩着装甲车顶部的边沿 直接朝着远处越了过去 速度之快捷 动作之突然 让李昂都吓了一跳 随后便是脸色狂变 笨蛋 不能近身的 快回来 他的确见识过徐悦的枪法 能够相信徐悦有对付这种怪物的本钱 可这种怪物远距离射击和近距离差距可是太大了 那种足够撕裂钢板的爪子 灵敏的动作 还有强大的抗打激励 都代表着其近战王者的身份 近身后就算是装甲车都会被其撕裂 徐悦的突然爆发靠近 也立刻引起了那正在大快躲移的舔食者警觉 后组着地抬起了头来 随后不退反进 迅速地朝着徐悦扑去 双方都是爆发的高速 相向而行 近乎于就是一瞬间就抹平了距离 咔 握着腰间刀鞘的左手拇指 推出一截刀柄 右手紧握 伴随着一道寒芒交错 那面目可憎的舔食者 便是在空中一分为二落在了地上 两半尸体还在地面一阵翻滚 将大量内脏都洒落了出来 而完成了斩杀的徐悦 也将那刀面乌黑的糖刀甩向了地面 将刀面沾染的血字在地上 划出了一条血痕 甩干净后便又长刀归翘 动作一气呵成 看得梁瞪大了狗眼 我曹 近战解决的 你不是神枪手吗 怎么变成刀客了 那刀是哪来的 怎么肥四啊 是公司利用特种合金为顾问打造的一柄造价上亿美元的神兵利器 那强度刺穿坦克都不会留下缺口的 K似乎是为李昂解释了一下 在换熊市时间太紧 一些优势无法发挥出来 整顿了一阵后 徐悦当然也需要配备一些衬手的近战武器了 除了那把看起来像是装饰品的合金刀外 还有一把合金匕首 毕竟要考虑子弹打完的时候嘛 感染体数目太多 他也必须要全盘考虑 只是在K解释完了后 却是让李昂满脸无语之色 我不是惊讶这把刀 呃 好吧 现在我是惊讶了 没想到这么贵 这么厉害 但你没发现 他直接近身砍死了那怪物更可怕吗 以前老板徒手打死过舔食者 所以这只是正常操作 放轻松 听完K的话后 李昂更加无法淡定了 徒手打死是什么鬼 我们是不是对轻松有什么误解 第1669章 时时悟 那些变成了苦工的帮派分子 看着徐悦手起刀落 就解决了那个将他们当作猎物的怪物 一时间对徐悦的抵触心理也低了许多 他们是不怕丧尸 可这种速度灵活 连枪都不怎么怕 瞬间能够秒人地争鸣怪物 还是很容易带来恐惧的 这个恶魔看来 并不仅仅只是针对人类 针对任何事物 看上去都是恶魔的样子 随后 他们便是目送徐悦走入了那阴暗的巷子 离开了视线 碰 一脚反踹 踢飞了一只扑来的舔食者 同时靠着转身的力量 手起刀落切下了另外一只的脑袋后 徐悦另外一只手也抽出了手枪 子弹呼啸地钻入了那只被踢飞的舔食者脑袋 将其打落在地后都还一阵抽搐 加上早就量了一只 地上三只舔食者的尸体整整齐齐 解决掉了这里的三只舔食者后 徐悦也低头看着那一片狼藉的尸块 刚死不久 从装束上看似标配的作战单位 不是帮派分子 应该就是那两架直升机上下来的人了 用刀尖掀开了一处染血破布的遮盖 看到了下面破碎的尸管和工具后 也能完全确信这群人就是过来采集样本的了 12人的小队 如果训练有素 再加上全神戒备的话 也不是无法正面防下三只舔食者 只可惜从现场场面来看 被从旁边污蔑墙壁上突袭飞扑后 便是一边倒的血崩 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抵抗 而此时写地当中 还有着一只开通了的对讲机 应该还有另外一只队伍 就在徐悦观察战场的时候 随着他耳朵微动 没过多久一群人便是从一处拐角出现 那全神戒备的样子 似乎在堤防这里可能存在的怪物 在发现街道上只有徐悦一个站着的人影后 似乎也让他们愣了愣 随后也发现了那几只惨死的 舔食者尸体与同伴们的残骸 通过之前的通讯 他们当然知道同伴是被这些特殊感染体积杀了 可现在这些特殊感染体都死了 是对方干掉的 除了自己战友们的尸体外 现场也就只有一些丧尸尸体了 难道是他一个人干掉了 不可思议 难以想象 你是什么人 武藤石兵卫满脸凝重地看向了徐悦 他们几人能够碰面并参战 实力都不低 四人都是乱入者以上 武藤石兵卫更是一位资深乱入者 他的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人很危险 他必须要确保对方是不是轮回者 只是此时附近有自己的土著队友 直接喊话的话无法判断 只能先全神戒备地看向对方 既然这个惩罚任务中 都出现了这种生化事件 还有强大的特殊感染体 那出现一些有实力的高手 也完全正常 轮回者和土著的概率 大概五五开吧 而在武藤石兵卫进行怀疑的时候 徐悦也敏锐察觉到了 对方态度的一些微妙违和感 轮回者是吗 没有解除基因锁 还没有吃到诱饵啊 不知道其中有几个 呵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佣兵吗 徐悦没有回答武藤石兵卫的话 只是嘲讽地笑了笑 哒哒哒 叮 叮 叮 伴随着一阵枪声的怒吼 徐悦那行云流水一般的斩机 请客间便是在空中激出了一片火光 拦下了每一发对自己有威胁的子弹 没有挡住的子弹 全都贴着徐悦的身体划过 本身就无法命中 无数喷射的弹幕 撞上了刀幕 就像流水冲击礁石一般 从两侧滑开 不沾徐悦分毫 徐悦不利用一阶之上的力量 无法比子弹快 但他只需要捕捉 计算对方枪口的轨迹 与双方的距离就够了 助手 忽然感到了一阵死罩心跳动的危机感 武藤石兵卫也立刻下令让属下助手 其实开始开枪也并不是他的本意 是他的土著队友被徐悦的气息压迫得太紧张了 再加上那不懈讥讽的本能反应 开枪人也不多 可即便如此 对方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做出了匪夷所思的现状来说 却也让他明白了现在的糟糕情况 只要对方开枪反击 几方必然全灭 这是生死之间的经历为他带来的直觉 只是让他队友停火的并不是他的命令 而是对方随手两枪的还击 每一枪都精准地贯穿一人持枪的肩膀 让开枪的两人直接哑火 捂着伤口倒地哀嚎 呵呵 庆幸你们人类的身份吧 徐悦收刀归翘 似乎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 而正是这种姿态 却是给他们所有人都带来了不可力敌的无力感 就算武藤石兵卫脸上也充满了忌惮 随后 抬起手一边示意自己手上没有武器 一边缓缓地朝着徐悦靠近说道 我为我手下的鲁莽而道歉 也感谢阁下的手下留情 还请阁下谅解 在这危机重重的城市中紧绷神经下的错误反应 那示弱的话语 听上去就好像是想要获得徐悦的原谅一般 而随着她的继续靠近拉开了后方队有一段距离后 便是迅速用只有她和徐悦才听得清的声音说道 轮回者 嗯 徐悦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 而武藤石兵卫便也听到了空间熟悉的扣分声 听到后反倒是松了口气 要知道这次惩罚任务理论上都是自己人的 要是突然冒出一个不受控制的强者 偏小的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是土著的话倒是好办了 在武藤石兵卫松气的时候 徐悦也暂时关掉了自己那收刀时打开的智能手机 嗯 为了避免麻烦 没有用对讲机连接K他们 而是直接卫星信号连接 通讯功能或许一般 但可以连接红厚 作为人工智能 对其泄密也是属于扣分事项 这也是徐悦多次都做出了准备的方式 一些引导 由轮回者的身份来做 目的太明确 吃相太难看了 但让重要的土著剧情人物来引导 那就只能归功于 奇遇和考验咯 哼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但我希望你们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不要让我改变主意 徐悦一脸看不起发过难财的姿态 依然还是充斥着嘲讽的语调 阁下教训的是 其实我也早就看不惯我们上司的命令了 唯利是图 这等生化样本 绝对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破坏 武藤石兵卫 面对徐悦的讥讽 却是相当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并且毫不犹豫 取出了身上的几只样本试管 狠狠摔碎在了地上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这是空间的交换法则 以武藤石兵卫的攻略经验 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能将利益最大化 很显然 眼前这位值得投资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原本的集团 完全值得赌一把了 第1670章 绿色通道 惩罚任务的轮回者都是稀有资源 徐悦当然也舍不得杀 起码在有水榨干之前要精心呵护 眼前到底有几人是轮回者 徐悦暂时还没有完全断定 但能够有实力跑到这里 好歹也不是弱者 多少值几个钱 没有解除基因所的气息 而且从对方轻易冒险接近自己的态度来看 目前也没有在本任务中消费的样子 暂时属于让人憎恶的白嫖轮回者 随时都能毫无负担地弃坑 然而事无绝对 只要白嫖轮回者还存在 又能给予足够的好处和诱饵 把手冲和冲值反例活动做好 那把他们变成付费轮回者也是可行的 特别是乱入者及其以上的轮回者们 口袋里的钱足够多 有消费的资本 所以哪怕那位领队的轮回者表情有些做作 但徐悦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神色点了点头 哪怕是在压力下做出这种决定 但也还算有抢救的价值 就不杀你们了 松开了握着刀柄的手 徐悦的语调还是那样的轻描淡写 但却让整个小队的12人都额头冒出了冷汗 刚刚说放我们离开只是试探吗 如果不是队长果断销毁了那些样本 恐怕现在就要遭受对方狂风暴雨的袭击了 虽然在座的每一位都算得上训练有素 对自己有着足够的自信 甚至敢进入这种感染区 可就之前 对方那种犹如礁石一般 在扫射中屹立不到的恐怖姿态 哪怕几方有12人 恐怕也会被一一击杀 那两个肩膀被轻易打穿脚械的队友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让他们对队长的选择 也感到松了口气 有种劫后余生的后怕感 你们还有同伙吗 除了停在医院 两架直升机上总共6名的机组人员 我们就只有这一对不幸死亡的同伴了 现在城市越来越危险 阁下不如和我们一同离开吧 武藤石兵卫小心翼翼地说道 不行 我的目的是打通南北绿色通道 让幸存者们有路可逃 现在还不能离开 你们也不能离开 过来给我帮忙 如果过程满意的话 我可以考虑给你们一些 你们想象不到的好处 徐悦冷漠地拒绝了几人 然后又一次抓到了苦工 当徐悦带着12名战斗人员 和6名机组成员来到北面出入口时 纳上百名帮派成员客串的苦工 已经工作得热火朝天了 能够开动的机车 慢慢腾出 不能够开动的合力搬到边上 再配合一些大型车辆的拉动 整体上的进度还算是可观 就徐悦出去收编十几位苦工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 而且除了被徐悦收编的苦工外 一些有远见 听到了徐悦喊话 认识到了目前严峻形势的幸存者 也同样都重新走出了家门 来到了这里帮忙 加上越来越熟练的关系 目前清理的效率是逐步加快的 K 卡洛斯 雷恩和李昂几人 便是充当着监军的角色 不过帮派分子的苦工和幸存者 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对待 幸存者可以休息 但帮派分子不行 至于路上灵星出现的丧尸 则交给了有力功表现 经挑戏选出来的十几位帮派成员对付 暂且局面还较为稳定 只是在徐悦带人回来后 李昂还是走上了前来 低声对徐悦说道 附近还有那种怪物 目前发现了最少三只 他们似乎在寻找机会 的确是有些麻烦 不过K 他们三个 都有应对这种怪物的能力 只是避免不了减缘 徐悦点了点头 随后也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了那些时隐时现 鬼鬼祟祟的身影 而后好似下定了 什么决心地说道 好吧 随着感染时间的加长 接下来我们会面对 越来越多的麻烦 既然如此 那也只有让你们 变得更强一些了 你 过来一下 下定了决心的徐悦 便是对着不远处 竖起耳朵的武藤石兵卫 招了招手 后者也立刻屁颠屁颠地 跑了过来 挑出几个你认为 最信地过的队员过来 我给你们一些好处 当作提前支付的报酬了 听到了徐悦的话 武藤石兵卫眼中不由一亮 果然 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果断地选择了正确答案 我就说嘛 对方的实力 放在这种凡人世界 的确是太超模了 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现在 他无比庆幸自己的选择 要选信地过的人来 那恐怕是名额不够 自然就只有 选同为轮回者的搭档们了 有了武藤石兵卫的挑选 加上徐悦的观察 大体上也完全将轮回者们的身份 确认出来了 而后便是进入装甲车 从之前放在上面的背包中 取出了一枚枚试剂 还有注射枪 将试剂装上 挤出了针头内的空气 带出了一丢丢水字后 徐悦便是对着李昂 还有几位轮回者 都露出了和善的表情 打完这一针 你们就是我的人了 哦 成功了 太棒了 随着最后一辆堵路的车 被皮卡脱开 看着畅通的道路 所有人脸上 也都露出了喜极而泣的表情 而后站在装甲车上 拿着话筒的徐悦 便是为了两句 魏魏 现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 各位幸存者 可以利用还能开动的车辆上路 虽然你们大多都带了武器 但要记住 对付这些不死的怪物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 马萨特兰的港口 有违和队新建立的检查区 那里也有船 可以带离感染去 在大批幸存者的感激中 看着路边陆陆续续发动的车辆 和离开的尾灯 徐悦心中也升华出了一股 迄今为止最浓郁的打磨感 对心魔的打磨效果和积累 超过前面时间的总和 美白让自己亲力亲为 做这么多事 享受着那种愉悦 徐悦也长长地呼了口气 而后低头看向了那一群 坦坦特特的帮派分子 嗯 幸存者可以走 但这群帮派分子还不行 他们还必须要利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来洗刷身上的罪孽 如果现在就将他们放走 路上的幸存者们 反倒是可能遭到他们的袭击 我可以答应你们 等我们将整个莫卡兰主干到都清理完成 连通南北后 就可以放你们离开 等到全程清理完 他们还能活下多少也并不清楚 而且到时候这里的工作大体完成 也没必要再带着这群脱油瓶了 用命清理出了一条绿色生命通道 这种宝贵的经验 应该也能让他们领悟到生命可贵吧 第1671章 特殊体质 嗯 捂着头疼的脑袋醒过来了后 李昂和那四位轮回者 也茫然地看着装甲车的顶部 感受着车辆的震动与轰鸣 不一样了 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能感觉到 如果自己愿意的话 可以随时进入一种毁灭世界的状态 当然 生物的本能也在告诉他们 进入那种状态后 自身会受到威胁 这是 武藤石兵卫看着自己的双手 听到耳边的空间提示 满脸都是骇然之色 基因锁一接 这就是基因锁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自己等人辛苦努力到现在 布局击杀过一位安布雷拉公司的部长 同时还加入了一个一流的拥兵组织 出没在最危险的环境中 这次还来到了这该死的感染区提取样本 一路上付出的努力 终于 终于还是让我们找到了门路 而且这一份能力强大的 简直超乎想象 仅仅只是一阶 开启后就能得到巨大增幅 足够让同阶普通的闲鱼 一跃成为同阶精英 这二阶 三阶 岂不是能让自己等人越急而战 那些精锐轮回者层次就能匹敌乱入者的天骄 并不是代表着他们实力是精锐轮回者 他们仅仅只是度过的任务少导致境界低而已 在大势力大背景的支持下 他们有着高级任务点进行核心能力强化 实力本身就能越急 可这个基因所不同 是真正能让本身实力出现质变的力量 难以置信 匪夷所思 对比起来 自己等人之前的付出算个屁呀 等等 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就在另外三位轮回者 也满脸振奋和惊喜的时候 武藤石兵卫 还是敏锐捕捉到了不妥 轮回空间 永远不要相信什么奇遇 有付出才有回报 没有难度得到的东西 通常都是陷阱 他的话也像一盆冷水 浇灭了几人的振奋 随后不断思索了起来 所以说 我们之后有遭遇大危机的可能 而且想要得到二阶 甚至三阶的提升 付出恐怕成倍提高 武藤石兵卫冷静地说道 那我们不要二阶和三阶 现在就开始寻找 刺杀安布雷拉高层的契机吗 武藤的话 还是引起了其他几人的一些警觉 毕竟的确是发生过 有傻 必欠了一屁股债的传闻 寻找契机 当然也是要寻找的 不过二阶和三阶 也不是不能谋划 毕竟如此难得的奇遇摆在面前 不努力一把的话 恐怕会终身遗憾 武藤石兵卫开始开口 只是为了警醒 并不是说想要放弃 所以 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人为制造难度 制造付出 来平衡收获 赚取好处 接下来 我们就不能之前那样 随便玩玩地划水了 得要真的认真起来 这突然转变的画风 也让其他三人频频点头 认可了武藤石兵卫的方案 能够直接完成阶位实力的提升 这实在是太难得了 这是阶级的跃迁 前面 他们几人都是一种随便玩玩的 消遣闲于心态 能有好处过了就过了咯 失败了也无所谓 但现在的话 的确是如同武藤阁下所说的一样 需要认真起来了 鱼儿不上钩 从来都是诱饵不够香 什么 已经很香了 那为啥没上钩 明明还能更香 也就在几人正在努力 适应现在常态下的状态提升 并且几位轮回者 开始商讨应对方案的时候 忽然间 装甲车顶部便是传来了 机枪的怒吼 除了机枪外 外面各种凌乱的射击声 和惊恐声也传了过来 随后装甲车便是 猛然一阵剧烈震动 后方运兵车厢的 坚固的装甲壁面 被一道锯爪直接撕裂 如果不是里面的几人 刚刚得到了基因所的提升 反应灵敏地避开了 那最靠近的两位轮回者 必然要隐命在这巨爪之下 哪怕现在 他们逃得够快 也依然被抓伤了手臂 果然 我就知道 没有这么简单 能够得到这种能力 现在难度已经出现了 被突然袭击 装甲车都翻车了 装甲都被撕裂了 武藤石兵卫等人 确实不惊反省 迅速地在翻滚的车厢内 掌握了平衡后 随手抄起边上的枪械 就对着裂口处 一阵扫射 几个人合力地火力 还是暂时将这怪物驱离 让其暂时离开了装甲车 喂 你们几个没事吧 K的声音 从前面驾驶室的方向 传了过来 装甲车一直都是卡洛斯驾驶 K掌控机枪 很显然 之前面对袭击的时候 K暂时回到了驾驶室内 避开了锋芒 这才导致了后面几人的遇袭 没什么大碍 死不了 不过有人受伤了 武藤石兵卫冷静地说道 这可不是没什么大碍 这种特殊感染体病毒的劣性 要远远超过普通丧事 一边打开了车厢后门 将几人从狭窄空间解放出来 李昂一边满脸凝重地 看向了挂材的两人 此时 他们被爪子划伤的地方 都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黑紫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扩散 伤口处还出现了诡异而邪恶的肉牙 一看就甚是猙獰 无妨 我们对这种病毒有抗体 很快就能够恢复的 一位伤员满脸平静地说道 而近乎是他的话音落下 那种黑紫色便迅速地退去 恢复了常态 不是吧 变异舔食者的病毒 你们也能免疫 我也有抗体啊 但这种东西是绝对不能被他们伤到的 不然再补一针都可能就不回来 前面的K和卡洛斯 也已经从驾驶时当中出来了 其中 K满脸怪异的表情 看着受伤的两人 这让两位信口胡说的轮回者都愣了愣 嗯 之前打的那针还真是抗体啊 原来我们的强化利用的就是这病毒哦 他们是得到了提示 受到了变异特殊感染体病毒感染 是否之付费B级具请点豁免的提示 才自信发言的 嗨 可能是我们体制特殊吧 另外一位也企图转移话题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们先解决那些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了踩在一头三四米的变异舔食者身上 一刀捅入了其体内 结果了其生命的徐悦 此时的战场已经接近了尾声 那只大型变异舔食者 应该是最后一只难缠的对手了 剩下的丧尸什么的 正被雷恩组织苦工们进行最后的清扫 呼 这种变异的玩意儿太强了 轻易就突破了我的防线 甚至差点完全将装甲车摧毁 徐悦站在那尸体上 胸口不断起伏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现在又目前不会影响自己心魔打磨的实力 对付变异舔食者的确是相当吃力 不过最吃力的还是要以最自然的方式 引导其攻击刚刚醒过来的轮回者 还只能伤而不死 很操心的 你们很幸运 竟然是和我一样的这种特殊体质 有着开启基因所更高阶的潜力 但同样的 能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 你们这种体质 注定了你们要在一线与这些怪物战斗 徐悦看向了轮回者们 用激昂的语调说道 让两位刚刚付费消毒的轮回者 不由咽了口口水 这个 不太好吧 第一次解读是B级没错了啦 但空间也提示了 这种解读费用是递增的 第1672章 希望 两位受伤的轮回者心里很苦 但很快还是被武藤石兵卫 在小队频道中进行了安抚 作为四人临时小队的首脑和领袖 自身乱入的武藤石兵卫 反应是很敏锐的 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了 徐悦话语中透露出的信息 不要沮丧 你们没发现他的话吗 更高基因所解锁的前置 但我们利用的是空间权限 两人也有些惊疑不定地回答道 这和空间权限无关 我只知道从这句话中能够听明白 对方手中拥有着解锁更高基因锁的渠道 等到时机合适 我们两人也同样要表现出这种特殊体质 武藤石兵卫的话 顿时就让几位轮回者怦然心动 一接效果就这么强大 更高阶的话 我们明白了 只要注意的话 这些损失我们也扛得住的 而且付出越多得到的也才可能越多 想要一点投入都没有 就得到这么强力稀有的能力 那自然是天方夜谭 也就在几人交流的时候 战斗进入了尾声 这一次袭击 是由一只变异舔食者带领三只普通舔食者 趁着苦工队遭遇丧尸群的时候的突然行动 直接导致了十几位苦工的死亡和装甲车的破坏 连装甲车顶部的车载机枪 也在车辆被打翻的时候损毁了 不过好在装甲车本身 除了侧面那猙獰的开口外 整体上还没有多少损坏 还能继续前进 在利用路边车辆和人力 将装甲车重新翻转回来后 队伍稍作休整 还是继续上路 一路上依然还是不断劝说两边的居民 告诉他们通向北边的出路已经打通 同时路上的丧尸已经清理过一波 正是逃跑离开的黄金时期 如果能找到合适车辆 灵星的丧尸根本无法成为阻碍 否则等到第二次感染的爆发期出现 整座城市的危险性还会大幅度提升 感染初期被咬伤抓伤的人可是不少的 哒哒哒 密集的枪声响起 靠着人数和火力上的优势 百人组成的火力网 根本让丧尸连靠近的能力都没有 但李昂在换了一次弹夹后 看着街头拐角处那又涌现出的一大波丧尸 脸上还是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就算是扫荡了几处帮派的弹药存货 就算这些帮派的火力堪比军队 可现在也已经所剩不多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等人这样的准头 大多数帮派分子的弹药利用率低得吓人 加上路上三次遭遇到特殊感染体的袭击 此时队伍已经减员到五六十人的程度了 几乎过半 如果不是中间一次集体叛逃 被铁血镇压 恐怕那群帮派分子都已经早就四散 就算现在被强大武力威慑与自保本能让他们开火 士气的低迷程度也都达到了极致 这还是原本一群十恶不赦的亡命之徒 换作普通人早就崩溃了 大家在最后努把力 已经只剩下城南出口处的少部分障碍需要清理了 大多都是朝着北边逃 城南的阻碍不多 一旦清理完 你们就自由了 徐悦站在装甲车上 依然还是靠着音响话筒为这群苦工打气 毫无疑问 这也是这群帮派分子最后的精神寄托和希望 靠着暴肿 终于还是大体上将围堵过来的丧尸清理干净 随后又开始争先恐后的清理路上车辆与障碍 滋滋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李昂手腕上那时灵时不灵的迷你电脑 此时又开始出现了信号 虽然同样是靠着卫星通讯 可显然他的这一份通讯器 并没有徐悦手机那样享受得高兴到 大概因为使用负荷的问题或者技术干扰问题 显得很不稳定而断序 太好了 终于连接上了 滋滋 完全雪花屏的屏幕中 传来了有些失真的女声 但李昂大体上还是能够听清是自己的接线员 这种时候联络我是什么事 首先 滋 确认一下你的安全 滋滋 了解你的工作进度 听到这么说 李昂顿时就是无语望天 心中隐约有了不妙的感觉 好吧 我现在安全 另外因为有其他朋友帮忙 所以工作进度进展顺利 说吧 又出现了什么麻烦 真的 滋滋 这真是今天听到的最好消息 另外 那边有气无力的联络员 似乎是发出了惊喜的声音 好像开始都没抱什么希望一样 随后便开始在那劣质网速下断断续续的说明着现在的现状 大体上就是阿瓜斯卡莲斯特斯城以南的所有营救与疏通任务全部失败 哪怕靠着直升机去接回残留组织成员 还有疏通小队 也只活下了不到三分之一 随着病毒的蔓延 那边已经化作了一片死狱 特别是一些特殊感染体的出现 瞬息间就能造成巨大伤亡 本来有一支由来昂触发 靠着本土武装力量 警察 打散的军人 以及幸存者组成的数百人队伍 都被那些特殊感染体轻易冲散 幸存者实不存一 现在阿瓜斯卡莲特斯城以北的情况也不太乐观 最短绿色通道中间总共会经过四个交通枢纽小镇 可目前哪怕加上你们打通的这一处 也暂时只成功疏通两处 其中C字小队完成了自身任务后 已经启程前往支援距离阿瓜斯卡莲特斯城最近的枢纽小镇了 而离你们最近的斯特莫西城因为人手不够的关系 疏通队员连自保都看优 枢纽四小镇任何一处失败都代表着本次行动的彻底失败 届时不单单是阿瓜斯卡莲斯特斯以南 整个马萨特兰以南都将宣告陷落 这么多努力与牺牲也都将复之东流 BSAA组织从北到南按照难易程度投入的力量也不同 整体分为两部计划一部是阿瓜斯卡莲斯特斯以南到来昂的疏通 显然那边已经失败了 还有一部就是马萨特兰到阿瓜斯卡莲斯特斯的疏通 这一部计划目前进展也堪忧 中间四个枢纽小镇只成功清理两处 最北边的莫卡兰小镇就只有里昂孤深一人 最开始他们的目的是距离最南边的小镇投入的力量最大 然后一路向北清理过来 里昂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 时刻了解城市动态 等到一路朝北打通道他这里的友军会合 可现在投入力量最大的南部小镇很显然是出了问题 导致了投入力量仅次于那里的C小队完成了任务后无法北上 反倒是向南支援 这就导致了投入力量倒数第二岔的斯特莫西小镇那边崩盘了 里昂这边是他一人 而斯特莫西小镇是一支12人小队 可现在已经只剩下4人 根本无力执行任务 连自保都有些无力了 而且除了这信息之外 那边还利用着糟糕的网速发了一张并不怎么清晰的照片过来 照片是斯特莫西小镇里地字小队的队员拍摄的 是一只拥有着花钢岩一般肌肉的高大身影 那只怪物正一手一只 灵机仔一般地抓住了两只舔食者 并咬掉了其中一只的头 场面血腥而残暴 真心希望你能说服你的朋友们 一起前往进行支援 第1673章 自由 等等 说好的我们清理完了就能离开 大佬你可不能不守信用啊 正在搬运清理难出口的帮派分子 有人也听到了这边李昂联络的声音 顿时就紧张地开口道 有人一发话 其他不知道情况的人在了解了真相后 也连忙开口询问了 清理完就能离开 就是他们最后的动力和希望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遭遇后 他们再也不想待在这该死的城市当中了 以前都觉得自己是连死都不怕的硬汉 可经历过这短短的半天后 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很脆弱 当然 我从来都是言而有信 徐悦斩钉截铁地对众多苦工进行了安抚 让他们脸上也露出了如下重担的表情 甚至连后面清理道路都更加卖力了起来 半小时内就完成了城南出口的清理 当最后一处障碍被搬离后 一个个脸上也都露出了解脱的表情 不少人甚至互相抱头痛哭 好了 根据我们的协议 你们现在已经自由了 给你们十秒钟逃跑的时间 徐悦站在装甲车上 满脸平静地发出了声明 嗯 等等 十秒钟逃跑的时间是什么鬼 十 九 八 倒数的声音就好像催命符一般地落入了众人的耳中 随后K便是站出来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放了你们后再进行捕捉也并没有违规 况且现在城内其实也并不安稳 缺乏重型车辆的话 你们这么急匆匆分散突围也很危险的 既然如此 那不如留着有用之躯 我们先去斯特墨西帮忙 将通道全部打通后 由重型车辆开道 一起跟着逃离 刚刚其实你们也听到了的 我们只差那一个交通枢纽没有打通了 不会再有下次这样的情况了 K的话充满了煽动性 让这群苦工们一个个都感动得嚎啕大哭 一边带着泪水 一边点头答应的需求 那个杀星已经又开始拉枪栓了 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够人家两梭子的 要么生 要么死 很简单的送分题 也就在此时 低沉的鸣笛声也从莫卡兰小镇当中传来 在那辆充满钢铁力量感的重型卡车开道下 后面卡普兰驾驶的汉马车也一起跟了过来 看到车上的少量弹痕 很显然他们守护车辆的时候也多少碰到了点小麻烦 只是两位解开了一阶基因所的存在 在普通人眼里也是完全开挂的 轻易解决了战斗 有热武器的情况下 以少胜多无疑也变得简单了起来 现在他们是根据徐悦的信号 应声而来 哇哦 人手变多了吗 车厢里都装的物资 他们找点路边还能开的车吧 从汉马上一瘸一拐地下来 卡普兰看着那群苦工也吹了口口哨 还是老板牛逼 人越打越多的 帮派分子 呵呵 和传闻中不符啊 詹姆士也从卡车上下来 然后完成了简单交班与修补 将弹夹和车辆油箱都装满 同时也给那群帮派分子一些寻找 并启动代步车辆的时间 为了让这群帮派分子 都老老实实不敢中途逃跑 徐悦已经为他们表演了一次RPG的命中率 开车并不能拯救什么 最终 卡洛斯驾驶那被开了一道口子的装甲车 徐悦继续在装甲车上抱着他的音响和话筒 装甲车后破损的运兵 带着十位临时提拔的苦工小头目 李昂驾驶着另外一辆新的摩托车 在队伍中穿梭 除了他之外 那四位轮回者也都是选择使用摩托成为斥后 游荡在附近 雷恩和卡普兰在汉马上 K和詹姆士驾驶重卡 以及其他八辆 由皮卡和越野车组成的车队 浩浩荡荡朝着下一个小镇枢纽而去 但要问题还是要着重考虑一下 哪怕有着你们在前面马萨特兰的搜刮填补 现在我们的人均但要总量也不到之前的一半了 斯特墨西小镇的情况显然要比莫卡兰严峻 但要严重不足 李昂骑着摩托车作为斥后 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一边在对讲机当中和徐悦他们讨论着现在的难处 目前而言 食物方面倒是还好 无论是临时就近补给 还是车厢内带着的 都足够支撑下去了 可子弹的消耗速度的确是太恐怖了 这还是之前莫卡兰前期感染的丧失数目不多的关系 目标的斯特墨西能让满边12人小队减员到4人 情况定然不容乐观 子弹不够也要去呀 只能尽可能节省了 下发给帮派成员的弹夹数减半 不到必要时刻不准许他们开火浪费 我们多辛苦点吧 驾驶着重卡的K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人手一枪以防万一 还是有必要的 子弹也必须要发 弹给他们子弹是为了应对特殊感染体 袭击等特殊情况 形成弹幕阻击 丧失数还没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还是交由枪法达标的人来干活好了 符合条件的除了解除了基因所的诸人外 之前和轮回者组队的那几位战斗人员也勉强可以 再加上现在车队车辆的冲撞和碾压 以及小镇内的一些搜刮 应该还是够用吧 希望如此 李昂总觉得有些不妙的预感 但还是压下了心头的烦躁 忠实地履行着职责 两个小镇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半小时左右的车程 就看到了那浓烟滚滚一片死寂的小镇 对比莫卡兰活人还占多数的情况 眼前 纳斯特莫西小镇近乎于化作了死亡之城 甚至已经有数目不少的丧尸 在小镇外游荡了 在车队的动静下 本能地朝着公路这边汇聚而来 面对这些零星的丧尸 车队也直接撵了过去 一枪不发 万幸的是 对比莫卡兰小镇 虽然斯特莫西小镇城北出口 也有不少发生碰撞的车辆堵路 可相对而言也要少得多 或者说小镇中能够有机会逃离的幸存者 要少得多 一路上 徐悦他们车队都没有遇到过一辆逃跑北上的车 就可想而知其中的恶劣情况 靠着装甲车的几次撞击 就临时腾出了一道进入小镇的口子 现在城内的队员怎么样了 李昂借着好不容易连通了通讯装置 连忙询问道 我给你们的装置设置好对讲机频率 进入范围可以直接联络到他们 他们现在还剩下三人 正在小镇警局 幸存者大概十几位 在干扰情况下 卫星信号显然是不够用了 连接李昂都是断断续续 他们也无力转接双方 只能调节对讲机频道 来进行短距离通讯 李昂手上这装置的功能 还算是比较全面 不过显然 小镇内部的复杂地形 大幅地缩短了对讲机的实际范围 就拿莫卡兰小镇为例 大概只有1.5公里左右的有效范围 这边应该也差不多 第1674章 幸存者 斯特墨西小镇警局之内 一处繁琐的房间中 我知道被咬伤的后果是什么 给我个体面吧 一位身穿做战俘的男子 靠在墙角 满脸苦涩地看着眼前的两位队友 此时除了克里斯和吉尔这两位队友外 其他幸存者都是躲得远远的 哪怕那位被他亲手救下来 导致了自己被咬的美丽女士 都远远地躲在了办公室另外一头 经过了这么久的生存与挣扎 他们当然也清楚被咬了后的代价是什么 11位平民 两名握着左轮的警察 以及BSAA的苏作战部队三人 就是此时这间警局大办公室内 所有幸存者的人数 甚至有可能是整个小镇中 人数最多的一处幸存者聚集地 此时被柜子和办公桌堵住的办公室门 正不断地传来拍打声 似乎是外面有什么人想要进来一般 可那充满了节奏感的拍打声 却反过来成为了在座猪人心理上最大的阴影 绝望 哪怕那些可怕的活死人一时间无法进来 但只要他们能够一直堵在这里 也能活生生饿死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饮水机上半桶矿泉水和几块巧克力外 这里根本就没有让人生存下去的东西 况且 让原本八九十人的队伍 锐减到现在的十几人的那些怪物一样的特殊感染体 也绝不是这小小的阻拦可以挡住的 一旦出现 就能造成房间里的所有人全军覆没 而此时 克里斯也轻轻叹了口气 随后直接伸出双手搭上了地上占有的脖子 在他满脸的解脱表情中 咔嚓 一声扭断的了他的脖子 客队 我永远都没有后悔 耳边回荡的声音 让克里斯和吉尔两人都是满脸的沉默 BSAA的组建 他们算得上发起者和元老了 四处奔走 将那些原本就反抗安布雷拉公司的组织团体都联系了起来 而且每次危险行动他们也都会身先士足 这种形式风格也让整个BSAA的人都对他们很是敬佩和幸福 但这种信任并没有拯救地上那位死去的年轻人 滋滋 然而就在此时 地上一直被随意放着的对讲机里 却是突然传出了电流音 随后很快便传来了一阵克里斯熟悉的声音 喂喂 克里斯吗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我带元君过来了 这犹如天籁的声音出现后 瞬间点燃了现场所有绝望之人的求生欲 原本躲得远远的一位年轻男子 连忙连滚带爬地扑向了对讲机 而后对里面疯狂地嘶吼着 我们还活着 我们在警局里 快来救我们 随后沉着脸的克里斯便是一把将对讲机从他手里夺了回来 按下了原本那个急躁家伙没有按下的对讲开关 李昂 你还有哪里的元君 你不是一个人在莫卡兰吗 是啊 原本我是一个人的 不过碰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又说服了城里的帮派成员 现在大概五六十人 十来辆车 不过带要不多了 你们先在警局等 我们会合 我们突过来的能力还是有的 李昂和克里斯他们的关系都相当不错 同样也都是高觉悟的人士 交流起来的速度也很快 三两下就确定了双方的情况 只是就在克里斯这边放下了对讲机的时候 忽然间警局外便传来了一阵杂物倒地的声音 让他抬起了手示意正在激动的七嘴八舌说着什么的幸存者们安静 只可惜发现了希望正处于亢奋当中的幸存者 并没有在意这位救援对张的事意 他们这些救援对对幸存者的态度一直都太好了 反倒是没啥微信 依然还在说着自己的诉求 你要和他们说清楚我们这里的人数 多准备一些空车啊 还有带点食物过来 我早上就没吃东西了 好饿 哐当 突然之间外面加大的破碎声 自觉地让这群亢奋的幸存者们安静了下来 眼中逐渐泛起了惊恐之色 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声音 好像引来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如果只是普通的杂物倒地 还可能是那些丧尸状的 可行动迟缓的丧尸 却绝对无法造成刚刚那种动静 而如果不是丧尸 伴随着突然的寂静 外面的声音也愈发地明显了 除了依然还有着丧尸 在不断拍打的敲门声外 的确是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室内 噗哧 嘎吱 利沼撕裂肉体的声音 以及碎骨咀嚼声 让房间内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寒毛树里 是那种特殊感染体 之前 如果不是有个更加可怕的怪物 吃掉了两只这种特殊感染体 恐怕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躲进警局 在路上就会被一一追杀 噗哧 突然间门外一直持续的拍打声没了 可这个催命符一般的拍打声消失后 却反倒是引起了所有幸存者的惊恐 那东西可能已经到门口了 现场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粗重的呼吸声与自身的心跳声 克里斯和吉尔互相对视了一眼 也各自都占据好了最方便的射击位置 吉尔是一把M16自动步枪 站在了角落的桌子上 瞄准了被柜子和桌子堵住的大门 而克里斯则是抱着一把雷鸣盾散弹枪 站在了大门的侧面 两位警察也慌慌张张地掏出了自己的警用手枪 颤抖地瞄准了大门 同时克里斯还打手势示意几位幸存者顶着柜子 尽可能地施加力量 可惜只有两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响应了号召 其他人依然还是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在一位老年神父的带头下 不少人还在那边划着十字 祈求上帝保佑 不过这种时候 克里斯也不可能发出声音多说什么 只能全神戒备 哼 毫无征兆的撞击 仅仅只是一击就撞将木门撞碎 一道碎片犹如飞刀一般 直接划破了克里斯的脸颊 但他却丝毫不为所动 直接瞄准了那因为撞击力道太大 卡在了桌子当中的身影 扣动了扳机 近距离中 雷鸣盾散弹枪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大片的血花从那舔食者身上飙射而出 哪怕对子弹抗性很高的舔食者 也被打得嗷嗷叫 吉尔的点射以及两位警察 也毫不犹豫地倾泻出了自己的火力 当最大优势的灵巧 被卡在桌柜中废除之后 一瞬间那舔食者就遭受了巨额的伤害 哪怕靠着蛮力将短暂禁锢自己的桌子撕成了粉碎 就准备朝着最近的克里斯扑杀过去 但伴随着克里斯轰在他头部的一枪后 这只舔食者还是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这难缠的怪物终于是死了 现在我们的大门已经毁了 继续待在这里就是等死 既然有援军进来 那我们就去接应他们 克里斯冷静地说道 这话也让幸存者们不断地点着脑袋 作为现场单兵能力最强的克里斯 便是率先走出了办公室大门持枪警戒 然而果断出门的克里斯 便以更加果断的速度缩了回来 他的动作也让所有人都呼吸一致 只有吉尔对他比划了一个手势 询问发生了什么 而克里斯此时则是面带苦笑之色 伸出了两根手指 还有两只 第1675章 友好交流 这消息的出现 顿时就让原本出现了希望的幸存者们 再次感到了更加深沉的绝望 被困在这里后 他们的希望就在一点点的消失 勉强接受了那悲惨的现实 正是那对讲机的话 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之后乐极生悲 因为发出的声音导致引来了这种怪物 费尽心思 牺牲了大门和桌柜 将其干掉后又得到了眼前的新消息 那大起大落的心情 让不少人直接就失声痛哭了出来 哭号声还越来越大 该画十字架的还是画十字架 该哭的还是哭 哪怕是两名警员 还有之前那两位帮忙顶着柜子的小伙 此时的状态也显得很低迷 而毫无疑问 在里面发出了这些声音后 外面正在扑食丧尸的舔食者 也放弃了嘴边的烂肉 将目光盯了过来 狡猾的猎手有着他们的狩猎本能 同伴的尸体在警醒着他们这些猎物 有着反击能力 不断地在房外游走 制造各种动静 引起里面的紧张和误解 随后一道黑影便是高速从大门进入了房内 立刻遭到了克里斯和吉尔两人的急火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只是一具破败的丧尸尸体 是被舔食者利用舌头甩进来的 不好 克里斯心头警觉 就待调整枪口 可随后他便发现 那声东击西的舔食者 并没有攻入进来 伴随着一阵声音响动 似乎暂时离开了门口附近 让他下巴滴落汗水的同时 也心中暗自撑起 而也就在此时 被他插在肩膀上的对讲机 再次传来了李昂的声音 我们到了 现在进来接应你们 情况怎么样 听到了对讲机当中的声音后 克里斯等人才是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外面的援军来了 他们制造的动静吸引到了远比人类敏锐的舔食者注意 仔细听听的确能够听到引擎的声音 与灵星枪声 随后越来越大 最终停在了警局门口 千万不要直接进来 这里有隐藏在暗处的特殊感染体 这种幽暗复杂的环境下 就算是整编小队也会全军覆没在他们手上 克里斯急切地对着对讲机当中提醒道 可很快他便发现还是晚了点 警局大门似乎被打了开来 通过办公室那破裂的门口 看向外面的大厅 可以明显看到几道照射光柱 应该是手电筒的照明 接应他们 既然来不及了 那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出去帮忙 之前击杀过一次这种怪物 也能够证明这些怪物并不是无法立敌的 在克里斯一个战术动作翻滚出去的同时 他也听到了那种怪物熟悉的嘶吼声 不好 已经发动攻击了 小心 扑斥 抬头看着那将感染体一分为二 正在擦拭刀刃的身影 克里斯的提醒话语不由戛然而止 嗯 我出来是干什么来着 小心什么 徐悦将地上舔食者的尸体踢开 回头看向了克里斯 这时吉尔也已经连忙抱着枪冲出来掩护了 同样看到了徐悦 满脸惊讶 是你 还有一只 就在徐悦注意力放在克里斯和吉尔两人交流上时 一道趴斧在办公桌下的身影便是突然冲碎了办公桌 只逼徐悦而去 那锋锐的利爪似乎是想要将它撕成碎片 一点新花样都没有 侧身移动一步 手起刀落斩掉了这只舔食者的头部后 徐悦也撇了撇嘴 如果不是遭遇过这种怪物 刚刚还费尽心思杀死了一只 克里斯和吉尔两人绝对要怀疑这种比杀狗还简单的怪物实力了 可现在 他们只能明白出手之人的深不可测 看着两人震惊的表情 一同进来的几位有兼工职责的苦工头目 一边拿着手电筒和枪继续罩着四周 一边脸上也露出了不屑的冷笑之色 一群没见识的家伙 别说这种普通的了 就算那种变异的也难不倒老板 在这种漠视之中 还有哪里比老板身边更安全的 那些想要逃离的都是一群肤浅的家伙 你认识他 克里斯也听到了吉尔的话 随后询问道 嗯 他就是我们要拉拢的那一位安布雷拉高级顾问徐悦 你应该也看过照片的 听到吉尔的话 克里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是啊 他是看过对方的休闲照 可对比眼前这铁血的样子 差距太大了 他不是文职吗 不过很快 克里斯还是表情一动 想到了心入火的爱丽丝 以及另外那战力超强的小队口述的一些情报 你给自己进行了强化 真是疯狂 但这次真的是万分感谢 克里斯也是心直口快 将嘴里的话说了出来 同时也将枪口下压 对徐悦伸出了手 不管对方的身份是什么 也不管对方进行了什么改造 这等大人物竟然亲自以身犯险 进入到这种感染区救人 这等魄力与人格 就足够超越绝大多数人 嗯 现在还不是闲聊的时候 先带着幸存者入队吧 徐悦握了握克里斯的手 简单地说道 因为三只铁食者杀入了警局 大厅的一些灵星丧尸 已经被他们干掉了 里面多多缩缩出来的幸存者们 没有再受到其他惊吓 对比一下 看着那群走路都有些走不稳 脸上只有惊恐 大多数裤子还湿了的幸存者 那些原本看不上眼 资质拙劣 只能做苦工用的帮派分子 无疑用途都要大上许多 这年头 竟然有人连苦工都做不了的 嗯 你们暂时安全了 这边主干道顺着一路向北 我们都清理打通过一次 灵星的丧尸已经构不成威胁 可以开车前往 你们可以自便了 如果担心一个人上路的安全化 也可以暂时先跟着我们 但事先声明 我对里不养闲人 跟着就必须要做事 清理路上拥堵的车辆和杂物 徐悦依然还是拿起了话筒 进行了简单讲解 不行 你们要安排人护送我们离开 我们自己上路太危险了 是啊 还有我们现在哪里来的车啊 腾出几辆给我们 再给点防身的武器和食物 面对徐悦温声细语的讲解 十几位幸存者又再次恢复了精神 明白了危险 已经暂时远离后 也开始提出了一些自身要求 开始那些用性命救下他们的苏队员 让他们明白了这群人救人的宗旨 让他们底气很足 好吧 你们可以去和他们商量一下 如果他们同意的话 我并不反对 徐悦见到群情激愤 也露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 随后又转头对那群老老实实的苦工们说道 嗯 我答应了给他们商量的机会 你们可以自己随意发挥 不出人命就行 老实巴交 有如农民工一般的苦工们 听到了徐悦的话 也是表情呆了呆 而这时被选为代表的一位神父和之前那扑向对讲机的斯文男 便是来到了一辆皮卡面前 对上面的驾驶员提出了看上了这辆车的要求 那虽然手臂上纹着纹身 但看上去老实憨厚的苦工司机在听到了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后 也乐呵呵地走下了车 随后 表情从那老实巴交的样子 逐渐化为了争鸣的笑容 看上了这车 没问题 自己乖乖去后面货箱里待着 哼 送上门来的苦力 不用白不用啊 那位大人物是怕麻烦 不耐烦对这群家伙进行处理和炮制 不过没关系 这个我们熟啊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用到帮派中的处事方式和技巧 他们多做点 自己等人不就能少做点了吗 第1676章 基金 在一番亲切友好的交流下 十几位幸存者也哭着喊着离开了车队 朝着北边逃去 早点回过神来找几辆车的话 趁着现在这有利时机 他们逃生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而两位本地警察则是选择留了下来加入队伍 并不是说他们觉悟有多高 而是明显他们要更加清醒而冷静一些 此时跟着这战斗力强大的队伍 安全系数明显还要更高 相比于莫卡兰小镇 眼前的斯特莫西小镇街道上的拥堵情况相对要好得多 但这也充分说明了小镇的生化事件爆发的更加突然 感染情况更加严重 而且这座小镇的帮派势力没有莫卡兰那样一手遮天 初期根本就未能对丧尸进行有效打击 仅仅是从入口到警局这段距离 就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一的弹药 而眼前前方街道上 还有着密密麻麻的丧尸正朝着这边涌来 这种密集程度加上偶尔抛锚在路上的车辆 就算是装甲车也很难一路退过去了 我们的目标是清理 不是逃难 能够选择的手段有限啊 克里斯看着那密集的尸群 脸上满是严峻 丧尸的树木一旦上来了 那将是比那些特殊感染体 还要更加可怕的存在 或许可以利用速度逃离 但想要刚正面却几乎不可能 哪怕旁边这位能够斩杀舔使者的存在 也毫不例外 还好吧 这里虽然是主干道 但汇聚的丧尸也仅仅只是全程的一部分 大多数还被困在房子里 随着时间推移密度还会更大的 趁现在清理掉更好点 徐悦简单观察了一下后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可戴药远远不够 嗯 想点其他方式 你们先在这边顶住 我带人去找点东西 徐悦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地图后 便是对几人开口道 论行动能力 毫无疑问 徐悦是现场当之无愧的最强 所以由他带队搜寻东西 也是理所当然 至于挑选的人 那当然就是四位轮回者了 这是对他们实力上的肯定 同时 人数也不宜太多 否则不好行动 好吧 虽然不知道你想要干嘛 但最好快点 不过在弹药消耗完之前 暂且不用担心 我们的安全问题 正换上了一只弹夹的李昂 也爬上了装甲车 看向了远处 朝着这帮挤过来的狮群 一旦弹药即将消耗完 你们就开始选择逐步撤退 不用管我们 具体情况对讲机联系 徐悦也没有再和他们多说什么 直接就带着武藤石兵卫等四位轮回者 骑着摩托直接朝着旁边小巷穿梭而去 巷子里的一些灵星丧尸 根本对他们构不成丝毫威胁 目标 大概一公里处的加油站 面对这种密集的血肉生物 利用火来对付 显然是最为节省物资的 当然了 既然是将轮回者们带出来了 那顺道帮他们冲着基金什么的 也是很正常吧 第二次感染的费用什么的反正也不贵 对了 还有两个要完成第一次的手冲的 好几辆车侧翻在了加油站当中 最可怕的是 其中一辆还燃起了火光 虽然燃烧不严重 可出现在眼前这种要命的位置 还是让人心头紧绷 不过还好 每一座加油站本身的设计 就考虑过各种问题 暂时那辆还未燃烧明显的车辆 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 你们两个去灭下火 剩下两人去下购物超市 看看有没有有用的物资和幸存者 我去检查一下油罐车 两辆油罐车停靠在加油站外 所以计划的初级目的达成 并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第二目的了 以徐悦的警觉 还是看到了那超市当中 一闪而逝的高速身影 就是暂未确定 是一只还是两只 不过没关系 以这两个家伙 目前的身体素质来说 一阶基因所 对付舔食者赢下 是肯定没问题的 但那种对方的主场环境中 不解除限定的话 想要不受伤也是妄想 无论是解除限定 还是付费支付感染费用 那都算是手冲吗 就在徐悦完成了两辆油罐车的检查 确认了这本来就是满载的运输车时 超市内也传来了连续的枪声和凌乱的打斗声 声音没持续多久 大概半分钟就结束了 可当武藤石兵卫 与另外那位之前 没被感染过的轮回者出来后 还是能看到 他们狼狈的身影上满是抓痕 防弹衣面对舔食者的力爪和纸壶没有区别 怎么回事 你们被感染了 徐悦握着刀柄的手 顿时就让武藤石兵卫两人连忙举手展示伤口地说道 嗨 不要误会 你看 我们也是特殊体制 他们可知道徐悦的实力 万一速度慢了 被对方清理掉了 那才是悲剧呢 看到两人那鲜红的伤口 徐悦原本凝重的表情也舒缓了开来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没想到啊 这百里挑衣的体质 竟然连续出现了四个 你们的运气还真不错 是啊 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呢 开始受伤后 我们都吓了一跳 我们也没想到 里面竟然藏着这种怪物 武藤石兵卫 一边带着庆幸表情地说着 一边也爬上了旁边的油罐车驾驶室 放心 我们都是有足够觉悟的 既然有着这种体质 那就要发挥到最大作用 必要时候 我们会冒险挡在前面的 不要小看我们啊 我们的近战能力 可丝毫不弱于我们的射击水平 已经爬上了另外一辆油罐车的武藤石兵卫 也伸手到了窗外 对着徐悦比出了一个OK的手势 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话语 轰隆 然而就在此时 那一间加油站旁边的超市墙壁 却是突然被一股蛮横的力量撞碎 只见一道三四米的高大人影从中走了出来 手上还托着舔食者的尸体 那花钢岩一般的强健体魄 像猪人展现着自身的力量 正抬头看向了油罐车的方向 嗯 情况不太妙啊 开车 甩开它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 两辆大型油罐车也先后驶离了加油站 而那撞开了墙壁的恐怖身影 也在车辆启动的瞬间开始加速朝着两辆车跑了过来 明明身体巨大 看上去很笨重 但那启动后的跑路速度当真完全超乎了所有人意料之外 油罐车已经提高到40公里的时速了 双方距离竟然还在拉近 碰 碰 剧烈的撞击声出现在了后面那辆油罐车上 那之前被它拎在手里的舔食者尸体 犹如炮弹一样的将油罐车后方油罐砸得凹陷了下去 直接镶嵌在了其中 巨大的冲击甚至让油罐车出现了一阵摇摆 如果不是开车的武藤石兵卫是一位老司机 恐怕就直接失控撞上旁边店铺了 搜 一发RPG从第一辆油罐车驾驶舱当中射出 精准地命中了那奔跑当中的身影 巨大的火光将其完全吞噬 可还未等到四位轮回者较好 对方便是完好无损地冲出了火光 除了一点熏黑外 压根没有丝毫伤势 这种恐怖的力量 顿时就让四位轮回者脸色大变 蛮横地应接RPG无损 寻常精锐轮回者防御力都做不到这一点 空对地导弹都只能摧毁暴君的上半身 这种防御力和力量的确是可以看作人形高达 第1677章 断后 魏魏 这真的是惩罚空间中应该出现的怪物吗 驾驶着油罐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 武藤石兵卫看着后视镜当中紧追不放的暴君 额头上也出现了密集的汗水 就单单对方升抗RPG以及眼前将大地都踏出裂痕的追击行动 正面的绝对战力最少都是顶尖的精锐轮回者 让他不自觉地想到了当年进过神盾局的任务空间 碰到的那个绿色大胖子 或许没有那绿色大胖子以翼敌军的可怕 可也算得上是相当强横了 特别是眼前这种环境中 需要解锁使用力量吗 武藤石兵卫略微有些犹豫 倒不是他舍不得解锁的费用 自己第二次被感染的话就需要支付A级的费用了 利用这个费用解除限定的时间 短时间压制或者击退对方应该问题不大 可一旦自己暴露出这等实力 下次碰到这种棘手的难题 他又让自己伤怎么办 就和我们解除了感染 就被安排上了前线 这应该是本空间的一些隐藏设定 只是就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 在糟糕路况下提不上速度的油罐车 却是被暴君越追越近 对方简直就是一头一网无前的蛮牛 在自己用出了高超的驾驶技术 油罐车飘移拐弯之后 对方竟然直接撞碎了侧面墙壁超近路 碰 在接近到五六米距离的时候 忽然间暴君便是一个飞扑 牢牢地抓住了那油罐车的后挂车底 随后双腿压入地面 直接将地面水泥块和柏油混杂地堆起来 形成了恐怖的脱坠力 哪怕是马力十足的油罐车 都突然间受到了剧烈的压制减速 继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直接被拉断都很有可能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要进行反击 武藤石兵卫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 站一次就站一次吧 相比于感染次数会递增消费不同 自己解锁的力量没有这种限制 大概一个A级剧情点 就能轻易摆平这种怪物了 哼 忽然间 将驾驶交给队友的武藤石兵卫 便是窜出了车门 毫不留情地冲向了后方的豹军 仅仅只是一击 就直接将豹军那魁梧的身躯击退 倒飞了十几米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后 还翻滚着不断后退 击毁了诸多车辆 靠着最后撞弯了一处电线杆后 才摇晃着爬了起来 虽然遭受重击 可偏偏他看上去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胸前虽然凹陷了下去 看上去肋骨断了一样 可就在爬起来的过程中 那恐怖的凹陷便已开始复原 这种恐怖的恢复力 让支付了一个A级剧情点解锁的武藤石兵卫 都不由眼瞳收缩 暗道不妙 太低估这东西的防御力了 恐怕一个A级剧情点不够用啊 你们没事吧 徐悦也停下了前面的油罐车 利用对讲机询问道 没事 我应付的过来 无非是耐打一些而已 武藤石兵卫扭了扭脖子 发出了一阵噶之声后 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解锁更多的力量 应该还没必要 延期多花点时间就行了 而前面车厢的徐悦 此时也呕了一声地点了点头 应付的过来就好 随后又掏出了自己与红厚连接的智能机 对里面提出建议地发出了信息 目标压力还受得住 测试品还可以增加 建议四支 信息发出去后 伴随着一阵撞击的爆裂声 三头另外的暴君 便是撞碎了路边的围墙 都围了过来 哎 铁食者的确是可能这么快自然诞生的 可很显然 暴君哪怕有自然诞生的渠道 也不可能这么快 这些都是安布雷拉的测试兵器 专门猎杀城市当中 那些不受控的铁食者的 算起来还是阻止城市感染扩散的大功臣 不然的话 当初克里斯他们见到了暴君后 很可能就逃不出来了 徐悦也就是给出了一些合理的可行性建议而已 只可惜 徐悦这种好意 正在殴打第一支暴君 将他脑袋都敲到了地面里的武藤士兵位 却是享受不到了 除了心头骂娘外 也开始呼叫其他几位队友进行支援 他的确还能解锁更强的力量 快速击杀暴君 甚至一对四都没问题 可那很可能 到时候消耗就要奔着S就去了 对比起来 所有同伴都使用A级别的消耗解锁解决问题 才是最省钱的手段 虽然他们还没找到合适的完成任务渠道 但就眼前得到的基因所好处 已经值得搏一把了 四支暴君 四位轮回者 分配起来自然也是数目合适 不过 除了武藤士兵位这边占据优势外 另外三个方向都最多只能互相牵制 普通乱入者的A级费用解锁 显然是比不过武藤士兵位 这位资深乱入者的实力的 不行啊 现在公司开发出来的生物兵器 暴君已经属于天花板级别了 还在用A级来凑数吗 一点诚意都没有 徐悦数着分来的钱 也感到有些无奈 和当初高桥与林木他们不同 他们当时完成任务的目标 就在身边 唾手可得 打起来是相当果断 哪怕和中州队 还有恶魔队交锋都在所不惜 可眼前这四个家伙 就有些瞻前顾后了 等下回去借用吉尔和克里斯他们 把自己身份透露出去的好点 至于现在 手冲和基金都刻完了 双倍充值的奖励你们也不要错过啊 都已经费了这么多时间 连个S就都不给 有点看不下去了 随后 徐悦就开始从背后的背包中 扣扣索索地掏出了一套外表 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战斗服 从表面上看 充满了风霜感 破破烂烂的 但里面却是贴身的紧身衣设计 宽大的帽颜 将脸部也完全遮掩了进去 算起来 我也是注射了病毒和疫苗的特殊个体啊 参议手不过分吧 不过很快 他还是叹了口气地 将这战斗服给塞了回去 脸上充满了遗憾 哎 因为心魔的打磨 不太好用出太强的力量 倒是可惜了 但不使用过强的力量 利用一些道具配合总可以的 让我找找 反气才空头箱最近的一处在哪里 有了 大概一公里的屋顶 各位 你们顶得住吗 需要我帮忙吗 大丈夫 没问题 你先将车开走 我们解决问题后就跟上来 好 祝你们一路顺风 第1678章 交锋 见到徐悦驾驶着油罐车咆哮而去 几位轮回者看着眼前的暴君也都露出了争鸣的表情 A级费用的解锁 足够让自身使用大部分的肉身作战能力了 只是限定了那些大规模的超凡力量 虽然眼前这些怪物很难缠 需要一定的时间 要多付出一些A级剧情点 但这种代价 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 三个人拖住对手 然后由实力最强的武藤石兵卫大佬慢慢地逐个击杀 现在武藤石兵卫已经将他对战的那只打到地底下了 还在不断骑在身上的锤打 这恢复能力简直匪夷所思 理论上来说 这已经超脱精锐轮回者的范畴了 虽然达不到乱入者的标准 但放在一些特定场合将会有奇效 不断朝着身下暴君输出的武藤石兵卫 也看出了这种生物兵器的优秀价值 虽然灵巧等各方面的劣势 让这种怪物对上寻常的精锐轮回者都无法进行追杀 可一旦要发生正面刚的战斗 那作用价值就一下上来了 只是就在他再次抬起了拳头 准备轰下去的时候 忽然间脸颊便是遭受了一击重击 整个脸部都变得扭曲而鬼畜了起来 不断抖动着还带出了好几颗草牙 强大的冲击让体重不够的他 整个人都螺旋了十几圈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随后重重地落在了地面 直到此时 那远处狙击枪的轰鸣声 才传入了几人的耳中 该死 朝着地上吐出了一口血水 武藤石兵卫也面露凶光地 看向了远处的大厦顶部 此时那开火的火光也才刚刚消散 摸了摸脸颊上凹陷的印记 以及打断的草牙 武藤石兵卫十分确信 这是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 传统枪械没有受过强化 但 可他话都还没说完 便是忽然表情一鸣 低头看向了自己被抓住的脚踝 因为被打飞分神 注意力放在了那奇袭自己的狙击手身上 一时间让他对那被自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暴君 减少了关注 没想到被自己缅着打了这么一顿 对方竟然这么快就恢复过来了 还未等到他做出反应 他那低体重的劣势也再一次地展现了出来 被暴君捏着脚踝不断地左右摔打 虽然A级剧情点 解锁了他的肉身能力 连反器材狙击步枪都能够应见 可也架不住这种狂风暴雨的冲击 大地都被敲裂 终于让他忍不住喷出了一口淤血 小心 在被敲打的时候 他还强行发出了变形的鬼畜警示 随后一名放弃对手 一跃而来 高高跳起直击那摔打暴君的轮回者小腿 便是再次被一发反器材狙击步枪命中 那金属交击的火花雨声音下 那起跳的人影便犹如大风车一般地在空中旋转了起来 随后重重落地 落地了还不够 那只被他中途甩开抛弃的暴君 直接一跃跳到了他的身上 一屁股坐了下去 砂锅大的拳头欧拉欧拉地朝着地上的轮回者倾泻而去 打得他根本就翻不起身来 在他们付出了A级剧情点解锁后 哪怕是反器材狙击步枪都很难对他们进行致命的杀伤 单一的暴君也同样如此 可当两者互相结合 利用狙击打乱他们的节奏和重心 而后交给暴君补刀 却是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 另外剩下的两位 也先后步入了后尘 他们实力毕竟是不如武藤十兵位 哪怕做出了防备 要一边应付暴君一边防备 那神出鬼没的设计 也太过为难他们了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 伴随着一阵怒火滔天的暴喝 那第二只旗在一位轮回者身上不断欧拉欧拉的暴君上半身 便是整个的炸裂成了无数碎片 失去了身躯的尸体 直接摇摆着倒在了地上 而后一位浑身被容颜所覆盖的人影从地上的坑洞中爬出 满脸机遇疯狂的表情 抬手便是一击火焰斩击 朝着远处那狙击点甩去 随后也不看结果 直接杀向了正在左右摔打武藤十兵位的那只暴君 然而还未等到他动手击杀这只暴君 又一发子弹毫不留情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被那炙热的熔岩融化之后 化作铁水的蛋头犹如一口老痰一般粘在他脸上 缓慢地滑落了下去 我要宰了你 伸手抹掉那口老痰 这位被逼无奈用出了S级剧情点的乱入者 咆哮着直接化作了一条火龙 扑向了那射击点的方向 让已经被砸得武藏一味 口喷鲜血的武藤十兵位 有一种骂娘的感觉 你倒是先把我们救下来啊 混蛋 不过人就是这样 当看到别人开始花费 开始不在乎后 自己消费的底线顿时就降了很多 既然没人救 那就自救吧 无数无形兵刃席卷 抓住他敲打的那只暴君便被斩成了十几段 看着地上被斩成了十几段还有生命力的残骸 武藤十兵位脸上也露出了冷笑之色 抬头看向了那火龙追杀而去的方向 一道狼狈的身影正靠着屋顶上的不断跳跃 躲避着下方横冲直撞的追杀 你对力量根本就一无所知 一丙丙短小凌刃形成了两道华丽的羽翼出现在了武藤十兵位的背后 下一刻他便冲天起 同样朝着那个方向追杀而去 与此同时 最后两位正被暴君血虐的乱入者也已经忍无可忍地解开了全部限定 先后完成击杀 同去 同去 互相认同地点了下头后 也没有犹豫地进行了追击 惩罚任务当中的土著们 颤抖吧 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吧 哇哦 厉害 一个闪身 从一处被撞他的屋顶上一跃而起 翻滚玉立地落在了隔壁建筑上 一道浑身被熔岩覆盖的火人便已经跳到了面前 近乎于与此同时 那背上有着冰刃羽翼的武藤十兵位 也来到了两人的上空 冷冷地注视着他 就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看着戴着眼镜 激活了高权重黑影人 完全认不出身份的徐悦 武藤十兵位脸上也泛起了争鸣的笑容 S级的大手笔下去 以自己目前的破坏和发力程度 足够还使用一分钟 足够自己杀死这凡人十次了 那熔岩人影也双手抱胸 满脸残酷之色 甩手便是一滴熔岩弹出 哪怕徐悦尽可能地进行躲避 也被击穿了肩膀 炙热的熔岩带着高温 发出了滋滋声 空气中蔓延着一股硫磺和烤肉味 很痛的 徐悦滋了滋牙 但那种随意的口吻 放在正在被炙热灼烧的人身上 还是让率先到场的两人都是表情一鸣 这种强大的意志力 你们主动发起的攻击 我要反击了 徐悦腾出的另外一只手 利用掌纤术捂住了自己受伤的部位 虽然能无限反击 但为了保证心魔的打磨效率 自己也需要尽可能地只使用一些简单技巧 不过无所谓 几条杂鱼而已 一瞬间 徐悦眼中便是出现了三道旋转的勾域 好久都没使用了 快声输了 轮回者 直到此时 武藤石兵卫和容颜仁两人才真正发现了目标的特殊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这次是武藤家也原是合作的一次行动 理论上全是自己人才是 该死的 竟然混入了抱有恶意的人 又或者本来就是两家之一 哦或 谁知道呢 徐悦耸了耸肩 随后双手结印 整个人便化作了无尽乌鸦 消失在了原地 躲过了一击容颜之拳 以及刀刃羽翼的切割 随后 似到一模一样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两人四周 下一刻 无尽的手里剑 以及各种忍数便接踵而至 场面一时间混乱不堪 熔顿 螺旋玩手礼剑 燃烧的熔岩不断旋转 朝着天空中的武藤石兵未轰去 让后者面色猙獰 不要小看我啊 背后羽翼合一 直接化作了一把巨剑斩机 轻而易举地将眼前敌人的手臂展落而下 跌落的手臂掉到街道上 都将街道融化出了一道凹陷的痕迹 而那奇袭的一具分身 也直接发出了惨叫之声 很好 这就是本尊了吧 面露猙獰的武藤石兵未 下一刻便准备发动绝杀一击 可伴随着忽然间的一阵精神恍惚后 他才发现 眼前画面出现了一阵模糊 那捂着手臂在地上哀好的 竟然是自己的熔岩人同伴 而地上已经躺着失去意识的另外两具分身 竟然就是另外两位同伴 至于原本的对手本人早已不翼而飞 消失在了眼前 这 这是 幻术 一时间还有着意识的武藤石兵未 与容颜人两人 便是同时露出了惨白之色 已经换好装 开着油罐车回到车队的徐悦 也是对于收获感到还算凑合 不愧是资深乱入者呀 最后关头还是破掉了自己的幻术吗 因为使用的力量层次不高 徐悦是纯粹以技巧 还有幻术操控能力 进行精巧的引导 着实花费了不少心思 让每一次攻击每一次交锋 都尽可能地贴近真实 合情合理 熔盾 罗旋玩手礼剑 拜托 自己哪里用得出这么大威力的技能吗 第1679章 会合 性不辱命 伴随着油罐车的轰鸣声 武藤石兵未也带着其他轮回者回到了车队 此时车队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所有人都开始有序地靠着倒车 和明显变得灵星地开火慢慢远离丧尸群 徐悦和武藤石兵未开着油罐车回来 显然是给他们注入了一剂振奋剂 干得不错 没想到你们竟然能拖延那种怪物 徐悦对着回来的武藤石兵未他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下次他们就都交给你们对付了 听到徐悦的话 武藤石兵未等人原本的兴奋劲也全部冷却 好似被泼了一盆冷水 就刚刚那一次 几人身上的线钱就花光了好不好 最后还被另外那位轮回者罢了一道 完全不知道是谁干的好事 再多来几次的话 那还不得直接破产了 如果现在有回归的机会 他们巴不得立刻回归 带着一接基因锁就走 同时将损失都找回来 他们很强吗 不是吧 老板你可是安布雷拉的最高层之一 所用的药剂都是最优秀的 基因解锁程度也最高 K一边站在装甲车上朝着前方点射 一边很是惊骇地说道 虽然他不知道老板为啥会有这样的命令 让自己说这样的话 但作为目前老板身边唯一的亲信 他必须要按照老板的要求开口 而他的话说完 顿时就让原本苦笑的武藤石兵卫 他们眼神变得犀利了起来 等等 安布雷拉公司的最高层之一 想到了什么后 他们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了起来 什么立刻回归 谁说了立刻回归 这是奇遇 绝是奇遇好不好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部费功夫 有这么一位回归要是在边上 之前的损失简直就是毛毛雨了 随时都能够找回损失 而且听听 他手上有着解除更高级基因所的渠道 完全值得拼一把了 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几人也立刻达成了共识 绝口不提回归的是 谁想现在攻击他 那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说轮回者们心中的想法 在两辆油罐车到来后 便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放油工作 作为油罐车这种装在依然一爆物品的车辆 后面是有着紧急时刻专用的闸口 用来将内部的物质放出 先拉着手刹 固定好方向盘和油门 打开后面的闸口 松开手刹后 直接让那油罐车冲向湿群 一路泼洒 等到撞击湿体太多 血肉导致打滑翻滚后 车身与地面的摩擦 便是直接引爆了整个油罐车 之前洒出的汽油也为整条街道都制作出了一道火海 将大片丧尸都卷入了火海之中 等到第一辆车引起的火焰逐渐消散 第二辆如法炮制 整条街道上的丧尸便被清理了大半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焦臭味 哪怕车队后退了许远 也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纳的热浪 前去发动车辆的轮回者 顶着乌黑的脸满头大汗的回来后 也朝着徐悦敬了个礼 性不辱命 收到了一点小钱的徐悦 也笑着对他点了点头 表示肯定 之前那种高危工作 让李昂去 恐怕都可能喝一壶 无法做到这么完美 但作为工具人的轮回者 就没有这种顾虑了 运气不好 也能靠他们付费买单 因为街道上 烧了整整两罐的汽油 连公路都被烧熔了 热浪迟迟没有退去 所以剩下的清理工作 也需要等待片刻 不过最大的难题已经被解决 疏通这条枢纽道路也成功在即 看着那因为残留高温 而导致空气扭曲的公路 以及那零星的些许丧失 车队也开始重新整理弹药情况了 苦工们手上的弹药全部回收 徐悦等战斗主力身上 每人还平均剩下四个弹匣的各类别弹药 看起来是还不错 可实际上面对丧失的数目基数 这点弹药已经无法再支持大规模清扫了 一旦失去火力压制 难度便会瞬间暴增 寸步难行 我们也只能做到清理完这里了 尽力了 克里斯看着远方热浪扑面的街道 叹了口气 另外那两个小镇的情况还不明了呀 也不知道C字小队支援的情况怎么样了 只是就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 徐悦便是抬了抬手 示意诸人静音 有引擎声 数目不少 等到徐悦话说完片刻 李昂等开启了一阶基因所的存在 也都隐约听到了引擎的轰鸣声 透过那扭曲空气的折射 隐约看到了前方陆续出现的车灯 一盏两盏 密密麻麻 是一支庞大的车队 砰 没有准备的领头越野车 驶入了那高温路面后 瞬间导致了爆胎 随后伴随着一阵叫骂 后面保持了车距的车辆 还是及时停车了 不过即便如此 依然总计还有三辆车 因为爆胎抛锚在了眼前 是他们 他们成功了 克里斯见到了那车队后 表情也显得很是振奋 随后不断调节着对讲机的频率 终于是联系上了对面 迅速地将眼前的情况说明了一下 仅仅靠着克里斯之前小队的12人 还有里昂那边的单人配置 完成了两个小镇枢纽的清理 这已经是可以用奇迹形容了 所以哪怕还有些瑕疵 暂且高温路面不方便通过 但还是能听到那车队当中传来的欢呼声 一直身处地狱的幸存者们 终于是找到了希望的曙光 而高温的路面也有着解决的办法 在前面三辆车换胎的时候 靠着路边的消防栓 大量的水柱喷出 与地面接触发出了滋滋声 带起了大片白雾 温度也快速降低 随后双方人马 也在这种雾气朦胧的喜庆环境下 完成了会合 至于零星的丧尸 对于眼前这车队的规模和实力来说 也已经不足为虑 克队 高桥小四郎见到了克里斯后 也上前握住了他的双手 没错 轮回者小队就是最快清理完自己目标的C字小队 靠着当初活下一半的一阶基因所解除幸存者 还有其他战术素养超强的队友 还有轮回者那强大的执行力 完成这种疏通任务也是一如反掌 而且还有余力进行支援 将第四小阵枢纽打通 救出里面队友 四枢纽小阵疏通完毕 便意味着将阿瓜斯卡莲斯特斯这座重城打通 阿瓜斯卡莲特斯的总人数可是超越前面四阵之河 现在这庞大的车队中 大部分幸存者也是那座城市当中会聚出来的 只是之前一直被堵在第四小阵外 损失了不少 不然还能更多 而在和克里斯见完面后 高桥便是听到了旁边灵木兴奋的直打摆子的声音 徐悦顾问 太好了 你还活着 嗯 之前他们和恶魔队和正渣都打得很凶 但最后 徐悦爆发的力量却还没看到 也不知道 徐悦活了下来 现在见到事而复得的关键钥匙 自然是兴奋不已 而他的呼唤 也马上让武藤石兵卫等四人眼神 立刻变得犀利了起来 嗯 轮回者 不会和奇袭我们的那家伙有什么关系吧 第1680章 迪在明我在暗 很可能是轮回者 而且还是知道他身份的轮回者 所以才会舍得付出代价 之前那一位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同伴 这万一是自己人呢 毕竟这一次任务我们是合作的 不可能 世上没有这么多巧合 在我们刚刚受到攻击后不久 他们就出现 定然是对我们有所企图 武藤石兵卫 见到了高桥等人 也不断在小队频道当中讨论着什么 可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并没有对我们有丝毫特别对待 似乎不知道我们轮回者的身份 又有人提出了疑问 呵呵 很可能调查我们身份之人 就是之前利用幻术 欺骗我们的那个狡诈家伙 他的一身实力都在幻术上 虽然罢了我们一道 但恐怕也已经由禁灯哭 所以 他很可能没有成功将我们的情报传回去就出局了 武藤石兵卫冷静地做出了合理的分析 而这也让其他三人眼中一亮 这么说 没错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而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对这钥匙的态度 暴露了他们自己 狄在明 我在暗 一时间 几人脸上便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轮回空间 情报为先 在占据了情报优势 率先将敌人找出来后 已经可谓是占紧先机 混在土著当中 找到合适的机会 很可能就能将他们团灭 另外一边的高桥和林木 他们刚刚互相联络了一下感情后 很快就在小队频道当中 听到了原赖雪的冰冷提醒 不要高兴过头了 七点钟方向那四个家伙的眼神交流有问题 应该是利用小队频道的轮回者 别回头 太明显了 用于光扫一下就是了 都是轮回空间的老司机的 得到了原赖雪的提醒后 诸多轮回者顿时也认同了这位前圣女的观点 随后不少人都在队伍频道中跪舔了起来 不愧是雪大人 反应真的太敏锐了 他们其实也很注意了 不仔细观察根本就没有丝毫察觉 竟然都没能逃脱雪大人的洞察 了不起 作为退居幕后的原神社圣女 原赖雪有实力 有地位 有身份 有颜值 有身段 各方面都趋近于完美 几乎是所有顶尖轮回者心中的女神 完美另一半的不二人选 以前是因为那位能力超群的土肥原贤二惦记着了 所以没有什么其他人胆敢打主意 现在土肥原良良后 所有认为有点机会的也都开始了孔雀开平 甚至没有机会的人 也不介意讨好女神 成为簇拥绿叶中的一份子 刚刚我们的表现太过火了 说不定他们已经对我们进行了察觉 队伍中另外一位资深乱入者武藤宇 此时也点头认同 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高桥小四郎和领木两人的态度 的确太激动了 呵呵 发现我们是轮回者 既然敲咪咪地躲在一边 那很可能就是另外的轮回者 很可能就是之前高桥和领木嘴里所说的那些敌人 这一次惩罚任务 武藤家和元氏乃是合力攻略 理论上遍地都是有军 可是吴绝对 有了高桥与领木两人的提醒后 他们还是知道这空间当中 还似乎有着一种另类的强大轮回者敌人 毫无疑问 这四个不敢与己方交流的家伙就是了 虽然不小心被他们占据先机 但事情还在掌握之中 没错 我们有雪大人和雨大人 加上人数优势 绝对力量上占据了上风 而且 他们自以为自己在暗处 说不知其实已经被我们察觉 到底谁是猎人谁是猎手 可是我们说了算 狄在明 我在暗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徐悦虽然不知道双方轮回者的实施想法 不过原来雪可是她的人 解锁过全套姿势的 在幻雄氏事件后一段时间里 靠着安布雷拉公司的渠道和进入前确定的暗语 便是轻易联系上了 也是徐悦安排着他们两拨轮回者的会面与集合 借用高桥和领木的亲身经历来说服其他人 这一次的开口安排 自然也是她受益的咯 在主神的轮回者没降临的这段时间 单纯靠着暴君这些玩意儿 想要大力开发轮回者的解锁费 难度还是蛮高的 上一次如果不是自己亲自插手 也最多就是多弄来点A级而已 现在A级对自己而言 除了成为注入熟练度的基础经验外 几乎没有其他用处 被靠起额商会 完全有益出的 也就是作为战略物资的S级以上看的上演 既然没有主神的轮回者帮忙 本土任务空间上限又不够 自己又不方便调动太强的力量 那也就只有互相借用一下了 自己和学 两人互相安排一下 形成眼下这种局面 却也是理所当然 有认知混淆的存在 当轮回者们之间开始出现互相忌惮 不轻易表露真实身份的情况后 就很方便浑水摸鱼了 徐悦顾问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团队的领袖人物雪大人 这位是副领袖宇大人 高桥小四郎 借助和徐悦认识的关口 也将袁赖雪和武藤宇两人介绍给了他 之前他和陵木两人是能靠着老资历作为领队 但当更强的大佬出现后 自然也得拾去地退位让贤 将人际关系也都交了出来 敷衍地和武藤宇握了下手后 徐悦和袁赖雪握手的时间明显偏长 不过对于这一点 却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 穿着身V紧身皮衣的袁赖雪 就是有着不可描述的魅力 随便一个眼神似乎都是暗示着什么 和男性打交道的时候可谓是占尽优势 很好 又一位臣服在了雪大人魅力下的土著 哈哈 由雪大人出马 这土著自然是手道擒来 以雪大人的能力 除了这次握手后 恐怕连手都不用给他碰 便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见到眼前这种现状 诸多轮回者们依然是给予了众多好评 武藤与这样稍微有些其他想法的轮回者 虽然多少心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心绪 可也同样明白任务为重 脸上挂起了同样的笑容 有了这个插曲 徐悦邀请袁赖雪一同乘坐汗马 自然也是水道渠成 在友好的会面氛围下 车队自然是浩浩荡荡地掉头朝着北方行去 准备借用马萨特兰港口的隔离区 将这一车队的幸存者们都带过去 通过检查海运到更北边的安全区 第1681章 冲突 有着更加强大的生力军和车队 在重卡开道的情况下 车队一路上也畅通无阻 毕竟是已经清理过一遍的枢纽 灵星的丧尸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阻拦 哪怕舔食者出现 也被现在骤然暴增的一阶解锁者打爆 只要安布雷拉的暴君不出现 就制造不了丝毫麻烦 所以一路上很快就抵达了马萨特兰 相比于离开前 此时的马萨特兰稍微多出了一些生机 维和部队和墨西哥溃散的军队 逐步向这里投入了新的力量 隔离区基地已经建设完成 从那些营地帐篷的树木 还有偶尔出没的人影来看 从其他地方抵达的幸存者也有不少 但目前为止 整个基地所收纳的幸存者数 加起来都没有徐悦他这边带来的多 当看到幸存者们陆续进入了隔离区后 那种心魔打磨的增幅感 也再次浮现在了心头 而且浓郁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小打小闹 让他脸上都不自觉地略微露出了其他表情 放入原赖雪的头发里的双手也更加用力了些许 随后长长地呼了口气 稍作整理后 两人便是衣冠楚楚地离开了汉马车 根据规定 所有幸存者都需要在隔离区进行检查 并待上足够的时间 我们虽然有点区别对待 但也同样要带上一段时间 克里斯已经完成了同基地首观的交谈 作为BSAA的创始发起人之一 这次还立下了这种功劳 他面子还是有点的 还是那句话 或许遇到危险时 自己无法冲到最前面冒着生命风险救人 但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对愿意这样做的人抱有好感 所以哪怕队伍中有着原赖雪这样的美人 也没有招惹出什么是非 BSAA的队伍 轮回者的队伍 还有徐悦带着的人 都陆陆续续 进入了那专门画出的独立营地 没有和其他幸存者混在一起 呼 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呀 完事后要去休休假了 李昂伸了个懒腰 活动了一下酸涩的老胳膊老腿 此时墨西哥南边已经没救了 他们也不会去做没有意义的送死行动 能够起到眼前的效果 他们已经尽力了 问心无愧 剩下的物资救援 后勤保障 以及隔离区制度 那是更大体量的国家单位才能完成的事 休假事宜应该可以搬上一程 是啊 连续马不停蹄好久了 但我总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吉尔也叹了口气 眼前这次生化事件是目前来说最严重的 前面也三三两两小打小闹过 可他却是敏锐地发现 这些爆发太无规律了 虽然看上去好像都是意外 但总觉得后面有人为推动的因素 不知道能够休息多久 不说剧情人物之间对未来的展望 两拨轮回者也都在各自开着小会 人数方面 武藤石兵卫 他们四人明显差了很多 但绝对战里有着武藤石兵卫在 倒也没相差太远 如果真的能够偷袭成功 机会恰当的话 的确可能给予重击 一直都在商量着应该利用什么样的机会 而武藤宇 高桥小四郎和陵木他们这边 则也同样认为 几方优势很大 应该如何兵不血刃地 用最小代价解决问题 可就在双方正还在讨论 准备进行试探的时候 一发反弃才狙击步枪 便已经射入了武藤石兵卫 他们的帐篷当中 专用的爆裂弹头 仅仅只是一发就把帐篷打爆 简直就是炮弹规格 四道人引狼狈而出 在他们四人冲出来的同时 会场当中的原赖雪 便是脸色一变 背后忽然出现了九条雪白虎尾 整个人也变得愈发地勾人 浑身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气质 不好 他们已经察觉到 我们要针对他们 提前动手了 话音落下 大量狐火便是犹如精确制导的导弹一般 冲破帐篷朝着那四人洗礼而去 而同样是利用开启权限 才躲过之前爆炸的四人组 此时也是勃然大怒 毫不犹豫地立刻抢先手 双方的实力摆在这里 没有人胆敢让先手 哪怕能无损反击也一样 让一手的代价就是死 恰到好处的同时爆发 让他们双方都是自主进入的解锁状态 有着原赖雪的胡火掩饰 武藤宇他们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之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只知道忽然间就打起来了 那还犹豫什么 猛过去就对了 原赖雪大人这么快的速度反击都没有得手 被对方利用能力挡住了 那显然就说明了他们的确就是那一群拥有独特能力的奇怪轮回者 并且他们怀有恶意甚至主动出击了 才能挡住原赖雪大人的攻击 甚至是原赖雪大人的感知敏锐防备到了偷袭 对于四人组而言更是没有丝毫怀疑 对方先用反器材狙击步枪 很可能就是之前那位罢了自己等人一道的家伙养好伤又回去了 同时泄露了自己等人的情报 导致自己四人由暗转明 遭受了先手攻击 之所以开局还是反器材狙击步枪动手 恐怕他们是想要打乱我们的节奏 让我们不小心使用过头的解锁力量率先波及到对方 骗取无损反击 因为自己等人力量收敛得好 才就此作罢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直接撕破脸 不然无法解释那壶火攻击的衔接 为何会如此完美 虽然因为解锁了能力 没能得到无损反击 但眼前这种情况 好歹还是能够接受 双方半斤八两都没得到便宜 我方虽然也没好过到哪里去 但敌人也没讨到好处 双方同时都有着一种错觉 既然由暗转明了 那就做过一场吧 一方认为对方是事先偷袭过几方的敌对轮回者 另一方认为对方是那些有独特能力的奇怪轮回者 因为三方各自的信息差异 加上内部人物的串联 直接导致了正在对战双方立场的绝对对立 原赖雪也算是下了血本的 虽然顶尖技能没有使用 可初期的时候为了引导双方加大力度 也是果断地刻了个S级剧情点 当然因为他本身是知情者 所以他的课金并没有给徐悦的分成 触碰到了反喜前条例 不过其他人就没这一份意外了 第1682章 败退 当武藤石兵卫和武藤宇两人交手的刹那 便是同时感觉到了对手的强大 不妙 是强者 在发现了对手的实力后 两人便是顿时投入了12分心思 各种作战技巧和战术骚操作接踵而至 不过对比于解锁了一阶基因锁的武藤石兵卫 在开始比拼细节后 武藤宇明显地就开始落入了下风 也就好在他们这边的人数占据优势 当陵木与另外一位老资历的乱入者也入场后 才是堪堪将场面拉回来 至于原赖雪 在打出了第一季后 便开始滑水了 讲真 完成任务会回本的话 原赖雪其实还可以更加努力点 但奈何对方人数的确太少 总共也就4人 哪怕拥有着解锁了一阶基因锁的资深乱入者武藤石兵卫 也无法弥补这种劣势 之前高桥他们小队解锁基因锁的6位乱入者 都成功逃出生片 死伤的都是精锐轮回者级别的 其中陵木还解锁到了二届 已经拥有了插手资深战场打辅助的资本 战斗爆发一开始 武藤宇小队就压着武藤石兵卫小队打 如果原赖雪在卖力点的话 那战场很快就会结束 完全无法将价值最大化 所以滑水也是原赖雪的无奈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眼见几方就要撑不住 已经有一位队友吐血倒地即将被击杀后 武藤石兵卫脸上也挂起了争鸣之色 随后咆哮一声全力爆发 竟然短暂地将围攻自己的几人击退 随后迅速破空袭向了隔离区港口的一处大型储油罐 从外面的航空标记来看 这还是航空燃油 看得所有人都脸色狂变 解锁费用根据你实力的不同 消耗几乎是恒定的 可一旦你解锁后对四周进行了过大的破坏 或者你的余波过大的话 那还会额外付钱 如果是反击模式不需要付费还没什么 可这次双方都没有触发反击 所以打得都很默契 都很克制 都是各种小范围攻击技巧与动作 然而武藤石兵卫被逼及了席向油罐后 那如果造成了破坏 当真足够让在场所有人都喝一壶 每个人都是加害者 这边突然爆发的超自然大战 也算是将隔离区基地的幸存者与维和部队下得够强 不用说都远远地避开了 此时看着这群人竟然还发疯地袭击储油罐 当真是吓得脸色发白 一旦储油罐爆炸 后果将不堪设想 必然死伤惨重 在码头港口这些地方的巨型储油罐 或者其他易燃化学物质 一旦发生爆炸 因为储量的问题 产生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一时间因为武藤石兵卫的威胁 双方都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住手 不要伤及无辜 我放你们走 武藤宇脸色阴沉地看向了 那准备破罐子破摔的一群人 心头也在滴血 就刚刚短时间的交锋 就已经是损失惨重了 如果再被这样来一下 恐怕就必须要向空间贷款了 贷款数还不少 可恶啊 本来想要借助这次机会解锁基因锁 同时在琴下对方 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 与真正主线的 结果却是落得了这样的结果 无论如何 都已经算是失败了 见到对方都停手了 武藤石兵卫也略微松了口气 刚刚的战斗 他们也同样损失惨重 需要付钱解锁能力的好不好 连S级都开始用了 就算他是资深乱入也扛不住啊 能够停下来不打 他也不想与死网破 这笔账咱们慢慢算 这时 武藤石兵卫的其他队友 也都拖着受伤之躯 来到了他的身边会合 戒备着倒退 就准备从水路离开 然而就在此时 呼啸而至的穿甲弹头 便是直接贯穿了那巨型储油箱的侧面 大量航空燃油喷涌而出 这种特制的储油罐 算得上是保护能力极强 抗压抗暴 哪怕被反气财狙击不枪的破甲弹击穿 也只是向外喷油 没有爆炸 可武藤石兵卫的一位队友 可是全身都覆盖了熔岩 那飙射而出的油柱 哄 剧烈的连续爆炸连绵不断 让所有轮回者 以及营地当中的幸存者们 脸上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不 为了自救 为了减少损失 所有轮回者都不得不种植成城 解锁全部力量 强行将那股爆炸压下去 从来都是破坏比建设简单 这种足够将港口移为平地 冲击波及十公里外的可怕破坏 三位滋身乱入者 如果啃下血本的话 还是都制造得出来 可现在要强行抑制住这种破坏 难度瞬间便提升上去了 单靠实力都不够 还得砸入不少道具 每一位轮回者此时都毫不吝啬 各种眼花缭乱的技能和结界层层阻碍 让那恐怖的连环爆炸 直接遏制在了源头处 没能扩散伤到一人 见到了战果后 轮回者们才都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哼 给我记住 我们还会回来的 解决完眼前的难题 武藤石兵卫也不再犹豫 羽翼瞬间包裹着队友 化作流光进入了大海 空中只留下他们的几句狠话 远处徐悦也早早地将枪收好 溜回了营地 那么激烈的战场 有源赖雪的掩护 谁会关心她这么一介凡人 徐悦的开火 是完全没有解锁任何能力 全靠自身的 自然不存在什么扣钱不扣钱的现象 加上一直留有余力的源赖雪配合 自然是效果完美 刚刚最后那一波 整整多了五个S级的收入 这一枪开得还是蛮划算 轮回者们是付费进行战斗了 对于空间来说 只要你肯付钱 那你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他们又支付了一笔淡化费后 他们这次战斗产生的影响 也迅速在幸存者眼中变得正常 逐步遗忘 武藤宇的小队 成功击退了武藤十兵卫小队 夺取了对钥匙的控制权 完成了进可攻退 可守的战略目的 再被徐悦打了一针 得到了一阶基因索的能力后 那些原本没有基因索的轮回者们 也发现之前的付出完全是值得的 反正钥匙就在身边 随时都能离开 将之前的损失找回 如此算一算 简直就是白嫖的技能 血赚 而对于逃离的武藤十兵卫他们来说 失去了把控的钥匙 又付出了诸多代价 也是完全压不下这口气 为了找回损失 他们也不可能放弃 吃了人数上的亏后 又只能花费大量精力放在寻找盟友上 相对的 在原赖雪的暗示下 武藤与他们小队的轮回者们 则是没有多少心思 再去找其他伙伴了 反正 自家好处已经得到了 要是也在身边 人数太多的话 回归的时候 怕出意外 到时候 一人一刀捅多了 没捅好 提前死了 后面没捅到的人 就窥诈 第1683章 小队在林 安布雷拉的蔑视计划是大势所趋 无论再怎么努力 也只能延缓蔑视的速度 伴随着墨西哥的超大规模感染事件 导致半个国家陷落后 全球最强大的美国 也多处爆发了感染 一次比一次强 一次比一次猛烈 哪怕BSAA和徐悦到处奔波 也无法进行太多的拖延 从初期的某飞机 带着丧尸 坠机封锁机场 某个小镇 绑架了总统女儿 某个战乱小国 出现了控制舔食者的生物兵器 等等小场面 到一次一个小镇 数个小镇 随后便是大型城市的陷落 旧金山 洛杉矶 芝加哥 纽约 各种国际都市先后陷落 非洲 南美等相对落后的州 也瞬间爆发式扩散 印度 日本 东南亚也毫无倖免 欧洲区域也进入了感染扩散期 唯独只有天朝成为了最后的庇护所 最后的港湾 BSAA 以及诸多流亡政府和国际组织 也全体将总部搬入了天朝境内 不断对已经超过半数沦陷的世界各地进行支援 以前 都是阻止感染 扼杀源头 到了现在 却已经完全转变成保护聚集地 尽可能延续人类火种了 靠着诸多人房建筑 全球各地 还是出现了一个个庇护所 幸存者聚集地 而天朝则是成为了这些庇护所 和聚集地最后的后盾与靠山 三阶 终于获得三阶的资格了 被打了一针的五藤鱼 眼中充满了惊喜之色 感受到那股强大的控制力 那对自身力量体系的掌控能力 不由欣喜若狂 付出的努力终于有回报了 虽然力量增幅上没有前两阶突破时 那种爆发是明显 可对于实力的提升来说 却毫不逊色 关键是副作用大幅度减轻了 已经真正能够当作常备技能了 这些年来的努力 终究没有白费 精疲力竭 身心疲惫的五藤鱼 回顾过往世纪 眼角也有着泪水滑过 和那群古怪轮回者的战斗 火拼一打就是一年多 双方你来我往 你方唱罢我登场 围绕着无损离开的钥匙 已经交锋过多次 钥匙人物也一主多次 如果不是基因所的强大 用信念苦苦支持 他们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至于欠债 什么欠债 我们没有欠债 不要和我提数字 开始还会心痛 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没感觉了 现在只怕空间不贷款 其他的没有任何好怕的 反正最后完成任务 能将投入的本金全部找回 只要支付利息而已 虽然利息已经很贵了 付不起了 可是没关系 如果能够得到这等强大的好处 利息贵点就贵点吧 点当掉几个技能 再加上军团重视凑凑资源 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其他人也不要气馁 看到了他们四人的现状吗 只要好好做事 这就是你们的未来 不过能够激活三阶的药剂提炼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所以必须要等等 徐悦很熟练地说出了 说过好几次的话了 对于双方 他都这么说过 开始的话 还需要担心 有人顶不住压力 想要提前完成任务 可当所有人都欠了一屁股债后 那就完全无所谓了 在达到目标前 他们会全力保护自己 至于三阶的药剂开发 也是徐悦亲自操刀完成的 利用了一些自己的血液 作为核心 效果也是相当出色 当然 收获也不菲 七位资深乱入者 除了原赖血之外 其他人每个人都为自己提供了一个SS级 这可是从空间抽成来的 也就是他们贷款额最少两个SS级 再加上那些个普通乱入者提供的贡献 一年来 徐悦手上总共六个SS级剧情点 178个S级剧情点 这是从始至终 徐悦所得到的最多的献钱 也正因为突然一下手上宽裕了许多 所以徐悦的选择也更加激进 利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活人无数 成为了全球圣母 被人自发的雕刻成雕像 朝顶膜拜 将苦苦压制住不突破的心魔 打磨到极限 都快磨吐了 靠着那恐怖的浑厚积累 一旦它放开 便能瞬息间进入临圣阶段 再加上回归时 那大量的现前投入 哪怕临圣期间 都能迅速得到庞大的积累 虽然距离自己理想中 飞升后 直接斩上大道 留痕 还有一段距离 但底子已经被打磨得相当浑厚 为后面任务空间中的积累 奠定了最优的基础 不过有些遗憾的是 有许多轮回者已经停贷了 不是他们想停 而是空间已经不再贷款 哪怕压上 他们的一辈子 也还不起的那种 空间又不会做亏本生意 超过半数的轮回者停贷 也让那群停贷的可怜虫们 惊恐地被圈养了起来 嗯 是轮回者们自己动的手 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击杀钥匙 两边都是如此 不容易啊 只剩下最后一次战斗的余力了 想要全员三界是不行了 现在差不多可以准备收尾的事了 得到了三界的力量后 武藤宇也满脸迷醉的表情 自己已经得到了这一份能力了 作为需要尊重的搭档 原赖雪和新找到的另外两位资深乱入者伙伴也得到了 其他普通乱入者带着那二阶能力回去也就够了 的确不好再做拖延 以免夜长梦多 这种压榨到极限的好处 极限完成任务的爽快感和刺激感 才是真正让他又体会到了轮回空间的乐趣 实在是太棒了 而他这边做出了决定 并在小队频道中说明后 整个队伍的轮回者们 也都露出了欣喜之色 终于可以解脱了 背负着这想都不敢想的债务 让他们每一天都在煎熬之中 虽然知道这次很稳 但那不可承受之重 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得起的 而也就在他们做出了决定的时候 这座研发大厦便是遭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武藤十兵卫小队又一次发起了要是争夺战 已经伙同了 剩下其他两位资深乱入者 阵容强大 丝毫不在武藤宇这一方之下 毕竟原来雪滑水严重 虽然每次开头都打得超胸 但也都是做做样子 都是尽可能起到平衡作用 不让一方做大 是时候 要结束这一场可笑的闹剧了 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双方早就杀得双目通红的轮回者 一见面就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都隐约明白了 这就是最后分胜负的时机了 其实打了这么久 中途经常有人怀疑过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对方会不会是自己人 但在那高负债和有限名额的情况下 却也都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一点 这里是惩罚任务 不想遵守外面的条条框框 就可以不遵守 只要自己能得到好处 只要自己能平安离开 我管它洪水滔天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早就没有谈的可能了 唯独只能一战 嗯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怎么就打起来了 然而就在双方剑拔弩张 马上就要在原赖雪 引导下站起来的时候 忽然几道声音 便是乱入到了战场之内 凭空出现的十几人 看着眼前的画面 脸色似乎是有些怪异 第1684章 胜利目标 再已经要被压榨到极限 只剩下最后一点 渣子咀嚼的轮回者们 再度对上之时 许悦也感受到了 冥冥中那股 不在自己之下的强横力量降临 随意对世界的删减和修改 随意篡改因果重塑现实 不过这一股力量的修改 刚刚出现 便被迅速地遏制 随后退去 原本世界的规划 并没有出现什么扭曲 只有允许的部分 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来了吗 感受着自身力量的活跃 细胞的欢呼 周身翘穴大开 徐悦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只有当主神降临后 才是最佳的突破时机 差不多 最后的剩余价值也要撸完了 随着自己能力层次的越来越高 再多的任务点都感觉不够用了呀 毕竟相对起来 与其他轮回者层次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唯独只有某些世界当中的少数特有能力 或者特有资源 能够提供有效帮助 除此之外 也就只能苦苦搜刮一些来填补家用 不容易啊 不过很快 徐悦脸上就露出了一丝古怪的表情 竟然有一对轮回者小队 出现在了即将交火的双方之间 这里现在是天朝境内 自家地盘的移动实验室大楼 原本剧情当中 中战发生的地点是完全陷落的米国的 所有轮回小队都降临在了那边 不知道是因为修改受阻导致的随机和意外 还是特地丢了一对过来试探些什么 虽然主神意志注入的时间并不算长 可直接从世界本源获取信息 他能知道多少 也无法确定呢 不够强啊 这种实力 哪怕两边轮回者快由近灯哭了也不够用 徐悦心头闪过了诸多念头 随后 正在武藤宇队伍当中的袁赖雪 便是微微一愣 看着下方开口说道 从他们突然出现的情况来看 是那些特殊轮回者 不过奇怪了 看样子好像是刚刚进入 双方那毫不掩饰 肆无忌惮的恐怖气息 让下方的南延州队的十几位轮回者 都不由感到了一阵莫大的压力 什么情况啊 这才刚刚来到任务空间 消息都才刚刚看完 这才开局啊 不应该这样的 南延州队的队长尼奥斯 此时表情也显得很是凝重 尼奥斯在主神所辖的轮回者中 也算得上是一流的智囊了 仅次于楚轩和亚当的层次 实力上虽然还有所欠缺 但援助中却洞察了亚当的人类补权计划 并留下了线索给中州队 可即便脑子再灵活 面对这种死亡开局 也是满脸猛逼 如果只有乱入者的话 他或许还有机会带领队友进行周旋 可双方加起来整整七位资深乱入者 这种恐怖的阵容 除了中州、恶魔、天神三大巨头队伍外 其他小队都得被吊打 因为他们出现的时机太过微妙 即将交手的双方威压全开 所以对于实力的判断上还是有的 确认过的气息是惹不起的人 这次中战的规则相当苛刻 主神为了逼轮回者们互相战斗厮杀 提出了一条又一条的框框 在之前隔离读取规则的时期 他们小队其实就已经讨论了 这种战场需要抱大腿 并且排除掉了六亲不认的恶魔队 和看似正义实则疯狂的天神队 号召的天使联盟 想要投奔正扎的中州队 可结果刚刚出来 就好像抽到了投奖的样子 因为原赖雪没有掩饰的声音 让尼奥斯也收集到了相当多的信息量 特殊的轮回者 作为一位老牌轮回者 参与过诸多团战 其他小队哪怕没交手过 也多少听过 但眼前这一撮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强者 真的是没有一点情报和消息 所以 你们是另外主神手下的轮回者吗 尼奥斯掏出了一块巧克力 塞入了嘴里 不断夸张地咀嚼着 一边冷静地说道 慌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问题很大 慌也没用 不如冷静一点看看 是否有狗下去的机会 或者虚张声势 此时对面双方似乎即将开战 自己等人作为第三方 周旋得好的话 完全有可能维持平衡全身而退 而武藤宇的小队这边 因为有着高桥和陵木 他们提供的资料 所以 看着这一群似乎并不怎么强的轮回者 也有着足够的忌惮 他又蹦出一个浑身冒黑光的家伙 所以 并没有直接交手的意思 同样暂时选择了交流 武藤室兵卫这边 则是完全没有特殊轮回者的情报 现在突然发现 好像还有想象之外的事 也只能选择暗自观察 同时 心中也出现了一丝明雾 我们说 哪里来得这么强的对手 原来还有着其他的怪异轮回者乱入吗 主神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哪个军团的轮回者 到底又有什么目的 武藤室兵卫冷静地询问道 随后便无语地发现了扣费提示 特末的这不是轮回者啊 是土著啊 到底是什么特喵的情况 不过 原本准备交手的双方也知道 这一次恐怕没办法打下去了 本来双方就半斤八两 互有胜负 现在突然出现了第三方 根本就放不开手脚 毕竟他们打起来打的都是钱 这种游进灯窟的时候 谁都不敢冒险 这种时候 没有人敢去试探什么 万一将他们推到对方那一边 就不太好了 而同样的理由 他们也绝不会让对方过多地和这第三方交流 免得出现什么肮脏的批外交易 都已经到了极限 他们经不起意外的大战了 正因如此 在尼奥斯试探的言语周旋下 还有双方的暗示和默许下 南延州小队的十几位轮回者 便迅速地撤离了现场 并完成了隐蔽工作 武藤石兵卫和武藤宇担心第三方潜伏在暗处 也都在各自放出了狠话后不欢而散 嗯 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延州队的阿雅满脸忐忑地说道 不知道 应该是主神这边出了什么问题 好强的队伍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从他们剑拔弩张的情况下 应该是敌对队伍 而且 恐怕他们的任务和我们不一样 尼奥斯大口咀嚼着巧克力压惊 一边悠悠地叹息道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自己的队伍碰上这种强劲队伍 恐怕真的只能送分了 如果他们任务和几方一样的话 那也不可能放弃自己这边的十几个名额 只要杀掉十人 然后狗下去活过一百天 也是有机会躲过中战的危机 逃脱升天的 所以说 你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有点好奇 然而就在南岩州队认为 逃脱升天的时候 一道温和的声音便是传入了他们耳中 瞬息间让他们如临大敌 头皮发炸地看着 那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自己等人前方的人影 不是吧 明明就在前面 开始竟然没看到 看上去阳光俊朗 温文尔雅 可尼奥斯却是嗅到了浓浓的危险和死亡危机 这位浑身没有丝毫强者气息 看上去就好像一个普通文职的男子 隐约给他一种比之前那种强者交锋 还要更加浓郁的危机感 没有犹豫 尼奥斯便是恭敬地开口道 我们主神布置的任务 主要是督促我们战斗 次要目标是存活 最后存活的团队 可以获得最终胜利 可以选择安稳回归现世 或者知道主神之后的秘密 各个轮回世界彻底关闭 不再开启 轮回世界宣告终结 除此之外 如果没有哪个团队达成最终胜利条件 每位轮回者击杀十位其他团队的成员 并活过一百天 就可以继续活下去 重新进入轮回世界 听到尼奥斯的话 徐悦也暗自思索 和原本的差距不大 无限恐怖的主神杨谷的挑选方式 比起轮回空间残暴多了 轮回空间哪怕是相对最血腥的第一次晋级任务 最低要求也就是击杀一人而已 这边直接十人起步 原本的话 还有第三个条件 就是主神对世界改造多出的第七实验室 达成在里面存活三小时的目标 同时加上存活一百天的条件 可以免去击杀十人的名额 获得保命资格 这次主神改造的中断 所以这一条应该是没了 可就在徐悦电光火时间考虑了这些的时候 尼奥斯便是毫不停留地继续说出了第三个存活条件 还有最后一个 击杀安布雷拉公司高级顾问徐悦 可以获得最终胜利 完成击杀的瞬间 其他所有的团队成员将会被抹杀 有趣 第1685章 各小队 根据我们主神的一贯特点 最后那一条应该有不确定的巨坑 在等着所有人 不是那位高级顾问很难找到 就是找到后也无法击杀 难度不会低于条件一 尼奥斯将自己知道的信息 以及自己的推测都说了出来 并没有进行隐瞒 他是聪明人 通过之前那对战的双方 放过自己等人就知道 几方和他们那一方的轮回者 其实并没有立场上的冲突 只要没有立场上的冲突 那就有合作的可能 眼前这种九死一生的任务下 自己等人必须要抓住一切的可能 抓住所有的契机 才能够存活下去 而眼前之人 恐怕就是自己等人的机会 所以这种情报根本无需隐瞒 嗯 大概上我明白了 感谢你提供的情报 得到了消息后 徐悦也明白 是时候要前往美国了 并且还要抵达浣熊市才行 这一次参战的轮回者数目和实力 都达到了一定层次 这种情况下 安布雷拉浣熊市地下并不保险 万一都将那群高层做掉了的话 自己多少也有点麻烦的 需要解锁将他们复活过来 再杀一次 而没记错的话 原本计划当中 正负两位楚轩 都是准备先将天神小队引过去 先干掉的 当然 现在主神那边出了问题 肯定会出现其他的波澜 但自己没必要去增加什么不确定性 另外一边 发现徐悦有离开一死的尼奥斯 也心中一阵发急 这次任务的风险和死亡率太高了 只要不小心碰到三大强队 就必然是凉凉的结局 躲都很难躲 和其他小队联手 也有着一个根本上的隐藏风险 那就是识人名额的隐藏冲突 轮回者之间可以说天然 就是存在对立而不可信的 相比起来 这种没有立场冲突的强大大佬 才是真正可以抱得稳得超级大腿 等一下 这位大人 我这里还有几个重要情报 中周 恶魔和天神小队的情报 已经转身离开的徐悦侧头笑了笑 尼奥斯顿时就感到了一阵颤离 不是吧 为何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而他对自己这边却这么清楚 我们这边都是刚刚才进入这个世界的 而且对方还问了那么基础的问题 所以这个消息定然是他以前就知道的 没 没错 三大强队都是高手如云 我们的队伍随便碰上哪一支都会被轻松团灭 就算是之前那对峙的双方队伍也同样没有胜算的 尼奥斯组织了一下语言后 似乎是想要表现出三大强队的实力 但徐悦却并没有露出什么感兴趣的样子 嗯 我知道了 加油吧 尽量别死啊 徐悦随意地摆了摆手 便是夺不离开 虽然就是普通人的步伐 但尼奥斯却完全没有追上去的勇气 只能暗自叹气 最后也只能双手做喇叭状 远远地大声喊道 这位大人还不知您的名讳是 嗯 徐悦 你家主神说的那个 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真的是有惊喜啊 一片黄沙的沙漠中 恶魔队正图手造卫星的楚宣复制体 脸上也露出了感慨之色 在听到主神的第三个任务方式的时候 他脑海中就自觉浮现出了 当初所看到的那场战斗 真正无解级别的心灵之光 虽然现在他想到了一些应对的办法 不过如果对方真的还是当初那样的实力化 主神不可能会给出这么大的好处 所以最多只有对方能力的些许参考意义 实际意义不大 既然主神给予了这种近乎鱼儿戏的奖励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击杀对方的难度 比团灭其他所有小队的难度还要更大 而且刚刚张小雪也给予了回馈 就算消耗因果点也探查不到 不是因果点不够 而是不能 这就有点可怕了 呵呵 有趣的任务 双倍的惊喜 双倍的快乐 看来除了本体之外 还能多点乐子了 脸上带巴的正扎复制体 此时也露出了一种诡异的笑容 当初那次遭遇 哪怕时隔这么久都依然记忆犹新 自己迄今为止都没有这么狼狈过 依然还是这个世界 过了一年是吗 就让我看看你这一年来有多少成长吧 正扎复制体当然也能看出 主神给出这任务必然坑跌 但作为目前唯一的四阶高级 隐约触碰到那真正蜕变的他 知道自己打包掉其他所有小队的难度 其实也并不是自己的极限 比干掉其他所有小队都难 并不是意味着自己不能与之为敌 就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气量吧 到底是什么 让主神给你这么高的评价 中州队同样在造卫星的楚轩 一边照出黄金历史让卫星升天 一边满脸平静地说道 第三个任务目标里的那个 就是你时常挂在嘴边的人吧 是啊 如果不是他 我真找不到复活你们的办法 更可能复活后继续被恶魔队击杀 郑扎语气有些惆怅 表情唏嘘 一晃也经历了这么多了呀 想想当初莫名感觉已经好久远了 既然如此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花点精力去找他 没有立场冲突 实力强大 绝对是了不得的助力 完成了卫星升空的楚轩 依然还是没露出什么表情 虽然他没有真正见过那一位 可平日里听郑扎的话 耳朵都听出简来了 大概 他也可以判断出 那一位对郑扎并没有什么恶意 似乎是提前投资一般 随手拉了一把 甚至莫名给他一种 对方知道郑扎命运的感觉 我也赞同 虽然当初被打死了 但对方那时候就能和复制体交锋的话 哪怕实力没有丝毫提升 也绝对有拉拢的价值了 萧红绿也赞同了楚轩的话 哪怕是中州队的其他没参与过当初大战的人 多少也听过多次队长提及那件事了 所以对于这位高级顾问徐悦 既陌生也莫名有一种熟悉 最后中战很难 没有人有绝对把握 无论是天神队还是恶魔队都是强敌 将一切可能增加胜率的砝码拿到手 才是最佳的选择 嗯 情况和想象当中的有些出入 将卫星放飞后 查看了一下情况的楚轩 不由显得有些古怪 嗯 探查什么的还没飞上去倒是没什么 可信号的接收有点出乎意料啊 美国这边是一片寂静废墟 可为啥子天朝那边好像没啥影响的样子 第1686章 在林米国 天神小队 主神麾下的两大特殊小队之一 和不断复制有潜力轮回者的恶魔小队不同 天神小队本身就是各个其他小队的前任队长组成的超级队伍 初始战力还在恶魔小队之上 而且天神小队的新人只有队长级别 不需要成长期就能化作战力 第一次碰面恶魔队的时候 甚至处于完全压制的状态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郑扎和傅郑扎 楚轩和傅楚轩的成长 逐渐将中洲队和恶魔队带到了优势区 并且因为两支小队的智囊都是同一人 所以在互相知根知底的情况下 便默契地开始同时算计天神小队 双方各自都留下了留言带给他们 中洲队是通过一支支加入了天使联盟 成为天神队盟友的小队给他们带话 恶魔队则是派出了自己作为使徒 同时还拥有初号机坐架的罗干道 只是当罗干道抵达天神小队之处时 却是看到了天神小队正在内斗 方圆石里寸草不生 连丧尸都死得干干净净 如果不是十二面旗帜飞舞空中布下了阵法压制 恐怕余波的波及能够轻易摧毁附近数座城市 哎 这就自己打起来了吗 这可不行哎 作为信使 我也得来完成任务的 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话 却是轻易地传入了那凌乱战斗的场内 让交战的双方停了下来 一位是天神队的罗英龙最正统的修真者 另外一位便是天神队的二号人物宋天 一心扑在舞道上 队长亚当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发呆 罗英龙的女友在一边直哭 其他天神队的几位新人队长及 则是在旁边瑟瑟发抖 一种古怪的狗血剧场景 哼 亚当 你不得好死 停手的罗英龙狠狠地看着亚当 随后又充满复杂之色的 看向了哭泣的女友 下次见面 就是敌人了 亚当的计划简直是丧心病狂 只可惜因为规则的约束 哪怕他知道也什么都不能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走吧 这是你的巨灵瓶 亚当见到罗干道出现后 也甩出了一个瓶子 交还给了罗英龙 随后也不再理会 规则束缚下 他无法透露什么 虽然楚萱见到他后可能能猜出来 但那需要时间 亚当本人是利用楚萱被盗的基因制作出来的 各方面都极为接近楚萱 但因为有轻微的感觉 导致他可能会被外界影响 所以略逊一筹 但即便如此 要说对楚萱的了解 亚当可以说是仅次于正负楚萱之下了 将瓶子交还后 他便又转头看向了罗干道 说吧 楚萱到底让你带什么话 这次任务有大问题 因为第三个胜利条件 让亚当也明白 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有着一个X因素 不知道会不会对自己的计划造成影响 而且中洲队和恶魔队都给自己带话 那两个家伙是想先送自己出局吗 哼 如果做得到的话 那就来吧 真是会给我添乱啊 飞机上 看着卫星图扫描到的一些信息 徐悦也摇了摇头 大概是中洲队和恶魔队特地泄露的信息吧 所有轮回者小队都在朝着浣熊市进发 则 目前来说 除了南沿州队外 暂且没有在美国之外 发现其他轮回者 这如果是主神刻意丢过来的 那就有些意思了 越顾问 我们这种时候去美国是为了什么呢 怎么看 如今的美国都太过危险了 剩下的幸存者都躲在人房设施当中 接受我们的救助 武藤宇试探性地对徐悦问道 好几次压下了心头的杀意 根据高桥和陵木的情报 这位顾问的实力也是不能小看的 所以自己也必须要留下一些解锁的费用 废掉他的抵抗力 本来的话在自己解锁了三阶后 他都有想要直接开始启动回归计划的方案了 但因为对方一具四阶的线索 才是直接将他的计划全部打断 三阶的加成已经很强了 但他能够冥冥中感觉到 四阶的变化绝对是真正的质变 远远超越前面总和 都已经到了这等地步了 不去了解一下线索真的不甘心 万一能够成功呢 哪怕只有自己一人也好啊 四阶的药剂研发 我们公司也只停留在了理论阶段 但有一些奇怪的家伙走在了更前面 现在他们又一次地出现了 而且正在朝着浣熊市前进 线索恐怕就在这里 许悦没有隐瞒什么 直接打开了飞机上的显示器 将多幅高清卫星图放了上去 可以明显地看到 原本充斥着大量丧尸的美洲大地上 正有许许多多的小队 正在迅速清理着丧尸 朝着浣熊市的方向前进 人数都不多 可实力却都极为惊人 犹如捅入黄油的热刀子一般 丧尸什么的根本就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 在看到了这一幅图后 所有还有战力的轮回者心中 都出现了一丝明雾 这恐怕就是最终一战 最后的关卡了 只要能克服这道关卡 必定最少都能获得一个四阶名额 几位达到了三阶的资深 自然是盯着四阶看 而其他普通乱入 就是盯着三阶了 徐悦顾问手上三阶的突破要计不够 但我们进入生死之间的战斗 也是有着突破契机的 过了这村没这点 科罗拉多州首府 丹佛国际机场 大量铁网墙将整个机场保护在内 再加上诸多的永久防御攻势 将整个机场打造得犹如铁桶一般 哪怕是有铁食者的加入 也无法突破进入这里 这是整个美国少有还存在的地表幸存点 大量重要的支援物资都是通过这里接收 然后分发到附近的各个还在坚持的幸存者聚集地 美国的大量幸存者聚集地 都是依托这种运输枢纽而存活下来的 或者码头附近 或者机场附近 更远处的 就需要自力更生了 而这一天 一架豪华私人专机 便是破开云层 从天而降 抵达了这一处基地 所有的飞机和地勤 都在为这架飞机让道和服务 楼梯自动延伸搭上了地面红毯 徐悦从机舱内走了出来 单手遮住额头上的阳光 抬头看向天空 察觉到了那逆流的时空波动后 脸上也泛起了一丝异样的神色 风神榜的反噬吗 来得这么快啊 不是查了我吧 第1687章 看 有个落单的 一架武装运输直升机 从丹佛机场起飞 高速地朝着浣熊市遗址飞去 武藤与小队还能战斗的14人 加上徐悦都在这直升机内 驾驶直升机的是一位乱入者大佬 整片大地都被黄沙所覆盖 一片荒芜 除了废墟外 便只有那些丧尸了 果然是有被清理的痕迹啊 越靠近浣熊市 就越有着大量的丧尸尸体 让直升机上的轮回者们 也感到了很是凝重 之前只有一对敌人 就已经很难办了 虽然看起来 那一对敌人 也是属于强大的一类的 总数不是很多 可现在是多出这么多了 再怎么也会多出不少变数 很棘手啊 还好目前看起来 那些古怪轮回者 也并不是一起的 互相之间 也有着敌对关系 不然上次那一对 就不会离开了 这种情况下 了解一下他们的内幕 然后浑水摸鱼 挑拨离箭 可执行度还是很高的 先找一对软柿子试试水 咦 有人 一个 而就在轮回者们小队频道当中 讨论出了方案之时 便是看到了天边一道流光飞来 是一道踩着飞箭的人影 踩着飞箭 应该是走的修仙路线 不过速度不快 而且还需要靠着飞箭移动 所以 实力还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武藤宇看着那道流光 一脸一切 尽在掌握的表情说道 对于普通轮回者来说 随便一个修仙世界的小喽啰 就能变成大boss 先见那等高难本 随便就能团灭一些大型军团 可对于拥有 四位资深乱入者的队伍而言 落单的修仙弟子 还是属于可以擒拿的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 还是如此的完美 只有一人 实力足够 知道的事情够多 却又没什么威胁 真是天助我也 朱军 猎物就在前方 我们出手将他擒来 武藤宇拉开直升机大门 对着诸多轮回者开口说道 将战斗控制在一分钟内 这些损失对比前面的债务 简直就是毛毛雨 随便用了 随后 一个个便是直接冲出了直升机 毫不犹豫地朝着天空 急驰而过的罗英龙 袭击而去 嗯 强者 罗英龙陷到那突然爆发出的杀意 还是从一架直升机上出现的 眼中也出现了哑然之色 这架直升机 他早就发现了 但却并没有什么在意 不管是剧情人物的直升机也好 还是轮回者们拿出来的道具 会使用这玩意儿的绝大部分情况下 都对他没啥威胁 可突然间爆发出的强大气息 以及那快速靠近的身影 还是让罗英龙一阵侧目 很强 有四阶层次的顶尖强者 对方是真的对自己抱有杀意的 本来就从天神小队离开 憋了一肚子火的罗英龙 发现自己竟然被当作软柿子捏了后 也不由怒己返效 在天神小队的时候 几个新进来的队长级 也把他当作软柿子 先在这里路过打个酱油都被伏击 不管是哪个小队 不管是什么人 他都没有想要放过的意思 十二面旗帜被甩出 顶刻间便将附近完全覆盖而入 让落入阵法当中的轮回者们 脸上表情一阵猛逼 等等 这是啥玩意儿 四阶的差距 比你们想象中要大得多 给我死来 直升机继续前进 浑身狼狈的武藤宇一行 还算是靠着实力全身而退了 不能再打下去了 再打下去 可能又得要有人无法贷款了 没想到随便选一个 竟然就选了个这么个家伙 这就是四阶基因锁吗 果然名不虚传 一时间 武藤宇对于这种诡异的能力 也感到了愈发的火热了 对方绝对实力 其实并不算强 但靠着四阶的加持 却是反过来压着自己这边打 在那个阵法当中 如鱼得水 如果不是自己这边表现出的实力 也引起了他的忌惮 默契地放手了 这次还真的是麻烦大了 可恶啊 没想到随便找一个 都是这等强者 可没过多久 另外一道怒气冲冲的人影 便是从天空击驰而过 开始他们还吓了一跳 以为是那家伙去而复返 准备硬着头皮去接怪的 可随后发现并不是那个用飞剑的 而是一个脸上带着些许疯狂的男子 没有使用什么技能 直接凌空漂浮着 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看情况和那个用飞剑的是一个方向 嗯 宇大人 这个目标我们要上吗 一位乱入者在频道当中询问道 看上去也是并没有强到哪里去呀 应该可以打一打的吧 不是每个突然冒出来的 都是那等强者吧 嗯 我们先去试试他的金量 实在不行 武藤宇用隐晦的眼神瞥了徐悦一眼 心中依然还是下定了决心 现在的情报方面太被动了 必须要知道更多的消息 才能方便布局坐山观虎斗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也只能遗憾放弃 然后靠着要是全身而退了 可这边他们都还没有出手 忽然间几道流光 便是从另外一边的角落 直袭天空中的这道人影而去 看着那些熟悉的技能 一瞬间 武藤宇就明白过来了 是自己等人的老对手 没想到他们也盯上了这个家伙 我们伺机而动 黄雀在后 然而他话都还没说完 那边天空就出现了一片片的AT立场 随后初号机的身影也从扭曲中出现 和另外一边乱站了起来 宇大人还要做黄雀吗 一位乱入者有些忐忑地说道 真的钱不多了呀 这里就全用掉的话 后面还打毛线啊 先战略离开 我相信总会有软柿子的 武藤宇默默地将拉开的舱门关上 然后要驾驶员加速离开 也还好另外一边的战斗 并不是什么大开大合 很多都在AT立场的束缚下 不然这直升机能不能离开 还是一个未知数 看得徐悦也暗自摇头 其实这群家伙的实力还算可以的 只是不知道为啥 他们的选择都是这么的优秀 一个是三阶的时候 靠着修真者的身份 击败过初入四阶挣扎 现在自己也已经跨入四阶的罗英龙 还有个正在入魔过程中 实力大增的罗干道 算了 反正他们也没啥利用价值了 随他们去了 第1688章 站紧先机 基因所体系已经到手 经过自己的修改与融合 完全可以契合自身的现状 达到徐悦自己想要的目的 轮回者们也都被压榨到了极限 大概也就两口渣子 可以咀嚼一下了 聋起来凑不起一个SS 这种情况下 徐悦还亲自来到这边 除了护主安布雷拉的高层 减少一些麻烦外 也就只有两个稍微有些兴趣的东西 一个是看看亚当的生命树阵图的差别 作为把各种盖亚和阿赖耶 当作料理烹饪出了几种食谱的徐悦来说 新的食谱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至于另外一个 自然就是风神榜碎片了 不过 根据当初轩原式手中的轩原剑情况来看 风神榜碎片肯定也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一块碎片能不能想点其他办法 伴随着直升机抵达浣熊市上空 徐悦也直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 落在了那江大地与高楼都融化的核弹弹坑之中 飞机上的其他轮回者也紧随其后 在路上经历过 你们看 那个戴尔环看上去有点变态的家伙 是靠双腿走路的 不会飞 你们看 那个童颜一看就很好欺负的样子 两次之后 精疲力竭的轮回者们 终于是捕获到了一支普通的队伍 让他们明白了 这种环境下落单的都是变态这个道理 在天神队几乎笼络到了绝大部分轮回者小队的情况下 他们捕获的这一支小队毫无意外的是天使联盟的成员小队 所以现在对于主神空间的情报也有不少的了解了 也正因如此 已经快要由进灯窟的轮回者们 才是找到了那浑水摸鱼的希望 三大至高强队 三国鼎立 浑水摸鱼 渔翁得利 这就是他们心中的想法 呵呵 没想到竟然是在惩罚任务当中 还有一个类似于轮回空间的古怪世界 不过 这一切也都没有超乎我所料 有心算无心之下 必然能够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应该发出的信息已经发出了 我们只要坐等好消息就行 看着徐悦随意地坐在一处混凝土块上发呆 武藤宇便是迅速地在团队中布置了计划 虽然我们已经由进灯窟了 但算起来我们依然还是了不得的强队 之前只是运气太倍了 现在有了情报优势后 只要驱虎吞狼 做看好戏 依然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机会的 那群土拙轮回者还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我略失小计之下 必然可以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武藤宇脸上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嗯 那个羽大人 既然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那那一支和我们打了一年的队伍 有一位轮回者弱弱地说出了一个让人抓狂的可能 没有为什么 那是那支队伍不愿意共享情报 三大强队还不知道我们的消息 武藤宇满脸冰冷 到了这时候谁都能明白原来打了一年 脑浆都快打出来的对手是有军了 但还是那句话 惩罚任务当中没啥约束 有足够大的利益摆在面前 什么有军的都是浮云 要是只有一把 我们必须要 其实还是有联手可能的 原赖雪的声音出现后 让所有人神色移动 随后想到了另外那个可能性 他们无法使用力量了 不能跟上我们 所以算不得是我们遗弃他们 你们说对吧 原赖雪那犹如天使一般悦耳的声音 听到所有人耳中 却是莫名打了个寒颤 之前也有人怀疑过 但为何都没有说这件事 默契地装傻 那是因为要是只有一把 一人一刀来 造成足够致命的伤势有着上限 这种判定他们这些老油条都有经验的 伤势必须要致命 而且不能治疗好后再痛 所以满足一队人马已经是极限了 下手要快很准 还有人可能会赶不上 但现在两队人马有大量成员 因为不再提供贷款的关系 被圈养了起来没有跟过来 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人数好像也够了 如果能够联手的话 七位自身乱入者的恐怖阵容 就算面对三大制高强队也有一战之力吧 之前碰到那几个强者没有打下去不是打不过 而是想要省钱 等到最后关头自然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况且那几个强者放在三大制强队当中 恐怕也属于顶尖层次了 有搞透 另外一边 武藤石兵卫扭断了一名主神挥下轮回者的脖子 满脸也是阴晴不定之色 我们本来就是友军 以前只是误会而已 所有的仇怨都要为利益让道 你们认为呢 同意 复义 只要我们能够联合起来 这些大多数经历十个任务不到的土着轮回者 拿什么和我们比经验 我们随便精锐级别的轮回者 经历的任务数都比他们最多的人还要多 比起智商和布局 我们已经站进先机 轻易 就能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另外 主神挥下完全不同目标 不同任务的轮回者呀 按照上次的情况来看 徐悦希望他们进行剧烈消耗的战斗 应该是能从中获得某些利益 既然如此 那就满足他一下 希望他别来捣乱了 恶魔队的楚轩 感受着那越来越差的运气 也做出了心中的决定 使用风神榜这种终极因果律武器 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运气 或者说气韵 这种情况下 那个足够顶得上其他所有团队总和的任务目标 还是要稳一波好点 虽然正体的自己 情报并没有自己多 但他相信对方在察觉到了之后 应该也会选择相同的方式 天神队就是很好的目标 正好 亚当那家伙 应该也需要这等强者的加入 不会拒绝的 中州队 看着一只纸鹤上的信息 楚轩也少有的露出了一丝笑容 看得旁边的郑渣等人心中发毛 之前这家伙笑的时候 还是安排萧红绿 他们那支队伍去控制核弹发射 能无差别杀死四阶以下特制病毒的时候 这时又想到什么了 是那群跟着徐悦的奇怪轮回者传来的消息 总结来的目的应该是想要挑唆我们和恶魔队与天神队的火拼 应该是拷问到了一些小队得到的情报 他们对我们也有想法 郑渣皱了皱眉 自己和复制体之间毫无疑问自己是占据了烈士的 在真正对上之前 他不愿意消耗过多的力量 他们是他们 徐悦是徐悦 本来当初听到你的描述 我心中就有了一些疑惑 现在的话大概是完全确定了 这些人是徐悦推出来的炮灰 嗯 可能 是他们努力战斗的话 徐悦能得到什么好处吧 复制体拥有那种类似于全知全能的道具 加上亲自与他们接触过 所以应该提前就已经了解了 大体上 我们可以合力将他们送给天神队 楚宣服了服眼镜语气 已经恢复了平淡 喂喂 你们有没有听我说啊 亚当他 罗应龙看到中洲队 竟然没有理天神队的意思 竟然还送人过去 也是一阵抓狂 他是无法接受亚当的决定 才从天神队叛逃过来的 就是想要中洲队先联合恶魔队 把亚当解决掉 可现在是什么鬼 你们两人竟然隔空进行肮脏的 批外交易 还送人去给天神队 现在他大概知道之前打过一架的那支强大小队 就是他们嘴里的古怪轮回者了 四阶以上的存在都有着四位 这种队伍如果被亚当吃下去了的话 再加上天神小队中本来就准备摆给的四阶终极送天 哪怕是正渣和复制正渣都会被先后吞噬掉吧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第1689章 默契 嗯 你们都离开 不留下一个保护我吗 见到轮回者们的一通骚操作 然后在一些被他们意外得到的情报和提示下准备动身后 徐悦也不由地开口挽留了起来 多少留下一个在自己身边啊 万一你们失败了 不是还能找自己平安回归吗 徐悦顾问放心 我们只是去捉拿几个活口 方便公司研究 我们会安排让人留下来的 随后在原赖雪的自告奋勇下 带着两位快贷款到极限 无法高强度战斗的轮回者留了下来 并表示 必要的时候会勤拿徐悦 将他带到战场方便其他人回归 由原赖雪亲自出马 他们自然是放心的 随后便是开始启程 准备和武藤士兵卫那一队人马会合了 人在自己等人手里 我们谈判中自然也占据了主动 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 就能揭开误会了 因为己方有着四位之根之底的滋身乱入 那毫无疑问 打了一年的老队手里就有着自己的足输了 雨军 欧吉桑 武藤宇和武藤士兵卫见面后 双方都是热泪盈眶地抱在了一起 对不起 雨军 不 没认出您来诠释我的错 欧吉桑受苦了 这闻者伤心见者落泪的亲人相逢 让旁边的双方轮回者都很是感动 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并且互相之间也开始道歉了起来 上次真的是对不起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你刺我的那一枪可真疼啊 哈哈 你也不耐吗 原本打了一年的敌人 请客间便和好如初 好像刚刚进入任务空间 刚刚碰面集合的队友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齐心协力 众志成城 一幅感人肺腑的画面 我们的对手 只有我们自己 一旦我们团结起来后 五等前方将在无敌手 武藤石兵卫搭着武藤宇的肩膀 指向了前方 根据我们得来的情报 恶魔队应该是最为强大的队伍 所以天神队组织了天使联盟 路上拷问了好几支队伍 已经确认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假装加入天使联盟 而后在里面煽风点火 没错 不断游走平衡 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因为中洲队和恶魔队的默契 天神队已经会合了大量天使联盟的成员 诸多普通轮回小队 自然清除自身和三大强队的差距 天神队发起的天使联盟 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所以哪怕其中有些轮回者 也在怀疑天神队有问题 但却也都下意识地忽视了 而且亚当嘴里的 中洲和恶魔队也只是几位强者带领 普通成员一般的说法也很有市场 也就在此时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便是突然出现在了天使联盟的诸多轮回者眼前 关键是 这群人还举着一个画着鸟人的涂鸦旗帜 似乎是在表明身份一样 在靠近之后 联盟举手道 亚当大人 是自己人 自己人 我们是南极州小队的轮回者 特来投奔大人的 天使联盟诸多轮回者 哪怕是亚当 在听到了这些话后 表情都愣了愣 但随后 还是很快露出了笑容地说道 原来如此 我说 怎么是生面孔 原来是南极州小队的轮回者 旁边天使联盟 甚至天神队本身的队员 一时间 看向亚当的表情 都变得有些诡异了起来 不是吧 你真信了 对于亚当来说 白给的饲料 我凭啥不信 我管你们其他人什么想法 实力达到他这层次 他当然也看得出来这不简单 两个楚轩一直地算计 让亚当也很是忌惮的 罗英龙已经离开 哪怕他无法直接透露消息 以楚轩的能力 也必然能够猜出来 这种时候 亚当不会管其他任何理由 只要有机会可以开启 他就必然会开启 每一份力量他都会珍惜 而且现在突然多出了这么多人后 亚当也觉得自己可以不要再等了 直接开始吧 不然对不起他们 为了对付中洲队和恶魔队 我也是有准备的 现在请所有的精神控制者过来 我要借助你们的力量激活一个道具 可以在中洲队和恶魔队强者靠近的时候瞬间击杀他们 虽然对于亚当的话还有些疑惑 可这种时候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其他轮回者不得不相信他 而南极洲队的武藤宇他们自然更是没有什么问题 很好 先给两个最强的队伍来一下狠的 然后再伺机而动 如果天神队的底牌强大到可以逆天改命 那他们就反过来对付天神队 把握其中平衡 在我们混入天神队的瞬间 胜利的天平就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随着亚当一步一步地开始了他的计划 地上已经泛起了整整光辉 站在浣熊市一处被核弹融化了一半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顶部 眺望着远方 徐悦看到那生命树阵图也感到了颇为有些意外 的确是一种另类的食谱 角度很刁钻 整体上都带着一种突破和抗争的意味 汇聚所有人的心灵之光进行自我补全 完成物种的升华 有和自己类似的地方 也有区别的地方 各有优点吧 的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不过靠着这种升华带来的力量 哪怕是完全补全了 顶了天也就是接近自己本体的力量 就算让他吞掉所有轮回者 再回去吞掉地球上的全部生灵 格位也有着上限 能超脱主神的束缚是没问题 可更多的却也是不可能了 这就是白夫系的最终底牌 本来还有些期待的 现在看到后也一阵索然无味 都等了这么久了 多少也有些用处 聊胜于无吧 吃掉后 多少也算是临盛阶段的积累了 加油哦 不要又被打断了 徐悦打了个哈欠 随后随手一拳 直接撕裂了空间 正在快速靠近天神队 准备力挽狂澜的罗英龙 忽然间便是浑身寒毛树立 一种生死危机感 骤然出现在了心头 还未反应过来是什么 一道佩然大力 便是直接降临在了他身上 生死关头 他所驾驭的飞剑 便是突然自主地挡在了 那股实质化的权益之前 护住了罗英龙的性命 可即便如此 他也依然连人带剑 被整个的鸡飞了出去 贯穿整个美国 落入到了南美洲 第1690章 补一补 看着全面上的一缕 正在缓慢愈合的血痕 徐悦对于轻所见 也已经有所了解了 很不错的兵器 一缕先天之气 还能抑制自己的一丝恢复 以徐悦目前人先武道的修为 虽然因为全身翘穴 没有阳神世界独有的映射 但走另类的柔和 也完全达到千变万化 滴血重生的层次了 境界摆在这里 高屋见灵 不管是基因锁 还是人先武道 对于徐悦而言 都并没有所谓的瓶颈 特别是在基因锁 开启到四阶以后 灵肉之间的柔和 与人先武道本身的锤炼 也达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所以 哪怕徐悦主要精力 放在打磨心魔之上 但那自身实力 依然还是飞速上升 虽说这等实力的人先武道 对于解锁后的本体而言 大概也就那样 纯粹增加一些积累和素材的广面 可放在当前世界当中 也没什么好让他顾虑的了 嗯 复制体楚轩 感应到那一枚棋子的突然变故后 心中也闪过了诸多念头 果然 他的出手也属于不可测的未来 以其他个体能够被探测的情况下 这一位只是特例 独立于时间与因果之外吗 从他当初的心灵之光 就应该能够做出判断了 运气 的确不在我这一边 从双方主神的切入 以及利用全知全能 对对方其他个体的查询 对方的主神 绝对是盒子之外的产物 一切信息全都在其他个体 进入到本世界前达止 不是需要因果点太多 是根本就没有因果点投入的门 既然罗英龙已经出局了 那自己安排过去的罗干道 恐怕也 嗯 并不是这样 以目前已知的对方行动动力 罗英龙的出现 理应是能帮他消耗那些人的 但他却让罗英龙出局了 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利益诉求和目的 是那群家伙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而盯上了其他什么 亚当 人类补权 他的目的是要让亚当成功吗 想到这里 楚宣复制体也不由沉吟了片刻 亚当如果真的能够完美达成目的 天神队也是有能力将中洲和恶魔扫地出局的 也就是说 哪怕到了这种地步 对方都有自信 可以压制全场 绝对的力量 有时候比绝对的智慧更加无解 就让他一个人过去吗 中洲队的正扎 看着楚宣似乎是想要在他这里得到些什么 算算时间 肖洪绿他们应该已经占领一个基地 很可能就要开始发送那些病毒了 可就在刚刚 楚宣却是费尽心思地联络到了他们 终止了病毒发射计划 以正扎对于楚宣的了解 这种四阶以下无解的病毒 很可能也是他安排对付亚当的一次后手 现在是完全看不懂了 理论上 中洲队和恶魔队都不会坐看亚当成功 自己也要保全状态应对负质体 可就这么安排罗应龙一个人过去 真的不会白给吗 虽然他能够复活的聚灵瓶在自己手上 可正扎总是隐约间有些不妙的感觉 似乎对方插下了什么了不得的棋 大势在对方那一边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戒势 他想要如何 我们就安排如何 最终 胜利终究会站在我们这边 楚宣看向了天空 表情甚是平静 啊 亚当 你不得好死 一位位轮回者的容姐 正在不断朝着亚当汇聚而去 这一次因为心中莫名的压力 首先就先拿掉了白给的送片 强行完成了第一步高难度的吸收 让原本滚雪球的吸收 初级阶段就有了一枚大雪球的体积 可即便如此 亚当依然还是感觉到了诸多不妥 罗应龙那家伙已经离对了 楚宣 复制体也有着一种全知的能力 他们不可能 不知道自己的计划 竟然没有安排丝毫的骚扰 任由自己为所欲为 不过 亚当也不是优柔寡断的人 不管那两个家伙 有什么想法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 他自然也不可能放弃 汇聚起来的整个天使联盟 就是自己的养料 而这 也是自己即将跨出的第一步 说来 他对于那几位南极洲队的轮回者 还真感到了些许意外 实力强的有些超乎自己的意料 坚持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明明已经融化成成枝了 竟然还有几位个体保留着独立的意识 融入在体内的某个角落 不过没关系 自己本来也不是独立个体 自己本来也是即将完成蜕变升华 来吧 让我来接受更多的力量 本以为吞噬掉天使联盟之后 自己才能拥有吞噬中洲队正扎的契机 可现在因为南极洲小队的出现 他甚至觉得自己立刻去找复制体正扎的麻烦 也似乎可以了 一旦能够将这两个主神世界最顶尖轮回者吃下去 再吞掉全球人类 吞掉现世的一切神灵 自己必然能够挣脱那一股冥冥中的束缚 哪怕只是现在 我都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所不能 无暇的圣人之躯 让亚当感受到了一股 从未感受过的绝对力量感 似乎只要自己想 就能做到一切 浑身都充斥着所有人内心心底的心灵之光 没有独立意志驾驭的心灵之光 成为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而自己的意志 则是成为了主导 成为了真正的神意 混蛋 你竟然骗我们 然而就在此时 亚当的手掌突然发生了一阵变化 便出了一张嘴 那张嘴还在杰斯底里地咆哮着 发出了武藤宇的声音 实力达到了资深乱入者后 只要肯豁出去 各种保命的东西还是有不少的 起码武藤宇和他的欧吉桑两人 就暂时还留下了自身的意志 皱眉地冷哼了一声后 亚当的手便是再次恢复了原状 作为见证者 来见证新的历史 新的篇章吧 我 赐予你们这一份荣耀 轻易镇压了那捣乱的零碎意志后 亚当便是抬头看向了那从空中漂浮而来的罗干道 感受着对方身上那独特的气息 亚当脸上也露出了一种神圣的笑容 迷途的羔羊 我赐予你与神荣为一体的荣耀 本来对于四阶的存在 他多少还要花点心思的 可吃掉了那些奋力挣扎的十拳大补完后 他便已经知道 没有人再能拦在自己面前 眼前这位也不行 见到罗干道满头的冷汗 亚当那以化作空虚的内心多少 也出现了一丝一样的满足 以他的眼力当然看得出罗干道已经心魔入魔了 这种疯子理论上来说已经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了 但面对真正的神奇 他却依然还是露出了谦卑的一面 这是对自己无声的赞扬 只是很快 他就愣了下发现 随着罗干道的靠近 他身后另外一道人影也出现在了视线当中 怎么会有两人 作为神奇的自己 为何之前只感应到他一个人的气息 哪怕现在 除了眼睛在告诉自己还有一人外 其他任何方面都在告诉自己那里空无一人 第1691章 鸡蕾 你是谁 亚当刚刚才完成蛻变 刚刚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现在就已经满脸凝重了 无论是谁 能够完全瞒过自己的感知靠近这里 他都认可对方有威胁自己的能力 虽然现在还有几个主食没吞噬完毕 但毫无疑问 自己已经步入正轨了 进入状态完美 他无法想象这种状态下 还有谁能对自己构成威胁 要知道以前的亚当也不是弱者 他能够感受到自身的实力 到底算是什么层次 这是一种真正无敌的强大 甚至如果自己愿意的话 将这颗星球 免为虚无都是轻而易举 只是境界达到自己这等层次 纯粹的破坏力展示已经没有必要 撕碎星球什么的拙劣手段 只能体现自身力量控制的短板罢了 我叫罗干道 不是我想来的 我是被逼的 亚当的话刚刚说完 罗干道就率先土豆子一般的逼逼了起来 好吧 其实他开始是想来的 并不是因为楚轩的安排 而是他冥冥中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转折点 入魔也是能够超脱的 然后路上就碰到了那个家伙 不是问你 亚当的语气有些压制不住了 他也发现了自己的弊端 在这么多口融合 特别是开局就开始吃送天根基不稳的情况下 自己的情绪方面比以前更加容易受影响了 徐悦顾问 是徐悦顾问 徐悦顾问救我 也就在此时 亚当身上的下巴处和耳垂处也先后一阵扭曲 变出了两张嘴 开始不断叫唤了起来 我们绝不能死在这里 绝不能 不管徐悦顾问咋样 也不管他实力如何 都要抓住最后的稻草和机会啊 徐悦 再次镇压了那些念头后 亚当也不由眼睛瞇了瞇 这个名字他当然熟悉 能够以一个人顶替掉所有团队的难度 想不关注都不行 哎 现在才发现吗 虽然是拙劣的克隆体 但到现在才发现 不知道是因为你的补权 把脑子补坏掉了 还是和楚轩差太多了 许悦随意的一句话 就直接点到了亚当心灵深处 最为无法忘怀的痛处 现实世界当中 盗取到了楚轩基因 制作 出来的亚当 因为残留了轻微感觉 导致无法达到楚轩这样摒弃一切的完美 被当作了失败品 受尽折磨 直到他找到机会逃出升天 并毁掉了一切数据 尘封到了内心深处 结果 现在直接被人拎出来 摔在地上 还踩了上去转了几下 当真是让亚当机遇发狂 本来就有些不稳定的状态 变得更加糟糕了起来 他现在就是吸收他人的心灵之光 砸碎 柔和 那几位还在他体内苦苦支撑的轮回者 则是感觉最为直观 咦 有破绽 感觉如果能够将他挤出去的话 甚至可以取而代之 徐悦顾问继续啊 徐悦顾问牛逼 我们找到破绽了 一时间 亚当身上的嘴巴便是再次变多 能够有能力保住 抑制苦苦支撑的都开始出现了 正是因为融入了亚当的身体 他们才能够明白 现在的亚当有多么强大 什么精锐乱入者都是浮云 这是无敌于世间的力量 这种情况下 便是导致了他们几人拼命地开始 朝着亚当发动攻击 靠着另类的意志不断地给予冲击 虽然没能撼动亚当的地位 可却让他面色猙獰地站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本来还说 这些南极洲小队的人 是上天赐予自己的礼物 结果现在发现 简直是吃了食 食里还有毒 而也就在此时 他便是看到了那位能够一个人顶替所有小队的徐悦顾问 正笑盈盈地拎着罗干道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随着罗干道的靠近 罗干道入魔的力量更甚 似乎隐约间与亚当有一种互相之间的吸引力一般 AT立场有一种要融入亚当身体的感觉 这让罗干道和亚当都同时心头浮现了一丝明悟 和亚当不同 罗干道走的是入魔的路线 他压根就不会在乎异类 也不在乎守护本心 大不了就真正的意志相容好了 两人都莫名地发现 对方和自己有着互补的能力 借助罗干道 亚当能够压制体内异样的声音 而罗干道也能借助亚当的状态完成正道 没有犹豫 没有迟疑 两人的身体便是诡异地开始互补 一种有些猎奇的画面出现在了眼前 融成了一团橙枝 重新塑形的样子 然而就在双方开始融合的刹那 那边徐悦也用指甲 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控制着伤口不愈合 大量的粘稠 如水银一般的淡金色血液坠落 落入了那些橙枝当中 千变万化 滴血重生 每一根头发 每一滴鲜血 每一个细胞都融入了自身意志 和四阶的灵肉合一意区同工 而且吞噬性还要更强 只要意志不磨灭 哪怕只有一滴血也能轻易重生 这些血液和橙枝混在一起 也在疯狂地粉碎着橙枝中的一切 将橙枝完全同化 在对方完成最后蜕变之前 便完全剪断了对方 与原本世界的联系 粉碎了所有 顺着血液流入了体内 该死的 我们不会就这么屈服的 啊 不管是罗干道 亚当还是其他残留轮回者的意志 在发现了徐悦的举动之后 都基于发狂 似乎依然还准备继续抗争 我和这种没经验的家伙可不一样 多次烹饪吞下过世界意志的徐悦而言 要粉碎他们吸收最为纯净的力量和底蕴 毫无疑问是弹指之间的事 以他无垢神魂的坚韧 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级别 那开始朝着徐悦体内融入的橙枝 在进入之后 才是感觉到了那一直被牢牢束缚住 惊鸿一瞥的伟岸之力 亚当的目的是补全后造神 成为更高的生命层次 当他从对方血液中 隐约察觉到了那一股终极力量后 才是愕然地发现 人家一直都在自己的终点后面 轮 轮回者 感受着那一股空间枷锁之后的力量存在 此时武藤与他们几人 也才是真正的有了一丝名物 不是吧 人家连接锁都不需要就能达到这等地步 我们真的是进行的同一个任务吗 这真的是惩罚任务吗 这种最为不可能的结果 才是真正的事实 然而 现在才明白 显然一切都太迟了 背负的那让人头皮发炸的债务 比死亡还要更加可怕 第1692章 不响 不错的积累 当那些橙汁全部化作了徐悦血液的颜色 随后好似拥有意识一般的主动回归体内的时候 徐悦闭上眼睛 也感应到了那一股厚重的积累 虽然至少没有多少稀奇 和以前吃过的那些类似 但亮的上棉 却的确还较为不错 因为此番世界的存在内心最深处 都拥有着心灵之光这种东西 所以哪怕亚当吸收的人数还不多 这种补权都已经很可观了 更别说里面还有着不少四阶 甚至四阶中的 比自己想象当中要好一些 如果自己不借用那最微妙的时机 不靠着罗干道和那几个角局的轮回者 等到亚当完全掌控了力量后 那自己恐怕要靠着解锁 才能吞噬下去了 而一旦要进行解锁 这种积累对比本体的量来说 重要性却也就要小得多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两道人影先后从漫天黄沙中走出 出现在了徐悦的左右两侧 相貌都极为相似 只是脸上的疤痕相反 正是正扎正体与复制体 诶 你们两个一起过来 楚轩的安排吗 徐悦有些好奇地问道 楚轩是聪明人 总归有她的原因的 我也没想到她会在这里 手上已经多出了好几条海贼绑带的正扎 脸色一片凝重和悲伤 海贼绑带只有自己的队友 死亡后才会出现在自己手上 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 而自己的队友之所以会这样 全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出最好的条件 用最完美的状态迎战复制体 可她也没有想到 最后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我也没有想到 不过既然你能够保持完全状态见到我 那我也会给你全力一战来当作奖励 复制体正扎看着前面的情况 虽然也是一种在意料之外的样子 但却并没有多奇怪 自己的正体已经不能再给自己提供乐趣了 现在她最大的乐趣 便是眼前那位当初有着怪异心灵之光的家伙 是吗 就让徐悦顾问来当作见证吧 正体正扎 满脸凝重 同时也进入到了前龙变的状态 自身各方面属性都大幅度提升 嗯 我想你们可能是误会了两位楚轩的意思了 徐悦抬了抬手向下压了压 嗯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徐悦 我想他们两人同时让你们过来 只是为了让你们顺应大事 看谁能搭乘到末班车 而我 就是是 徐悦手指动弹了一下 澎湃的气血喷涌而起 遮天蔽日 好似能摘星揽月 无所不能 四周空间也出现了诸多细碎的裂纹 似乎承受不住这股压力一般 公平起见 我也只用这个世界得到的能力 当然 因为境界上的差距 其实公平也仅仅只是相对而言 能够从零开始获得当前的实力 你们的确都能够被称为当之无愧的天才 在我遇见的天才中 我徐悦愿称你们为最强 一圈圈的气场不断扩散 整片大地都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似乎连脚下星球都无法承受这股重力 如果不是力量的精确控制 小破球恐怕早就已经支离破碎了 足够镇压世界的大千之气 真正身躯化作神器 这就是徐悦演化而来的人先武道 恐怖的气血之力 犹如完成了空间的封锁 将眼前这片区域 完全从整个世界剥离 在四阶后期入微细小到原子阶段 能直接解析能量的操控下 两两家城简直如虎添翼 林圣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两位正渣都不有脸色一变 他们能够感应到对方 还在四阶高级之上的层次 但冥冥中却也告诉了他们 这并没有到五阶 而是一种五阶之下 但到达难度比五阶还要更难的特殊状态 这 也是两人即将要走过的目标 这种目标和前进方向 比任何时期都要明确 最强 最强可只有一个 你也太不走心了 复制体正渣浑身被一股黑色火焰所包裹 一种恐怖的厚重感出现 强行在这气血空间当中 撕裂开辟出了一道黑色火焰空间 另外一边的正渣正体 则更是以肉身柔和绝对的力量 以力正道 开天辟地一般的撕裂 开来了一道属于自己的地盘 连心灵之光都还没用处吗 正渣正体 脸色也一阵严肃 因为同伴们的赠予 以及当前莫名的压迫 此时 它也已经临时进入了四阶高级的层次 虽然依然还是三人当中的最弱者 但却也已经有了参与进来的资格 我觉得 你应该不会想要它用出这个 深有感受的正渣 复制体自嘲地笑了笑 随后便是抬起了手 一点又一点的黑色点滴 出现在了它四周 一股恐怖的拉扯力与撕裂一切的吞噬力出现 哪怕眼前的血色空间都出现了剧烈震动 圆暗 宇宙终结 先形成黑洞雏形的黑洞空间 随后瞬间聚合变成成形黑洞 能够吞噬一切 压它一切 毁灭一切 粉碎一切 这也是它当前最强的能力 面对赐予自己最强称号的家伙 它觉得自己有必要给予足够的尊敬和重视 很不错的力量和想法 只可惜成形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 还是长了点 黑洞雏形本身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大型强子碰撞机 也能制造出短暂的瞬间黑洞 多玛姆那家伙 在这方面的力量运用也很有特色 不过任由你这样下去的话 把我的封锁撑破了 多少还是有些麻烦的 徐悦一边随意地开口说着 一边也一步一步朝着正扎复制体走去 无视了一切引力 无视了一切扭曲 似乎这些力量本身就不存在 完全作用不到它身上一般 明明就在眼前 也没有进入什么空间架层 不 应该说 哪怕进入了空间架层 在这种足够压它空间的崩坏力量下 也不可能不受影响 对方就是纯纯翠翠的走了过来 你想要的心灵之光 伸出手指 点上了复制体手心上的核心点后 四周的一切黑点便是被驱散一空 烟消云散 不 我不想要 明明开始是正体说的 第1693章 回归 看来 大师依然还是站在我们这边 楚轩正体看着张小雪燃烧因果点 将复制体带走后 也撇头看向了一个方向 血色空间破碎 正扎正体看着自我燃烧 宁为玉碎的复制体 心中的诸多包袱也都放了下来 不过随后便是脸色忽然一变 不好 一旦其他小队消失 我就将失去复活他们的希望了 原本的话 罗干道是 还苟了下来的 但这一次为了让利益最大化 哪怕空间准备付钱赎回他 徐悦也毫不犹豫地吃掉了 不把罗干道加上 自己没把握在解锁前完成吞噬 况且 轮回者卖了这么多 一个罗干道的费用 徐悦也觉得索然无味 虽然帮你复活一下 他们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这种事 你应该想要自己来 徐悦抛了个卫星电话 出去给正扎 南烟州小队现在可还存活了下来的 而且他们那位队长也已经完成了十人杀的目标 只要正扎不去杀他的话 还是能够继续踏上他的无限征程 复活队友 那么 后会无期 徐悦抬手凝聚全意 撕裂虚空 将幻雄士下面风潮的随便两个家伙拎了上来 一个甩给了原赖血 一个直接掐断了脖子 与此同时 还将那一支替病毒解药给甩了出去 终合全球所有病毒后 便是直接消失在了正扎眼前 看得正扎表情一阵猛逼 喂 等一下啊 你能直接全部复活就复活啊 鬼愿意踏上什么无限征程啊 随后他还看向了那些应声倒地的丧尸 有些茫然 嗯 还有 眼前这到底是啥剧情 生化三里完全没有吧 主神对这个世界的改动真大 回归在藤原家主宅 抬头透过木制天花板 看向了天空中涌动的乌云 徐悦也是随意地笑了笑 并没有什么在意 只要自己愿意 随时能斩出天意一刀 大到留痕 但很显然 下界徐悦看不上 本来在下界 他就能独立于因果轮回之外 哪怕没有重生权限 也能靠着意念复活 不死不灭 况且 现在的临圣积累 因为吞吃掉了亚当 还是在解锁前吞吃掉的 现在积累等比增幅 再加上那些轮回者 卖身换来的全部资金投入 如今这一刀下去 下界可能 呃 是肯定会死 自己可能也没钱赔得起 主上 一切还顺利吗 一道柔柔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侧眼望去是一位一身和服 恭敬跪坐在一旁的美貌妇人 哦 对了 是井上家康 为了表示歉意送来的来着 不过显然 徐悦没兴趣 在这种世上和一个名字都没记住的女人交流 去把你们家主叫来吧 徐悦随意地挥了挥手 那位只穿着和服的美貌女子 便先是很有诚意地行了个礼 随后告退离开 没过多久 藤原家主便已来到了徐悦面前 脸上带着一阵习意地说道 徐悦大人 我已经得到了武藤家和原氏那边的消息了 所有上次任务的乱入者都废了 除了几个失去了记忆扣钱有限的普通轮回者外 主力全都背负了高额的债务 也失去了空间的记忆 不亏是您亲自出手 藤原家主想到这个时候 心底也一阵后怕 还好自己沙发果断 做出了最为英明的决定 不然的话 很可能死亡都不是解脱 那些人就准备打一辈子攻吧 哦 是这样的消息吗 徐悦点了点头 看来原赖血隐藏得还不错 他的确也背负了债务 不过他只是背了些利息 相对收获来说 简直毛毛雨了 自己可是帮他开到了四阶基因所 就目前他的实力 权力爆发的话 已经是原氏家族的第一人 以他的能力和手腕 加上现在潜伏的隐藏 原氏变成伪君 也只是时间问题 武藤家和原氏 可谓是皇族最为忠诚的两条忠犬 这一次也是元气大伤了 藤原家主继续吹捧着 嗯 暂时不用再针对原氏了 那边我另有安排 我交代你的其他事 办得怎么样了 徐悦打断了藤原家主的吹捧 让后者也正色了起来 因为当初陨落过一次的关系 现在 牧人明显谨慎了很多 就算是我想要对他本人做出安排 也有相当的难度 不过王储和皇太孙 急需证明他们的能力 巩固地位 倒是可以确保下一次任务的偶遇 不知您是想要收服他们 还是 藤原家主脸上 也露出了探寻的表情 似乎想要揣摩一下 徐悦的想法 哦 他们啊 我没兴趣 他们带的人倒是可以 徐悦轻描淡写的 就直接给两人判下了急刑 让藤原家主有些叹息的同时 也一阵暗息 叹息的时号称万事一夕的皇族血统 恐怕要就此断绝了 喜的是 这样一来藤原家的作用 显然就更重要了 没人再能威胁我等的地位 我们藤原家 就算是做狗 也要做狗中王者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遭遇 而且这一次波及的人数 还是历史之最 武藤家和原氏 多达七位资深乱入者 和数十位乱入者被废 本来他们是要想合力 在惩罚任务当中 搞一些高权重能力回来的 结果偷积不成十把米 这比全体陨落都还要更伤人 乱入者的大佬 陨落虽然有复活虚弱 但毕竟底子还摆在这里 给他时间他都能自己恢复 不影响家族底蕴的 而现在 抱歉 已经全部废了 可以直接当作将他们除名了 前面已经有诸多血淋淋的例子 证明了这一点 用行尸走肉来形容都不为过 比死亡还要更加可怕 巧合 朕不相信会有这种巧合 牧人脸色凝重地与大神官对弈 落子在了棋盘之上 徐悦第一次惩罚任务手下留情 就是不想把动静搞太大 引起警觉 也是得到了藤原家的大事后 才开始稍微吃了一口 而这一口下去 果然是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 太类似了 和在大厦里的那几次都相当类似 以前惩罚任务 虽然很难得到好处 甚至要扣钱 但给所有人的印象都是安全这一个 然而不知道从哪次开始 就逐渐流出了各种比死亡还可怕的卖生气 在大厦的几次 很明显也是针对的我们与清廷 这里本土又出现后 说不定 有某个能够吃透惩罚任务的势力 盯上了我们 如果以前的话 毫无疑问北洋嫌疑最大 但现在 在一子落下 将大神官的白旗逼成死旗后 牧人脸上表情也变得更为明重 第1694章 护道 家人殿下 这就是陛下的意思 一位侍从来到家人边上 低声对他说明了牧人的想法 让家人也不由地沉吟了起来 没想到相对稳定的帝国境内 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吗 现在理应是帝国休养生息的时期 可偏偏先后受到了诸多挫折 藤原家折戟沉沙损失惨重 武藤家和原氏 更是连复活权都没有意义 大量乱入者级别以上的存在被除名 证据 对于上位者而言 只要违心就好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证据 父皇的看法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自己现在也是在关键时候 有些动作不好 因为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就停滞下来啊 这王储 他当了太久了 本来如果上次父皇不陨落 夹杂大获全胜之威 或许就会放下黄泉 飞升上戒 哎 当初自己在大厦陨落的那一次太失分了 徐悦是吗 我迟早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天注定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就终止计划 已经投入了这么多了 东西也已经全部换好 买好了 此事至关重要 况且 藤原家不是也答应了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配合吗 我们这等战力 就算那个世界情况有些特殊 也必然可以成功 一旦我成功突破进入精锐乱入者 加上我本来的积累 在精锐级别都绝不是弱者了 再配合国运与龙气的加持 父皇应该也能够相信我的能力 把大权交给我了 家人叹了口气 有一位英明的父皇 对于王储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事 长久得压一下 他都快精神出问题了 这一次 自己必然要成功 论实力而言 自己已经能和普通的精锐抗衡 度过这次任务完成了积累 就马上可以进行精锐乱入者晋级 到时候 配合国库底蕴 必然能一飞充片 这只是路线上的建议 回头你可以进入冥想室 理顺一下 花点小钱没关系 能够方便你之后的成长 一间出租的院子当中 徐悦对陈珍进行了一些建议和指导 不过因为空间本身死要钱的特性 除了特定的场合外 想要凭空实力提升 几乎是不可能的 哪怕陈珍回头去冥想是消化掉 也需要支付一笔费用 当然 相对于能力本身的价值来说 那一笔费用还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类 这只算是给个建议和基础 下次让藤原家主带他去一次精锐级带队 才能进入的阳神世界 以他的潜力和天赋 出来便可以独当一面了 毕竟以陈珍本身在龙蛇惩罚任务当中 获得的权重 走人先五道的路子算是再合适不过 大恩不言谢 其实你可以试着谢一下 对着他们摆了摆手后 徐悦笑着离开了这间出租屋 坐上了外面的一辆汽车 待到徐悦离开后 出租屋内还有着其他留学生装束的男子 来到了陈珍面前 试探性地问道 陈珍 刚刚那一位是哪个日国的大人物吗 光子介绍的吗 的确是一位大人物 陈珍并没有说明徐悦的身份 有黑影人加成的情况下 只要徐悦愿意 随便靠着一些眼镜之类的玩意儿 就能让自己没同意的人认不出自己 所以没获得对方同意之前 他自然也不会贸然地开口 因为如今日国内的环境 他们这些留学生的处境 其实并不好 眼前这个小院都是靠着山田光子的关系 帮他们租下来的 不然只能去租最脏乱差的地方 相比来说 实力最强的陈珍混的都已经很好了 除了经常需要低调一些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进行灭口劳心劳累外 好歹不会吃什么馈 可其他的同期 日子却是一天不如一天 好多人都在想办法回国了 哎 也不知道 啥时候是个头啊 北洋都没了 感觉没什么希望了 听到深厚的叹息后 陈珍的扑克脸上 也少有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快了 希望的曙光就在眼前 要相信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企鹅商会正是在日国登陆 已经向空间注册了分会信息 并且刚刚开局 就和诸多家族 军团获得了合作伙伴关系 发展速度之快 让不少人都感到了一片哗然 不少武士和浪人都在叫嚣 不允许大厦奸商来日国赚取利益 应该将他们赶走 夺取他们的财富 不过这些声音 很快还是被那些合作的势力 给压制了下去 现在就跳出来 牧人得到了这消息后 也感到了有些惊讶 他心中已经认准了 之前武藤和袁氏两家的损失 是企鹅搞的鬼 甚至很可能 当初在大厦的多次失礼 也是企鹅下的绊子 只能说 他们前面隐藏得太好了 这次突然出现 吃香难看了点 才被真正抓住马脚 可明明现在应该努力撇清的时候 他们却主动跳了出来 是有了什么其他的打算吗 算起来 企鹅商会的所作所为 的确是没有证据 以目前企鹅商会在大厦的体量 还真不会马上撕破脸 但他们现在跳出来后 如果真的想要发难的话 还是完全可以以此为借口了 到底是什么阴谋 不对 这是他们在表示自身只为利益 没有恶意 在大厦的时候 暗地里脚风脚雨 挑拨多方乱战 实际上 他们却是在暗地里发展争彩 最后还接收了北洋的遗产 而现在来到了日国国内后 之所以先给伍藤家和袁氏来一下 那是因为这两家对企鹅是最为反感 最为敌视的 将两家的气焰打下去后 又开始露出了和气生财的做生意嘴脸 算盘倒是打得好啊 带宰蜘蛛而已 哼 先由你们养肥吧 在察觉到了企鹅的真正目的后 牧人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冷笑 这里是帝国境内 掌握了国运和龙器的皇室 可以轻易捏拿 他们赚的好处越多 能够收割的利益也就越多 夺取他们的财富 可比对本国其他势力下手方便得多 他们的格局 比自己原本预估得要小 威胁程度反倒是可以下调了 对了 家人最近是在准备精锐的积累事宜了吧 大神官阁下 到时候还请您去作为护道者 牧人虽然已经看穿了企鹅的把戏 大事还掌握在了手上 但小心无大错 这种时候 他还是为自己的继任者 添上了一道保险 呵呵 再怎么他也是老夫的弟子 这一点作为老师的 我还是要办到的 大神官满脸的笑容 摸了摸胡须 虽然是大财小用了 但毕竟是官王储 谨慎点也好 他倒是希望那个企鹅 这时候会来搅风搅雨 正好由自己一网打尽 第二十六卷 等价交换 第1695章 采购准备 倒是有些意外了 终究还是选择了这个选项吗 徐悦听到藤原家主的汇报 也似乎是感到了有些惆怅 还好上次薅的羊毛 还剩下了些 应该是够用了 而且有企鹅商会在手上 想要收集想要的物资 也无疑效率足够高 能多收一些 就多收一些吧 钢支炼金术师 家人下一次准备孤注一掷的任务 嗯 单从表现来说 钢支炼金术师的级别好似是不高 但这个空间相对却是很特殊 是高层次实力强者 很容易翻车的一个任务空间 因为这个世界的基准等价交换 乃是空间赋予的极高权重 想要在这个世界使用各种力量 你都必须要懂得基准的炼金术 理解 分解而后再够 轮回者们实力越强 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如果炼金术掌握的不够 自己用出的力量可能反过来 会消耗自己的肉体 灵魂 举个例子 一位拥有查克拉的上人级别轮回者 进入到那个世界后 可以通过高能食物甚至血肉来进行交换 让自身临时获得查克拉 而后用出忍数 才不会受到等价交换的反噬 甚至连超过某个限定的体数 也需要类似的代价交换 来临时增加细胞活力和能量 或者说直接靠着自己对土炼数的理解 以炼金术的方式来制造各种攻击 高能食物等于查克拉等于查克拉凝聚的 临时土炼数 土等于土之炼金术 两者表现相同 但内在的原理却是完全不同 不过同样的实力越强的话 在那个世界当中能够发挥出的极限力量也越强 根据企鹅商会目前收集过的情报 以及藤原家这边的一些收集 有人通过提前刻印炼金镇 成功将整个城市的所有生灵与建筑炼化 爆发出了超越自身极限的攻击 以弱胜强反败为胜 当然除了这些外 这个世界当中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可以进行大幅度增加炼金术 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消耗品的特殊道具 闲者之石 嗯 当然 轮回者们只能搞到残次的血红之石 并且称呼上 他们也是称血红之石为闲者之石 不过血红之石的力量也已经足够了 一块血红之石足够一位乱入者级别的大佬 短时期全力爆发 当然 这只是血红之石这种道具最为粗劣的用法 家人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世界作为积累 为的就是收集到足够的道具 足够的天才地宝 甚至加上空间的任务点 完成一次生命蜕变的仪式 借助那个世界独特的等价交换 蛮横的以诸多宝物 积累配合伪劣版的贤者之石和他们琢磨出来的炼金镇来堆砌自身 恰巧因为世界的独特性 所以这种科要升级流的弊端被最大化的压制了 这已经是轮回空间的高端情报 对于普通的轮回者们来说 只知道贤者之石很贵 值得收集 甚至还有人用残次品拿到其他世界大沙特沙收集灵魂 出现了诸多变种的石头 毕竟家人作为王储 本身的行动还是足够隐秘 只放出一些两可的选项 提前就暗中将日国境内的一切贤者之石都扫荡一空 甚至还派人出去其他国家收购 现在才确定他的下一步计划 算是有点后知后觉了 临时再收 哪怕以企鹅商会的能力 在下次进入任务之前 恐怕也很难收到同等的量 倒不是钱的问题 轮回者们的贤者之石 毕竟都是劣质版的血红之石 顶了天能用A级剧情点交易 不可能达到S级 以企鹅商会A级剧情点的储备 将物价抬高几倍 都是轻而易举 但毕竟产量终究有限 出厂速度也摆在这里 在家人已经大肆扫荡了一波后 还能得到的已经少得可怜 就算炒到十倍的价格 能够收到的也就和两倍价格没啥差别 好在大厦被企鹅商会垄断了商业 为了不走漏消息 家人还是没有去大厦收购 所以扫荡一下的话 倒也能汇聚一股基础术 大厦轮回者数目基数摆在这里 加上企鹅的能力 达到家人采购的三分之一 应该是够了 而且除了闲者之实外 其他能够带来提升的天才地宝 也是多多益善 借助那特殊空间 是少有可以纯粹靠量来提升质的地方 虽然性价比算不上高 可对于不差钱的拙来说 毫无疑问是最佳的突破地点 提前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也是重中之重 既然要跟着进去一趟 那徐悦显然也不想浪费 自己魔改的临圣积累 正好也是能用这些玩意儿堆的 不能浪费了 企鹅商会因为一直无法提供 S级以上的战略资源 整体上除了情报和对家乡的帮扶外 单单对徐悦个人来说 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有限 但这一次 却也可以发挥发挥企鹅商会的底蕴了 闲者之实收集不来 但其他那些各种天才地宝 哪怕家人亲近皇族的力量 也不够给企鹅商会的效率提携的 先让他跑39米 都能瞬间赶超 而在这间歇期 双方便是默契地 开始了各自的物资积累 本来的话 徐悦大概也会认为 能够和平地 过渡到下一次任务进入 毕竟自己没准备搞事嘛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不想搞事 但有人想 被跟踪了 很好用的乌尔齐奥拉站在徐悦面前 将每一周收集的物资交付给了徐悦 同时也说出了让徐悦有些意外的事 嗯 可能是最近我们收购的太频繁了 引起了他们的一些注意 日国的商人也有很多 通过反向计算 他们大概能够预估出我们收了多少货 徐悦只肩敲了敲桌面 大概明白了是咋回事 本来前段时间应该就怀疑 企鹅商会是造成两大家团灭的惨案元凶了 乌尔齐奥拉本身也算是企鹅商会的知名强者了 毕竟他们情报再怎么落后 也应该能查到这些 乌尔齐奥拉他们这些出来的家伙 前行能力可没有自己强 好吧 这次回去应该没啥问题 下次等半个月再将东西带过来 徐悦很是随意地做出了指示 让习惯作为工具人的乌尔齐奥拉也点头应命 好吧 一周收集的货就已经被窥视了 攒下两周的东西 还是家人也在收购的东西 应该会忍不住的吧 乌尔齐奥拉来日国算得上是工干 表面上是企鹅商会嗅到了日国的商机 天才地宝价格大幅上涨 过来一边大肆购买着日国市面上的货物 一边囤货炒作 很标准的奸商嘴脸 家人他们会突然盯上乌尔齐奥拉 和他们在本国购买越来越艰难 也有很大关系 好吧 既然想要 那就来拿吧 第1696章 真对 一艘巨型蒸汽游轮 缓缓地在海面上行驶着 带着诸多乘客从天津港前往日国 只是从高空视角俯视下去 游轮的前进方向上 无数深海阴影遍布在水面下方 形成了一道复杂的阵法 每一个阵法节点附近 都有一两个潜伏在水下的人影 牢牢盯着上方经过的游轮 再确认一遍 这几位关键人物实力不弱 都有着顶尖资深乱入的水准 代号沃尔齐奥拉 走的是破面路子 应该是得到了NO.4的真传 甚至清出于蓝 柔和了诸多其他的能力 代号与之波佑 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个 已经开启了四沟玉血轮眼 千万不要和他对视 我们有心算无心 实力上的差距和埋伏 尽可能要打出无损结局 夺取好处 那发号施令的人影 同时还掏出了一份卷轴 明明在水中 但却丝毫不受影响 莫名向外散发着一股威严 天皇斥令 在日国境内 强行改变道具所有权的圣旨 以国运和龙器为依托 在击败他们的瞬间使用 足够将他们身上 押运的物资所有权 强行掠夺而来 当然 这种斥令使用的条件 也颇为苛刻 首先要击败对方 让对方失去反抗能力 其次 对方身上战力加成的 装备类物品 无法掠夺 只能掠夺消耗品和道具 通常来说 这种东西用的比较少了 因为性价比不够 可现在用在这里 确实刚好合适 在开始着手调查 企鹅商会的物资吞吐量后 他们才是愕然地发现 当这家商会开始运作之时 那种流水的总量 当真是害人听闻 一种单一实体连锁店 被全体电商爆锤的画面 家人店下以皇家的优势 在本国境内收集 以及国际上的收购 这么久的时间 都不如对方一个周的收购量 所以当发现他们 突然囤积了半个月的物资 准备来日国倒卖的时候 便是完全忍不住这种诱惑了 说实话 以家人的目的来说 就算是花钱买下来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这一大笔的投入 就算他贵位王储 也感到了相当的肉疼 能够免费拿到 我为何要买 况且企鹅商会 竟然敢在本国搅风搅雨 那他们就得有着被针对的觉悟 武藤家和元氏的仇 就由我们来报复了 很好 已经越过边界线 进入领海 准备激活隔离结界 准备 骑 游轮之上 甲板上穿着黑底红云袍的 乌尔齐奥拉和宇智波佑 也感受到了那股将整艘游轮都笼罩进来的巨大结界 只见一望无际的海面之上 突然见六道水柱冲天而起 连接天地 水柱之间的一切 便好似被完全隔离了开来 与此同时 两人耳边都传来了空间提示声 特殊地形 在隔离空间内 现实使用力量的消耗将大幅降低 注意事项 超凡之力不能超过隔离空间的限制 超出空间范围内的任何超凡之力 都不会获得豁免 游轮上虽然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无法察觉到 可轮回者也有不少 这空间提示出现后 不少惊呼声便从游轮人群中传来 不少人脸上突然就浮现出了惊恐之色 毫无疑问 他们也都是轮回者了 不是前往日国留学的 就是做生意的 大厦人和日国人都有 就在惊呼声彼此起伏 大多数普通人都感到了一阵茫然和猛逼的时候 水面突然破开多处水花 诸多人影一跃而起 水盾 水龙弹 第一波起跳的人影 每个人都是异常默契地完成了结印 在日国方面 使用活影体系的轮回者数目绝不在少数 轻易就能组织奇人者军团 联合使用集团忍数 水龙弹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高级技能 但就和当初搬野的好火灭 却被集团忍数挡住一样 当多人同时使用同一种忍数 默契程度越高 联合攻击的威力就越大 诸多水龙在天空汇聚 请客间一条百丈巨龙便已成形 很快便比整艘游轮都还要更加庞大 狠狠地朝着下方撕咬而来 引起了一片绝望的尖叫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些人吗 怎么会 怎么会攻击我们 船上到底有什么人招惹了他们 不管是普通人 还是其他的散人轮回者 面对这种集团联合攻击 都是毫无反抗之力 都犹如带载羔羊一般 绝望地看着那呼啸而来的巨龙 鸡 刺耳的尖锐声出现 一时间所有人都似乎感觉到了耳朵的侍从 自那尖锐声出现后 世界便一片寂静 随后那猙獰的水龙 便是整个地出现了一道贯穿的巨大缺口 好似凭空缺掉了一大块一半 轻描淡写地 将那联合水龙击溃 乌尔齐奥拉也面瘫地放下了手指 果然是王虚闪光 但你还是太大意了 肆意地笑声出现 随后三道灵符 从那破碎的水龙当中 积涉而出 顺应着乌尔齐奥拉的虚闪灵压气息 直接朝着他追踪而来 这是专门克制灵体的阴阳师高级俘禄 为什么轮回者们这么重视情报 那就是因为得到了对方的情报后 针对性部之下 想要以弱胜强都大有可为 更别说还是以多其少的围攻了 感受着那三道灵符中散发的威胁气息 乌尔齐奥拉脸上也出现了一丝亚然 那三道灵符对于其他人而言 可能也就是寻常乱入者级别的攻击 但对自己而言 却已经有了足够的威胁 这是算出了这联合巨龙出现 出手的人会是自己 对自己两人的情报 看来了解得很透彻了 不过未等浮路降临 一排排红色巨大肋骨 便出现在了乌尔齐奥拉身边 完全将它包裹了进去 随后骨肉皮膜 全身副甲 一道巨大的红色巨人拔地而起 那三道浮路也完全被这巨人所抵挡 然而这原本三道 好似针对乌尔齐奥拉的灵体浮路 在撞上了虚左能呼后 却是自主地燃烧了起来 化作了诸多火焰锁链 直接将整个虚左能呼完全缠绕 哼 虚左能呼 我们后续的攻略 可也得到了这个情报 血轮眼的力量 更多的在于精神 哪怕四沟玉血轮眼眼化的虚左能呼也不例外 你以为我的浮路对付的是旁边那破面 其实错了 我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你 一位阴阳师装扮的人影踏空而来 满脸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 他是大神官的另外一位弟子 家人的师弟 一身实力也已经出神入化 运用配套的浮路可以对付各种情况 特别是在摸清了对方的底细 做出针对后 他的实力能大幅度拔高 精妙绝伦的布局下 就算是精锐乱入也有为杀的契机 第1697章 实力 哦 的确是很有针对性 感受着虚左能呼上那强大的束缚力 与至波佑露出了和乌尔齐奥拉一样的面谈脸 专门针对性的浮路 的确是发挥了爆炸的效果 如果是以前的自己 恐怕除了用出天照将锁链烧毁外 真的很难有什么有效手段了 不过 咔嚓 随着完全体虚左能呼的一次挥动 那些锁链便是寸寸进断 让阴阳师秦川脸上都露出了一阵惊诧 他有预料到对方的挣脱 甚至可以说 以对方的实力摆脱这一次束缚 是理所当然 自己后面还接连准备了大餐 然而在他看来 对方要挣脱 也最少得费一番手脚才是 而不是这样 好像扫除身上蜘蛛网一般的轻易 本来将他们预估成顶尖轮回者 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可现在看来 这点面子却绝对不够 怎么可能 在原是假失踪后 本以为孙武不出 大厦的最强者 是那个击败过家人殿下的徐悦的 被公认为 拥有抗衡精锐乱入者资格的极限资深 自己等人本来的配置 甚至就考虑了徐悦 同样在船上的情况 哪怕是他出现 靠着默契的配合与针对 自己也同样可以拿下 可现在 竟然随便冒出一个家伙 竟然就已经要逼得自己 用出全部底牌了 情报官是吃屎的吗 这两个企鹅商会的活跃大佬资料 就这么难找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的晴川 随后便是迅速地抬手 甩出了四张浮路 环绕四周 伴随着浮路的燃烧 那原本被击碎的水龙再次凝聚 而且与之前不同 这一条巨龙身上 还燃烧起了蓝色火焰 威严无边 这是可以直接灼烧灵魂的火焰 哪怕是使用变种投影魔术的徐悦 也会被这一招克制 这也是这一次 会让自己出马的原因 乌尔齐奥拉 宇智波佑以及徐悦 都在自己的克制范围内 很不错的招式 但也仅限于不错 不见虚左能呼内的宇智波又有什么动作 大量自然气息便是笼罩在了虚左能呼身上 让虚左能呼表面都燃烧起了一层自然气息的火焰 宇智波佑以前并不擅长仙树 甚至无法掌握 但在仙剑世界当中学习了五行仙法互补后 如今无论是他的顿术还是仙法都是信手捏来 当自然气息暴涨 那巨大的虚左能呼便是伴随着与智波又同时结印 仙法 风卷残云 平静的海面 骤然间犹如台风肆虐 天空乌云压下 形成了一道台风眼的形状 犹如利刃一般的锋刃开始逐步出现 而且数目越来越多 几何式的暴增 战略能力 曹 一直对几方很有自信的秦川 此时便是脸色狂变 那被蓝色火焰所覆盖的巨龙 毫不犹豫地朝着同样巨大的虚左能呼冲去 同时再次甩出几道俘虏 以金刚界的方式笼罩在了自己四周 不想死就快进来 面对那种头皮发麻的锋刃攻击 就算是以他的实力和准备充分的诸多俘虏 此时也只敢维持一处并不算大的结界 虽然其他轮回者发现不对 也开始提前朝着结界冲来 可在那骤然爆发 将内部一切都凌迟的风暴面前 最终竟然只有一半人成功逃入了结界内 乱入者级别以下 瞬间团灭 如果不是阴阳师的盾套上 就算是乱入者也休想在这种范围攻击中逃生 整个封锁的空间内都是被死亡风暴所覆盖 唯独两人脚下的游轮幸免于难 船上的普通人和其他轮回者 看着那咫尺之外的世界末日景象 一阵瑟瑟发抖的同时 也莫名多出了一些希望 似乎 我们这边更强一些 而此时 那条巨龙也已经冲撞缠绕在了虚左能呼身上 虽然未能破开虚左能呼的防御 但却也卡死了虚左能呼的手臂 比起之前那些锁链的束缚要强大得多 打断了那伤害瞬间爆炸的风卷残云 不过 风卷残云清空砸兵的目的已经达到 现在打断除了能减少金刚界的消耗外 已经迟了 单单短暂地弄出了一条能够正面抗衡 完全体虚左能呼的巨龙 这次的领队实力是的确值得称赞的 毕竟他的手段多样化也已经体现了出来 完全拥有着自傲的资本 只可惜连续的大招折戟沉沙 甚至还反过来落入了下风 此时让他的脸色也显得很难看 之前那种强大的技能简直就是团战力气 瞬间就可以淘汰掉所有实力不够的 此时自己带来的队伍也算得上空前强大了 道具齐全 加上在特定针对下足够对付精锐巨拨的自己 以及五位一流的资深 自己等人 可以说是家人殿下手下能够调用的绝大部分主力 然而现在他才发现 除了自己之外 哪怕那五位一流资深都很难插手到这种大开大合的战斗 太夸张了 对方随手一击就能伤到自己的帮手 而自己的帮手却打不穿那乌龟壳 须左能呼怎么能这么强大 现在不管如何都必须要先破开对方的乌龟壳 一旦破开乌龟壳 自己的队友就能够进行支援了 不惜代价 伴随着阴阳师的双手合时拉扯 一连串的浮路犹如扑克牌一般的从掌心浮现 去 漫天浮路好似不要钱一般 涌入到了那巨龙体内 哪怕是完全体的虚左能呼表面 都被勒出了道道裂痕 有去 随着裂痕的出现 须左能呼便是取下了腰间的葫芦 一道诡异的火焰斩出 覆盖了巨龙全身 随后 那巨龙竟然被火焰席卷 带着吸向了葫芦开口 靠近的部分不断缩小 好像要被吸入其中一样 封印神器 十全剑 封印术可谓是火影世界最高权重的能力 十全剑更是封印神器 配合须左能呼完全体 那将须左能呼乐到裂开的巨龙 完全挣扎不开 哼 天真 阴阳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 只是冷笑了一声 随后燃烧了手上一条纸质的迷迷小龙 哼 被朝着十全剑脱坠而去的巨龙 一瞬间便是蒸腾了身上的全部力量 瞬息爆发 哪怕是强如须左能呼 也被直接撕裂 那一艘巨龙更是首当其冲 顷刻间就要被那爆裂的冲击撕碎 船上的其他人 包括轮回者在内 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反应 只有着眼中的惊恐 丁 席卷而去的蓝色火焰冲击 在即将抵达甲板的时候 骤然停止 好似突然间定格一般漂浮在了空中 连虚左能呼完全体都被完全撕裂变得残破了 但那一艘邮轮却没有出现丝毫损坏 顿时就让原本认为 得手的秦川满脸骇然 什么人 你这些招式 不是本来为我准备的吗 人群中的徐悦 抬头看向天空 将那些火焰余波驱散之后 也带着一丝哑然地笑了笑 第1698章 古气 徐悦 秦川看到徐悦后 也是又惊又怒 他们的确做好了徐悦会出现的准备 阵容空前强大 可本以为 已经万无一失的局面 现在却是糜烂到了这等程度 徐悦还没出手 仅仅只是两个对方的知名高手 就已经将几方逼迫成了这样 而从徐悦那轻描淡写 化解了全部攻击的手段来看 他的能力更在那两位企鹅商会的高手之上 自己燃烧了这么多俘虏的决胜一击 完全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竟然堪堪破掉了须左能呼的防御 连里面两人的衣角都没摸到 徐悦这边更是夸张 连船都护下来了 让首领亲自出手了 真是万分抱歉 与志波又 依然还是带着面瘫脸平静地说道 无妨 此人的能力的确不错了 的确是克制向的能力 徐悦也很是无所谓的样子 随后转头看向了秦川 这样吧 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们能击败我的两位手下 我就给你们现在做狗的机会 如果不能 那就只有下次见了 徐悦那种轻描淡写的样子 除了让秦川心生忌惮的同时 也感到了一阵恼怒 竟然拖大到不出手 那好 就让我来将你们各个击破 本来秦川其实已经有了退役了 以目前与志波又和乌尔齐奥拉表现出的实力 再加上一个实力已经明确的徐悦 自己一人的确是鼓掌难鸣 不是对手 但现在 他却觉得有必要好好尝试一下 最起码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后 在全身而退 狠狠地羞辱嘲讽 可不要小看我啊 哎呦 别打脸 轻点 被与志波又和乌尔齐奥拉混合双打的秦川 感觉自己就像个沙袋一样 被从左打到右又从右打到左 寄予厚望的五位超一流滋身 根本没起到什么卵用 就浮尸在了海面上上下起伏 当实力层次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真的连介入战场的能力都欠缺 好不容易抓住了机会进来来了一套 但代价就是先在海面上起伏的尸体 越到后面 每一级的差距就越大 该死的 情报差距太大了 企鹅的威胁竟然恐怖如斯 三位都达到精锐门槛的恐怖强者 加上大厦的人口数目 顶尖站立和总体数目都有了 自己必须要留下有用自身 回去将情报透露出去 自己不是怕 只是战略后退 心中去意已绝后 秦川便是突然抽身而退 身影被乌尔齐奥拉一击打碎后 便是变成了一片纸娃娃 本体则犹如幻影一般的出现在了限定结界边缘 只要成功踏出这一步 自己就安全了 他们在想要对付自己 所需要消耗的费用将会多得可怕 到时候自己就完全拖得起了 已经来到了安全边缘后 他便是还短暂地停了下来 准备嘴炮两句 这次被你们罢了一道 但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必然会百倍回报 这里是我们帝国境内 哪怕你们实力再强 也不能为所欲为 说完两句狠话后 那一脚便已准备迈出 然而迈到一半的时候 便是突然僵硬地停了下来 哦 看来你是认输了 都准备离场了 虚空力在他旁边的徐悦 似乎是在陈述着什么 没见他有丝毫动作 秦川便已一动不动 被完全禁锢 我记得我说过 你赢下来才有着做狗的机会 输了的话就只能下次见了吧 我让你走了吗 浑身僵硬冰凉的秦川 此时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开始徐悦护驻邮轮 他还没有太大的意外 毕竟对方名声在外 主要的威能都集中在了 虚左能乎身上嘛 挡住也是理所当然 可现在 以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能力 甚至保命底牌都用了出来 替换挪移到了战场边缘 提前跑了99步了 但对方却是轻易地最后一步追上 并以自己根本就看不懂的方式 轻易地制服了自己 我曹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疑似可以匹敌精锐的 极限资深乱入者 为什么情报部门的人要害我 还有 我什么时候表示 我需要做狗的机会了 愚蠢的知难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在面对什么样的强大敌人 一时间的胜利并不能为你们带来丝毫好处 而我这次的行动 也是我们王储殿下之情的 一旦我们战死 这笔账也必然会算在你们头上 如果你们想要杀我 就要准备面临帝国无穷无尽的报复 不要忘记 这里已经是帝国的领海 秦川稳定了自己的心境 企图用言语来殉命 活捉了自己 拿去交换也能换来一定的利益 不至于杀我吧 马上就要陪着殿下去执行任务 杀了的话又要补权限 又要付费解除虚弱 相当昂贵的 我有重生权限的 杀害自己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处 不如换点钱财 不要妄想个体抗衡集体 有实力也不能为所欲为 秦川依然还在试图恐吓一下 抱歉 有实力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 希望下次见面 你还能保持这样的骨气 不然也太无趣了 徐悦笑盈盈地对对方摆了白手 随后伸出手指做枪状 BIU 那玩闹事的BIU一下后 秦川整个人便以化作了光点 被打成了基本例子 没能留下他 真是万分抱歉 乌尔齐奥拉单膝跪地平静地说道 无妨 他的能力对你们有克制 而且有着对血轮演的充分准备和经验 没有一次和又对事 你们能这么短的时间提升到这等层次 已经不错了 来而不往非离也 既然他们盯上了我们的祸 那我们动他们的祸也是理所当然 走吧 回头瞥了一眼 游轮上那群惊恐的人影 徐悦也没有丝毫处理的意思 无所谓了 就像秦川说的那样 只要他们在这里出事了 必然会算到企鹅的头上 算就算吧 既然自己已经来到了日国境内 而且现在已经达到了眼前局面 他们就算想立刻前往大厦报复都不可能 桥头堡都是我的人了 你们拿什么做跳板 就看能够挣扎多久吧 首领 虽然商会也有现实行动的道具 但在当前的权限下 还无法在战备母版的日国境内使用 只能去拦截他们的采购运输人员 而且我们并没有类似的掠夺权限道具 与致波又皱眉地说道 以换数操控让他们签订契约和交出物品所有权是办不到的 听到与致波又的话 徐悦也是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无妨 我会让他们自愿交出来的 第1699章 求吻 欧洲风云突变 加上一战时期美国的获利 眼前接断美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性日益提升 昔日的老大哥不列颠已经露出了疲态 就贸易 繁荣 资源储备等等方面来说 米国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强 精锐乱入者这种战略及力量的数目也已经最多 亚当斯 罗师傅 洛克菲勒 摩根等家族因为常年来资本的积累堆砌 吸收财富 拥有着全球最多的精锐乱入者数目 远超任何单一国家 目前最缺的 仅仅就是那种精锐乱入者级别当中能够一锤定音的强者 缺乏类似于法国那位老祖 英皇 德皇那种传奇级别的存在 甚至目前来说都没有人能够抗衡日国的牧人 而且因为建国时间太短 能够借助到的上界支援与指引也很尴尬 偶尔要用也只能去蹭一蹭欧洲伙伴的车 加上军阵上的积累比不过英国 所以哪怕是下界的排名 目前也还是第二 可就物资和商业气氛而言 却是要统领全球 就算如今大夏有着企鹅的氛围和回血 可因为之前被掏空的底子 积累和存量方面目前也远远比不过米利坚 只是产出效率上已经超过了 所以这里也是家人安排人手收购的重地 甚至单独安排了一条流线型科幻杆十足的 特种舰船金刚号全程接送 悬浮在海面上大概三米处 科幻杆十足 比起船只更像是宇宙飞船的金刚号 高速的在太平洋上挤持着 无视任何天气地形 哪怕是台风都能直接凿船 金刚号船头犹如雕塑一般站立 浑身都透露着一股威严气息 穿着一丝不苟帝国军装的东服剑弓衣人 看着前方将破碎水花 全都挡在外面的剑船护盾 脸上表情莫名有些凝重 作为牧人的养子 接受了亲王宣夏之礼的正牌亲王 就算家人作为王储也很难使唤的动他 这次他是在牧人的授意下 亲自出面帮自己的异地一把 前往米国后 见证了米国的强者基数与质量 还有他们那浓郁的商业氛围后 着实让他感到了大为震撼 单单从市场流通量和氛围 就隐约能够看得出 这个国家的强大底蕴 那是一种远远凌驾于帝国之上的姿态 也正因为那边的物资丰富得有些过分 所以他的筹备和收集 才是比原计划晚了这么多 不过时间上倒也来得及了 超额超量地完成了这次采购 家人只会有感谢 只是莫名的 从今天从一早上开始 他就总有一种浓郁不安的感觉 虽然在见证过米国的强盛后 他就一直隐约有一种不安缠绕 但这股不安 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烈 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 亲王殿下 特种雷达扫描 一百公里内并没有出现 其他船只和轮回者的气息 一位通信员从剑桥市当中出来 汇报了之前东福建工一人下达的指令情况 虽然不知道这位殿下为何突然要求开启 需要增加付费的特种雷达 但面对这种命令 依然还是义无反顾地执行了 太平洋太过广阔 而能够遇空而行的金刚号本身 也没有走传统航道 能够碰到其他船就有鬼了 完全不明白 亲王大人在担心什么 然而近乎于就在他刚刚汇报完 凄厉的警报声便是撤响了全船 一直犹如礁石一般 巍峨不动的东福建工一人 立刻便是冲入了舰桥 力声问道 什么情况 报告亲王殿下 有另外一艘特种船只 正从前方靠近 已经进入了雷达捕捉范围 距离一百公里 通过信号反射对比来看 是远北洋的静远号 双方算得上是老对手了 双方能够拿来 现实使用的特种舰船 都各自心里有数 听到了是静远号后 东福建工一人的脸色 也变得愈发阴沉了 这么广阔的太平洋 会就这么 偶遇的可能性太小了 必然是对方主动前来 金刚号的航线竟然泄漏了 还是说我们在美国收购的动作 被察觉到了 很显然对方此次前来 定然不怀好意 不说原本双方的微妙关系 就说这么不声不哈的突然靠近 难道只是过来打个招呼吗 各单位准备备战 阵底班向我靠拢 听到东福建工一人 如此如临大敌的安排 其实不少人都感到了 有些不能理解 这次因为事关重大 加上东福建工一人 本身也是皇族 所以他是拥有军阵傍身的 可现世的冲突用军阵来杠 谁会这样啊 有啥好处啊 轮回者的道具 所有权你又得不到 这里也是公海 也没有什么圣旨之类 能够夺取所有权的道具 只是为了击杀一次 就动用军阵这种战略能力 虽然因为最近为了让西方那些老牌列强安心 让他们放心打 帝国是下放了军阵权限 有消耗指标了 在认为利益足够的情况下 可以用来开荒 但眼前这种完全没好处的地方 哪怕对方有备而来 而且真的带来了军阵 当他们使用的刹那 其实就已经输了 任务空间当中击杀 还能让对方损失这次任务所得 某些时候也能达到战略目的 现实当中各种战略意义 都可谓是大幅下降了 完全地得不偿失 就旁边另外几位高管来说 甚至宁愿对方使用军阵将几方团灭 也不愿意使用军阵反击 要不我们改变一下航道 金刚号的舰长试探性地 对这位亲王大爷问道 尽量吧 我们性能虽好些 但航程已经太远了 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一些代价 堵住我们的机会不小 东福建工一人脸色凝重 对方选择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妙了 在前一段距离就要进入领海 而来回横穿了太平洋的金刚号 目前的状态 的确是不适合掉头和对方多圈子 只能稍微改变前进方向 赌一把能冲破封锁 回到领海更加稳妥 东福建工一人这边的阵容很强大 甚至还带了军阵 可即便如此 在不知道对方的情报 并且发现对方是有备而来 特地寻找己方的时候 依然还是果断地选择了尽可能避战 没有情报信息 就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而对方主动找上自己 很可能是已经掌握了己方的情报 做出了针对 这种时候 照面太过吃亏 被针对性的安排 以弱胜强都是时有发生的事 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只是 眼前这种场面 很可能这一战无法避免了 不过任何在现实发动 开辟临时战斗区域的道具 都有范围和承受限度 对方并不是提前在途径道路上准备好 只是靠着舰船本身发动的权重 无论是范围还是承受限度都相当有限 如果不愿意多做纠缠 一心必战的话 哪怕被拖入了战斗区域 也能迅速击破或者逃离 第1700章 皇族的担当 靖远号的外形 类似于超现代化的滨海作战舰 虽然迈相比起 金刚号还差一些 可因为船体较小的关系 速度和灵活却是丝毫不差 这也是北洋遗产当中 唯一能拿出来追击金刚号的舰船 维持的维护费也不高 性价比算是相当不错了 首领 战斗空间已经随时可以开辟 不过舰载的魔块 远没有之前他们 提前布置的魔块实用 与之波幼 如今也算是对轮回空间的各种事物 相当的熟悉了 他是天生的忍者 执行力高的可怕 这也是徐悦很喜欢用他和乌尔齐奥拉的原因 无妨 能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笼罩进去就行了 改变开辟的形状 压缩宽度 尽量拉长 双方都能互相捕获对方的行踪 能够明显地看出对方的船只 在谨慎地绕行 大方向不改变 但却尽可能地想要错开几方 很稳重地选择 不过这一点 显然是不会让他们绊倒的 剑桥当中的乌尔齐奥拉得到了指令 也没有问为什么 只要操作地去就对了 没过多久 就调整好了魔块的形态 因为尽可能地压缩了宽度 所以在总体覆盖范围不变的情况下 笼罩的长度便是大幅度增加 突然开启的瞬息间 却是直接将远方的金刚号覆盖了进去 继续加速 不要在意引擎 我们没必要和他们碰面 无论输赢都没有什么好处 先稳妥地完成任务目标 东福建工一人冷静的命令 在舰船当中回荡 此时海平面的尽头 已经能用肉眼看到对方船只的踪迹 竟然被大下人在公海上拦截 一种淡淡的荒谬感 也浮现在了亲王的心头 虽然从属下们的表情来看 都是满脸不愤 认为这是耻辱 可作为上位者 他必须要从利益角度出发 不能意气用事 放心 我们已经将讯息发回国内 这里距离帝国本土并不远 等到我们冲回去将东西放下后 立刻就能汇集援军杀一个回马枪 到时候他欠了我们的 我们 然而不等东福建工一人的话说完 肉眼可见的一股波纹 便是从对方船上击射而出 沿途所有的海浪都被强行抹平 犹如镜面一般 隔离开来了一条 与两侧格格不入的通道 这顿时就让东福建工一人 眼瞳一阵收缩 战斗空间磨快 他们怎么弄出了这么个形状 注意 定然是有着一记强大攻击 用最快的速度从侧面冲出去 对方能够这么圆笼罩几方 侧面区域相当的薄弱 只需半分钟不到就能冲出 现在只需要提防对方的雷霆一击 东福建工一人并不会抱什么侥幸心理 对方之所以会用出这种古怪的方式 定然会有大手笔 让他们有足够的自信 一击重疮或击沉几方 可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必要吗 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 我一直想要避开你们 是因为理智上要让我选择最稳当 损失最小的选择 但 这并不意味着本王怕了你们 开局之前东福建工一人 一直都各种强力要求避站 但等到真的被笼罩后 他却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惧怕 再次一个闪身来到了船头位置 站在了所有人的最前方 连队员是假的围攻本王都参与过 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就让我来称量一下你们的金量吧 脚底微微转动 东福建工一人伸手按在了自己腰间的佩刀之上 自己可是帝国亲王 可不要小看我啊 哪怕这次是徐悦亲自出手 甚至将孙武也请了过来 这一击之力 我还是有自信能够挡下的 咔嚓 当那平静海面覆盖而来 战斗空间将金刚号笼罩的瞬间 四周空间便是骤然一片寂静 化作了黑白二色 随后一阵军裂破碎 似曾相识的画面 和进入任务空间很类似 这 这场面我还真没见过 一望无际 波澜壮阔的海面出现在了眼前 好像之前的遭遇都是幻觉一般 然而让东福建工一人惊恐的是 战斗空间的提示依然没有过去 而且这一次 他完全看不到那狭窄空间的边缘 眼前这无边无际的世界 似乎就是战斗空间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的 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模块 东福建工一人呢喃自语 旁边其他轮回者也没有回过神来 同样进入了目瞪狗呆的状态 普通的空间开辟而已 尚不得台面的小把戏 徐悦的身影 缓缓从天空走了下来 静远号的战斗模块强度不够 没办法 自己也就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 再开辟一处空间了 而且虽然战斗模块下费用已经降到了极致 但毕竟还是现实 神国什么的还是懒得开了 随便撕出一道空间也够用了 其实原本想要解决他们的话 空间都不需要开辟 直接碾死就是 不可能会有什么余波和动静的 但他们身上不是还带着许多货物吗 这里是公海 自己也没有什么强行掠夺的权限 就只有开辟一处空间 慢慢来和他们讲道理了 要感化他们 让他们自愿地将东西交出来 徐悦也没有去和他们解释什么 说什么是你们先伏击我们的货 我们才来抢劫的 而是很直白地开口道 你们运送的东西和我有缘 不如我们来好好谈一谈 轰隆 黑压压的厚重乌云笼罩天空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的雷鸣出现 大量撕裂虚空的龙卷在海面上掀起 将徐悦映衬得犹如灭世大魔王一般 这画面让东福建功一人不由咽了口口水 他的灵觉很敏锐 这和他的特殊权重能力有关 他能清楚地知道 现在并不是什么幻术和虚构 而是真正的真实 而且 一直都伴随着他的那种不安感 在对方现身的刹那就已经完全消失 没有一丝一毫 不 应该是说反倒是出现了一种安心感 一种信任感 这太可怕了 这不是说没有危机了 而是对方的存在 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力的范畴 完蛋 要粮 现实 波涛汹涌的海面之上 一个梯队的超级战机破空而来 随后连续变形化作了一台台机甲 落入了海面 视线尽头 还有着不少船只正朝着此处来源 只是此时的金刚号 却是全船还活着的水手 都在紧急对舰船进行抢修 可以明显地看到一道巨大的贯穿口 从船头穿到了船尾 穿口边缘全是一些融化的残留痕迹 以及一些电火闪烁 梯队的那一台队长机 便是闪烁着降落灯光 缓缓停在了一片狼藉的甲板上 随后 一位凹凸有致的驾驶员迅速地从中下来 是家人的亲卫队队长中山子院 亲王殿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山子院一副冷冰冰的冷艳表情 看着眼前的状况问道 我们遭到了袭击 损失惨重 家人殿下她的所有物资 都被袭击者的一份权限道具给破坏了 我对不起家人 对不起陛下啊 东福建工医人满脸凄苦和无奈的表情 差点都流下了泪水 这种真情流露 让中山子院都不由感到了一阵动容 亲王殿下身份尊贵 哪怕是搞砸了一些事 也不用担心自身地位 她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 只要不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 谁都无法动摇她 甚至连殿下都不行 可因为辜负了陛下和殿下的期望 却是如此的自责 殿下没有看错人 她的确是一位有担当的皇族中奸 第1701章 进入 兄长不要自责 我们也万万没想到 企鹅竟然做得这么绝 抱负如此果断 家人看着眼前满脸悲哀 眼角禽着泪水的东福建工医人 并没有表示生气 反倒是安慰地说道 只是听到了家人的宽慰后 东福建工医人的泪水 反倒是忍不住巴拉巴拉地流了下来 其实这也怪我 贪心企鹅商会的物资浮击了他们 但没想到他们的情报远远超乎想象 很可能伙同了失踪的袁世甲或者孙武出手 将秦川他们全都击杀了 兄长还能活着回来 我已经很高兴了 家人的话倒也并不全是安慰 他心中的确有些庆幸 在秦川他们陆续死回来时 家人当时也是极度震惊 自己失地的实力他自然清楚 在其他给他派遣的几位帮手陆续倒下后 竟然没有坚持多久 就也同样死亡 这等实力 必然是有着原是贾那一级别的强者 在暗中窥视 在失地使用了保命能力后 抓住了契机给予致命一击 所以当失地回归后 他就暗道不妙 可没想到 企鹅商会的报复 竟然会这么的果断 这么的迅速 几乎是没有丝毫停顿 直击自己一凶 而且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高权重权限 直接摧毁了自己所需要购买的物品 至于他们是如何获得情报的 家人倒是没有过多怀疑 企鹅的商业能力毋庸置疑 自己一凶在米国的收购 也算不上秘密 被他们盯上也正常 只是本来这种盯上是无所谓的 公海又不能被掠夺 利益与付出不成比例的情况下 不用过多担心 可偏偏这时候 自己发动了对他们的拦截攻击 导致了他们恼羞成怒的报复 哎 早知如此 先花些钱才买下来也好 家人满脸唏嘘 一时的贪婪 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而且本来这是个 很好的针对借口 可偏偏他们表现出的实力威慑 让几方也颇为忌惮 这也是他们敢肆无忌惮在公海拦截的原因 如果真的还有着原是贾那级别的强者 以目前帝国休养积累的情况还真不好马上动手 不过快了 一兄不用担心 等我突破精锐之时 必然会为你找回公道 家人随后还宽慰地拍了拍 东福建公一人的肩膀 他在资深阶段就有了精锐的实力 等到突破精锐后 便能一跃成为精锐当中的顶尖好手 未来是有一丝希望在飞升前 达到原是贾那一层次的 到时候自己继承皇位 配合国运与龙器 还有原是贾那级别的战力 绝对可以横推对手 哪怕是那些老牌列强 也丝毫不拒 家人 马上你就要到关键时刻了 维兄这次失手了 不如就去任务当中帮你一把吧 东福建公一人擦了擦眼泪 满脸歉意 哈哈 兄长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兄长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缓一缓 这一次有老师亲自出马帮我 没有问题的 甚至藤原家那边 也愿意给予一定援手 表示他们对我的支持 对皇室的态度 家人哈哈大笑 婉拒了东福建公一人的好意 倒不是不相信他 而是这一次任务 没必要进入这么多的主力 兄长也是帝国最顶尖层次的战力了 一次不宜太多使用指定权限 不然急用的时候 没忍上就麻烦了 大神官阁下吗 哎 这倒是也不差 东福建公一人满脸唏嘘 嗯 兄长就在这里 坐等小弟的好消息吧 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虽然少了一些物资 但整体上影响不大 本来我就是饱和式收购的 家人脸上虽然有些可惜 但却也并没有太过再一次收购点的损失 哪怕米国那边的物资 数目最多 但毕竟也是一处地点 最主要的收集 还是利用本国全市的收敛 欧洲各国的收购 也早已到账了 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就等最后的时间了 一间古色生香的木屋内 捧着一本炼金术手册的徐悦 也略微顿了下 随后将这本手册收了起来 刚知炼金术师的世界 目前来说开荒程度也还算不错了 利用企鹅商会 还有藤原家的势力 徐悦在市面上收集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炼金手册 有技能类的 也有笔记本类的 通过这些手册不断地利用自身的高视野 去理解炼金术 方便进入后的起步 以徐悦的能力 这些东西入手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却也迅速吃透 甚至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推陈出新了 除了炼金术 那个任务空间中 新国的炼丹术的一些书籍手册 也有进行了解 将炼丹术的基本原理与手段也完全吃透 虽然整体来说 两种能力的基础不一样 炼金术师很难学会炼丹术 反之亦然 但那仅仅只是局限于双方的眼界和能力 这种东西放在徐悦手中 却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融会贯通 整体上都是遵从于等价交换的法则 只是使用手段和理论不同罢了 没啥大不了的 不过一直闭门造车也不行啊 差不多也该动慎了 将书籍合拢 徐悦也感应到了任务时间的到来 咔嚓 伴随着一片破碎 徐悦也进入到了另外一处世界 看着眼前的大门 徐悦不由陷入了沉思 毫无疑问 这玩意儿就是真理之门 亦可以看作是当前世界的根源 蕴含了万物所有知识与信息 主角爱德华能够不使用炼金阵释放炼金术 就是因为进入过真理之门 得到了部分门后的讯息 但为啥自己会在这里 正准备沉入脑海寻找一些身份继承线索的徐悦 下一刻就听到了耳边一道部分男女老幼带着些许众音的呼喊 哟 你来了 抬头看去 便是看到了一个没有五官好像火柴人一样的玩意儿 真理的化身也是这个世界的神 哪怕最后被瓶中小人拉入了体内 也无法改变她的本质 好浓郁的保护之力 你开挂了吧 徐悦感受着那火柴人身上被空间赋予的保护力量 也不由擦了擦嘴角 可惜 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 除了世界本身的赋予外 空间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应该是太过契合空间本身的运行规则 共鸣状态下给予的保护 等价交换 没有主人的守护 恐怕你见面就会把我吃了吧 那火柴人也是光棍 直接坐在了地上 而这也是一场少有的有见识土著 竟然直接知道空间的存在 对方可并不是上界之人 是纯纯翠翠的世界意志 纯血土著 这还算得上是徐悦见过的第一个特例 不要把我说的好像什么坏人一样 我不是那种人 徐悦也同样坐了下来 同时也已经消化了脑海中的信息 门后的一部分 真理的代行者 作为神之化身行走于人间 不过虽然身份很高 可在人间目前的身份却很平常 只是新国的一位炼丹师 正在周游列国 前往主要故事发生地的亚美斯特里斯国图中 那个 既然我都来这里了 那门后的世界先给我看一下呗 消化完了身份后 徐悦也开始打真理之门的注意了 吃不掉就吃不掉吧 把信息都拷贝一份应该没啥吧 等价交换 火柴人的话才刚刚说完 就看到了眼前的几块血红之石 好吧 这种劣质版的闲者之石 本身的确是通用的万能代价 当作门票却也够了 第1702章 造物 你够了 这种门票只能看这么点 想要将徐悦从真理之门当中拉出来 但却拉不动 被他赖在里面不走 真理的语调当中也带着一种无奈 我有计算过的 我给出的有一枚石头 被人熔炼了诸多亡魂 当门票绰绰有余 徐悦倒也没太为难这家伙 在将想要的东西拷贝了一份后 也缓缓地从大门当中走了出来 然后伸手将真理之门关上 他给出的几块闲者之石 都是轮回者们在血红之石上加料过的 手艺都很粗糙 但不得不说的是 里面的存量却很大 不然基于等价交换原则 也他不会在里面待这么久 既然看也看过了 那就离开吧 没事不要过来 还有记住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是我的代行者 不要让我难做 火柴人一边说完 便是一边快速地结束了 和徐悦的精神对接 刚之炼金术诗 因为动画赶上漫画的关系 所以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03版有许多原创部分 一个是09FA版遵从于漫画 根据徐悦目前的了解来看 无疑是趋近于后者 这是少有原创总体不逊色于原作的两个经典 而且全篇都遵从于设定基准 没有战力暴走 该结局的时候就结局 嘴炮犀利 Boss们也认可 但却绝不会因为嘴炮而有丝毫动摇和更改 刚之炼金术诗 开局要从几百年前说起 有一个叫做塞尔克塞斯的繁华国度 因为国王想要长生不老数 利用一个编号23号的奴隶血液为媒介 让真理之门后面的部分存在寄托了上去 成为了拥有无尽知识的瓶中小人 真的是字面意思 就是一个烧瓶里的黑色妥妥 利用国王对长生不老的渴求 将整个国家都铭克了炼金阵 以整个国家作为交换 成功地炼出了贤者知识 只是他并没有将这个帮助国王长生不老 而是将力量一分为二 一部分融入自己体内 另外一部分给予了赋予自己生命的奴隶23号 并给奴隶23号取了名字 还传授了他炼金术 冯·霍恩海姆 奴隶23号的名字 同时也是主角爱德华和他弟弟的亲生父亲 而瓶中小人在将力量分出去后 自己也变成了冯·霍恩海姆的形象 开始制定他的新计划 新建了亚美斯特里斯国 几百年中引导着不断地对外进行扩张吞并 同时队内也制造混乱 等待有利时机 再一次布置大阵 想要将真理拉入自己的体内 而贤者之时炼城镇还需要五个人柱 对人柱的需求便是见过真理并平安回来的存在 比如爱德华兄弟俩 他们的父亲以及他们的老师 呃 还有现在的徐悦也可以成为人柱的素材 故事便是从爱德华兄弟想要复活母亲 触碰了炼金禁忌 进行人体炼城而开始 因为触碰禁忌 弟弟失去了身体 灵魂依附在一套盔甲上 哥哥失去了一只手一只脚 同时 因为去过真理之门门后的世界 爱德华使用炼金术可以不需要炼金镇辅助 是当之无愧的炼金术天才 呃 只是这个世界当中 他天才归天才 但比起那些老前辈来说明显还是嫩了不少 就实力表现来看虽然很出色 但从史智中都不能说是最强的那一批 盔甲弟弟更是每次战斗都得掉掉脑袋再捡起来 好在开局起点很高 一出门就能算是强者了 主线便是爱德华兄弟寻找闲者之时 想要恢复两人身体一路上的冒险 并逐步接近世界真相阻止大boss的经历 而徐悦在离开了真理所在后 便是发现自己正披着一件防沙斗篷 正静静地站在一处沙漠之中 是了 自己的身份是新国炼丹师 现在正在准备前往亚美斯特里斯国 原本连接两国的铁路已经被沙漠给掩埋 现在必须要徒步穿越沙漠才能抵达对面 根据记忆 现在大概是已经走了一半路了 而通过对真理的询问 爱德华那家伙也已经去过门后了 现在大概是剧情开始初期 差不多 先整理一下 然后找点帮手吧 徐悦轻轻跺了下脚 附近整个沙地便是一阵晃动 大量的流沙自行汇聚 最后融成了一道琉璃状的小屋 成为了徐悦临时落脚的地方 理解 分解 再构造 炼金术的展现手段 其实某种程度上和投影魔术很类似 但没办法无中生有 必须要遵从等价交换 以徐悦投影魔术的造诣 以及他那夸克级别的入微手段 其他炼金术士苦苦钻研一个方向 就为了理解更加深刻 使用起来更加容易简单的门槛 放在他这边却是毫无难度 在进来之前 就已经看了不少炼金术和炼丹术的书了 加上真理之门后面逛了一圈 想要做什么完全是信手拈来 爱德华虽然不要炼金镇 但好歹也得手拍一拍 但对徐悦来说 却是连手都不用去拍 任何物质 哪怕以前都没接触过 都能瞬间完成分解再购 只要遵从于等价交换原则嘛 虽说是有些限制 但也并不是很麻烦嘛 徐悦一边走进屋子里 一边也拿出了买来的几个版本地图 亚美斯特里斯国的 新国的 甚至旁边其他国家的也有 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血红之石 手指交错一旦 便是直接计设到了地板上 很快 伴随着地板的一阵扭曲变化 一道倩影便是从中爬了起来 是徐悦的第一个造物 爱力 召唤什么的在这个世界有着严格的限制 甚至类似于空间道具 也有诸多限定 必须要满足交换法则才能使用 但作为徐悦的造物 只需要为他创造个身体 而后用血红之石当作灵魂架码交换过来就行了 当次也就比七宗罪的人造人高级一些罢了 奇怪的世界 似乎只能使用这具身体的力量 爱力睁开了眼睛后 疑惑地看了看手掌 感受了一下 爱力也同样要遵守基本规则 不过作为人造人造物 他单论身体方面受到的限定要小得多 比如徐悦 不借用炼金阵 现在他能不能发挥到大总统那样的力量都难说 毕竟大总统也是人造人 这种羚弱感 还不是惩罚空间那样 自带空间封印BUFF的情况 当真也多少有些头疼的 如果不是因为 掌控了对自身力量细节操控的基因锁 如今对自己力量已经了如指掌了 换作以前的话 一个不小心超标了 还真有些麻烦 所以照个造物出来抛抛腿 还是很有必要的 能够省不少事 第1703章 切入人物 主人 此番世界当真神奇 一种很古怪的规则 而且世界强度完全无法撼动 爱力本身是 拥有着永久限定器的特殊召唤物 实力也属于一流水准 眼界也摆在这里 自然也能发现这个世界的不同 或许它无法和传统的世界意志比拼 但达到它这等层次 却也是能够感应到世界意志 并且了解到世界意志的规则和限制的 然而这个世界和以前的世界都不一样 就连我都没办法 这里比较特殊 这里是一些炼金术的书籍 你先看着学习一下 以后可能有用 后续的身体 你可以自己找材料 徐悦将那些炼金术的资料 都交给了爱力 而自己则是对着地图琢磨了起来 按照习惯 当然还是先将气韵之子都撸到手 然后看情况伺机而动才好 不过这一次不能直接感应到他们 需要花费的手脚也要多一些了 平日里没啥特别急的是 自己通常也只能正常赶路 不过刚知炼金术师 爱尔利克兄弟两人的名气倒也不小 天才炼金术师 只要到了亚美斯特里斯国自然就能够打听到 现在事先抵达人类聚集地才好 距离伊修巴尔很近嘛 不过现在暂时没空里回那里 规划出了一条路线 徐悦也没有再多考虑什么 自己动手做了一份料理后 便是直接在房屋里休息了 现在还在剧情前期 没必要这么赶时间 景上家康那家伙也在家人旁边 家人的目的也不是一时半会而可以达到 姑且放松一下吧 准备工作让家人他们去做就是了 到时候摘个桃子 增加点积累 还有 闲者知识练成阵吗 平中小人都能通过这个吃掉真理 自己运用这里的规则动手 应该也不违规吧 一口将盘中的料理插入嘴里 徐悦拿着纸巾擦了擦嘴 炼金术师就是这一点好 当完全掌握可以随意改变任何物质的形态和再购后 就不会缺生活物资 带着空手出门都没问题 穿着防沙斗篷的两道人影 在沙漠中穿梭着 前方一座小镇也终于落入了眼中 一位两手空空的男士 以及一位身材婀娜高挑 背着一个比自己还大背包的美丽女士 这种怪异组合 进入了小镇后还是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这位大伯 我们是来自新国的炼丹师 特地来亚美斯特里斯交流一些炼金术 不知道哪里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炼金术师的大概消息 徐悦来到一个摊位面前 掀开了头照温和地问道 炼丹师 虽然这里偶尔会有新国的商队 但炼丹师却还真的是少见啊 结果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吗 那老博笑呵呵地上下打量了徐悦一阵 随后便是开口道 你主动问我 那还真的找对人了 老头子 我对于炼金术师还是有些了解的 想要知道什么 你问吧 徐悦之所以会挑选这位老博 自然也是从他身上感应到了炼金术师的气息 而且大体判断来说 应该是一位很成熟的炼金术师 至于为啥会在这边摆摊 看上去好像一个普通老汉一样 那其实也很简单 人造人大总统上台后 对亚美斯特里斯国实施了相当铁腕的政策 甚至在默许和纵容下 出现过许多压迫和暴行 特别是当初让国家炼金术师 对伊休巴尔的行动 更是让不少国家炼金术师 选择了退出或不告而别 其中不少极端的家伙 甚至还考虑着暗杀和颠覆活动 不愿意再做高层的走狗 在这靠近东部的小镇里 出现一个类似的炼金术师 简直再正常不过了 而通过和这位老伯的交流 虽然他通常都是用 听说可能之类的词模糊说法 但徐悦还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冰之炼金术师 目前还在被通缉中 虽然这种边境小镇的消息 有较大的延迟 但却也可以确定 哪怕剧情已经展开 也还处于前妻 前妻爱德华兄弟的轨迹 可是相当清楚的 就是坐着火车到处跑 现在直接前往帝都就对了 年轻人 现在亚美斯特里斯不太太平 出门在外 还得多注意安全呢 在谢过了那老伯后 那位疑似退役的炼金术师 脸上也满是唏嘘的表情 放心 我们对于防身手段 还是有点自信的 谢啦 老伯 徐悦对着老伯挥了挥手 随后便是带着爱丽 前往了火车车站的方向 这里原本有一条 直接连接新国的铁路 不过后半段都被沙漠所掩盖了 这边通向亚美斯特里斯境内 倒是畅通无阻 老式的蒸汽火车 大概19世纪的水平 不过因为炼金术普及的关系 在细节上 又比那时候的火车好一些 起码打开窗户 不用担心被呼一脸的黑烟 既然已经离开了边境 进入了亚美斯特里斯内部 那徐悦自然也没必要 再以炼丹师自称了 在亚美斯特里斯 还是炼金术师的身份 更加吃香一些 随手就能搞到足够路途 花费的钱财 只是坐在火车上 徐悦还当真感到了缘分之两次 他从一味将头部包在都冒当中 一直低着头的家伙身上 感应到了伪劣版贤者之时的气息 气息不浓 应该只有一枚 储量也有限 大概来几次横点的 就会消耗殆尽 出现在这个位置 还是这个方向 这大概就是冰之炼金术师本人了 原本也是国家炼金术师 但因为当初的伊休巴尔镇压 看透了高层的本质 依然辞去了国家炼金术师 投身于反抗运动中 借助从七宗罪人造人手中 得到的一枚血红之时 准备发动一场 针对大总统的刺杀行动 仔细想想 他现在出现在这车上 似也很正常 做大事之前 先回到伊休巴尔缅怀一下 然后踏上前往国都的不归路 很好 找到了重要人物的话 只要跟着他 就可以直接轻松切入了 第1704章 大佬 冰之炼金术师艾萨克 一位实力强大的炼金术师 对于水的理解异常充分 可以轻易地转变水的形态 在人体有70以上水量的情况下 几乎是被他抓住救得死 无论是冰冻还是沸腾 都足够要了小命 属于那种杀伤力最为棘手的一种类型 他身上有着两处辅助炼金的炼金阵 一处是壁楷上 还有一处更为隐秘点的是手掌心 方便日常地快速炼成 在特地铭克炼金阵的情况下 配合充足的水源 还能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实力 不过 只能擅长于水这一种物质的变化 这也是传统炼金术师的一种质骨和悲哀 自己所有的理解都专注于水的性质上 能够将水的形态与能力运用的相当出色 但因为缺乏对其他物质的理解 其他物质的简单炼金术还能使用 但太过复杂的就无法构成了 朋友 你这里空着的吧 我们能坐过来吗 艾萨克正低头沉沉于悲伤之中 都冒严严实实地遮住的面部的表情 然而突然传来的声音便让他心中一惊 随后下意识地抬起了手 做出了戒备状 随时准备抓住对方 或者激发自己面前桌子上水杯中的水 进行掩护 车厢里很空 为什么要坐这里 艾萨克作为一名逃犯 警惕性是相当强的 而且徐悦的提议 的确是显得很突兀 这里是边境小镇 前往国都方向的火车 目前来说 车上的人可谓是相当的稀少 一个人霸占一个座位栏 都绰绰有余了 但对方却主动地找了上来 要求坐在对面 旅途无聊 我们来随便聊一聊啊 徐悦也不再等待艾萨克的回答 直接坐在了他对面的位置 问一下只是礼貌 但并不代表着这个位置就是对方的 毕竟难得碰到一位带着劣质贤者之时的炼金术师嘛 徐悦笑盈盈的样子 顿时就引起了艾萨克的警觉 下一时就认为他们是来抓捕自己的 抬手弹飞桌上的水杯 伴随着手避避凯上鸣克的炼金阵 一股膨胀的沸腾水汽便就要从瓶中喷涌而出 但下一刻 那水杯便是被徐悦抓着按了下来 再次按在了桌面上 喷涌的水汽倒流吸收 瞬息间再度凝结 连瓶口都没出 甚至车厢内其他少量乘客没有丝毫察觉和发现 不要这么暴躁吗 真的想对你不利的话 你认为你能反抗吗 目瞪狗呆的艾萨克听到了徐悦的话 也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 随后再次目冷地坐了下来 请 请喝茶 看着徐悦手中的杯子 艾萨克也只能咽了口口水 僵硬着笑了笑 刚刚发生了什么 作为专攻于水的炼金术师 他在这一条路上已经近乎于走到了极限 同时掌握水的三态随意切换 这还不够牛逼的呀 但刚刚发生的事 却是告诉了他 他真的还不够牛逼 咕噜 你 你怎么做到的 作为一位合格的炼金术师 对于技巧的追求 对于知识的渴望都是最基础的 特别是艾萨克本来就专攻于水 在发现被对方完全克制碾压后 也懒得去操心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 而是直接问了出来 理解 分解 再构造 炼金术的基本运用手法呀 你不也是这样做到的吗 许悦一副你怎么问出了这么愚蠢的问题表情 好了 先不说这个 其实我有点好奇 你的劣质板贤者知识到底是谁给的 他们人在哪知道吗 绝大多数的劣质板贤者知识 其实都是瓶中小人剥夺出七宗罪炼制的人造人给出去的 目的就是在亚美斯特里斯内制造各种混乱 方便最后伟大的计划 季品们情绪越激动 效果就越好 而毫无疑问 效果也很拔群 炼金术配合能够攻击的劣质板贤者知识 每一颗都能起到相当出色的效果 再加上人造人 愤怒 当上了大总统 那整个国家在他们操控下 推向理想的方向 自然也是理所当然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只是互相合作 互须所求 艾萨克冷静地说道 他是从X玉手中得到的贤者知识 双方并没有同属关系 和七宗罪门在各地做的是类似 他们只是将劣质板贤者知识流出去 然后引起当地的动弹和恐慌 滋生人们的负面情绪 艾萨克有实力 有目的 有能力 的确也是一个不错的合作目标 当然也不会放过 至于失败 当然会失败 艾萨克要刺杀的本来就是他们的自己人 好吧 你就这么去完成你的刺杀大业 就凭你这三角猫的实力 徐悦得知到了之前 X玉拉斯特等人的位置后 也心中有数 随后便是毫不客气地说道 艾萨克 这是第一次被别人说三角猫的实力 可偏偏却完全无力反驳 是啊 对比眼前这个变态来说 自己的确也就是三角猫 阁下也不用小看我 有着他们交易来的东西 我对于我的行动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只要时机得当 必然就能够成事 艾萨克在做出决定之前 就已经将生智之度外了 他知道自己的行动很危险 但却也必须要这么做 既来洗清自己手上的鲜血 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至于为此而牺牲的人 做大事无法避免牺牲 这也是等价交换 而随后他也终于有些忍不住的低声说道 阁下问了这么多 也没有抓捕我的意思 想来并不是国家炼金术师 不是高层的走狗 既然如此 那合不住我一臂之力 以阁下的能力 再加上闲者之识辅助的话 必然能够事成 原本他还去拉拢过被关押的红莲炼金术师 可很显然 现在有一条超粗的大腿 摆在面前抱 必然不能放过啊 我 我就算了吧 直接游戏结束多无聊 我算是观察者吧 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些爱事的 给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 徐悦笑盈盈地收下了空间的费用后 表示自己没有插手的意思 无论是家人的炼金术 还是平中小人的炼金术 我都要 而冰之炼金术师将整个城市都刻出炼金术 在利用闲者之时炼成河中之水的那种大动静 是必然会引起轮回者的注视的 关于冰之炼金术师的情报资料也有不少 根据徐悦的判断 轮回者借用冰之炼金术师为台阶 成功得到高层的关注这种情况 选择的可能性应该最大 毕竟借用高层的力量 他们才能够更加效率 更快地寻找到合适的祭品地点 完成炼成 第1705章 考验 森特拉尔 大量轮回者也已经完成了汇聚 皇族近卫 王储亲卫 神社阴阳师以及藤原家族的诸多强者 阵容可谓是空前的强大 而他们此行的唯一目的 就是协助佳人殿下 完成进入精锐乱入者前的最后积累 完成这次指定权限 再完成一次惩罚任务 佳人殿下便可以选择 进入精锐乱入者的晋级了 一旦这次积累成功 佳人殿下将会完成生命层次上的蜕变 本来就差不多迈入门槛的他 但论实力都能一跃成为精锐级别的好手 在随后完成晋级任务 得到精锐级的权重 获得战力直接百分比的提升后 顿时就能再次暴增 成为接近于陛下那样的顶尖强者 届时只要陛下再延迟一段时间飞升 帝国将会同时拥有着两位超一流强者 拥有国运与龙器的加持 特定情况下 他们任何一人都能比肩 甚至超越原是甲 哪怕踏出国境也能保证单对单不落下风 再配合皇族传承的军阵 再加上帝国的积累 继续修养一阵后 就能完成那改变国运的大忌 所以这一次可谓是异常重视的行动 哪怕墓人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在意 但却也郑重地拜托了大神官亲自过来护导 加上所携带的军阵 和能够用来提供解锁的闲者之时 没有人能够撼动他们分毫 就算是企鹅商会想要捣乱 也会力不从心 之前他们惩罚任务蹦跶 中途还在公海上做过了两场 看上去是实力强大 风头无二 但那只是关键时刻 不愿理会而已 一旦他们真的进入了这个世界 哪怕是原是甲来了 也得陨落在这里 我们花费了这么多精力 这么多时间收集到了如此数目的闲者之时 绝对是值得的 这个世界是可以利用海量资源完成积累的特殊世界 但毕竟准备了这么多 关系重大 所以还希望大家依然保持谨慎的心态 将效率最大化发挥 毕竟 还有个企鹅商会可能在暗中窥视 酒馆当中 家人召集到所有头目级别的大佬 再一次地进行了敲打和提醒 免得他们得意忘形肆意妄为 影响自己的计划 因为一兄那边的祸出了问题 所以虽然依然数目还足够 但浪费却也不能浪费了 得稍微省着点用 企鹅商会 哼 杀身之仇 我必报之 复活并且直接用费用 免除虚弱的秦川 脸色显得异常的冰冷 伏击不成反被杀 真是奇耻大辱 师从大神官 作为天之骄子的他 还从未受到过这种委屈 他可是作为下一任大神官培养 准备配合家人殿下 执掌帝国的存在 放心 会有机会的 现在只是我们当前的事 更加重要 先任由那跳梁小丑蹦打 其实他们越着急 越愤怒 才越是体现了他们的虚弱和软弱 报复得这么果断 还出动了这等强者 更是体现出了他们的外强中竿 必须时刻利用这等强者进行威慑 时间 在我们这一方 一直作为长者老神在在的大神官 此时也睁开了眼睛 宽慰了一下自己的弟子 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信心 炼金术很有门道 很有搞头 而早些年大神官也来过这个世界 还有着国家炼金术师的头衔 以他本身阴阳师的造诣 只要有血红之时 他便轻易能够通过炼金的手段 再现自己的能力 这也是为何自己会被陛下 为以重任的原因 或许在外界 自己并不是帝国最顶尖的精锐乱辱者 可在这里 帝国没人是自己的对手 等价交换 真是太美妙的滋味了 而现在 摆在你们前面的问题 就是先将炼金术熟练地运用起来 在外界靠着技能书学习到的炼金术 在这里还必须要多熟练使用 才能用于战斗中 此番世界 自有其本身的规则 作为长者 大神官也在传授着自己的人生经验之谈 我们已经感觉到了 在冰之炼金术师袭击之前 完成基本的运用问题不大 而冰之炼金术师 便是我们递交给亚美斯特里斯的敲门砖 先都披上国家炼金术师的身份 对之后的行动很有好处 借用亚美斯特里斯的国力 可以大幅增加我们的速度 家人也是早早地就做出了计划的 单单冰之炼金术师的情报 就收集了市面上的所有 虽然因为各种影响 它出现的时间 可能有一周范围内的出入 但总体时间 大体上还是没有变化的 到时候 钢之炼金术师会和他斗上一场 然后被有着大老杀手之称的大总统击杀 这个大总统 简直就是这个空间开挂的 无视了限定的上限 可以不动用炼金术的情况下 进行超强的体术攻击 在当初开荒时期 大量乱入者级别的强者 因为不知情 陨落过在他手上 对了 我听说钢之炼金术师 好像是可以不使用炼金术的天才 不知道能不能将他勤拿下来 拷问出不使用炼金术的方法 再怎么 简化的方法总是有的 现在我们都还无法太娴熟 而就在此时 藤原家代表的锦上加康 便是对各位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反正是顺带的事吗 这个世界的威胁 只是对其他人而言 做出了这么多准备的情况下 几方就算是想要活捉大总统 都是办得到的 只是会浪费一些收集的资源 性价比不高 没必要罢了 但如果是钢之炼金术师 那个小鬼的话 似乎是的确值得尝试一下 毕竟可以不使用炼金镇炼金 总归也有些独特的技巧 老师 不知道您的意思是 家人听到了井上加康的建议 其实也是很心动的 炼金水平越高 炼金镇效率越高 自己能够转化的量就越多 能够不使用炼金术 就进行炼成的钢之炼金术师 的确可以帮自己不小的忙 只是因为老师在这里 他必须要尊重 你不需要问我 这次以你为主 你只管做出决定就够了 我也会配合你的 如果你想要对付 钢之炼金术师的话 我和罗伊 马斯坦 那废物有点交情 可以进行安排 你们手脚干净点就是 大神官又开始闭上了眼睛 已附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样子 这次除了互道外 还需要对王储进行观察 考量一下 他是否有成为王的气量 如果合格的话 那完成大忌后 陛下也就会选择飞升了 第1706章 说到做到 真是的 大佐也太会使唤人了 都已经买好了车票了 一栋建筑之上 一个金发矮子 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在旁边那个高大的 铠甲人影安抚下 有些不爽地自言自语道 没办法了 只能快点将这件事搞定了 一边说着 这个矮子也一边站了起来 随后有些不满地撇嘴道 喂 你要躲在那里躲多久 伴随着他手掌的张开 一把长枪 直接从屋顶地面当中 被提炼出来 伴随着屋顶的缺损 他手掌也握住了利刃 钉向了黑暗中的一个方向 哎呀哎呀 不愧是刚知恋金术师 之称的天才少年 感觉就是敏锐啊 伴随着一阵赞扬声 井上家康便是缓缓 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对于那个金发矮 个子抬起的武器 没有丝毫地在意 举起了空空的双手 表示没有恶意 少年 我是特地过来告诉你的 有人想要对你不利 对于你能够无振 使用炼金针的秘密 感到了很有兴趣 作为一位好心人 我是特地过来提醒你 想要拯救年轻人的 井上家康一边笑着说着 一边也抬手 展露出了一枚血红之石 直接抛给了爱德华 这是我表现出来的诚意和礼物 或许无法完全帮你们恢复 但作为炼金加成的道具 却是绰绰有余了 说完后 井上家康也不等爱德华两人的反应 整个人逐步地融入到了阴影之中 直接消失不见 好诡异的炼金术 是光线扭曲吗 没有去捡对方丢下的东西 爱德华脸上有些疑惑 炼金手段也能达到直接消失的效果 可对方的感觉有些不一样 真是神出鬼没的家伙 哥哥 这是什么呀 我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阿尔逢斯看着地上的血红之石 似乎是隐约感受到了其中的一种呼唤 作为直接灵魂铭刻在盔甲上的他 某些感知也很敏锐 他们兄弟二人 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传说中的闲者之石 只是一直都未曾找到 劣质版的血红之石 表面上看 一时间也无法分辨得清 但当爱德华上前将血红之石捡起来后 那种似乎能够画一切不可能为可能的感觉 却也直接浮现在了他的心头 甚至他隐约有一种感觉 自己能够以这一枚石头 去一次自己去过一次的地方 闲者之石 不 不对 但似乎可以试一试 感受着心中的激动 爱德华恨不得现在就开始进行某种尝试 还留有能量的血红之石 他也一直未曾得到过 只是就在此时 城内却已经发生了各种骚乱 大量水汽澎湃 不少地方都发生了战斗声和惨叫声 打断了爱德华的思绪 好吧 不管如何还是先把麻烦解决 毕竟答应下来了的 而且那个通缉犯看上去 的确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 因为前段时间下雨的关系 森特拉尔的各个小巷当中都还存留着积水 这对于本来就擅长战斗的艾萨克来说 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无论是化作冰刺伤对手 还是直接征腾出雾气进行引导 都是信手拈来 近身后更是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内的水分之上 一些寻常的普通人 哪怕手上有着枪械 也完全阻拦不了他分毫 毕竟如今这个世界的枪械算不得发达 哪怕有炼金术师的协助 工艺可以达到不错的程度 但却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水准 在巷战当中对艾萨克根本就够不成威胁 只要低防不被包围就行了 而他之所以到处游走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在城内各地明刻炼金镇 在依靠血红之时 一鼓作气冰封中间建筑 达到除掉罪魁祸首破坏计划的目的 没错 在伊休巴尔的时候 他隐约就已经察觉到了那位最高上司的野心 甚至对于计划都有所察觉 或许并不全部清楚 但大概也有所猜想了 也正因如此 他的行动和目的才会这么的果断 再一次击杀了两名拦路的普通搜捕人员后 艾萨克也终于第一次被动地停了下来 皱眉地看着前方的三道身影 一个穿着样式古怪长袍的男子 身边跟着两只巨狼一般的炼金造物 何承受 看着那两头牛犊大小的巨狼 艾萨克的表情也有些严肃 完全不知道对方是谁 也不知道对方的能力 而何承受能力可强可弱 完全摸不清笔戏啊 真是失礼 怎么能用何承受这种肤浅的东西来形容我的是神 作为惩罚 被咬断四肢的话 那也要有着觉悟 情穿满脸笑容 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缓缓靠近 阴阳师在这个任务空间当中 多少是有一些便利的 利用血红之时的灵魂力量作为交换代价 兑换出自己的世神 只要是神的威能在合理范围内 后续就不用再消耗贤者之时的力量了 相当于合成兽 人造人等炼金造物 这两只巨狼加起来 也就是消耗了半枚而已 不等艾萨克的反应 那巨狼便已经直接朝着他扑杀了过去 而艾萨克也是参加过战争的精锐 反应异常敏锐 不退反进 靠着地面水挖的水 制造一面冰墙 挡住其中一头的铜石 拼着被巨狼狼找抓伤 便是直接伸手 按在了另外一头巨狼的身上 只要是生物 嗯 发现炼金失败后 艾萨克直接引爆了自己的水壶 化作冰刺筒向巨狼的铜石 自己也立刻抽身后退 在付出了身上几刀 深可见骨的血痕代价下 脱离了两狼的围攻 呵呵 既然知道你是冰之炼金术师 那你认为我的造物会有水吗 天真 秦川想要用最小的代价 获取最大好处 自然也会召唤克制类的是神 他最喜欢的就是通过了解对手的情报 然后专门制定出克制的方式 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 甚至以弱胜强 乖乖配合 我还会饶你一命 否则的话 拿你的人头过去也并没有问题 秦川此时心中也充斥着一股敞快感 上次的失利是自己抹不去的污点 但这一次只用这么一点代价 就将这著名的冰之炼金术师逼到了这个地步 自然又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上次仅仅只是失误 仅仅只是被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偷袭了 只要再能来一次 让自己制定出完美的计划 就算是击杀那个徐悦 自己都信心十足 就在艾萨克捂着自己的血液 准备发痕的时候 另外一道声音 却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打断了眼前对手的话 早点拿人头不就结束了 这么磨叽做什么 带着一副单边链条眼镜的徐悦 不急不徐地带着爱丽 从旁边阴影中走了出来 都答应了对方说会帮他解决一些麻烦 那就会解决 第1707章 纸上谈兵 徐悦忽然地出声 让秦川表情不由骤然一鸣 随后便是满脸凝重地 看向了徐悦的方向 不断在脑海中和剧情人物对比 却是未能找到对得上号的 毫无疑问 极大的可能性是轮回者 而且来者不善 在当前这任务空间当中 胆敢对己方怀有恶意的 唯独只可能是之前狗急跳墙的企鹅商会 你们企鹅商会还真是深藏不露 时不时就能冒出一个高手 真不知道都是哪个角落里蹦出来的 秦川心中提高了警惕 但表面上还是漫不经心 是的说道 不断地观察着徐悦企图找出破绽和线索 最起码在当前这任务空间当中 拥有着老师的传授 在闲者之时数目足够的情况下 自己绝不惧怕任何轮回者 完全有着多种操作手段可以克制 而且对方最大的不幸 就是自己已经有视神被召唤出 完全可以靠着视神来试探出对方的方向 然后找到相对应的解决办法 之前的羞辱 这次就加倍还回来吧 有着黑影人的加持 徐悦挂着的镜片 就让对方完全没能认出自己 徐悦先生 只是就在此时 艾萨克的话却是道破了徐悦的身份 听到艾萨克的称呼 加上对对方企鹅商会轮回者的推测 秦川脸上也露出了一阵恍然 原来是你 好高明的伪装 好吧 又是我 又见面了呢 还真是缘分 哟 我不记得有见过你 对了 你一定是当初伏击我的成员之一 秦川的表情从激动逐渐恢复平静 握着的闲者之时也更紧 没有丝毫犹豫地 将手上这一枚剩下的力量消耗干 随后他旁边的墙壁 便是一阵扭曲消失 凝聚成了两只石像一般的鸭天狗 明明好似是沉重的石头 但伴随着鸭天狗的羽翼煽动 便是直接飞在了几人天空 牢牢把控住了制空拳 果然还是太年轻 其实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就在进行着准备 现在 你先想办法突破我的施神再说吧 秦川秦川移动了一步 露出了用脚底画出的链金阵 再一次召唤出了两大势神后 脸上也露出了冷笑之色 开始只是比较稳 而现在却已经稳如泰山 爱丽 交给你了 徐悦随意地摆了摆手 他身后背着背包的斗篷人影片 直接化作了一道流光 借助着狭窄的巷子 墙壁不断地纵身跳跃 在其他人反应过来之前 便是从上空开始 带着树到流光直坠地面 当他从半吨的姿态再次站起之时 天空中定格的鸭天狗和地表的两只巨狼身上 便已出现了无数裂痕 随后从鸭天狗破碎坠落开始 四只视神近乎于同时散架 切口一片光滑 看上去好像拿胶水 就能直接再拼凑起来一般 真是雷若的召唤圣物 爱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冷冰冰地说道 哪怕受限于当前这具身体 对于这种杂鱼来说 也是完全处于碾压级的 比起当初围攻自己的 那一群轮回者弱鸡都还要更弱 好 好强 艾萨克一路上倒也知道了 爱丽是徐悦的炼金造物 只是没想到 一直不显山不漏水 只是负责背东西的 这个炼金造物 竟然强大到了这等地步 而且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 竟然完全拥有着人类的智慧和人格 是人造人 虽然人造人是禁止事项 但毫无疑问 对方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初有人将合成兽 炼成初能够口吐人言 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眼前这完美版的人造人 简直超乎想象 亏自己开始 还以为只是傀儡或者某些高档玩具的 怎么可能 见到自己耗费了一枚闲者之时 召唤出来的四大士神 如此轻易地被秒杀 秦川脸上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虽然为了保持士神永久性存在 自己召唤的四个士神都 只是精锐轮回者顶尖的层次 还只能使用体术和物理攻击 可当前这个世界当中 要应对各种危险也已经足够了 哪怕强过他们的 也能够拖延到足够的时间 让自己看出破绽 找到应对手段 这可是老师亲自教导的宝贵经验 可现在 他却发现自己的认识开始逐渐颠覆 闲者之时 一定是闲者之时对不对 你也使用了闲者之时的力量 而且还选择了瞬间爆发 难怪 难怪 是我太大意了 太过小看你了 秦川冷静地做出分析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略带疑惑表情的徐悦不确定地问道 你这是 又想通过言语拖延时间对不对 被我猜对了吧 没错 就是这样 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秦川突然从原本的紧张状态 变得再次恢复了自信 让原本只是 想找点乐子的徐悦都忍不住有些叹息 其实这家伙能力不算差劲了 但大概起点太高了 有点输呆子 按部就班 制定计划 按照预定的来应该不错 可应急能力也太糟糕了 有点不想要了呀 只是 就在徐悦有点犹豫的时候 那边秦川便已经完成了他的手笔 如果想要召唤永久的炼金造物 因为等价交换的原则 当然必须要降低档次 可如果只是来一次性的战斗 一枚贤者之石的量 却也已经足够大 艾萨克都能近乎于冰封整座城市 秦川自然也不会差 只见他指尖的一枚贤者之石破碎 随后融入了一道 刻印了炼金阵的灵符 被他甩向了天空 原本天空就厚重的云层 顷刻间便传出了振振沉闷的轰鸣 这就是他们阴阳师 喜欢这个任务空间的手段 能够借用的交换物太多了 他们也要遵守规则 不能无中生有 但大自然本来就存在的事物 却也都在掌控之中 配合闲者之石 作为炼成放大器 到处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事物 九天玄沙化为神雷 惶惶天威以浮影之 中二度爆表的台词 从秦川嘴里发出 天空云层中所有的电荷 便汇聚一点 瞬息间朝着下方倾泻而来 只是那倾泻而来的天雷 却全被一枚突然窜起的壁雷针 引导着改变了方向 秦川 放下了抬起手指的徐悦 此时也带着些许古怪地看了 已经表情僵硬的秦川一眼 你不是阴阳师吗 顿了顿 查了一下第二次到账的收入 徐悦表情也一阵若有所思 本来是有些嫌弃了 但这家伙好像比想象当中还有点用 空间是拥有反喜前机制的 如果是有主观意识上的配合 是无法刷到手的 自己从最后关头出来 就下还为和钢之链金术师 完成宿命之战的 兵之链金术师 正常人都能知道自己 是为了奖励点数吧 这种吃相 第二次应该很难再吃到了的 可偏偏的 这家伙身上竟然刷到了第二次 第1708章 真相 我还会回来的 今日之次 必将百倍偿还 秦川逃离时传来的声音 回荡在小巷当中 因为某种原因 徐悦终究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种家伙 提前撸到手的话 反倒是会减少自己的收入 还是先将作用最大化吧 徐悦阁下 感谢您的援手 看来您的确也发现了问题 埃萨克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自己的伤口 很是硬汉地说道 当初 埃萨克就已经隐约察觉到了问题 辞去职务后 根据暗中调查 以及这几天 在森特拉尔刻画炼金镇的发现 更是确认了心中的想法 如今 那位高高在上的金 布拉德雷大总统 绝对是想要做出什么 丧心病狂的邪恶计划 问题吗 的确有点 不过问题不大 不要慌 感应着另外一缕 隐约和真理之门 有联系的气息 徐悦也知道 那就是被人造人 称为父亲大人的 平中小人了 那本来就算是真理之门后的部分产物 与真理以及真理之门 都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 如今也已经完成了足够覆盖全国的 炼成阵基础 被埃萨克这种本来就心有 怀疑的顶尖炼金术师 暗中调查 察觉到一些线索和不妥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愿意 徐悦现在就能顺应那一缕气息 去找到这幕后BOSS 吃掉后取而代之 但他布置了这么多年 做出了这么多安排的情况下 先由他将全部准备工作完成 很显然也能省却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况且人家可是最终BOSS 一直保驾护航到最后多少 也能收下一笔不错的费用 越到后期钱越不经用 在魔改版林胜阶段积累的消耗下 这一次任务虽然能吃一口 但钱也还是要多多益善的 不能因为上次收获太多了 就看不起零碎的小钱了 哟 就是你吗 冰之炼金术师还有你的同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墙壁突然一阵形态变化 打开了一道门 让一道矮小的身影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 三人背后的巷子口 另外一条出路上 也出现了一道高大的铠甲人影 最近名声鹤起的天才炼金术师 爱尔利克兄弟 爱德华 爱尔利克还是拥有着 钢支炼金术师头衔的国家炼金术师 现在也正接受了委托 前来抓捕艾萨克 嗯 这种炼成 这种装束 你就是最近很出名的那个钢支炼金术师吗 爱尔利克 没有反驳 同伙的定义 反倒是有些窃喜 随后也认出了来者的身份 那个 我是他的弟弟 阿尔冯斯 被正面面对的高大铠甲人影 阿尔冯斯 伸手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这已经是不知道 第几次被人认错了 什么 竟然是这个矮子 爱萨克还真的有些吃惊 卖箱上来说 他更加愿意相信 全身被铠甲包裹的阿尔冯斯 再怎么自己也是前国家炼金术师 没想到 如今这种小鬼 也能获得这个头衔了 真的是越来越过去了 大意的话 可是会输的 徐悦带着爱丽默默地走到了一边 善意地提醒了一句 能够从那个地方活着回来 虽然年轻 但也不要小看啊 对了 小豆丁 我不是他的同伙 只是在这里 对付了另外一位炼金术师 你们可以继续 不用管我 徐悦提醒完爱萨克后 还回头笑咪咪地 对爱德华打了个招呼 顿时就让本来就满脸怨念的爱德华 一阵怒火中烧 你才是小豆丁 这么嘴臭的人 你肯定是他的同伙对不对 竟然敢对主人无礼 本来一直都是默默背着包 站在一边的爱丽 听到了爱德华的愤怒呐喊后 眼中寒芒一闪 够了 回来 徐悦的话 让爱丽的手指停在了爱德华额头之前 让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爱德华 满脸惊骇地倒退了两步 刚刚发生了什么 自己什么都没看到这个女人 就已经来到了面前 如果她愿意的话 刚刚的确就能取走自己的性命 这种完全看不清的速度 只在当年考核的时候 在金布拉德雷大总统身上见识过 好危险 这时候 爱德华也终于有些相信 他们可能的确不是和冰之恋金术师一伙的了 以他们的实力 没必要骗自己两人 一起杀掉就是了 所以 自己现在的对手 就是冰之恋金术师爱萨克一人 强行将脑袋扭过 尽可能地忽视掉了徐悦和爱丽后 爱德华也开始对冰之恋金术师指责开口了 好过分 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这么多人因你而死 一将功成万古枯 你们终将发现 我才是正确的 爱萨克虽然发现了问题和不妥 但一没有证据 二 不知如何表达 所以也只能默默吞下苦果 背负上这宿命和指责 的确 自己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 很可能已经无法洗刷干净了 但无论如何 自己都必须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那么 就战斗吧 不说爱萨克和爱德华兄弟二人的宿命之战 秦川回到了大部队 并将情报说出去后 也让众人感到了诧异和震惊 竟然是徐悦亲自来了 而且他开始还伪装得很好 完全是剧情人物的意外 才暴露了身份 定然是来者不善 呵呵 很好 当日之仇 我可还记得的 家人满脸冰冷 让四周温度都下降了不少 如果不是当初自己在大厦的失利 自己也不可能出现现在的地位动摇 火急火燎的提前实施计划 完全还可以更稳重一些 家人承认 徐悦乃是天之骄子 真正的天才 天赋之高可能更在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子之上 但 那卑贱的出生身份 就注定了他成就的上限 天赋高又如何 这一次必然要让你死在这里 血统和身份 才是决定一个人成就的最重要因素 而且竟然还反过来 站在了冰之炼金术师这一边 站在了对立面 那就更加好下手了 对方赶进来 必然也有所依仗 现在看来最近企鹅商会收集的那些物资 并不单单只是想要来赚取差价这么简单 他们手中的货也不少 不要大意 大神官此时也睁开了眼睛进行了提醒 需要给予的重视还是必须要给的 不得不说 那的确算得上一位帝国的威胁 而且不要忘了 企鹅商会两次攻海上的战斗 来了有让秦川无法逃脱的强敌 很可能这次也一起进来了 你说的炼金造武不可能这么强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那个炼金造武是袁世甲或者孙武伪装的 第1709章 爱德华 可恶啊 别摸我头 你真的不是他的同伙吗 爱德华被徐悦以身高优势按着脑袋 将一头金毛弄得乱七八糟 也完全无视了之前对方的威慑力 一脸的抓狂 无论阿尔冯斯弟弟怎么拉都拉不住 而此时 爱萨克已经被爱德华制服了 因为炼金阵还未完成 所以 爱萨克并没有使用闲者之实的力量 这种条件下 在这种水有限的地方 和能够不使用炼金阵的爱德华兄弟两人 打当然是打不赢 爱萨克明克的两处炼金阵都和谁有关 不像爱德华这样可以随时随地地就地取材 甚至有时候他发射过去的冰都能勉强被爱德华调动 这也就是所谓的天才 爱德华当之无愧 不过可惜 这个世界的天才也得遵循规则的 所以 他只是成长速度快一些 真正的力量还没有达到最强那一梯队 哈哈 我都眼睁睁看着他被抓了 怎么会是他的同伙 徐悦满脸的笑容 目送爱萨克被一群巡逻员带走 此时 爱萨克明克了炼金阵的壁凯已经被缴获了 看上去好像是失去了反抗能力一样 一群持枪的巡逻员要押送他回去也是绰绰有余了 只是爱萨克手心之中还印下了一个小型印记 虽然无法发挥出最强大的威能 但却也足够他进行初步的使用了 借助着一次侧滑 倒在一滩积水上 顿时就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欢快了起来 而此时 徐悦才和爱德华兄弟走出不到一条街 等到他们兄弟二人火急火燎地跑回去之后 爱萨克也已经成功地逃离了包围 可恶啊 看到自己原本辛苦努力抓住的犯人 竟然就这么跑了 爱德华不由一阵抓狂 然后用满脸不善的表情瞪了徐悦一眼 但这一次 他却也没有再唠叨着什么徐悦是同伙的事了 之前的话抱怨两句还没啥 现在爱萨克跑掉了再这么说 肯定会为这个家伙引来麻烦的 他的确并没有协助爱萨克 爱德华虽然有时候嘴臭了点 但心地还是善良的 不愿意无辜的人蒙受牢狱之灾 好了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 不是他的同伙那就走吧 免得引来麻烦 真的失命苦啊 嫌弃地摆了白手后 爱德华便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让留在原地的徐悦看着他也不由笑了笑 时间也差不多了 爱德华的行踪已经找到了是吗 还和两个陌生人在一起 很好 那两个家伙定然就是之前爱事的两人 负责监视爱德华的 便是实力不俗地位也不低的锦上加康 他之前就一个人将任务主动要了过来 在秦川刚刚狼狈地逃回酒馆 并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报分析的时候 锦上加康就适时地进来 汇报了一下爱德华所在的位置 哼 因为徐悦和那伪装强者的插手 虽然他们只有两人 但能够爆发出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这一次我们就以堂堂正正的雷霆 一击来完成目标 不管他们出不出现 都无法改变结果 这一次就由我亲自出马 大神官也知道 现在不是说锻炼年轻人的时候 对方虽然人数不多 可质量太高了 两个人也能造成巨大的威胁 这也就是眼前这要遵循 等价交换的特殊任务空间了 换在其他任务空间 不背着军阵出门 他自己都不敢和那两位照面 袁世甲当年留下的阴影面积 现在都还未消散 不过眼前这任务空间的话 倒是不用惊慌 正好 抓捕了钢之链金术师后 我们便将这黑锅甩在他们头上 他们本来就和冰之链金术师接触过 喜脱不了嫌疑的 当轮回者们找到了 正在准备回去汇报情况的 爱德华两兄弟时 见到只有他们两人 也有人暗自冷笑 看来 他们已经嗅到不对提前离开了 秦川冷冷地说道 因为他的开口 不少心中带着些许疑惑的轮回者 也都暗自点头 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毕竟双方投入的力量差距很大 在暴露了身份后自己这边 肯定会重视 这时暂时离开 显眼的目标身边 也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手段 眼前这任务空间的攻略 也有着一定进展 大体上的主要人物也都心中有数 而以他们 这一群人的级别 对于空间的规则了解 也还算是比较清楚了 本来各种可能性都考虑的情况下 也会有怀疑特地触发任务 获得好处的行为 可因为大神观的这位未来继承者开口 显然也就被带到坑里去了 听的旁边原本准备开口说什么的锦上加康 都有些惊疑不定 这家伙难道已经投靠大老板了 不对啊 为了方便配合的话 如果真投靠了大老板 应该会告知自己的 这是啥情况 不过很显然 地位更高 更加尊贵的秦川开口 就效果来说比锦上加康要好得多 虽然藤原家不需神社 但单单锦上加康的地位 显然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我觉得秦川大师说得没错 他们定然是已经隐藏起来了 既然如此 那就先出手擒拿吧 这两人虽然是炼金天才 但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锦上加康煽动的话 也让旁边不少轮回者 都感到了有些心动 没什么风险手到秦来的事 还是可以在这些大人物面前 出出风头的 就由我来出手 将这小鬼秦拿过来 还有我 我来阻止可能出现在碍事者 我来防止他们逃窜 三位轮回者先后请示 并得到了家人点头的认可后 便是直接从屋顶上一跃而下 区区土著 不足挂齿 哄 一道巨大的石巨人拔地而起 远远超过了旁边房屋的体积大小 而之前出手的那三位轮回者 则已经化作了这十巨人拳下的肉饼 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其实他们开始三人 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 虽然每人身上都是碎片级别的血红之石 但轮回者的各种战斗技巧 经验 以及果断 还是为他们带来了不少加分 哪怕用不怎么娴熟的炼金术进行表现 也很快将爱德华兄弟二人逼得狼狈不堪 甚至阿尔冯斯的盔甲都被打瘪了 也正是阿尔冯斯的盔甲被打瘪 刺激到了爱德华 顿时怒火中烧的他也不再想其他 直接激活了之前锦上加康丢给他的贤者之石 可以不使用炼金镇的优势顿时展现而出 一瞬间便是将附近整条街道完成了炼城 整条街道都凹陷了数米 随后那高大巨人便已拔地而起 让原本只是警戒可能出现敌人 正在暗中观察的家人他们等人 都不由吓了一跳 虽然资料上显示过 爱德华拥有独自将墙壁炼成巨人的情报 可那几米高的巨人情报和现在几十米的差距 是不是稍微有点大啊 而且那巨人的凝结程度 力量 速度 防御 再生等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情报上的显示啊 情报般这是坑爹的吧 第1710章 另类的等价交换 爱德华和寻常的炼金术师不同 因为造访过真理之门门后的世界 所以能够不使用炼金镇施展各种再构造 并不是每一位进行了禁忌炼成 有资格成为人柱的存在都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作为年轻的天才 他并不局限于某一种造物 或许单一方面 无法和冰之炼金术师这样的存在相比 但各种能力却也能信手捏来 冰之炼金术师想要快速用出炼金术 只能依靠身上两处炼金镇 但爱德华却完全脱离了这种桎梏 或许平时的时候 还无法明显地体现出来 和冰之炼金术师打起来也好似半斤八两 还需要弟弟的盔甲帮忙 可当他拥有了闲者之时 作为放大气候 那种独特的炼金能力 却是直接展露了出来 构造出的巨人 除了正常攻击外 竟然身体上还能出现在够 突然手臂化作几十米的大砍刀 大砍刀发现 打不中突然变成平底锅拍下去 各种手段一瞬间就在城内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也就是附近 因为冰之炼金术师出没的关系 疏散了普通平民 不然的话 这股破坏下必然是损失惨重 对于爱德华而言 阿尔冯斯就是他的逆临 当年因为他的一意孤行 导致了弟弟失去了身体 现在盔甲都被打瘪了 虽然只要鸣刻的炼金镇不出问题 灵魂还能依附在上面 但这却也已经足够引动 爱德华的怒火 可恶啊 钢之炼金术师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我们必须要迅速制止他 大家一起出动 用雷霆之势阻止他 同时也要提防暗中的敌人 本来 家人和大神官这种绝对的强者 是并没有出手的 一直在伺机而动 可现在这场面 有些控制不住了 或许井上家康他们这等强者 下场能够制止对方 但这种破坏力下 想要活捉却几乎不可能 既然如此 既然已经动手了 那就只能由最强者 用出雷霆一击将其击溃 再予以活捉 万幸的是 大神官 家人殿下 和秦川阁下三人 都是极为适合眼前场景的阴阳师 只要他们出马 活捉对方完全不成问题 十几道铭刻着 炼金阵的灵符 从三个方向激设而出 随后自动贴在了 那高大巨人的各个节点之上 伴随着每一张符录上 炼金阵的光辉 这高大的巨人 也在被迅速解体 炼金术的本质就是理解 分解 再构造 三位阴阳师 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只是相比于炼金术的 娴熟程度来说 他们显然无法和爱德华相比 哪怕是三人同时合力 也才堪堪与爱德华贤者之时 放大加成下的炼程速度相当 不过印有炼金阵的福禄数目 越来越多 那巨人崩溃的速度 终于还是超过了再生的速度 毕竟就贤者之时的用量来说 轮回者一方是远超爱德华的 当巨人逐步瓦解后 自己带着瘪瘪的阿尔冯斯 躲在巨人核心的爱德华 也暴露在了众多轮回者的眼中 而后那些福禄便好似 长了眼睛一般地 朝着爱德华蜂拥而至 一张一张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似乎就准备以此将其活捉 这么多人欺负两个孩子 这也太过分了 只是就在此时 伴随着一道声音 一柄长剑便是从天而降 直接击破粉碎了那 包裹着爱德华的福禄 随后倒插在了地面 划破浮路而不伤爱德华分毫 这一份力道的掌握 精准地可怕 随后一道人影便是落在了 那分解成半残的十巨人头顶 正是徐悦 果然还是出来了 哼 一个人吗 见到了徐悦后 虽然惊诧于 他的实力和强大 一见就破开了自己等人的封锁 但无论是家人还是大神官 亦或者吃过亏的秦川 都并没有丝毫慌张 我们这种局面下 拿什么术 出来了 更好 是你 爱德华逃离了福禄的束缚后 也不断地大口喘息着 满脸震惊地抬头 看着那熟悉的身影 之前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那种无所不能的恐怖力量 当真是超脱了一切 可即便是拥有着这种力量的自己 也被对手慢慢地蚕食击败 没想到 这个冰之炼金术师的伙伴 竟然直接破开了他们的力量 当然是我 我很强的 小豆丁你应该清楚吧 徐悦随意地笑了笑 让爱德华不由变成了包子脸 随后 那已经半残的十巨人表面 便是不断地浮现 塑形出了一柄柄各种各样的兵器 让爱德华和诸多轮回者 都同时心头一阵 也不用炼金阵 而且同时进行这么大范围的炼成 真的好强 那是 投影魔术的炼金版本吗 不知道 威能怎么样 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作为精锐乱入者的大神官 站在了最前面 满脸凝重 虽然他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但也不会小看 连续祭拜过自己两名弟子的对手 对方已经有了和自己一战的资格 如果他的投影魔术真的完美地进行了炼金版的强化 那对方的威胁也会直线上升 更别谈暗中可能还存在的神秘强者 有点棘手啊 一柄柄兵器伴随着徐悦的抬手 石屑的飞落 竟然逐渐出现了金属光泽 这简直是颠覆了炼金术的认知 通常炼金术都是进行物质的在构造改变 通常都是同种物质的形态或形状变化 但徐悦显然是完全扭曲了整个物质的属性 原子是构成所有物质的基准 但 原子也是同样能够改变和变化的 伴随着徐悦抬起手掌的落下 那些构造而成的各种兵器 便犹如利剑一般地朝着轮回者们 蜂拥而至 之前一柄就能直接破开束缚爱德华的福禄 如今这种密密麻麻的漫天树木 每一柄都先后冲破散撞阴障 当真是让所有轮回者一阵眼皮直跳 还有王法吗 这是明目张胆的犯规啊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不是遵从于等价交换的世界吗 就算你能够构成其他物质 但这破开阴障气浪的恐怖攻击能量 又是哪里来的 不等有再多的想法 密密麻麻地轰鸣一条现状的覆盖 贯穿了整座城市 大量尘埃冲天而起 第1711章 路见不平 从刚刚开始就是什么情况啊 越来越过分了 燕之炼金术师罗伊 马斯坦 伴随着大地的震动 一阵战力不稳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从不久前 城内就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破坏和震动 一只这么远都能看到的高大巨人 在那边街道上大肆破坏 虽然不少平民 因为冰之炼金术师的出没的关系 已经疏散了 但那么大的动静 还是让作为国家炼金术师的自己 感到了一阵蒙羞 也正是如此 他便是率领着手下朝着战场直扑而去 可惜刚刚才走到一半 更加过分的事便发生了 如果开始只是感觉到了大地有震动的话 那现在就是真正的地震 那冲天而起的尘埃遮蔽天幕 整片天空都一片灰蒙蒙 而就在罗伊 马斯坦爬起来后 恐怖的冲击波顺着破碎的窗口 以及其他巷子口的引导 紧随而至 再次将他的队伍冲得七零八落 每个人身上都显得很是狼狈 灰头土脸的 太夸张了 这里真的是森特拉尔吗 大佐 我们还要过去吗 身后有人爬起来咽了口口水 而虽然艳之炼金术师 经常有这样那样的不靠谱 但本身的责任心还是放在这里 不管外界是怎么评价的 但就他个人而言 眼前的事绝不能置之事外 这种时候才能更加体现我的价值啊 出发 我可是要当上大总统的人啊 混蛋 然而 带队前往事发地点的罗伊 很快就发现了前面一位高大的肌肉胸贵症被对着自己等人 正是阿姆斯特朗少校 此时 这位经常正义赶爆棚的少校 却是愣愣地站在巷子口 没有动弹 怎么回事啊 急匆匆跑来的罗伊 也准备对仙道场的阿姆斯特朗进行询问 然而问题都还没问完 便是满脸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已经被驱散了尘埃的废墟画面 自己等人来的方向 很显然是公鸡的背面 承受的只是最低层次的余波 而正前方一直到城外 此时便是一处畅通无阻的贯穿废墟 地上一切的自然物全被夷为平地 大地上一片坑坑洼洼 数十道人影正倒在那废墟当中 少数人才能半跪着苟延残喘 这就是刚刚的震动来源吗 这也是炼金术 骗人的吧 你的能力怎么可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威能 这不符合等价交换的规则 捂着胸口半跪在地面的大神观 满脸难以置信的尖色 本来他一直提防的最大敌人 还是那暗中的女装大佬 可没想到 眼前这个徐悦才是最为可怕的一位 这等攻击哪怕是放在正常世界都算得上绝对的强大了 对方竟然能在等价交换的束缚下做到这一点 他付出的又是什么代价 大量闲者知识吗 理解 分解 再构造 很基本的炼金手段 只是除了等价交换外 还有智能转换的一些关系在里面而已 徐悦耸了耸肩 和他们聊太深入的问题 显然没什么卵用 不杀他们只是还有利用价值 赚完保护费后就先打醒你们 乖乖先给我去布置炼金阵 做好积累准备工作 好歹要等你们把工作做完 才能做最后的收割吗 虽然听不懂徐悦的话 但大神官等人还是感觉到了很厉害的样子 当即便由大神官每根手指之间夹住一颗闲者之石 狠狠地按在了地上 同时开口道 这次我们认栽了 你的确有着猖狂的资格 但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赢了的话 那还是太天真了 话音落下 几十位失去了行动能力的轮回者 便是同时犹如陷入了沼泽一般地融入了地底 大神官也在最后用同样的方式直接离开 这次被对方抢到了先手 之前为了护下所有人的性命 就已经让这位长者缠经节律 消耗极大 现在 对方还有一位神秘强者没有出现 硬顶下去 毫无胜算可言 开始的范围防御的确太过吃亏 早知道干脆就只要最顶尖的几位过来 至于君阵应科 大神官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这一次的目的是协助家人完成蜕变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君阵也要用在最后紧要关头 暂且 就先放他一马 刚刚你是怎么做到的 爱德华看着手中破碎的闲者之时 脸上表情也不由有些失神 带着些许茫然和呢喃地对徐悦询问道 炼金术博大精深 你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任由轮回者们离开 徐悦若有所指地说道 刚刚自己的核弹飞箭轰炸下 他便是感受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窥视感 八成就是瓶中小人了 本来冰之炼金术师 企图冰封全城的时候 他也有关注了一下 而显然 冰之炼金术师 哪怕最后计划成功冰封全城 单纯就破坏力来说 也不如徐悦之前来的那么一下 就在此时 阿姆斯特朗以及罗伊一行人 也已经抵达了现场 见到了爱德华后 便急忙地询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抱着别别的阿尔冯斯 爱德华也有些出神地说道 突然出来了一群莫名其妙的人袭击我 然后这位大哥哥帮忙就吓了我 从爱德华手中将阿尔冯斯拿了过来 随后一阵扭曲变形 将其恢复了原状后 徐悦也谦逊地笑着说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路见不平 我们说的是附近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罗伊带着些许惊恐地指着 这似乎能够问到海风的贯穿口 如你所见 是路见不平造成的 路见不平 你管这叫做路见不平 有些茫然地看着那坑坑洼洼 并不平整的道路 罗伊也感到了认识观 有些错乱 或许我对路见不平 一直都有什么误解 呵呵 真是大场面啊 这修复的经费 真是让人头疼呢 然而就在此时 一位看上去很严肃 但却露出了和善表情 戴着一只眼罩的男子 便是从一边的小巷 阴影当中走了出来 金 布拉德雷 亚美斯多利斯的最高执行长官 同时也是会衰老的人造人 愤怒 拥有能够看穿一切攻击的最强之眼 以及超强的体魄 虽然在人造人当中显得年轻 可实力放眼七大人造人之中 却是属于最顶尖层次 很显然 这种足够影响到计划的破坏出现 还是让他有些坐不住了 第1712章 火焰 金 布拉德雷 是被当作计划的最后王牌制造出来的 作为一位会和常人一样衰老的人造人 某种程度上 他的制造工艺已经突破了人造人与人之间的桎骨 而且相比于其他的七宗罪人造人 金 布拉德雷的感情很丰富 还很爱他的妻子 比起其他人造人来说 其实更加贴近于人 实力也强得可怕 轻易就无伤地压制了同为人造人的贪婪 可以说在开始阶段 他的boss形象比平中小人还要鲜明 这点经费也不算什么吧 毕竟没啥人员伤亡 我有特地控制好的 单独的物理损伤 动用国家炼金术师 轻易就能复原了 站在十巨人残骸上的徐悦 低头看向了那独眼龙 让金 布拉德雷有一种自己完全被看穿的感觉 左眼眼罩下鸣客的摇尾蛇标记一阵发热 让他心中一片凝重 这是真正的威胁 足够威胁到父亲大人计划的劲敌 一时间让他的手都有些不自觉地磨蹭着腰间的剑柄 这种距离下 如果出其不意的话 已练金术师的体魄 主人 他们已经平安抵达了 被埋了不少 不过被我暗中挖出来 送出去了 就在金 布拉德雷心中闪烁着一些不好念头的时候 一道突然出现在徐悦身边的人影 却是完全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 好快 速度竟然还在自己之上 人造人 毫无疑问 速度能够比金 布拉德雷快得唯独只有人造人 眼前这片世界当中 除了徐悦愿意为自己改造 否则在不使用闲者之时 或者其他代价的情况下 他的速度也无法快过金布拉德雷 做得不错 现在去帮我们的大总统节约一点经费吧 这里的街道修复一下 徐悦似笑非笑地看了金 布拉德雷一眼 随后对艾力摆了摆手 后者也领命 直接一跃落在了街道中央 随后伸手在地面铭刻链金镇 直接手指轻易地在地面上刻画了出来 速度还快地超乎想象 随后双手按下 整个街道便开始不断剧烈颤动 那些大型弹坑的坑坑洼洼 自动地被旁边的废墟残骸填补 地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复原平整 除了旁边那些建筑倒塌的废墟石堆外 当从路面来看 根本就看不出这里经历过战斗 此时的这条街道 比起旁边的街道都要更加地平整 这不可能 如此范围的炼成 难道是传说中的闲者之实吗 面对艾力那可怕的炼成效率 在场的诸多国家炼金术师也感到了心头的震惊 随后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传说中的那种物件之上 这种程度倒并不需要闲者之实 只是纯粹的等价交换而已 又不是无中生有 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徐悦站在旁边简单地解释了一句 随后便是朝着艾力走了过去 艾力单论炼金术的层次 不使用闲者之实的话眼前倒也就是极限了 还是得自己收尾啊 随着徐悦的前进步伐 每踏出一步 那些建筑的废墟便好似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 不少碎石都缓缓浮空 随后犹如像皮泥一般地互相柔和 随后开始进行了捏捏巴一样的变化 当徐悦来到艾力边上之时 一栋栋的房屋便犹如时间逆转了一般地恢复了原貌 因为有些东西被炸飞了 所以这些房子比起原来要小了点 希望他们的主人不要介意 那么 各位 就此告辞了 在那群炼金术师目瞪口呆的表情下 徐悦便是带着冷冰冰的艾力 直接转身离开 而面对他们两人的离开 根本没有哪位炼金术师胆敢阻止或者开口挽留 都是愣愣地看着他们 深深地感受到了双方之间的差距 根本就不需要炼金术 甚至连动作都不需要 这等实力 着实太强了 根本连赶超的念头都没有 好了 哥哥 还在想什么呢 看着艾德华又陷入了发呆当中 火车上的阿尔逢斯 不由又推了他一下 自从那一天 见过那位徐悦大哥哥后 哥哥就好容易走神 我能够无振炼金 是付出了这些代价 但他 艾德华脸色有些复杂地摸了摸自己的金属手臂 能够做到 吴震的目前他所知道的 也就只有他们两人的老师 那位动不动就咳血的女人 很显然 老师和自己一样 也是付出了什么 才得到了这一份被诅咒的能力 可现在看来 那一位却完全没有丝毫反噬与代价的样子 难道 他的禁忌炼成是成功了吗 封存在脑海中的记忆再一次地回放 那种无力感 那种为了救下阿尔逢斯的绝望 还有炼金出来的黑色怪物 让艾德华不由打了个寒战 看得旁边的阿尔逢斯满是担心 随后转移话题地说道 对了 哥哥 你说我们现在去寻找的目标 真的拥有闲者知识吗 之前哥哥使用的那一枚 应该就是闲者知识吧 嗯 能够无中生有创造奇迹的神术 的确有很大的嫌疑 而那一枚石头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闲者知识 但那一份力量 我相信足够让我们恢复身体 可惜 想到浪费掉的闲者知识 艾德华不由一阵满满的心塞 他可还不知道 闲者知识的炼制手段 只是一心想要找到来恢复阿尔逢斯与自己 但那个人不知道是谁 竟然能够给出这种东西 不知道是好意还是恶意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要得到就需要付出 这就是等价交换 他肯定有那么做的理由 艾德华对于送了自己两人石头的锦上加康 并没有多少好感 反倒是很忌惮与警觉 对方送完石头 自己就遭到了伏击 他总觉得这是什么阴谋 兄弟二人经过漫长的火车 也终于抵达了车站 随后启程前往目标小镇 然而当他们按照地图 距离那小镇起码还有十里的时候 那笔直冲上云霄的浓烟 却让兄弟二人出现了一种不妙的感觉 随后连忙加速朝着目的地走去 随着不断地靠近 那冲天的火光和一片的死寂 让兄弟二人感到了一阵难以置信 怎么回事 怎么整个小镇都起火了 这里并不是什么边境小镇 附近也没有什么山贼土匪 为何会这样 到底是谁 太残忍了 好多血迹啊 尸体有被集中的驱使 来到小镇口 看着旁边建筑火光映照下 街道上那凌乱的血迹 与尸体的脱痕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依然还是让这两个才十四五岁的孩子感到了内心的沉重 到底是谁 竟然做出了如此丧心病狂的事 第1713章 扭曲 真的 我真的就只有这一块啊 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给我的 我联系不上她们啊 一处教堂当中 被整个小镇尊敬的教主 号称掌握了奇迹之术 是太阳神使徒的胖子 瘫坐在地上一阵瑟瑟发抖 身上带着一股尿骚味 在旁边霹雳啪啦燃烧的教堂火焰映照下 显得如此的无力 如此的惊恐 果真没用吗 不过你可真是厉害 竟然能命令小镇的人连命都不要 一位娇俏可爱 大概一米五左右身高的人影 随意甩动着手上的短刀 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 然而四周的火光 尸体 鲜血 则是与他的身影 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嗯 的确是他 亲王大人 家人殿下那边过来的人手 已经秘密处决了 但差不多也要离开了 忽然间 一位忍者装扮的人影出现 半跪在了这少年人的面前 嘻嘻 听说兄长他们之前行动吃了大亏 是不是真的呀 灰人满脸好奇的表情 看着那半跪着的人影 虽然看上去漂亮可爱 男女通沙 但那一位半跪着的人者身影 额头上却是布满了汗水 是 是的 大神官大人亲自出马 才将他们救了下来 那可真是可惜 灰人满脸毫不掩饰的失望之色 一边嘟着嘴嘀咕着 一边随手甩动短刀 将那胖胖的教主削手 喷射的血浆 不少沾染在了他的脸上 出现了一种恐怖的反差感 满宫灰人亲王 牧人最小的儿子 比家人小了十四岁 同父一母的弟弟 牧人有六子 但其中四子夭折 全是内耗在了那复杂的 宫斗与算计之中 灰人同父同母的哥哥尤人 便是在出生当年夭折的 这放在拥有轮回者 对换物品支持的皇族当中 简直是不可思议 就算是灰人本人 在周岁的时候 也遭受了大难 差点生死 是他的母亲原祥子 舍弃了性命 用尽数挽回了他的生命 才让他存活至今 日国皇族大权旁落七百多年 但在牧人带领着崛起之后 盯上皇位大权的眼睛 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其中的争斗之酷烈 那一个个夭折的皇子 便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年长的关系 加上地位的巩固 家人作为王储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没人可以威胁 灰人虽然天赋很高 但没有母族的庇护 只能选择沉默和低调 直到上一次被遗串时 王储和皇太孙 都陨落在了大厦后 才出现了一些 杂音与新的言论 因为复杂环境 导致心里都有些扭曲的灰人 自然也不愿意放弃这等机会 不为皇位 只为自己的不平 凭什么自己 和自己的哥哥就要死 凭什么自己的母后就要死 他扭曲的心理当中 最大的执念 就是想质问一声 所以哪怕这一次 家人聚集了大量资源和人力进来了 婚人也依然还是紧随其后 没有足够的贤者知识和资源 那就只有来抢夺了 根据攻略来说 这个大胖子手上的贤者知识 毫无疑问是最容易得手的 所以自然而然也就来了 因为这胖子在轮回者当中的出名程度 和一上手的难度 家人那边也并没有无视 而是顺手派出了一支小队来收割 只是那支小队 此时也已经全都隐命在了这位心里扭曲的皇子手下 就在东西已经到手 也无法拷问出新的情报 婚人准备带人撤离的时候 在外面警戒的斥后 却也传来了新的讯息 刚知恋金术师爱德华 那个疑似本空间气韵之子的天才吗 兄长那边就是因为针对他而吃别的吧 婚人手指点了点下巴 抬头一副纯洁的样子 随后便是打消了直接离开的想法 朝着外面走去 旁边的几位手下 却是连劝说都不敢 因为从小的经历和遭遇 虽然婚人殿下的天赋和实力都属于顶尖 但他的心性却是已经扭曲了 相当的随心所欲 拍了拍脑袋 可能就会想出什么其他事 常人根本很难揣测 他的想法和下一步 该死 根本灭不完 正努力用炼金术 想要利用泥土掩埋火焰的爱德华 满脸悲凉的在那扑面而来的热浪中 看着那燃烧的建筑 从进入小镇到现在 除了火外就只有尸体了 没有活人 能发现的都是尸体 而且都是起火前就被杀害的尸体 无意幸免 哥哥 利用炼金术将一栋燃烧的楼房解体 身上铁皮已经被烤得滚烫的阿尔逢斯 此时的心绪也显得有些低落 西西 你们就是最近远近闻名的艾尔利克兄弟吧 刚知炼金术师 最年轻的国家炼金术师 只是就在此时 一道看上去和他们差不多年纪 相貌很是漂亮可爱的女生 便是双手靠在背后笑盈盈地走了过来 来到两人面前的时候还转了一圈 瞪大着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兄弟二人 而此时观察敏锐的艾德华 才隐约地发现了对方那并不明显的猴姐 静竟然是男的 明明这么可爱 等等 你是谁 你来这里是什么目的 先是愣了一下的艾德华 立刻眼神就变得很是凌厉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灰人 这种场面当中 一脸笑盈盈的可爱少年 怎么样都画风差距太大 普通人在这种场面当中 恐怕早就惊恐地走不动路了 这个身上都还沾染着血渍的少年 太过可疑 哎 就这样问人吗 好没礼貌啊 我叫灰人 是来这里拿闲者之石的 灰人撇了撇嘴说道 那种略带不满的轻松语气 当真是让爱德华他们兄弟二人 感到了一阵浑身冒凉气 闲者之石 那个教主手上真的是有闲者之石吗 然后这个人把这里的人都杀了 这都是你干的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 爱德华双手合十 一柄长枪便从大地当中 缓缓地被再够升起 什么嘛 人家好心好意过来 和你们打声招呼的 灰人见到爱德华拿上了武器后 那纯黑色的漂亮眼睛 顿时就变得有些空洞和茫然 他们都来阻止我 我自然就只有杀了他们 现在连你们也要阻止我是吗 不知何时 灰人手中多出了两把短刀 第1714章 替代品 叮叮当当 高速的兵刃 碰撞声不断出现 爱德华的各种兵器 和灰人的两把短刀 发生了多次碰撞 建设出了大片的火花 而阿尔冯斯也仗着皮糙肉厚的金属身体 不断地在旁边游走助攻 三人站成一团 打得不亦乐乎 你这家伙 爱德华手持各种兵器攻击 配合时不时用出的炼金术辅助 却依然还是被战斗意识超群的 灰人完美的一压二 如果不是他不像家人他们那样 拥有着足够的闲者知识 只是纯粹利用自身的战斗素质 配合别角练金术的话 那恐怕早就能够结束战斗了 哎 这个世界可真的麻烦哎 我又没有家人兄长那么有钱 连两个小孩子都解决不了吗 你们为什么要阻拦我 既然阻拦了我 那乖乖让我杀掉不好吗 真的是奇怪的两个人 灰人那看似单纯的脸上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但配合他的话语 莫名给爱德华两兄弟 一阵心中发毛的感觉 感觉是个神经病啊 不要小看我们啊 趁着阿尔逢斯上前纠缠住了对方 腾出手的爱德华也双手按在了地面上 一瞬间 灰人脚底的大地便一阵松软泥泞 让他的脚陷入了半截下去 与此同时 阿尔逢斯则是双手握拳 狠狠地朝着灰人砸了过去 扑斥 鲜血飞溅 原地完全失去了灰人的身影 阿尔逢斯看到了对方关键时候 冷静地对着自己割了一刀放血 随后 只是眼前红光一闪 人就直接不见了 靠自己的鲜血作为交换的代价 完成了某种炼程 哥哥小心 几乎在阿尔逢斯话音落下 爱德华的手臂上 便传来了一阵金属交击的声音 他的金属一支又一次地救了他一命 果然和情报当中一样的呢 用自己的鲜血作为代价交换 利用气息遮蔽 突然隐形来到爱德华旁边 但没有起到理想战果的灰人 一脚将架住了自己兵器的爱德华 踢飞了出去 随后 自己借助着向后一跃 灵巧地躲开了阿尔逢斯的锤机 越来越有杀掉的价值了呢 舔了舔嘴角的灰人 身体微微下浮 然而就在此时 一只手却是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够了 清冷的声音让灰人浑身一震 想要反击 却发现自己被抓住后 竟然全身力量都被束缚住了 只能侧头看到 是一位冰冷美艳的女性 戴着防沙斗篷 只露出了那漂亮脸蛋 妈妈 灰人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容 让爱丽也略微愣了下 不由陷入了沉思 当初自己被父神创造出来时 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迷茫 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我 眼前这个奇怪的轮回者 也不知道是身上发生了什么 本来 爱丽只是遵循悦的命令 过来照看一下这两兄弟 免得他们不小心被干掉 顺便赚取点灵用钱的 正常来说 只要在触发提示后 干掉袭击者就行了 但爱丽却是敏锐地发现了灰人身上的些许不同之处 不像是人类 类似于人造人或英灵的形态 迎接过死亡 但因为某种原因 以怨念或其他媒介 重新复活了 回来的古怪存在 我不是你妈妈 先老实待在这 爱丽手掌中央的炼金阵 闪烁了一下 随后一条条犹如绷带一般的布条 便是直接将灰人完全缠绕了起来 困成粽子一样丢在了地上 放开殿下 殿下快走 也就在此时 一直在暗中观察战场的灰人亲卫 也瞬间冲了出来 开始和爱德华他们的战斗 这群亲卫自然清楚 是殿下在娱乐玩耍 不敢上前破坏他的兴头 可眼前这突然的变故 显然是已经完全超过他们 能够接受的范围了 一个个汗不畏死的 朝着爱丽冲杀了过去 一朝一世都是以命换命的招式 在家人调动力量进行 对闲者知识的收集后 显然完全被重合 覆盖了的灰人是收不到什么的 唯一收购的三枚 以及前不久抢到的那一枚 都在灰人身上 那些轻微没有人有闲者知识 然而 在眼前这任务空间的限制下 他们却都一个个咳血 付出身体上的某种损伤代价 进行了强行发力与攻击 短时间爆发出的力量 让爱德华和阿尔冯斯 两人不由一阵惊叹 完全没想到 暗中竟然还有这么多奇怪的强者 看上去 好像并不是炼金术的能力 但战斗力却高得可怕 愚昧 爱丽面对那蜂拥而至的攻击 并没有丝毫在意 只见寒光闪烁 那些前仆后继冲击过来的人影 便是先后丧失了战斗力地倒在了地上 加上之前的强烈反噬 大量鲜血流淌汇聚在了一起 好几人还直接失去了生命气息 而完成了出手的爱丽 也伸手扶了扶耳 似乎在倾听着什么 明白 说完之后 看了一眼那被捆成粽子的人影 便也不再理会 而是来到了爱德华兄弟二人面前 走吧 这里已经没有拯救的条件了 随后便丝毫不理地上的一地人 直接带着欲言欲止的兄弟二人 离开了小镇 灰人的情报 许悦多少还是有的 所以在爱丽利用少量闲者之时的灵魂之力 作为代价和媒介 进行远程通讯的时候 徐悦还是很快认出了 那位存在感不高的皇子 有着藤原家这边了解的情报支持 看到他出现后 徐悦大概就明白 他是为了给家人扯后腿而来 加上对方身份的特殊性 徐悦也决定暂且观察一下 他最初的计划 是断掉皇家全部嫡系血统 而后随便在藤原家 挑选一个顺眼的和皇家联姻的旁戏 先送上去做傀儡 方便最快速度的掌控 不然的话 日国这边的血统论深入人心 以自己还能够待的时间 以及轮回空间的限定 个人实力再强 也无法完成统合 可如果有着更加适合的目标化 那他当然也不介意换一个 毕竟自己在下届的后半段计划当中 日国迅速整合形成战斗力足够的伪军出征 算是较为关键的一个步骤了 速度越快越好 毕竟打仗哪里有不死人的 任何战争都会让双方都出现巨大损失 没必要让元气卫富的大厦出力 只要有足够的管理人才就行了 要用命田的事还是交给伪军好了 这一位显然已经有观察的价值了 身为皇族 但却有着对皇室的憎恶 心性扭曲与单纯并存 也容易被完全掌控 就看看他在这个任务 空间当中的测试舞台上 能够做出什么表现了 第1715章才能 失联了 家人得到了回复后 略微皱了皱眉 最近他们已经和最后大boss七宗最团伙联系上 并且靠着自身的实力展现 初步和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这种情况下 虽然派出去的四人小队 只是一位精锐带四位资深轮回者的传统小队阵容 但要夺取那一枚最简单的闲者之石还是没问题的 蚊子再小也是肉 更何况是闲者之石 可现在却是失去了联系 而且那个小镇也完全被大火所焚烧 如果是轮回者干预的话 让他们连传讯和逃跑都做不到的 恐怕很可能是乱入者之上的存在 又是企鹅的人吗 他们的人手应该没有自己这边这么宽裕的 可国内其他拥有乱入者的势力 却又不可能敢和自己作对 算了 区区一枚闲者之石和一只杂牌小队 没必要关注这么多 对了 和罪命之链金术师的联系怎么样了 再过不久 他可能就要被钢之链金术师皆发被抓 我们的时间并不算充裕 已经联络好了 他果然没有在意我们的身份 在我们愿意提供足够的炼金材料 和一枚闲者之时后 果断地答应了与我们的合作 一位冷艳的女子恭敬的工身说道 他是家人的亲卫队队长 实力强横 也深得家人的信任 很好 今天晚上 我就和晴川师弟上门拜访 那种能够将人体炼成的技术 对于我们阴阳师来说 有着很不错的加成效果 家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神观在这个进度之前 就来到过这个任务 现在虽然用重置权限重置了进度 但要学的东西也早已到手 探路也探出来了 罪命之链金术师的手段 是他很推崇的一种辅助技巧 将是神完成链金合成 甚至将人体和是神合成 偶尔会得出强大的稀有一种 只是因为空间的特殊性 大神观也只能和以前教导他们一样 进行指点捷径 复制经验 学习方面还是需要他们自己过去付钱 或者代价学习 一枚闲者知识的学费 确实足够了 回森特拉尔的火车上 爱德华满脸死于眼地看着不远处 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风景叽叽喳喳的灰人 无奈地低头叹了口气 而后小声地对坐在对面 座位上的爱丽说道 爱丽姐姐 他们一直跟着我们 恐怕不怀好意啊 就这样放任不管吗 自从之前被爱丽姐姐救下来 从小镇离开后 爱德华就无语地发现 那个被打了一顿的漂亮小屁孩 也带着人在后面 屁颠屁颠地跟过来了 明明他们做出了那么过分的事 而且他们的人 也被爱丽姐姐打死了好几个 但那家伙却好像啥事 都没发生一样地沾了上来 时不时地还和爱丽姐姐套近乎 爱丽姐姐是很漂亮没错了 爱德华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完美的不似人类 但那个小屁孩 似乎并不是纯粹因为相貌的关系 而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茹木感 我们并没有买下这车厢 他们要去哪里是他们的事 在得到了徐悦的指令后 爱丽对于灰人的行动 并没有过多的干预 让爱德华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其实爱德华和阿尔冯斯两兄弟 对于爱丽的存在方式 也很是好奇 以他们的炼金水平 加上爱丽也没有特地掩饰什么 所以他们大概也能够知道 爱丽是某种炼金造物 可以称之为真正奇迹与禁忌的产物 甚至爱德华都怀疑 徐悦大哥哥能够进行那样完美的无阵炼成 可能就是因为利用禁忌之术 制造了爱丽姐姐才这样的 只是虽然好奇 求知欲满满 但这种可能会揭开对方伤疤的话 还是让爱德华问不出口 另外一边 几位还时不时咳血的灰人亲卫 此时对于这位殿下也感到有些无奈 尤其中那位领头忍者装扮的人影叹息地说道 殿下 对方真的不是王妃 不是您的母亲 当年您还小 都没有见过王妃的样子 但我们 不 他就是的 除了妈妈 没有人能长得这么漂亮 灰人固执地说道 他的亲卫 其实大多数都是当年他的母亲留下来的 对他也是忠心耿耿 只是从小缺乏了亲人的陪伴 还有他的特殊存在方式 加上皇家那种宫内复杂的环境与压抑 确实造成了如今他的这种怪异情况 对于他的固执 这位亲卫头子也感到了很是无奈 几位战友的死亡倒是还好 这次进来的人不多 但却都是顶尖精英 作为妃人殿下为数不多的亲卫 重生权限还是有的 为了殿下他们 命都可以不要 甚至胆敢反抗王储 甚至陛下的命令 这点挫折也完全算不上什么 让人最忧心的 还是殿下的心理状态 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消息 那一位就是之前让家人殿下吃亏的企鹅商会的人 这 他之所以留下殿下和自己等人一命 恐怕纯粹只是想要看着自己这边内斗吧 伴随着火车的减速 一行人也再次回到了森特拉尔 而一直长期在森特拉尔盯烧的几位眼线 也敏锐地发现了爱丽与爱德华一行 还有灰人一行 是那位疑似原是贾和孙武的女装大佬 还有灰人殿下 他们怎么在一辆车内 速速回去汇报殿下 请殿下定夺 事情涉及到了灰人殿下 他们自然也没权利做主 皇家是皇家了 只能由家人做出决定 炼金阵闪烁 四只鸭天狗开始融解融合 化作了一团扭曲丑恶的血肉 随后又重新塑形 最终出现后 那鸭天狗的丑陋外形完全不见 形成了俊朗的大天狗 让家人和秦川两人都感到了一阵振奋 成功了 活体炼成已经成功掌握 老师说的没错 这是能让阴阳师完成质变的可怕能力 虽然成功率算不上高 但只要成功就是写传 在这个任务空间的压制下 一枚闲者之时可以永久地交换出四只精锐轮回者实力的鸭天狗灵魂 用各种材质都能够炼制 当然 血肉材质还是最优秀的选择 而四只鸭天狗融合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概率 能够形成实力 跨不到了资深乱入程度的大天狗 这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如果不是带入的闲者之时 数目有限 他们都想要大量量产了 几乎能一直存在的大天狗实力 在当前的任务空间当中 绝对是王牌级的力量 语意上密密麻麻地 刻上了大量的炼金阵 加上对气流的完美理解 能够直接操控空气 形成飓风和锋刃 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毁灭整座城市都不在话下 而且 它的身体力量 也完全超过了人类的范畴和理解 配合炼金阵轻易地破空而行 举手投足 都能打出成敦的伤害 这就是这个世界当中 炼金生物和血肉之躯的极限差距 这 就是所谓的才能吗 在旁边负责教导 两人的罪命之炼金术师 修塔克 看着他们如此轻松地消化掉了自己的所有知识 甚至青出于蓝 进行了这种复杂的炼金 脸上也流露出了复杂之色 随后低头满脸狂热地 看向了自己手中的闲者之时 如果利用这个 自己也是能够成功的 一定 一定能够成功 第1716章 修塔克 嗯 灰人那家伙 刚刚成功进行了融合 心情大好的家人 突然听到手下来的汇报 也不由脸上出现了恶然之色 自己那个让自己都有些心动的弟弟 在宫廷中算是半个禁忌 因为他母亲对他使用的尽数复活 导致了他身上有着一种强大的诅咒 加上失去了强大母亲的庇护 失去了争夺资格后 所以才一直顺利存活到了现在 而因为前一段时间 自己在大厦的失利 当年 灰人母亲的一些旧部 也开始上蹿下跳 搅动风雨了 虽说对自己还够不成威胁 但皇位之争的铁血残酷 让家人也加紧了自己的提升 想要利用这一次机会 直接一锤定音 打消掉所有的异样声音 可没想到 那小子竟然如此执着 竟然跟着进入了自己的任务之中 想到这里 家人的眼睛也不由眯了眯 旁边的秦川 则是眼观鼻鼻关心 虽然他是未来的大神官 而且是铁定站在家人这一边的 但皇家内部的事 还是不能去干预的 只能让他们自己去做出决定 自己解决 哼 很好 的确是我那亲爱弟弟的风格 没想到我调动资源 卷走了几乎全部的闲者之时候 他竟然还毅然跟了进来 也不知道他手上能有几颗 家人脸上带着一种 若有若无的讥讽 没有名义 没有母族 支持者寥寥无几 拿什么和自己来比 不错的天赋 很可惜 你的天赋 还不足以抹除双方资源的差距 对方如此重视之前那一颗闲者之石 显然也足够体现出了他手中紧缺的窘迫 而轮回者在这个任务 空间当中没有闲者之石 纯粹只用炼金术的话 实力的发挥受到的限制就太大了 加上双方原本之间制的差距 就算让他在暗中捣蛋 也没有多少作用 不过 那个调皮的小家伙 竟然和企鹅的人一起下车 是想要借用企鹅的力量吗 家人陷入了沉思 企鹅这次的进入 也显得有些突兀 虽然让自己这边吃了一次大亏了 可他相信凭借大天狗的横空出世 再加上双方闲者之石的储备差距和人数差距 最终肯定还是几方占据全面上风的 这一点企鹅的人应该也清楚 出动那一似原是假的强者和徐悦 已经是企鹅最大的牌面了 但依然还是无法撼动自己 这种情况下 不是再搭上一个灰人就有用的 哪怕双方联合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不足为虑 不过随后他脑海中 又不自觉闪过了 上次徐悦核弹见仙的画面 的确 那一次的力量有些超乎想象 但因为等价交换的关系 他们的贤者之石储备又能用几次呢 而且万一到了最后关头 还有着老师的军阵 作为横扫一切的底牌 能够逼出军阵 也就是他们最大的能耐和荣耀了 哼 企鹅竟然勾胆包天 介入我们皇家的漩涡 是时候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不过调皮的孩子需要被打屁股 挥任他这一次做过头了 作为兄长 我有义务教育他一下 家人眼中闪过了一丝一色 作为高贵的皇家血统 怎么能和外人联手 是时候要告诉他什么叫做兄长的威严 既然能力已经学到手 刚知恋金术师也快要过来 那就好好看一看他们的表现吧 这一枚贤者之石 希望不要白给 正在国立中部图书馆当中 翻看着什么资料的徐悦 合上了书本后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神色 混乱的皇家关系啊 希望能带来点乐子 坠命之炼金术师 正在发呆思考着什么的爱德华 听到了罗伊大佐的话后 脸上不由闪过了一丝疑惑 爱丽姐姐在将自己两人送回来后 就消失了 而那个一直尾随的神经病小鬼也不见了 她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来到罗伊这边的 在罗伊提出建议之前 爱德华一直都在思考着 要怎么样才能再次找到徐悦大哥哥 然后想办法从他这里请教一些禁忌炼成 看能不能为自己兄弟两人 恢复身体找到合适的理论 可现在听到了罗伊的话后 也再次将他拉回了神 何成寿 能够开口说话并听得懂人话的何成寿 大概两年前 坠命之炼金术师修 塔克就成功炼制出了 引起了一时轰动的何成寿 不过那何成寿说的最多的话是我想死 然后绝世一周死掉了 修塔克也是利用这个成为了国家炼金术师 罗伊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脸上也露出了感慨之色 那种炼成对他的冲击也不小 那还真是厉害 请务必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满脑子都是如何恢复自己和弟弟的爱德华 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看来加入国家炼金术师的选择还是做对了 这个罗伊大佐虽然大多数时候都不靠谱 可答应了的是还是会信守承诺吗 当初罗伊就是靠着这个为诱儿 缩使爱德华入伙的 也就这样 爱德华兄弟二人 在罗伊的带领下前往了坠命之炼金术师家登门拜访 东都范围内出名的国家炼金术师现在也就只有罗伊和修塔克两人 对于这一位算得上顶头上司的长官带人过来请教 修塔克自然也表示了欢迎 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藏书无常地让爱德华观看 那么他们俩就拜托你了 另外不要忘记了 你的考核日不远了 这次希望你提交的心得能够更好一些 不然恐怕很难通过了 罗伊简单地提醒了修塔克一句 随后便扬长而去 国家炼金术师享受着高福利的同时 也必须要每年接受一次考核 确保资源没有浪费 修塔克因为两年前的合成兽 一举成为了国家炼金术师 但去年的课题却是不尽人意 只是看在两年前的成就上 勉强让他通过了 如果今年不拿出点像样点的东西化 那就会直接取消资格了 我明白 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修塔克听到了考核后 脸上忽然间也出现了自信的表情 让准备离开的罗伊都愣了愣 这家伙倒是很少会出现这种自信神采啊 而另外一边的爱德华 此时则是被一条白色的大狗扑倒了在了地上 百般蹂躏了起来 旁边一个小女孩捂着肚子指着他不断地咯咯大笑 第1717章 死因 好 好高明的手法 爱德华在空闲时间当中 看到了修塔克的部分合成兽 脸上也出现了震惊的神色 完全汇聚了双方的全部优点 而且极其的聪慧 能够听懂主人指令进行配合 无论是协助工作 亦或是战斗都绝对有着超乎想象的效果 哪里 我就钻研这一块而已 这是我的研究成果 修 塔克谦逊地服了服眼镜 脸上也挂起了一丝笑容和得意 他是一个没什么才华的炼金术师 只专攻于合成兽这一条路 两年前利用自己的妻子进行合成 完成了可以说人话的合成兽 从而成为了国家炼金术师 本来今年考核的最后阶段 他都已经做好了 要用女儿牺牲一下的决定了 但因为那一群过来交易的 不法分子提供的闲者之时 利用普通的野兽合成 都能赋予他们强大的力量 但论眼前的成就来说 已经完全不需要以前那种低劣的手段了 一位脸上戴着X刀疤的男子 抬头看着修塔克的别墅 墨镜下的脸上满是冷漠之色 背弃了神的罪人 只是在他抬脚准备推门而入的时候 旁边一道阴侧侧的声音 却是传了过来 伊休巴尔的遗民 斯卡先生 突然传来的声音 让斯卡神色一鸣 下意识地就抬手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抓去 只是还未抓到目标 一道强烈的飓风 便是直接将它吹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击到了电线杆上 将整个电线杆都撞歪了 哪怕身体素质超群 战斗意识强大的斯卡 都喷出了一大口的淤血 赶到了五脏位移 当年亚美斯多利斯对伊休瓦尔的镇压 第一次投入了国家炼金术师 利用亚美斯多利斯的研究力量 人造人们也在暗地里 进行闲者知识的炼程实验 并完善了各种资料 残留的伊休瓦尔人 也大多以难民营的形式被分散了开来 而斯卡便是其中的一位幸存者 现在便是投入到了猎杀国家炼金术师的行动中 并且还成功作案多次 就在前不久 他还刚刚杀掉了一位准将军衔的国家炼金术师中的大佬 他的右臂刺青被鸣克了一半的炼金镇 也就是说 他能做到理解和分解 但不会去做在构造 这种结果便是他能将任意触摸到的物体 都进行彻底的结构性破坏 当然 前提是他能够理解所触碰的物体 在动用血肉分解的时候 无法分解石块 动用物质分解的时候 又无法分解血肉 可以说单论战斗力来说 斯卡绝对是属于超一流的存在 能将爱德华兄弟 按在地上摩擦一遍又一遍 然而这等强者 面对暗中出现的攻击 却是毫无反抗能力地被击飞到了一遍 虽然多少有些偷袭的因素在里面 但这位连子弹都能轻易躲避的强大战士 也用自己来阐述了来者的强大 随后秦川和身后拱位着的大天狗 便是出现在了斯卡的面前 家人殿下现在去处理灰人殿下的事了 这里交给自己处理 而家人殿下选择最后城镇的地方 便是那伊修巴尔 到时候想办法将伊修巴尔幸存的难民 全都汇聚过去 再制造一些宝物出世的谣言 以所有人的性命为代价 加上存下来的闲者知识和大量资源 完成积累上的质变 这个斯卡便是其中的一环 作为伊修巴尔的代表性强者 他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宿命 炼金造物 人造人 斯卡满脸阴沉地看着那大天狗 眼中充斥着一股无名的怒火 经过这些年的调查 他已经有所察觉到幕后影子了 和人造人绝对脱不了干系 这是敌人 怎么回事 什么人 而这时候因为外面的动静 爱德华兄弟和修塔克也都同时冲了出来 看到了正在对峙的两人 修塔克看到秦川后愣了下 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而爱德华则是惊讶地指向了秦川 是你 上次就是你们袭击我的 你们想要干什么 哎呀哎呀 刚才小弟弟 我们可是答应了别人不伤害你的 你可不要自己凑上来啊 秦川看到了爱德华后 脸上也露出了莫名的笑容 虽然不知道幕后boss想要做什么 但他多少也有些兴趣的 不过现在自己的目标是斯卡 这个人是八痕人 常年猎杀国家练金术师 穷凶极恶的凶徒 你们不会妨碍我的吧 秦川把话说完后 爱德华也是愣了下 随后转头看向了修·塔克 他一个萌新国家练金术师 很多事都不清楚 的确有这么一个人 而且形象也很符合 他已经杀害了多名国家练金术师 这次出现在这里 恐怕目标是我吧 修·塔克表现得很坦然 既然都是敌人 那我们两不相帮便是 修·塔克将几只合成兽呼唤了出来 拱卫在了身边 做出一副两不相帮的样子 只有他才知道 暗中那些人有多么强大 那只自己亲眼目睹融合出的炼金造物 拥有着毁天灭地的实力 区区凡人 根本就不是对手 然而就在此时 一阵阵的雾气 却是莫名地出现在了眼前 而且以相当迅速的方式变得浓郁 让秦川不由脸色微微一变 身后的大天狗也迅速地张开羽翼 刮起了一道静风 可那恐怖的静风 竟然无法带动这雾气分毫 灰人殿下 此时的秦川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下来 这是灰人殿下的固有结界暗黑雾度 现在整片被雾气所覆盖的区域 都单独地被从当前的时空之中剥离了出来 形成了独特的固有结界 这必然需要闲者之识代替魔力 才能够施展出的强大技巧 是动真格的 他想要自己的性命 作为一位法系 秦川当然知道灰人殿下的棘手和克制 如果他不计代价的话 自己哪怕有大天狗护身都麻烦大了 可原本不是家人殿下主动去找灰人殿下了吗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逐渐地 明明就在不远处的斯卡已经看不清人影 而且让人完全迷失了方向感 四周的雾气也莫名有着和水银一般的沉重 让人行动不便 更有雾气想要钻入自己的体内 蚕食血肉 西西 看不惯你很久了 这次杀掉你 清脆的声音从雾气四周传来 那好似紧贴皮肤的杀意 让秦川额头上冷汗就冒了出来 要是死在自己人手上什么的 也太憋屈了 而此时 正站在一座钟塔上 静静俯视着下方雾气的艾力 则是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着什么 这次自己的任务只是观察 哦 还有教训那个叫做修塔克的家伙 第1718章 实用 无尽的恶念融入在了雾气之中 没有声音 没有影像 似乎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 杀意紧贴皮肤 让寒毛树立 一直被动地处于应激状态 就算是有着大天狗在旁边 也让秦川没有什么安全感 他平时最喜欢利用阴阳师的多手段 来克制其他敌人 但毫无疑问 面对这位灰人殿下 他却是反过来被其克制 什么愁什么愿啊 这么卖力的搞我有啥好处 开局就起码一个闲者之石保底 我啥时候得罪你了 你为了一枚闲者之石 都亲自跑去那偏僻小镇蹲点了 就这么浪费掉 总之现在的秦川有句MMP要讲 可对方都已经动手了 他却也必须要接招 现在对方直接就是一副要开大的样子 秦川也不得不无奈地有样学样 以闲者之石的灵魂之力化作了福禄 开始巩位自身 秦川在眼前的任务空间当中很有自信 因为自己的能力很契合这里 但这也是有前提的 比如眼前这情况下 秦川就感到了很是无能为力 哪怕自己能够挡下来 自己的花费也要比对方多得多 而且用在这种内斗上面 没有丝毫的好处 怎么算怎么亏 果然 精神不正常的人是根本无法揣测的 人家根本不会纯粹为了什么利益行动 就算在这里真的成功击杀了自己又如何 依然改变不了任何现实 纯粹只是按照对方的喜好形式而已 扑斥 没有丝毫先照 秦川的护盾破裂 肩膀上出现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如果不是他的反应符生效 自动避开了要害 那这一击恐怕直接能够斩断他的脖子 而且哪怕是肩膀中招 秦川依然还是感到了来自于五脏六腑的强烈疼痛 好似这一击并不是斩在表面一般 而是直接影响到了内在 身上多处地点莫名其妙地蹦血 秦川自己也大口吐出了发黑的淤血 但吐完之后 他的脸色反倒是轻松了许多 随后直接以自己的鲜血为媒介 靠着贤者知识的力量 锁定住了暗中的灰人 就算气息遮蔽 都没能屏蔽掉他的这种鲜血媒介 上吧 大天狗 对方的固有结界 最强的地方就是隐蔽 敏捷下降和持续伤害对比于隐蔽来说 根本就只是附带的 一旦能够成功找到对方 那自己就赢了一半 否则一直拖延下去 等到他集齐了要素 发动宝具杀招的时候 自己真的挡不住 刚刚召唤出来不久 火热的大天狗也发挥出了他高价值 高实力的课金优势 无论是近距离还是对锋刃 气流的操控 都让他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单单大天狗一人 就成功纠缠住了行踪暴露出来的灰人 灰人作为皇家成员 靠着闲者之时完全爆发的话 并不是无法压制大天狗 可其一 他闲者之时的数目有限 其二 他走的是暗杀者路线 打的就是爆发和一击必杀 一点一点集齐了要素后 精锐乱入者一时不察 都可能陨落在他手上 现在哪怕没收集齐全 也足够解解决大天狗了 但爆发的话 却也只有一击之危 用在大天狗身上后 晴川便完全地解放出来 原本的克制关系和攻守关系 请客间被逆转 灰人殿下 现在您选择回归的话 我自然会给你一个体面 但如果您执迷不悟的话 那也不要怪我心狠手辣 晴川逐渐地掌握到了节奏后 表情也恢复了平静 还有空进行劝说了 因为灰人母亲的关系 她活下来后 从小的潜力就很高 现在实力也是相当强横 如果能够全心配合家人殿下的话 那自然能如虎添翼 再怎么 也都是皇家之人 喂 你似乎一直忘了什么 只是就在晴川冷静劝说的时候 旁边传来的一道声音 却忽然间让晴川感到了一阵 从脚底到发烧的寒颤 不好 她在这固有结界当中 受到雾气的腐蚀和影响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反应过来后 终究还是慢了半排 一只直接分解了她外部防护的大手 穿透了进来 抓住了晴川的手臂 啊 凄厉的惨叫 伴随着无与伦比的疼痛出现 晴川整个手臂便被捏爆 分解成了细碎的烂肉 那种无法屏蔽的分解疼痛 让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晴川 都完全忍不住地发出了惨叫 如果不是她 另外一只手的灵符 化作刀光斩断了自己的手臂 同时逼退了敌人的话 这一击可能连带的整个身体 都将分解 正是一直隐藏在雾气之中的斯卡 晴川有着大天狗作为帮手 而灰人也自然而然地利用到了斯卡 对于灰人来说 她固有结界当中 效果对谁启用 将谁化作友君都在她一念之间 晴川利用血咒 两败俱伤的方式找出灰人 而后用大天狗去交锋 灰人也同样一直将斯卡庇护得好 慢慢靠近 关键时候给予致命一击 这种信手捏来 随意借用旁边力量的手段 也充分展现出了 灰人那野兽本能一般的战斗技巧 或许她有些蛇精病 加上性格纯粹 不太会什么布局和算计 可她却拥有着常人 所无法拥有的质感 轻易就能下意识选择 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 斯卡正面在这种战场当中 几乎与杂鱼无异 大天狗无论是利用气流操控 还是直接肉搏 都能轻易地撕碎斯卡 可秦川自己的血肉之躯 却是完全无法阻挡 斯卡那种霸道的半链金手段 一击之下 便是完全重创 开始就先吃了灰人一击 强行靠着负伤和鲜血 用出不菲的代价将灰人锁定 而现在再来一下狠的 直接就让秦川气息衰弱到了极致 土著 你在找死啊 开始被灰人伤到 秦川都完全能接受 对方身份地位和实力都摆在这里 自己还利用受伤进行了反抓 可现在被一个完全看不起 当作囊中之物的工具人土著 伤成这样 这让内心高傲的秦川 完全无法接受 恼怒完全冲昏了头脑 直接发狠 再次动用了第二枚贤者之石的力量 准备一鼓作气将斯卡撕成碎片 一道道白色光点朝着秦川身前汇聚 紧剩的左臂点在那些汇聚光点的中央 一鼓让斯卡感到了惊恐而绝望的恐怖冲击 瞬息间形成 咆哮而至 那种窒息的死亡感 哪怕还未接触就让他丧失了一切抵抗 动都无法移动 只能闭目等死 到此为止 冷淡的声音出现 下一刻那所有的窒息感便消散一空 睁开眼睛的斯卡只见到前面 一味绝美的身影 挥手间便直接将那冲击拍散 重新化作了点点光辉消失在四周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第1719章 平凡 又是你 秦川本来必杀的一击被直接击溃 看到光点消散后 来者的身影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惊怒的表情 又是他 上次就坏了自己的好事 这次又如约出现了 而且能够在殿下的固有结界当中自由行动 很显然他们已经联手了 可恶啊 此人的实力超绝 乃是一似那两位巨拨伪装的 自己绝不是对手 爱丽冷冷看着前方的秦川 则是低头又在本子上标记了一下 嗯 第四次了 暂时留下他 果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不愧是主人看好的人 灰人殿下 面对外人 我们不能 妈妈 在秦川准备苦口婆心的策反之时 话都还没说完就看到了灰人那惊喜的表情 顿时就说不出话了 外人 莫不是要把我当外人了 大天狗 撕碎他们 到了这等地步 秦川也不再做丝毫留守 直接下令大天狗做出最强攻击 连秦川自己都会遭到鱼波波级的绝技 羽刃风暴 因为灰人省大招 正逐步靠体术和气流操控压制灰人的大天狗 得到指令后 眼中不由闪出了一道鸿芒 随后冲天而起立于空中 背后每一根羽毛都刻着炼金阵的羽翼煽动 一片片的羽毛脱落飘动 随后瞬息间形成了一道道四重奏的恐怖波动 一波比一波强烈 一波叠加一波 固有结界当中固化的原建筑 也全部瞬间被撕裂成了粉碎 没有起到丝毫的抵抗作用 以大天狗为核心 地表直接掀开露出了泥土层 并且不断地向外扩散刮擦 犹如要吞噬整个城市一般 甚至被风暴摧毁的地方 那些属于固有结界特有产物的雾气都在消散 失去了原本的功效 似乎是攻击达到了某种上限一般 这一招放在固有结界之外的话 足够一击毁灭小半个东都了 虽然在大天狗控制下 晴川受到的波及要小得多 但依然还在那股鱼波下吐血不已 不过此时他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一种报仇血恨的快意感 袁世甲和孙武是很强 在其他世界自己很可能被秒都说不定 然而这个世界不一样 我们真的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阴阳师能够在当前空间纵横的底气 这就是我们的底牌 拿什么 和我们斗 做出了这一切 晴川也感到自己已经值得了 或许对方还能拿出什么更强的能力 破掉自己的攻势 但相对的消耗和代价 却也要大得多 以自己一人之力 耗尽他们的潜力 为家人垫下铺平道路 等到自己回归之后 也会得到嘉奖的 然而下一刻 他就见到了那犹如实质一般 近乎于凝固成固体的恐怖叠加风暴 骤然间被撕裂开了一道裂口 随后 一道人影寒光一闪 逆流而上 在风暴中冲出了一道白浪 直接与大天狗完成了交错 随后 于是不减地冲出了风暴 落在了风暴外的一处建筑之上 下一刻 那原本肆虐叠加的飓风 便好像失控了一般 开始绷不住地溃散而开 虽然瞬息间波及的范围更大了 可缺少了那种凝结感后 这种冲击却完全在他人的接受范围内 就算是爱德华 也靠躲在了阿尔冯斯的盔甲内 挡住了这股冲击 修 塔克也被合成兽们牢牢互助 天空中 不可一世的大天狗 从中部开始出现了平滑线条 随后一分为二坠落地面 坠落的过程中 便已分解成了一片片羽毛飘落 这是 满脸难以置信的秦川 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陨落的大天狗 似乎一时间都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这是自己的底牌 但为何会这样 不行 我一定要将情报带给殿下 不能让他忽然间遭受这种伏击 本来都准备逼出对方的战斗潜力就算了 提前回去养老好了 但现在突然间 秦川又有了活下去的欲望 随后 不管不顾 还能用的手迅速弹出了一份卷轴 咬在了嘴里 同时 一枚贤者之石出现在手中 被他直接捏碎 下一刻那随机传送卷轴 便发挥出了应有的功效 在灰人的固有结界出现裂痕的契机中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不见了踪迹 而一直看着这里的艾力 却也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 在秦川离开之后 才在手里小本子上打了个钩 多盯着他一点 明显还有可以挖掘的潜力 随后艾力便招呼都不打地离开了原地 艾力都走了 惠人自然也没有留下来的意思 秦川那家伙哪里有妈妈重要 管他去死 当雾气散去后 眼前世界似乎也回归了现实 原本在结界内被破坏的大地和建筑 全都恢复了原样 似乎刚刚只是一场梦境 而等到这些干预者都离开后 爱德华兄弟 修 塔克也和斯卡开始照面了 开始因为各种缘故 双方没有互相对起来 可现在就有些不一样了 巴痕人吗 很好 就让你来测试测试我考核的课题吧 修 塔克脸上突然露出了愉悦之色 压抑了这么久 终于轮到自己崛起了 相比于之前那些交战的怪物 很显然 斯卡还属于正常人的范畴 属于现在的修 塔克胆敢挑战的对象 扑斥 原本拱卫在修 塔克身边的几大合成兽 没有任何仙兆 任何反应的突然浑身暴血 碎裂了一地 让正抬起手指指向斯卡的修 塔克不由浑身降硬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怎么自己的宝贝们突然就这样了 看来他们没有你想象当中的这么能感 斯卡愣了下后 脸上也露出了冷酷的笑容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那几个给自己危险气息的何承受死了 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现在就只要解决掉那两个小鬼的抵抗就行了 很显然 现在的爱德华兄弟对比斯卡 这种身经百战的战士来说 差距不是一点点大 三两下 爱德华的机械手臂就被捏碎 阿尔冯斯的铠甲也被分解成半残 单纯的一面吊打 修塔克也经历了一遍之前晴川的遭遇 一整条手臂都被分解成了肉末 发出凄厉的惨叫 如果不是爱德华当机力断斩断了 他整个人都要被分解了 也好在最后关头 坐镇东都的罗伊带人赶来了 在没下雨的天气下 成功利用自己的火焰逼退了状态不好的斯卡 你们没事吧 吓了我一跳 之前那个人造人来到我办公室提醒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玩笑 还好过来了一趟 罗伊看着人人带伤的三人也松了口气 爱德华这小鬼和他弟弟倒是还好 可以无阵炼金的爱德华只要修理一下那机械臂就行了 可旁边废掉了手臂 精神遭受重创的修 塔克恐怕就不行了 活应该能活下来 但今后恐怕都失去了炼金能力 国家炼金术师除名已是定然 不过考虑他是因为自身国家炼金术师身份遭到攻击的 这也算是因公受伤了 所以养活他和他女儿的补贴金还是有的 修塔克或许平凡也很适合你 对于你的遭遇我很抱歉 平凡吗 草草处理了一下伤口 脸色因为失血和疼痛一片惨白的修塔克 眼中也出现了一丝茫然之色 随后露出了苦笑的表情 或许自己真的就应该回归平凡吧 本是平凡之人 何必勉强走上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呢 这一份身份带来的补贴金 或许也就是妻子最后的馈赠了 不 他应该不会馈赠也不会原谅自己 大概是给女儿的馈赠吧 暗中观察的某人掏出了一本小本子 然后在上面打了个钩 第1720章 马克博士 爱德华的手臂被捏碎了 阿尔冯斯的铠甲也出现了问题 双方暂时也都失去了战斗力 阿尔冯斯的情况本来是好修的 任何一位炼金术师都能轻易完成在构造 不过除了能够捕获阿尔冯斯灵魂的爱德华外 也就徐悦能够无损地处置眼前这种情况了 爱德华肯定也不放心交给其他人动手 但你的手臂这样是无法动用炼金术的 罗伊看着爱德华的样子叹了口气 没事 我回去修一修就好了 但八痕人一直在附近游荡 你落单后很可能成为他的目标 失去了战斗力的钢支炼金术师 毫无疑问是一枚优秀的靶子 而斯卡又不是那种 我会给你公平一战的道德洁癖者 能够更简单地解决目标 他肯定也不会放弃 一定得要安排什么人保护你去啊 我需要坐镇东都 不能离开 罗伊沉吟着 而作为他副官的丽莎 此时也一副死于眼的表情说道 我要看着这个无能的家伙 没有时间 这直白的说法 直接让罗伊嘴角抽搐 但却莫名其妙地无能反驳 我并不需要什么保护 爱德华的话都还没说完 办公室大门便已被粗暴地推开 一味肌肉胸贵冲了进来 哦 小爱德华 我刚刚好来了东渡 正好有时间 我来保护你吧 不 不要 本来就不想要什么保护的爱德华 见到了阿姆斯特朗之后 顿时就更加抓狂了 只是他的反抗都是徒劳的 已经先后被针对袭击过几次了 先是那一群奇怪的炼金术师 再又是巴恒南 这位钢支炼金术师很有吸引敌人的体质啊 随后 阿尔冯斯便被塞入了箱子 装入了火车的牲口运输车厢 而阿姆斯特朗则是带着爱德华上路前往故乡 一位千娇百妹身段婀娜的大美人 戴着一副墨镜走入了车厢 瞥了爱德华一眼后 便是拿着报纸坐在了距离他们不远的一处座位上 虽然穿着是宽松的大衣 但这种容颜和身段还是吸引了诸多视线 让他脸上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丝厌恶 人类真是被激素支配的低劣物种 他不喜欢人类 更加不喜欢这种人多的地方 但这一次却也没办法 也不知道刚才招谁惹谁了 短短时间内就被对了两次 差点送命 第一次的袭击者已经找到了 实力强横 让几方都很是忌惮 但好歹暂且达成了同盟协议 他们似乎也想要布置出一个炼金镇 让某个人完成某种进化 而双方的目标也并不冲突 所以还是可以合作下去的 本以为这样刚才的安危就有保障了 结果就是出去转一圈的功夫 他却又被那个家伙打得差点丢掉小命 而且 当初就下过刚才的那个人造人又一次出现了 相比于那一群目的明确 能够确保没啥冲突的家伙来说 这个人造人和他的主人恐怕才是计划的心腹大患 愤怒那家伙的判断并没有出错 七宗罪当中代表着欲望的拉斯特 现在也感到了压力很大 刚才可是重要的人住 计划完成之前绝对不能出事的 美女旁边位置有人吗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让拉斯特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又是被反眼欲支配的男人 麻烦死了 格拉托尼那家伙不在 不然能够省掉很多麻烦 有人 可拉斯特的话都还没说完 一道人影遍已经坐在了他的身边 还和他挨得很紧 顿时就让拉斯特眼中出现了一片怒火 该死的人类 找个没人的地方杀了他 回头稍微打量了一下 便发现是一个戴着单边金丝眼镜的俊俏小哥 不过对于拉斯特而言 颜值并没有什么意义 一个将死之人而已 看了人家不少书 所以多少也要回报一下就他一次 而且想要认识小姐姐很久了 果然比想象中要漂亮 徐悦上下打量了一下拉斯特 也感到了有些惊叹 创造生灵乃是属于神的领域 某种程度上来说 瓶中小人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人造人除了需要依靠闲者知识 来支撑自己的行动外 构造上与生灵并无区别 嗯 听到了徐悦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话 拉斯特也有些疑惑 不过这家伙是没见过 可能是某种新的搭讪技巧吧 两百年来 他被搭讪的次数多了去了 只是因为现在他的任务是监视和看守 所以整体来说也不能做得太反常 正好来了个工具人 那在他生命结束之前 利用一下也是可以的 你以前见过我 无嘴妩媚地笑了笑 拉斯特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股诱惑感 不愧他本身的代号 人类在他面前真没什么抵抗力 没见过 不过听说过 阿拉 你可真会说笑 这边两人的谈笑风声 落在不少人眼中 也对徐悦充满了嫉妒 而这一聊 就聊到了下一站的车站 通过路上的一些交谈 拉斯特还真的对徐悦感到了一丝兴趣和好奇 感觉无论说什么 这个人类都能接上来 而且让人沐浴春风 时间过得不知不觉 不过就在此时 阿姆斯特朗的叫喊声 却是将拉斯特重新拉了回来 啊 这不是马克博士吗 只见阿姆斯特朗将头伸出了窗外 看着外面车站上的一个中年人 满脸惊喜的表情 那位被他称呼为马克博士的中年男子 在见到了阿姆斯特朗之后 反倒是一脸的惊慌之色 随后把腿而逃 马克博士 等等 等一下 阿姆斯特朗在后面呼喊 而爱德华则是疑惑地拉了拉他问道 他是谁啊 不是要护送我回家吗 那是马克博士 是一位医疗手段很强的国家 炼金术师 不过已经失踪很久了 你和你弟弟的问题 说不定他能提供合理的建议 听到了阿姆斯特朗的话 爱德华也不由浑身一震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重要了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追上去啊 一边说完 一边自己也主动地离开了车厢 阿姆斯特朗也立刻紧随其后 也就在此时 拉斯特和徐悦也先后站了起来 双手环胸显得更加宏伟的拉斯特 此时脸上也收起了商用表情冷冷地说道 到此为止吧 虽然聊天很开心 但你如果继续跟着我的话 可是会送命的 哪里 我们只是凑巧一条路 不过还真的是谢谢提醒呢 徐悦随意地笑了笑 在中都图书馆 他可是拿着马克的书籍完善补全了一些知识 能方便自己对瓶中小人的炼金阵进行掌控 再怎么 作为报答也要救他一次吗 哼 真是拙劣的借口 这可是你自找的 本来的话 拉斯特是劝都懒得劝一句的 找个没人的地方杀掉就是了 就是觉得他比其他人类有趣 杀掉可惜了才多说两句 但现在看来 他和那些肤浅的被激素支配的人类 也没什么差别 真是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第1721章 中都 艾莉用东帽遮住脸 拿出了一块正在清扫的牌子 摆在了厕所门口 随后便躲在一边 拿着报纸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人群 怕有人误入其中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见到了主人出来后 才是偷偷过去 将牌子又收了起来 然后看到了浑身发软 扶着墙壁出来满脸茫然的拉斯特 刚刚发生了什么来着 感觉情绪太激动 有些断片了 哦 对了 我是来监视和保护钢仔的 他人呢 糟糕 得要快点赶上去了 已经忘记了马克医生事情的拉斯特 再次登上了后一趟的火车 急匆匆地前往了爱德华的故乡 你是什么人 马克回到家中 见到坐在自己办公桌上的徐悦 满脸都是大惊失色的表情 后背紧贴墙壁 如临大敌 马克博士 不要有这么大的敌意 你不是都将资料位置送给了小豆丁吗 徐悦抬了抬手 示意马克医生不要紧张 可他的话 更加地刺激到了 这位看上去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 只见他手掌朝着墙壁上一排 墙壁便直接化作了一道吐刺 朝着徐悦积涉而去 但却被徐悦轻易一个侧身躲过了 都说了我没有恶意了 如果不是我帮你暂时挡住了拉斯特 恐怕现在你就真的麻烦了 毕竟是有着成为人住的前置 他们不会让你脱离掌控的 徐悦耸了耸肩 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样子 呵 然而马克博士却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相信徐悦的 这次改成双手 更密集的吐刺便是朝着徐悦覆盖而去 而面对这些 徐悦也只能无奈地抬手 没办法 在这里自己可没有爱力那样的体魄 碰 无数吐刺在刚刚触碰到徐悦的时候 就骤然分解 化作了细小的沙粒 洒落地面 所有攻击都迎刃而解 直到现在 马克才是目瞪口呆地停下了攻击 刚刚那事 吴震瞬间炼成 直接瞬息间将自己的攻击进行了分解 有点夸张了 这等实力要对付自己的话 那的确是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东躲西藏这么多年 马克博士也知道自己终究有些太敏感 之前那两位炼金术师也一样 抱歉 是我太激动了 强行冷静下来的马克 对徐悦发出了道歉 如果您真的拦住了追捕我的人的话 那我在此也表示感谢 虽然是拦住了 而且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让他暂时忘记了你的事 不过迟早都会想起来的 所以你有空后最好搬家 徐悦善意地提醒了一下 我会的 阁下来找我也是为了闲者之时的事吗 我 不 你的著作我已经在中都图书馆看过了 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无论是表层还是深层我都知道 徐悦笑了笑 过来也就是还个人情而已 这个马克博士是当年参与过闲者之时开发的组长 察觉到了那真正的真相后才暗中逃离的 原本这一次 他因为被爱德华他们找到 事后也被拉斯特给控制了 但因为徐悦地插手 显然他还是逃过了一劫 原来你都已经知道了吗 的确是感谢你的元首 马克不由露出了苦笑之色 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价值 就是那闲者之时的开发资料 明明人家都已经得到了 精准地报出了资料的位置 这还过来一趟 的确是对自己没什么其他想法了 真的是好意 而莫名的 马克也感觉一直困扰自己的压力 也轻松了很多 守着那等秘密 一直苟延残喘 东躲西藏 他的内心已经绷紧到了极限 现在有人共同分享这个秘密后 还是让他一时间感到了压力骤降 特别是分享秘密的一看 还是一位强者 我不知道您的名字 但您既然已经知道了隐藏在那之下的秘密 那我还是恳求您 恳求您想想办法阻止他们 我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马克忽然间对着徐悦深深地鞠了一躬 阻止 我自然会阻止的 徐悦语调有些惆怅地说道 不过不是现在 好了 记得好好躲起来 别又被找到了 我先走了 徐悦摆了摆手 随后便直接离开了马克的住处 让马克在后面看着愣愣出神 随后便是迅速进屋 开始收拾戏软 人家都过来提醒了 那他就绝不会抱有侥幸心理 那群人的手段 他是清楚的 自己继续待在这里 不单单是害了自己 很可能还会害了附近所有的人 爱德华回家维修手臂花了好些天 他的青梅竹马 大机械师温利熬夜了几天 为他将新的手臂做了出来 而后爱德华亲自恢复了弟弟阿尔冯斯的盔甲 差不多了 该去中斗了 摆了摆手臂后的爱德华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振奋的神色 从马克博士这里 得到了闲者之识的情报后 无论他再怎么劝说自己 自己也必然要去看一下 哪怕真的是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又如何 用闲者之识 恢复自己和弟弟的身体 是一直以来自己的梦想 也就带着这样的信念 爱德华兄弟便在阿姆斯特朗的护送下 继续踏上了前往中都的旅程 而终于再次赶上了他们的拉斯特 也莫名感到了有些疑惑 中都 为什么 他们这个时候要去那里 不是本来修理完手臂就回东都的吗 不断沉吟思考着什么的拉斯特 似乎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很重要的事 嗯 忽然间 拉斯特脸色一片飞红 双眼朦胧 脚下一软突然扶住了旁边的栏杆 脑海中闪过了诸多一闪而过的画面 回忆起了不少原本断片了的记忆 该死 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拉斯特催了一口后 便是急匆匆地登上了火车 无论如何 计划都要摆在第一序列 而如果让钢仔那家伙得到了原版信息的话 真的会有可能让他看出什么的 师弟 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了 中都 一处别墅当中 已经混成了国家炼金术师的家人 看着眼前断臂的秦川 也露出了感慨之色 师弟也不容易啊 随机传送后 重伤之躯摸爬打滚 终于来到了中都 带回这等重要情报 竟然连大天狗都能击溃 还有灰人那小子声东击西 和企鹅的人丸配合 很好 这等伏击提前有了准备的话 倒也不足为虑 第1722章 地狱之门 爱德华的天才之名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加上他被袭击过几次的原因 所以在阿姆斯特朗少校 带着他到了中都的时候 直接就安排了两位保护人员 全程跟随 而且前往图书馆找书的安排 也很妥当 直接叫来了图书馆的负责人帮忙 啊 找到了 找书过程并没有什么波折 很快就找到了马克博士的著作 作为一位出色的研究人员 他的书籍有很多 爱德华也是对着他给的书单找出来的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的普通书籍 不过作为一位优秀的炼金术师 在得到了提醒知道书本里面有东西之后 他还是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这是一本按码书 是炼金术师专门记载一些重要信息用的 必须要破开按码 才能够读懂里面的真正内容 哼 那位大叔还真的在考验我啊 不过这种东西完全难不住我 爱德华脸上浮现了一丝自信之色 也是了 连这按码都无法破解的话 那知道这些知识内容也无用了 随后他便是心智冲冲地 将书被回临时住处 开始没日没夜地破译 而这些举动 也全都落在了暗中观察的拉斯特眼里 七 还真的是给我出难题啊 咬了咬手指的拉斯特 也感到了问题有点棘手 换成普通才能的炼金术师 哪怕让他们得到这些资料也无用 顶了天能够知道闲者知识的来源方法 可刚才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炼金术天才 说不定 还真会让他明白背后的含义 这这时会有些影响 毕竟是重要的人住 直接出手吗 虽然有那家伙在肯定可以得手 但现在还不是暴露这么多信息的时候 拉斯特思考了片刻 虽然现在已经到了计划后期了 可也还不至于要让愤怒出手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这位置上稳稳当当地做到计划成功实施 既然如此 那那几位合作伙伴 却也要展现一下他们的诚意了 拐弯抹角地帮他们获得了国家炼金术师的资格 他们也是能够和刚才接触一下的 而且不是本来就对过吗 这倒是刚刚好 至于他们也对那些内容生出窥视感 其实无所谓了 接触到现在那群人就是一群别角的家伙 纯粹仗着贤者之时为所欲为而已 顶了天能知道贤者之时的炼成手法 对于不缺贤者之时的他们来说 也没啥大不了的 给他们看就看了 嗯 刚知炼金术师也来了吗 正好 完成他们要求的同时可以探一探他的底 反正他们的要求只是要保住他的性命 家人这边得到了合作伙伴的要求后 只是略微考虑一下就答应了 他发现这幕后BOSS的隐藏实力不是一般的大 借助他们搭建自己想要的炼金阵 速度将会很快 此时老师和子愿已经去伊休巴尔 为自己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了 现在这种时候 自然也要满足他们一下 对付钢支炼金术师而已 还可能从他身上得到想要的东西 而且对于那些幕后BOSS所重视的资料 他们也感到有些好奇 能够被他们所重视 说不定就是很重要的知识 甚至可能涉及到贤者知识 这个炼金术师的任务空间当中 贤者知识的产出大多都和那群人造人有关 因为轮回者们的知识 他们倒是能判断贤者知识和灵魂有关 所以才会有轮回者拿着半成品去其他任务空间收集灵魂的事 但贤者知识本身的制作手法 他们却是完全不清楚 家人有预感 这次的资料很可能就和贤者知识有关 啊 是你们 正在翻译文献的爱德华 被突然推门而入的几人打断后 当即也认出了他们就是袭击过自己的人 自然是我们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是同僚了 可不会再针对你什么了 家人耸了耸肩 随后露出了自己代表国家炼金术师身份的怀表 让爱德华也不由有些吃惊 这些家伙袭击过自己 竟然也被收为国家炼金术师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初的袭击只是个误会而已 之前我的搭档还帮你们对付过疤痕人 不是吗 家人将之前秦川的事也拿出来说了 让爱德华无言以对 那一次对方的确没有表现出恶意 当初我们袭击你 其实只是好奇你为何可以无证使用炼金术而已 希望你能原谅我们对知识的渴望 所以这一次听说你想要翻译什么资料 我们也厚着脸皮过来讨教讨教了 拉斯特他们对轮回者们的要求是阻止爱德华 可轮回者们却反倒是想要等到爱德华翻译完成再出面 都是各有各的想法 各有各的打算 无证炼金我为何能够获得 我也不知道 爱德华沉默了片刻 并没有说明的意思 这件事一直都是他的禁忌 他不愿意过多地提起 更何况还是袭击过自己的人 这群人给他的感觉很不好 而且文献已经翻译出了许多 对于其中的内容 爱德华也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 的确如马克博士所说的那样 这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是绝对要封存的秘密 他绝不会告诉这群人 嗯 爱德华终究还是个小鬼 他的反应态度已经让家人读懂了许多内容 心中也暗自欣喜 看来自己的推测并没有错 这小鬼得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机缘 而且还是先后两次 无振炼金是一次 眼前这又是一次 果然这家伙很大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秦川师弟说的对 气韵之子很难对付 轮回者们没有完全把握 也不会动手 但却并不意味着气韵之子不能对付 绝对的力量碾压下 管他是什么气韵之子还是未面之子 统统都能镇压 毫无疑问 这一次几方就有着这样的力量 刚知恋金术师小兄弟 你这就不地道了 现在我们可是同僚关系 而我们对于知识的 求贤若可尼也是知道的 家人语调变得有些诡异 阿尔冯斯也敏锐地挡在了哥哥面前 满脸戒备 国家练金术师之间不允许厮杀 但只是知识的交流和切磋 却并不是不行 家人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异样的笑容 随后属于他的那一只大天狗 也从身后走了出来 秦川师弟特地和自己提醒了 大天狗的威能是在他们面前展现过的 在见到了大天狗后 他们自然而然地也会知道 需要怎么选择 第1723章 远程操作 哎 你好像显得有些狼狈啊 刚才那家伙真的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吗 多少有点麻烦哎 代表极度的恩维 喜欢变成年轻俊俏的小年轻 此时在第五试验所的废墟里 看到拉斯特进来后 不由有些意外地说道 没想到他们遇到了马克那家伙 我后面特地去了一趟 发现他已经跑掉了 拉斯特的表情也显得有些冰冷 你不是一直跟着刚载的吗 怎么都没及时发现啊 后面又是如何知道的 恩维有些好奇 相对来说 拉斯特算是他的前辈了 对于拉斯特的能力 他其实还是认可的 出了点意外 拉斯特莫名翘脸一红 支支吾吾地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让恩维不由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拉斯特竟然还会露出这种害羞脸红的样子 这个不是个假的吧 小鬼 看什么看 发现恩维愣愣地看着自己 拉斯特不由又冷下了脸来 然而就在此时 身处于第五研究所废墟的他们 却是突然感受到了大地的一阵震动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距离这边好像还很远 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两人也迅速地离开了这处基地 来到了外面的建筑上 看着天边出现的四道通天龙圈 眼中不由闪过了震惊之色 竟然是炼金术 炼金术竟然达到了这等炼成的规模 闲者之时吗 那几个新盟友 毕竟他们手上莫名地有着很多闲者之时这一点 自己等人也是知道的 可不是仅仅安排了他们一下 让他们去破坏钢仔对文献的学习吗 怎么弄出了这么大的场面 完全靠不住啊 等两人迅速地靠近现场后 才是发现他们要对付的 的确就是钢仔两兄弟 而且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的事 明明兄弟二人并没有上次那样使用 不知道哪里得到的闲者之时 但却依然爆发出了让人有些看不懂的力量 确切地说是阿尔冯斯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此时爱德华已经被阿尔冯斯的铠甲装在了里面 而阿尔冯斯铠甲之外 竟然出现了好几道炼金阵图标 看上去好像是血液刻画上去的 此时正散发着金色的光辉 看样子应该是早就被刻画了 只是一直被特殊手段隐藏了 现在才展露出来 那些炼金阵竟然能够自动分解所有靠近的攻击 是半炼金 让炼金步骤终止于分解的能力 可他这是什么时候拥有这样的能力的 感觉比斯卡还要更加强大 如果真的有这么强的话 那为何前不久被斯卡打得和死狗一样 不是吧 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强了 就算是我们动手也会感到很棘手啊 恩维抓了抓头发 一脸丧气的表情 而拉斯特脑海中 则是不自觉地浮现出了那一位 戴着单边金丝眼镜的人影 那个完全看不透的绅士 自己跟踪钢仔的途中 只有那一段时间失去了记忆和意识 也只有他能够有机会做出什么手脚 之前阿尔逢斯是被单独装在箱子里 放在牲口车厢运送的 仅仅只是留下用血液刻画的炼金阵 通过特殊手段隐藏起来 现在才爆发 这威力就达到了如此地步 那家伙是比人住都还要更加人住吧 操控大天狗攻击的家人 此时也感到有些作辣了 本来还以为手到擒来的 但没想到兄弟两人竟然如此激动 一副就算死都不会说出秘密的样子 顿时就惹恼了他 想要教训一下 结果要不是大天狗给力 被教训的人就是自己了 那个盔甲人身上的能力太过无解 哪怕大天狗的攻击 竟然都被他完全分解 大天狗能发出割断钢铁的锋刃 可锋刃也是气流组成的 通常来说 哪怕有炼金术师能够进行解析重构 也完全没有时间能够反应过来 激发之前就会被大天狗切成碎片 但对方身上那炼金镇却可以 这也太过分 太犯规了 一直压着对面打 没有丝毫压力和难度 面对那乌龟壳 却是完全无能为力 甚至一度让场面失控到了眼前这状态 麻烦有点大了 住手 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关头金 布拉德雷出现在了现场 并且严厉地制止了双方的对峙 好不容易碰到台阶下的家人 也立刻顺驴下坡 满脸歉意的表情说道 布拉德雷阁下 真是抱歉 是我们交流的方式有些不对 我会对损失进行赔偿的 家人的那种态度 让爱德华感到了很失愤慨 掀开了阿尔逢斯的盔甲 露出了脑袋说道 根本不是这样 你们是想 哼 大总统阁下 他们根本就不是好人 爱德华想要把事情说出来 但到了嘴边后还是咽了下去 闲者之时的是太过敏感了 闹大引来了注意的话 反倒是大麻烦 这种技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这是打开地狱之门的资料 诶 现在才到账吗 正在前往伊休巴尔的徐悦 得到了提示后 也较为满意 尤为二五载秦川和珍 二五载景上家康带节奏 家人他们的行动完全都是可以预判的 太好读懂了 现在徐悦前往伊休巴尔 也是准备看看大神官他们的进度如何了 毕竟是为自己刻画炼金阵 多少也得把把关 通过景上家康传来的反馈 大神官他们是直接准备利用伊休巴尔难民的大量鲜血 来刻画那足够覆盖整个伊休巴尔的炼金阵 鲜血连接灵魂 而后融于土壤 刻画出最强的炼金阵 再配合足够的闲者之时 将他们带来的所有稀有资源都完成转换 一举将家人的生命层次完成升华 作为可以将世界意志当饼来吃的徐悦 对于这种简单粗暴的低劣手段 也感到了有些嫌弃 上次直接把心魔打磨凸了后 加上徐悦本身的习惯 在非必要情况下 他是不喜欢乱造杀戮的 什么灵魂啊 血迹啊 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么原始野蛮的东西 要动脑子好不好 还是自己帮着辅佐改进一下吧 直接提建议 好像他们不见得会听哎 找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把改进方式带过去吧 嗯 景商家康那家伙还在中都 有点远 找谁好呢 第1724章 难民 长长的队伍在干燥的沙漠当中行走 全都是衣衫蓝绿 有着衣修巴尔人特色的难民 而他们的手上都被粗长的麻绳串连着 被拴住的地方明显的有着魔魄的血泡 眼中充满了麻木和绝望 似乎是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一般 而这上百人的队伍旁边 则是有着四个明显衣着不同的人影 正是大神官带着的另外一批轮回者 很显然 这四人就是负责押运这一百多人 前往某处指定地点的 该死的土著们 看清楚我们的身份 难道忘记了当年的苦难吗 一位轮回者挥动着手中的鞭子 将走得慢一点的一位老者 狠狠地抽了一遍 打得他一个量抢 皮开肉绽 而一路上旁边的衣修巴尔人 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反抗 有过 但面对这群似乎专门为杀戮而生的炼金术师 却是全死了 活下来的都是没有再反抗的顺民 当年伊修巴尔镇压的事件 不由又浮现在了猪人的心头 呵 土著 那位抽出鞭子的轮回者 眼中充满了讥讽和优越感 这些被分割成一个个难民营的伊修巴尔人 毫无疑问是最佳的捕获对象 没有人会为他们出头 他们的人数也足够完成 殿下的发动阵法布置了 这可都是宝贵的资源 他下手也是有分寸的 小心 有人 旁边一位机敏的轮回者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向所有队友提醒了一下 随后便是看到了那穿过风沙走过来的一道人影 这种地方 一位旅者的样子 怎么看怎么可疑 自己这边一看就不是好人好吧 普通人看到有押韵上百人的队伍 还不远远地避开 竟然主动找了过来 伊修巴尔也是有强者的 那个斯卡我们如果不动用 贤者之石碎片的力量 恐怕都无法对付 押韵的四人都是精锐轮回者 家人在财大气粗也不可能 他们也都每个配上贤者之石 只有一些残渣的力量 不过也足够他们爆发几次了 加上本身在炼金术上的造诣 哪怕不使用贤者之石碎片 在炼金术师当中也能撑得上强者 但比起斯卡那种开挂的家伙 显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这也让几人脸上露出了戒备的神色 而被俘虏的那上百人 也似乎终于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这真的是来救我们的吗 不过想想这四个恶魔的实力 加上来者的人数 他们顿时又放弃了原本的天真想法 哎 哦 终于是找到目标了 不容易啊 这任务世界还怪麻烦的 见到了眼前的押韵队 以及几位轮回者后 徐悦也放下了防沙东帽 露出了本身面目 这一次 他连黑影人的权重都懒得用了 撬开几个精锐轮回者的嘴 还是很简单的 利用他们找到一两位相对重要些的家伙 才好下手吗 徐悦 徐悦的情报信息 在日国也算得上如雷贯耳了 特别是这一次 他们企鹅还出动了相当大的手笔进来 此时看到徐悦后 几位轮回者也都感到了一阵绝望 哪怕是眼前这种任务世界当中 双方的差距都太大了 根本没什么可比性 甚至连逃脱都是一种奢望 用闲者之十碎片的力量 都不如对方普通炼金术 不过终究是家人选出来的敬畏 哪怕是知道前方是深渊 一个个也都迅速地恢复了士气 甚至变得有些疯狂 是为殿下尽忠的时候到了 殿下必定会为我们报仇的 板在 没有丝毫犹豫 几人便都将身上的闲者之石碎片消耗殆尽 一个个化作狂风直逼徐悦而来 他们可都只是精锐轮回者 没有重生权限如此也能看出他们本身的狂热 哪怕是以卵机时也好歹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呵真是不错的精神 徐悦轻笑了一声 脚下的沙朔便忽然好似被赋予了生命一般 化作了一条条触手直卷几人而去 在他们完全施展开来之前 便是将他们包裹了起来 形成了沙涌 固定到连脖子都无法扭动 只剩下眼睛和口鼻露在外面 几条更加细小的沙袋触须 还钻入了他们的嘴里 防止他们自尽 好了 现在到我问话的时候了 附近有没有滋身乱入以上的家伙 谁说出来 谁就可以活命 可以包括以后都能活命哦 徐悦满脸笑盈盈地说道 呸 你休想 不要侮辱我们的武士道精神 哪怕嘴里含着那沙袋 其中一位轮回者也都硬气地开口了 听到那轮回者的硬气开口 其他三人似乎气势也更胜了不少 明明是俘虏 却都带出了一丝傲然 你们太过小看我们的忠诚 太过小看我们的荣耀了 为殿下尽忠是我们的荣幸 听到了这话 徐悦反倒是显得更加阳光了 很好 我就喜欢这样的狠角色 不然也未免太无趣了 就从你开始吧 这个世界很多能力不太方便使用 对付你们显然也不值得浪费闲者知识 但这个世界本身也是存在着大恐怖的 人体炼成是禁忌 就算是合成兽也被禁止使用这种材料 不过只要不被人发现的话 也没人会怪我吧 在合成之前还需要经历分解的过程 希望你能熬过去 徐悦戏条曼里的话语顿时就让开始那大叫板载的家伙熄火了下去 莫名的四人都感觉到了被己施碌碌的 他们不怕死 被殿下选成敬畏后他们就已经有觉悟了 这是荣耀 然而 有时候死亡真的只是一种解脱 啊 慢慢从手指开始分解 那种足够让秦川这等强者都忍不住惨叫的恐怖疼痛感 慢慢持久地开始蚕食下去后 显然不是精锐轮回者可以抵挡的 惨叫声都叫哑了 被徐悦先后利用炼金手段从昏迷中唤醒了几次后 第一位轮回者便是被徐悦利用沙子炼成了尸身人面相 抑制整个地被抹平残破 呆呆傻傻地变成雕塑趴在那儿 重复呢喃着一些凌乱的信息 子愿 子愿大人在不远处 子愿大人太凶了 大人救命 尽忠 板在 信息不够啊 轮到你们了 徐悦转头看向了之前叫嚣声第二大的家伙 啊 你们的武士道精神 也就这样吗 第三位被分解了一半 终于还是顶不住那种绝望的压力和疼痛 老实地交代了出来 前面两人的遭遇 已经让他散大跌了 自己感受到一半后终于是扛不住了 然后被徐悦利用沙子 重新构造了半边身体续命了一波 子愿队长作为监军 一直在多个队伍之间巡逻活动 防止有人破坏 他应该是距离最近的高层了 但他的具体位置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第1725章 冤枉 嗡嗡 发动机轰鸣声响起 一只12人的机车 对在这沙漠中狂野地穿梭着 掀起了大片沙尘 机车都是看上去很复古 很有机械美感的重型装置 而上面却都是青一色的婀娜女性骑着 机械与美的反差感让画面看上去很有冲击 特别是领队的中山子院 那种机车专用的皮质紧身外衣 配合那夸张的曲线 着实是犯规 外部的科技产品靠着闲者知识 可以交换进入世界 不过性价比来说极其低下 哪怕家人这边才大气粗也不会去做 还不如多召唤点大天狗 但如果掌握了炼金术的话 身边又有着合适的材料 那只需要花费不大的代价 就可以复制出非战斗用途的机械用品 不需要知道原理 只要交换和复制就行了 这些机车便是如此产生的 紫苑姐姐大人 那个斯卡并没有出现 这么大的动静 她是还不知道吗 之所以会有这一支亲卫队 进行监军巡查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提防那个叫做斯卡的家伙 因为几方这次分得比较散 以那个斯卡的实力 普通的队员可无法对付 必须要揪出来解决掉 至于企鹅商会 他们应该是不会想到自己这边 会奋兵多路 由大神官和自己带队 先来如此偏僻偏远的地方 进行阵地布置 有殿下和秦川 分别在中都和东都吸引着注意 加上他们上次使用了 大量贤者之石放杀招 却反倒是不用太过担心 比贤者之石的数目 你们拿什么和早就开始准备的 我们来比 殿下高瞻园主 早早地制定了计划 默默收购了这么多贤者之石 加上最后阶段突然的溢价收购 可以说近期的贤者之石 八成以上都落在了我等的手上 这个世界的等价交换是铁律 上一次近乎于一击击溃城市的代价 绝不是几颗贤者之石 可以搞定的 只是就在此时 好几道逃难的难民身影 落入了他们的眼中 嗯 是伊修巴尔人 而且这种服饰和手腕上的伤痕 是我们捕捉的祭品 有情况 看清了来者的状态后 12辆机车组成的车队 便开始分散包围 将那群逃难者驱赶到了一起 说吧 你们是如何逃出来的 从机车上翻身而下 取下头盔的子愿 满脸冷艳之色 强大的气场 让现场的那些伊修巴尔难民 那那不语 是 是有人就吓了我们 有一位年轻难民 咽了口口水 小声说道 几个人 一个 很好 发现目标 从这边得到了结果后 中山子愿脸上 也泛起了自信之色 分成三队 一队由我带队去追捕目标 一队押送这些祭品到目的地 另外一队去收拢其他逃跑的祭品 三道目的明确的命令下达 其他队员便是同时领命 嗡嗡的机车声 瞬间散开 鱼 鱼妹的土著 大人们不会放过你的 最后一位精锐轮回者 一边咳血 一边沙哑地说出了最后的话 此时 他半边身体已经完全粉碎破坏 全靠一口气撑着 没有重生权限的精锐轮回者 命运的路程 也就到此为止了 另外 一边不断大口喘息 捂着泪下伤口的思卡 脸上表情也显得很是凝重 对方看守只有四个人 而且为了看守一百来人分的 也比较散 自己在提前埋伏突然偷袭的情况下 最终竟然也将自己逼到这等地步 真的没有一位弱者 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势力 为何要针对我们 难道又是当初的那些人吗 我没办法护送你们离开了 你们分散逃 逃得越远越好 不要又被抓住了 简单地恢复了一点力气后 斯卡便是沙哑地 让被捕获的难民们逃离 伊修巴尔人本身的生活条件就很艰辛 也习惯这种沙漠环境 所以哪怕是这种人际罕见的地方 他们也能够成功自己逃生 将绳子都断开后 那群伊修巴尔人表示完感谢后 也先后迅速离开 只是就在此时 机车的轰鸣声却是隐约从远处传来 让一位难民忽然面露惊恐之色地说道 我记得这个声音 这是他们监军的车队 我们逃不掉了 被发现了 斯卡听到后也不由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这才是自己袭击的第一支队伍 他们的反应怎么会这么快 不等斯卡想完 四辆机车便已进入了视野 其中三辆散开约束那些准备逃跑的难民 领头那一亮笔直地朝着斯卡冲了过来 随后再不远处翻身而下 激烈的动作引起了一片起伏 很好 抓住小老鼠了 见到眼前负伤的斯卡 中山子怨没有丝毫地在意 嘴角挂起了一丝美丽的弧度 刚刚站立就甩出了一条长边 随着她的甩出 空气中都发出了破空的暴鸣声 手柄处炼金阵闪烁 那高速破空而至的长边 直接开始硬化 瞬息间化作了尖锐的长矛 因为甩边的速度和链金反应 本来就受伤 行动有了一些限制的斯卡 也没能完全避开 直接被贯穿了小腿 不过斯卡也是标准的硬汉 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就用右手握住那长边 进行了分解 脱离了束缚 一瘸一拐地后退了几步 看着那出现了道次卡在肉里的残留 斯卡脸色也有些凝重 很强 哪怕还没有使用闲者知识 也比之前自己干掉的那四个家伙要强 斯卡到现在也大概明白清楚了 这群家伙手上似乎有用不完的闲者知识 连那些看守的小喽啰手上都有碎片 不然也不能将自己伤害到这等地步了 眼前这个明显地位和实力更高的女人 如果一旦动用那种力量 自己将毫无胜算 必须要让她感觉到不动用闲者之时 也能干掉自己 然后寻找机会和破绽一击必杀才有着一丝机会 蹲在一处沙丘上的徐悦 看着旁边只有那个满脸铲鱼的杀人和三个尸身人面相 一直没有其他人过来 也感到了有些失算 自己将那些难民全部打散开来放走 按道理来说 机动能力强的那支轻卫队应该能够发现才是 自己又是一个人 八成会当成斯卡 大概率的机会会主动靠近附近的押运队 所以守住带兔反倒是最节省时间的 但现在都还没来 是哪里出现了什么变故吗 先去的是另外的押运队 然后那边押运队凑巧也出问题了 真是不让人省心 徐悦身后沙朔不断隆起 化作了五六米高的杀巨人 随后变好似抛光一样 上面材料飞速甩落 雕刻 修整 最终变成了一台机甲的形状 随后 机甲便是放下手掌 从徐悦脚下铲过 将它平稳地抬了起来 另外一只手 一把抓住了那满脸铲鱼的狗腿杀人 把腿朝着一个大概方向狂奔而去 第1726章 设计图 哦 还在挣扎吗 为什么不乖乖被杀呢 难道你有受虐倾向 还是在我的攻击下 享受到了什么 中山子院一直进行着各种皮质炼金 被斯卡毁掉的长鞭 根本就没有影响 不断修复 而负伤的斯卡 在中山子院的攻击下 也越来越狼狈 身上血肉模糊 伤痕累累 呃 只是配合中山子院的气质容貌和装束 这种生死大战 看起来莫名有些走行了 机会 一直苦苦支持的斯卡 终于是抵达了自己理想中的位置 也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一次机会 突然原本的躲避 一下改变了方向 顶着那贯穿的长边 朝着中山子院扑了过去 腹部被撕裂出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因为中山子院一直控制的距离和攻击 斯卡哪怕是扑过去 也完全够不着 直接扑向了地面 但他本来的目的 就不是直接攻击到对手 伸手按住了那沙丘一角 能力发动 忽然间 中山子院站立之的沙丘 便是完全崩坏 爆裂出了漫天黄沙 同时地表也化作了流沙一般 趁着这个机会 在黄沙爆裂阻挡了视角的条件下 斯卡无视了身上的所有伤势 直接伸出了能够分解一切的右手 朝着目标的大概方向按了过去 大 手腕上传来的距离 顿时便让斯卡的脸色一变 怎么可能 看上去这么柔弱的女子 力量上竟然超过了自己 你手想要往哪里按呢 当黄沙散去后 冷冰冰的中山子院 嘲弄地看了斯卡一眼 单从画面上看 好像是高大魁梧 带着刀疤的斯卡 想要欺负人 但斯卡心底 却已低沉到了谷底 完了 已经没有机会和希望可言 自己这一击 已经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破釜沉舟了一击 对方本来就不需要利用闲者之石就能对付自己 你应该死而无憾了 就在中山子院挂着危险的笑容准备将斯卡击杀的时候 心头突然危机感直跳 让他瞬间松开了斯卡 迅速后撤 一阵机炮扫射 擦着斯卡的边在黄沙上带起了阵阵尘雾 顺着攻击的来源看去 便能看到一台五六米的机甲 正高速朝着这个方向冲来 柔软的沙地 显然遮掩住了对方的行踪和动静 直到这个时候 才发现了那有远到近的大块头 机甲 徐悦 中山子院抬头看向来者的方向 看着那机甲手掌上平稳站立的人影 满脸如林大敌之色 而倒在了地上 被机炮擦着身子过去 身上被黄沙又建设出了不少心伤口的斯卡 也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 那朝着这边赶来的机甲 这是什么玩意儿 呼 还好赶上了呢 机甲停在了不远处 徐悦也从机甲的手掌上一跃而下 另外一只手上抓着的狗腿 沙也被丢在了地上 虽然这沙漠很大 但及时做出了判断 并且中途还得到了触发任务发布后 要找到位置也并不难了 没想到你竟然找到了这里来 你的同伴呢 中山子院警惕地看着徐悦 同时也在暗中观察 担心那一似孙武和袁世甲的女装大佬 徐悦很强 强得可怕 哪怕自己也属于顶尖资深 负责殿下安全的职责 但在其他任务空间中 也绝对无法与之硬汉 不过眼前这任务空间 却稍稍有些区别 等价交换 闲者之石 上次他们为了破坏我等行动 用出了那么大体量的攻击 想来存货也不多了 甚至他们还交换出来了一台机甲 用来长期使用 但 先在局部战斗的消耗下 拥有超过十枚闲者之石 在身上的自己 却是绝对不虚 进可攻 退可守 哪怕对方还有闲者之石的存货 自己也有着撤离的条件 你们选的地方倒是很隐秘了 找到也花了我不少功夫的 同伴 你说艾莉亚 她在中都那边当班 没过来 徐悦笑了笑 井上加康也只是给出大概位置 自己的确是找了下才找到的 哼 一个人也敢来 看来你对我们的资料掌握得太少了 你认为就凭你一人 就能破坏我们的计划 中山紫苑的确算得上是 皇室手中的隐藏强者 外界关于他的资料很少 加上坐镇镇法核心的大神观 这等阵容绝对不是对方能够撼动的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破坏计划 我为什么要坏计划 我只是过来提出一点修改意见的 但我直接同大神观说的话 他恐怕不愿意采纳 所以只能拜托子愿小姐姐帮个忙了 徐悦双手合十 一副拜托你了的样子 你们想要利用血液禁锢灵魂 激发出炼金阵最大的威能 但其实这样做并不是很好 如果是我使用倒是无所谓了 但家人那家伙的灵魂 恐怕多少都会被这些杂乱的灵体污染 锁定未来上线 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们需要采用一些避免预防措施的 这个世界的炼金阵 也并不都是要用这种原始的方式 才能发挥最大的威能 我能帮你们设计一下 减少你们很多麻烦的 徐悦那边自顾自的话 让中山子愿也感到了一阵惊骇 并不是徐悦后面那些无厘头的内容 而是惊讶于对方竟然对己方的计划如此的清楚 如此的了如指掌 叛徒 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 而且其地位绝对不低 这次的参与者大多都只知道个大概 能够完全清楚计划的可谓少之又少 对方连大神官大人的位置都知道 到底是谁 一边想到这里 他也一边握住了两枚贤者之石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一场大战后 徐悦也打服了中山子愿 并成功劝说他弃暗投名 不得不说 他的战斗技巧的确很高超 和他进行配合的那三位轻卫 也能完美地进行互补 甚至将徐悦打出了贤者之石 不过终究段位差距还是太大了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 那种让人绝望的强大 自然而然也很容易收拢这个民族的人 这是设计图 你就说是从一个叫做冯 或恩海姆的人手上得到的 他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 所以主动帮助了你们进行改进 徐悦将自己模改版的炼金阵设计图 给了一脸恭敬跪坐在一边的中山子愿 为了设计出这个 还花了点心思的 毕竟设计出来不难 但好歹也要让大神观能够看得懂 知道这个设计图比原先的要好 第1727章 没错 是我设计的 事情就是这样 这张设计图是一位路过叫做冯 或恩海姆的炼金术师设计的 按照他的话来说 这张设计图会比我们原本的要好 不会多造杀孽 中山子愿带人回到炼金镇中枢 一座临时建造的半成品金字塔面前 对着端坐于此满脸无喜无悲之色的大神观解释了一下设计图的来路 而大神观作为一位在本世界经营过的大佬 对于炼金术的造诣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看着眼前的炼金镇 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的确是鬼斧神功 巧夺造化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没有吹牛 有这么强的手段 大神观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能够感觉到 这个炼金镇虽然需要的一些稀有材料不少 但效果比起用血迹来达成还要更好 而且那些材料只注重属性 自己完全可以没必要再特地去收集 靠着带进来的那海量的资源来直接搭建就行了 但中山子院还是敏锐地从大神观的话语当中 听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您见过他 嗯 前不久一个自称逢 霍恩海姆的人来过这里 想要劝说我改变这炼金镇的结构 但是空口白话 我拿什么相信他 所以被我打跑了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拿出了设计图 早知道就留下它了 也是了 能够通过一些细枝末节的蛛丝马迹 就能将我布置的雏形 看穿个七七八八 没有两把刷子怎么行 大神观那感慨的话语 让中山子院也不由暗自松了口气 还真有这么一个炼金术大师啊 还好被大神观打跑了 不然可能就穿帮了 计划执行不下去的话 大神观就会立刻暴毙 到时候 无论是主人还是自己都得增加许多繁琐的琐事的 会打扰主人游玩的雅致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轮回者便是跑了过来 禀报道 大神观大人 上次那个炼金术师又来了 他说 他拿出了实际设计图来改变您的计划 大神观听到了禀报后 也表情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哦 请他过来一趟吧 如果能够完善炼金镇 让效果变得更好 我们又不非要那么多杀人 呵呵 难得碰到这种圣母 只是旁边的中山子院 却一阵无语望天 不是吧 还来 哎 看来大神观是保不住了 随后 他便看到了一位颇有中年绅士风度的金发男子 在一位轮回者的带领下走了进来 冯霍恩海姆 爱德华兄弟的父亲 瓶中小人也是利用他的鲜血诞生的 第一次炼制当中分走了一半闲者之时的力量 称之为移动的闲者之时都不为过 能力属于当前世界天花板最顶层次 看透了瓶中小人的计划 并且设计出了反制措施 之所以抛弃妻子游走于世界各地 就是为了将自己体内贤者之时当中的灵魂洒落各地 用来作为对付瓶中小人的后手 只是当他做完这一切后 便发现自己最深爱的人已经离开了自己 阁下 这次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冯霍恩海姆满脸严肃地看着大神观 让旁边的中山子院叹息地为大神观点了一炷香 知道 你的设计图我已经见过了 的确不错 不过其中有几处地方我还不太理解 还劳烦你来解释一下 大神观倒并没有摆什么架子 看上去很亲和的样子 对于有利用价值 能够为几方提供帮助的人才 他还是有另外一种态度 对方毫无疑问能够帮助家人完成蜕变 作为家人的老师 一旦他成功上位 自己的身份也将水涨船高 所以这一次他是很用心的 听到大神观的话 冯霍恩海姆脸上表情都有些茫然 我都还没拿出来你就看过了 不过当他看到了大神观摊开的图纸后 却是眼中闪过了一丝精芒 两步走了过去 将图纸拿在了手上 细细观察 怎么 这不是你交给子愿的吗 你应该了然于凶了吧 大神观有些疑惑地说道 旁边的中山子愿也露出了礼貌 而不失尴尬的笑容 的确是我交给他的 这就是我设计的 冯霍恩海姆平静地说道 然后抬头看了有点猛逼的中山子愿一眼 你们哪里不懂 我可以教你们 只要不再做那么有伤天和的事就行了 冯霍恩海姆地主动配合 让子愿小田狗都略微有些摸不清头脑 这个家伙毫无疑问是土著了吧 他竟然主动配合了主人的计划 是主人麾下的另外一只吗 哈哈 很好 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只要你好好配合 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的 就算是传说中的闲者之实 也能够赠予你 大神官对于冯霍恩海姆的识趣 也感到了很是满意 随后便开始吩咐手下们开始过来 准备听从冯霍恩海姆的建议和安排 大神官本来就有不错的炼金基础 所以他也并不担心对方会乱来 只要解决掉那几个小问题 这就绝对是远超之前炼金阵 说不定将来殿下真的能够达到 原是假他们那个层次 一旦帝国也出现了这等强者 西方老牌列强再来个两败俱伤 那帝国也将真正崛起于世界之殿 而在大神官进行安排的时候 冯霍恩海姆也再次淡淡地看了紫愿一眼 设计图不错 你设计的 犹如直接从脑海中响起的声音 让紫愿微微一愣 随后摇了摇头 她都不知道对方是用的什么技巧 在这种需要遵循等价交换的世界中 达到了这种传音效果 那是谁 介绍认识一下 我对她稍微有点兴趣了 冯霍恩海姆眼中 开始绽放出一种幽蓝色的灵魂光辉 莫名整个人都显得有些诡秘 全名菲利普斯 奥里欧勒斯 德奥弗拉斯特 伯姆巴斯词 冯霍恩海姆也自称 冯霍恩海姆 帕拉塞尔苏斯 传说中的医生 炼金术士 作为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 而广为所知 自四大元素 五大元素的在发现 三元质的在发现一时 他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功绩和书籍 出生瑞士苏黎士的冯霍恩海姆 乃是当时欧洲的顶尖知名强者 是欧洲介于贞德和拿破仑时期之间 年代的顶梁柱级别的存在 第1728章 知名度 这个土著有问题啊 中山子怨心中闪过了一丝疑虑 不过 虽然他已经接近核心 对上界也有一定的了解 甚至知道一些上界大佬 能够投影到下界的任务世界当中 但终究了解的还是有限 哪怕以前可能见到过也没发现过 而且逢霍恩海姆和贞德 还有拿破仑那样的领袖不同 他走的是技术路线 一位几个世纪前的欧洲大佬 他们的确也没听说过这名字 也没有进行过联想 这任务空间都经历过多少次了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个人只是一只有点特别的土著而已 不过他这么的配合自己 恐怕也是有什么想法才对 中山子怨也在考虑如何回馈 只要肯配合主人的计划 那引荐他去觐见一下 似乎也并无不可 见到子怨点了点头后 冯霍恩海姆也不再有什么表示 这个任务空间 他其实来过不少次了 不过因为这个世界有些伤感 加上能够学到的有用东西 也都差不多学到了 所以也很久没来过了 就算是上界的人 也不能肆意妄为 这次突然接到了一次 大气韵大功德的天道任务后 当然是想都没想的就进来了 维护附属世界的稳定吗 天道对于这次的任务空间很看重的 进来接收了投影的记忆后 他心中也有数了 已经再终都搞过大破坏了 疑似有许多贤者之时 再加上之前投影来过这地方 对四周炼金阵的观察 冯霍恩海姆自然是立马就想到了问题出在哪里了 这是一种直接转化实力 增加积累的炼金阵 充分利用了当前世界被天道赋予的规则 其实理论上来说 性价比不高的 需要投入的资源和精力太大了 不是超级势力根本就支撑不起 第一步的闲者之时 收集可能就会卡住 不要说后面那为了转化实力 所需要的海量天才地宝与任务点了 肯定是某个下界 超级势力要强推某一位强者出现 要么是老强者陨落即需接班 要么是老王者即将飞升 总之不外乎这些理由 投入已经算是相当超规格了 这里主持阵地的 都是一位将来能够飞升的老牌精锐 这种投入的力量 再加上天道对本空间的重视 有了这种规格的奖励 倒是也说得通 个鬼啊 怎么会这么多 是不是多看了一个灵欧 当时见到超额奖励 下意识地就选取了 现在怎么看 怎么有点不对劲 难道是他们这阵地 最后会影响到 那连通真理之地的大型炼金阵 也没有啊 到底算漏了什么 还是说本来这个任务 空间奖励就有这么高 区区下界的任务而已 高得有点没道理了 不过 终究是下界 再出幺蛾字 难道还能超出自己的掌控不成 这种奖励下 必要的时候 花费不菲的代价将力量降为传输 就算是大型军阵都破给你们看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等价交换 可是掌握得很透彻的 想通了这一点后 冯霍恩海姆便开始细心地 对大神观进行这个阵地的解释和讲解了 不错的水平 将原本血迹的原始炼金阵改成了这样 改动不大 只是进行了微调 但却化腐朽为神奇 炼金造诣很高 绝对是多次进入过本空间的老油条 重制过几次都很有可能 不过放在自己眼里 却也是一眼就能看透看懂了 可以为这个老头进行讲解 免去伊修巴尔人无望之灾 也算是一笔修正 如果这群家伙只是搞个炼金阵 然后他们自己准备材料完成积累的话 自己在一边一直看好他们就行了 轻松就能完成任务 但如果他们要搞事 那就说不得要劝说一下 哪怕物理劝说也在所不惜 原来如此 真的是高明的手段啊 那不知道能不能请阁下协助我进行完成 以阁下的炼金造诣 如果肯亲自出手的话 效果恐怕也要提升一个档次 大神官对逢 霍恩海姆果断地发出了邀请 本来他是对自己炼金术有几分自信的 但现在看到图纸 又听到了讲解之后 当然也明白了对方的深不可测 而偏偏这是一个圣母土著 所以完全可以依靠那些伊修巴尔人作为筹码 逼对方就范 如果你愿意放过那些可怜人的话 我亲自出手也不是不行 逢霍恩海姆沉吟了片刻 随后 大神官便是接到了要付费的提示 让他心头一震 要付费好啊 付费越高就说明 对方改造后的价值越大 磨刀不误砍柴工 相比于前期的资金与精力投入 现在强化炼金镇的投入 也是完全划算的 因此大神官也很是爽快地 将费用支付了过去 逢霍恩海姆见状心底也有些叹息 还是太过低估这个势力的决心和资本了呀 本来应该还可以要价高一些的 算了 白减得不嫌少 也就这样 逢霍恩海姆也精心投入到了那炼金镇的改良当中 咦 大神官那家伙的水平有这么高 远远地观察了一下炼金镇的改造 而后又去了外围的几处共鸣节点踩点 徐悦有些意外地发现 这群家伙的效率和能耐真的是出奇地高 本来还以为自己要找机会修气完善一下的 现在看来自己有些太小看他们了 不过有些疑惑的是 以大神官的实力不至于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不是徐悦小看那一位精锐乱入者 而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哪怕在外面世界 大神官单靠炼金术一系的能力 都能超越他如今的实力体现 应该是里面出现了什么暂时还不了解的变故 则 召唤小田狗出来一趟吧 随意用沙朔凝结成的小屋门口 来了两位身披斗篷的客人 当徐悦看到子愿小田狗带了个人过来 就知道了这应该就是那位造成了炼金阵变故的家伙了 而且这人身上的气息 略微思索了一下 徐悦便是哑然地笑了笑 冷门知识没有第一时间想到 的确是自己的过失 开始没有多关注这家伙 现在看来应该是真正的上届大佬了 冯霍恩海姆 帕拉塞尔苏斯前辈 在打开门匠两人引进来后 徐悦便是率先笑盈盈地打了个招呼 让冯霍恩海姆都感到了有些意外 随后露出了一丝赞许的眼神 反应很快的年轻人 比起你的这位女仆反应快多了 不愧是能够设计出这样炼金阵的人 看来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自己的名头在下届还是有所传播的 这么快就能认出自己 也算是了不起了 对方应该是很钟情于炼金术的人才 第1729章 告辞 子愿小田狗 前辈 什么情况 不过随着他细想 很快便也联想到了什么 不由道吸了一口冷气 是上届前辈 冯霍恩海姆文言后 也就随意地笑了笑 没什么 一道需要遵从眼前规则的投影而已 这次过来看看 也是天人感应下 接收到了天道安排的任务 那种风轻云淡的气魄 加上那一种飘渺无踪的气质 的确是犹如哲仙降临 真是万分抱歉 主人 我没有想到 他会是上界之人 中山子愿连忙对徐月 很有诚意地鞠躬请罪 我开始导演没有想到 不过无所谓了 上界的又不是没有见过 徐月没有多少在意的样子 只要不妨碍自己 管你下来干啥 哦 对了 他是说接到了任务来着 接到了就接到了呗 跟在后面喝点汤就算了 不然太贪心的人可没有好结果的 无所谓 年轻人 你的话可真有意思 听到了徐月的话 冯霍恩海姆 也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生命本质上的差距 哪怕仅仅只是自己的一缕投影 但只要自己愿意的话 下界就算是军阵也可以击溃 这次主动来见你 也是对你炼金术上的造诣 给予了认可 同时也是提醒你一句 不要妨碍我的工作 不要大幅改变历史惯性和大事 小打小闹的 在规则范围内喝点汤的话 我也是会给予你一些便利的 相对来说 你的潜力可要比那边那家伙高得多 将来也必然会来到上界 算是提前结个善缘吧 冯霍恩海姆自顾自地说出了自己的话 接触过上界之人 有如此高的炼金造诣 而且 这明明是下界某个大势力的核心行动 但却反过来 被这少年算计玩弄 甚至他们的重要成员 都有安插这少年的自己人 这种能力 的确不是下界所束缚得住的 迟早都会来到上界 上界并不缺普通的强者 但这种有天资 有手段 有魄力的家伙 却是绝对哪里都吃得开的 呃 那个我也有话想说两句 前辈不妨碍我的话 也可以顺带 在他们身上抽点好处 而我也并不会太过分地 破坏原本的历史惯性 将来迟早也会上来的 的确也算是提前认识一下了 徐悦笑盈盈地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让逢 霍恩海姆原本挂着笑容的脸色 逐渐凝重了下来 年轻人 不要贪得无厌不知好歹 我能放你一马 配合你 我也同样能让你万劫不复 甚至都不需要动手 只要把消息告诉那个昏庸的老头 你都会有数字不尽的麻烦 在逢 霍恩海姆看来 他主动过来现身 已经算是特地提携后辈了 毕竟之前 自己的确顺手配合了一下 可没想到 这位后辈竟然这么不给面子 自己作为上界前辈 还要不要面子了 哼 或许你一路上太过顺风顺水 看来 是时候要给你一点挫折了 让你明白 这个世界的残酷 冯 霍恩海姆一边说着 一边身上也一圈圈地散发出了一股莫大的威严 没有超过本届 束缚 仅仅只是利用的炼金手段 现场就出现了一种恐怖的压迫感 我这身体里 可是有庞大储备的闲者之实 加上这个世界的特殊性 不使用任何上界力量 单凭我个人对炼金术的理解 都远远超过了 你对精锐乱入者的认识 冯 霍恩海姆金发飞扬 瞬间将徐悦原本的琉璃小屋一阵操控 改得面目全非 中山子院发现 不对想要先发制人的攻击 却是发现任何攻击 在靠近冯 霍恩海姆之后 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分解 没有动作 似乎只是一个意念 就能分解身边所有物体 围绕她的空气 似乎都成为了她触碰的节点 举手投足之间 都能随意携带莫大的威能 而且对于炼金术的造诣 我已经完全超出了此界范畴 哪怕这一句投影 都能某种程度上 能完成智能转换 哦 抱歉 这么说你可能听不懂 不过爱因斯坦 那小家伙 应该已经要将理论提出来了 有空的话 你可以去找她了解下 现在她应该还在瑞士 简单的来说 这就是你们能够当作战略武器的核弹基础理论 冯霍恩海姆摊手耸肩 似乎就要化作核弹教父一般 而听到冯霍恩海姆的话 徐悦也若有所思 目前爱因斯坦应该也是瑞士国籍 冯霍恩海姆本身也是 只是因为瑞士并没有受到漩涡的波及 所以爱因斯坦之名还不显山不漏水 但逢 霍恩海姆应该已经关注上这一位后辈了 呃 这么关注她没用哦 迟早都会跑到米国去啊 许悦一边嘀咕着 一边也抬起了手掌 任由气流在手掌之中汇聚 凝结 一点一点的光点 顺应着那一股气流出现 似乎有什么恐怖的波动 在其中酝酿 看上去好似掌中 都出现了星辰一般 你是说这样的智能转换 一点一点的铁蟹 在徐悦手心随风旋转 大量的空气 似乎都在朝着她手心涌入 犹如无底洞一般 那核心看上去柔和的光亮 也越来越刺眼 飘舞的铁蟹也越来越多 在中央光亮四周 漂浮上了诸多黑色的点缀 这种情形一出现 顿时就让冯 霍恩海姆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卧曹 什么情况啊 这点能量对应上界本体来说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就算是这个投影 也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 对方竟然是单凭对链金术的理解 单凭的理解 分解 在构造而达到的眼前地步 直接随意操控原子特性改变 这就有些可怕了 就算是自己这投影 也需要利用本身的上位境界 以及体内那海量的闲者之实力量 不 不错 的确有几把刷子 难怪有恃无恐 不过 冯 霍恩海姆脸上表情出现了一丝不自然 不过什么 伸手将手中那一团直接捏灭 重新又完成能致转换还原后 徐悦淡淡地询问了一句 不过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我不希望与你为敌 希望你慎重考虑 干咳了一下后 冯 霍恩海姆也没有再待下去的意思了 现在 只是见面吹个风 咋就变这样了呢 诚然 必要时候 自己可以借用上界力量 可眼前没有冲突的时候就乱来 显然是有些不合适的 反正话已经传达到了 如何选择就看对方自己了 第1730章 劝一劝 这样真的就能拯救伊修塔尔人吗 斯卡的表情显得有些唏嘘 在逢 霍恩海姆和中山子院先后离开后 被徐悦治疗完成的斯卡 在狗腿 杀的照顾下也回到了小屋 呃 之前徐悦召唤中山子院回来 显然是支开了他们的 不过现在却也无所谓 他们过来了 只是失利了一次 差点还死掉了的斯卡 此时的情绪显得有些复杂 他知道 眼前这一位救下自己的存在 也同样有着问题 而且 对方甚至在自己面前 没有是丝毫掩饰 无论是之前击败了自己的人 还是这一位更强大的存在 又或者是之前 在东都遇到的那些怪物 一个个的实力 都远远凌驾于自己之上 他甚至看不到自己努力的理由 太难了 不过相比于另外那些 这一位好歹还给出了一个方案 一个可能可以拯救伊修巴尔的可能性 对方不会主动帮助自己 但似乎并不介意顺带 而且现在斯卡也已经从对方那里知道了 他的一个改进炼金阵 已经拯救了成千上万族人的性命 不管如何 这已经是当前最好的选择了 好歹 这里还有着一丝希望 给自己一点信心嘛 你可是能够活到大决战的人啊 徐悦心不在焉地随意说道 徐悦勉下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有用得到小的的地方吗 请务必让小的为您效力 狗腿 沙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武士道精神 为了徐悦干脑涂地 去催催你们殿下吧 别老窝着中度 这里都快搭建好平台了 还不过来办正事 徐悦有些叹息地说道 那边平中小人的炼金阵 他又帮不上忙 赖在那边干啥子呢 如果不是还能提供一点触发任务的奖励 早就要处理掉了 随后 徐悦拿出了一枚闲者知识碎片 准备发动和爱丽的远程通讯 本来的话 他倒是不需要再关注这边 自己去中都就是 有自己给出的设计图 还有中山紫苑打辅助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然而 冯或恩海姆的出现 还是让徐悦不得不分出一些心思 来盯烧一下 对方能力很强 特别是体内有着超大储量的闲者知识 真的一心想要修正什么的话 这边的阵地轻松就会被拆掉 这可是自己的炼金阵 交给大神官守着不放心 难以置信 竟然要活人的灵魂 爱德华兄弟将文献翻译出来后 了解了一下 便都烧掉了 并且他们兄弟二人还约定 无论如何都不会用 闲者知识的力量恢复自己 一定不会 但这么重大的事情 单靠他们两人的话 显然还是有些斗不住 所以还是像虽然很不靠谱 但却完全值得信任的 阿姆斯特朗选择性地透露了一些消息 因此才会有着阿姆斯特朗的惊叹声 闲者知识的炼金阵和制作方法 已经被爱德华兄弟毁了 现在也只是向阿姆斯特朗提了一下 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是当初镇压医修巴尔时就开始研究的话 那哪怕马克医生已经离开 也很可能继续接着研究 现在中都有着四个上层扶持的研究所 以前马克医生似乎就是第四研究所的组长 阿姆斯特朗发动自己少校的权利 尽可能地调集出了大量的资料 随后得出了一些信息 那我们就去联络第四研究所的负责人 很可惜 第四研究所的负责人被斯卡杀掉了 而且通过我翻阅的资料 他们的研究都很正常 这里是哪里 爱德华伸手指向了地图上一个区域 哦 这里啊 这里是被废弃掉的第五研究所 上面亲自下令的 阿姆斯特朗简单地回忆了一下后说道 那就没错了 就是这里 爱德华斩钉截铁地指着这个位置 随后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横线到不远处 闲者之时需要活人的灵魂 而这里就是死刑犯的刑场 只有这里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听到了爱德华的话 阿姆斯特朗总体上还是认同的 不过 虽然这里已经废弃很久了 但终究还是以前的研究所所在地 所以要搜查的话 还是要调令的 这个我去申请 你们可不要在我回来前自己去了 阿姆斯特朗也是选择果断 直接大步离开了房间 让爱德华和阿尔冯斯兄弟两不由对视了一眼 咦 自己去 我们咋没想到啊 有着阿尔冯斯现在身上 那被刻画上去的恐怖炼金阵 他们还真没啥好害怕的 上次那么恐怖的飓风攻击 还有锋刃什么的 都全部化为虚无了 一时间让两人也感到了有些膨胀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啊 拉斯特在屋顶上钉烧 见到兄弟二人偷偷摸摸的出来 然后朝着第五研究所摸去的时候 也一阵咬牙切齿 因为提前知道了 他们两人完成了文献翻译 可能会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消息 所以这一次拉斯特钉烧他们 还是比较紧的 不像原本剧情那样 他们摸进去了才临时发现 他们知道了也没办法吧 又不能干掉他们 而且现在应该也无所谓了 这个基地废弃的掉也行 计划已经到了中期 只要人住不死就够了 恩维双手靠在脑后 蹲在屋檐边上 看着下面跑过去的两人 不过嬉皮笑脸完了后 他脸上便又逐渐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不过 那个盔甲小鬼身上的炼金阵 到底是什么 效果也太可怕了 就算是那个斯卡也远远没到这等地步 还有我们那些盟友表现出来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那个带翅膀的也是一个人造人吧 身上有闲者之实的气息 拉斯特听到后也有些发呆 不过还是很快回过了神来 摇头甩出了一些糟糕的画面和念头 恶狠狠地说道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人刻画的炼金阵 那绝对是计划的最大阻碍和敌人 但因为实力的强大 我们也需要借用这些盟友去对付 他们在伊休巴尔布置的炼金阵 我们可是提供了便利的 之前安排他们做的事也失败了 但后面可要轮到他们出力了 不然我们既然能成全他们的计划 也能毁了他们的计划 第1731章 耐心 那群该死的人造人 家人狠狠地将眼前的桌面拍碎 满脸都是阴冷之色 到了现在不断地接触和了解 好歹他们已经知道了 合作伙伴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而上一次在钢支炼金术师手上 又一次失利 反倒是让他对于那闲者之时的炼成方法 更加地感兴趣了 越是使用 才能越发地觉得这东西好用 外界虽然不会有其他方面的限制 炼金术可能不会用来战斗 但闲者之时依然可以当作不错的补充道具 等价交换可以成为优秀的后勤资源 最关键的是 闲者之时本身似乎是通过灵魂炼成的 一旦知道真正的炼制技巧 那可以说进入每一个任务空间 都能够有着大笔的材料收获 没有力量的普通人 终究是多数 这种情况下 那群人造人竟然还继续施压 让自己等人去对付徐悦和那个女装大佬 真的是让他们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念头 如果不是忌惮那些 人造人背后隐藏着若有若无的真正大boss 早就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答应他们 不过向他们提出要求 我们需要完整的闲者之时炼金阵 家人平复了心绪后 冷静地说道 几乎所有闲者之时的产出 都得自这些人造人 加上他们想要自己等人 毁掉钢之炼金术师的资料 那显然他们手上是有着完整版的 如果能够得到这个 提前终结掉企鹅的人也并不是不可以 看他们和灰人那小子联手合作的样子 这一次绝对是无法善罢的 既然迟早都要动手 那先动手和晚动手也没有区别了 不过他们一直都躲得很好 我们要怎么对付 怎么交换 在家人的帮助下 利用闲者之时 恢复了自己手臂的情川 也说出了现在的困境 如果真的解决掉 那群人造人的后顾之忧 他们给予闲者之时的炼成方法 可能性绝对很大 哼 这自然是需要那群人造人 将他们引诱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将计就计 让他们双方先火拼 刺探一下人造人背后那隐藏BOSS的能力 如果合适的话 顺带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并无不可 家人一脸自信的笑容 换成谁在这里 坐拥这么多资源 这么多强力队友 都绝对只需要挑选胜利的方法就好 哼 刚刚平静下来没多久的中都 又一次发生了爆炸 而且连带的整个第五研究所废墟 都陷入了火光当中 刚刚抵达废墟面前的爱德华 看着眼前的火光 满脸都是不甘心的神色 明明就差一点 我们一定是找对地方了 可恶啊 刚刚找到的线索 真的是可惜了呀 哥哥 阿尔冯斯也叹息了一声 自从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强化后 他也觉得天下之大 哪里都能取得 只是眼前的现状 还是好好的给他们上了一课 感觉一路上都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在阻止着自己两人接近真相 没什么好可惜的 你们想要知道的真相 我可以告诉你们 熟悉的清冷声音出现 让兄弟两人回头看着那披着披风 刚刚掀开洞帽的绝美人影 艾丽姐姐 见到了艾丽后 兄弟二人也显得很开心 这位大姐姐就吓了自己两人多次 而且她出现在这里 还有说出的话更是让两人一动 根据之前的几次接触 很显然艾丽姐姐和徐悦哥哥两人都知道一些他人所不知道的隐秘 只是几次试探性的询问都没有得到过正面回答 这一次却是准备告诉自己两人了吗 你们能够找到这里来 显然是也查到了一些资料 不过大体上应该只是关于闲者知识炼成的 而在闲者知识炼成下 还拥有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计划 艾丽点了点头 也不再进行隐瞒的开口了 以艾丽的高视角 在吃透了炼金术后 哪怕不需要徐悦进行提醒 也依然能够察觉到那大手笔的炼金阵 所以要讲解出来 自然也是相当简单 只是她话都还没说完 一道破空而至的黑芒便是打断了她 侧头任由娜利刃擦过耳边 艾丽也回头冷冷地看了拉斯特一眼 不要挑衅我对你的容忍程度 刚刚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艾丽满脸冷淡 让拉斯特也露出了嘲弄的笑容 呵呵 我还说应该要怎么把你们引出来的 光会说大话可不行 拉斯特收回手指上弹射出去的利刃后 俊俏的恩维也从另外一边跳了出来 拦住了几人的后路 魏魏虽然不知道你知道多少 但有些事是不能让刚才知道的 结果恩维话都还没说完 艾丽便是随手朝着她一甩 大地与空气同时炼成 裂开的大地深渊 与足够割裂一切的利刃一闪而逝 瞬息间将恩维展成了两半 尸体朝着裂开的深渊当中坠落了下去 我对你可没有耐心 淡淡的话语直接让拉斯特站在一边目瞪口袋 不是吧 刚刚对方真的是手下留情了 虽然恩维只要还有闲者知识地维持 那等伤势也能够恢复的 但这么来一下也太惨了点吧 哪怕是父亲大人 身体不出状况的情况下也就这样的表现吧 嗯 还有 为啥他对自己会有点耐心 旁边的爱德华兄弟 见到爱丽那随手完成的炼成 也是一脸猛逼 天啦撸 明明之前爱丽大姐姐都还需要炼金镇的 怎么感觉每一次见面她都在变强 嗖嗖嗖 而这时 姗姗来迟的轮回者们 也先后抵达了四周 将现场包围了起来 只是对于被包围的情形 爱丽没有丝毫在意 反倒是继续地同爱德华他们讲解 刚刚被打成两半那个是人造人 代表七宗罪当中的嫉妒 而眼前这个女人也是其中之一 代表着欲望 而制作他们的人 算是你们父亲的半个兄弟 老师 甚至义父吧 体内流淌着和你父亲一样的血 本来准备发动攻势的家人 在听到了爱丽的话后 也不由心中移动 随后抬手制止了手下们的攻击 还有起飞的大天狗 咦 它们的攻略进度很不错吗 我们都才刚刚隐约触摸到幕后boss 它们似乎就已经将其身份探查出来了 第1732章 膨胀 而它的最终目的 便是以整个亚美斯多利斯为交换条件 完成与真理的融合 或者直白点地来说 它想要成为神 成为完全的存在 之所以一直在阻挠你接近真相 但却又不杀害你 那是因为你是触碰过真理的人柱之一 包括你同样参与了禁忌的弟弟 你父亲 你老师 废物大佐 马克医生 我以及主人都可以成为人柱 在其中要挑选五位才能完成他的炼金 艾力将那伟大计划的大概全都讲了出来 还是讲给了作为人柱的两人听 顿时就让拉斯特又惊又怒 不过看着刚刚从坑里爬上来的恩维 他的怒火又迅速冷却恢复了理智 回头看着正在欣喜若狂听着免费情报的家人等人 很是不满地说道 你们的诚意呢 他的话也将家人等人从那冲击当中回过了神来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残酷的笑容 马上就能让你见证我们的诚意了 他们也万万没想到 那幕后BOSS的手笔竟然这么大 大的出奇 以整个国家的所有作为代价发动炼城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想法 天才般的设计 相比起来 自己那个炼金阵真的太漏了 自己投入了那么大的代价 也就这样 这边直接借助土著的力量就能成神 听听 接触真理多么的高大上啊 如果自己能够利用上这个炼城阵的话 何仇大事不成 殿下 企鹅已经占据了一丝先机 他们自己利用了未知手段接触了真理 成为了那个什么人柱 现在又获得了两位兄弟的好感 只要再有一人 他们就能达标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必然不能放过 要全力以赴地活捉他们三个人住 是时候要动用您的底牌了 老师那边还有着另外的军阵 所以哪怕您用了之后 也依然还有后手 秦川此时脸上也泛起了睿智光辉 很是冷静地开始了劝说 家人出手是已经确定出手了 不过对动用军阵还有一丝犹豫 毕竟这才刚刚得到这劲爆消息 还没啥准备 可听完秦川 有理有据地分析后 也下定了心中的决心 是啊 他们几次救下这两兄弟 不就是想要这两兄弟配合吗 而且 他们竟然用未知手段触摸了那个真理 所以才能够这么清楚地了解这个计划 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 不能再犹豫 土著已经不足为虑 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企鹅的人 哪怕现在徐悦不在 只是这女装大佬在面前 可也值得动手收网了 秦川不亏是自己的王牌搭档 世纪好师弟 旁边准备建言的景上家康 看着眼前的画面 也不由一阵目瞪口呆 我曹 要我何用 这绝对是劲敌 真正的劲敌 还没入伙就已经这样了 将来成为了自己人海德了 自己可是舔得连最心爱的东西都送出去了 真的是太小看他了 不过 虽然内心很挣扎 但景上家康也明白轻重 这种时候 当然不敢扯后腿 连忙开口说道 秦川阁下说得极是 在下也是这么认为的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啊哈哈哈哈 景上君也是姑的左膀右臂啊 你们藤原家的支持 姑不会忘记的 还有正在协助老师的子愿 你们三人就是将来姑的国之栋梁 组建内阁的不二之选 家人听到景上家康也这么说 不由仰天长笑 意气风发 这次如果真的能够超出原本预计的话 就算是父皇恐怕也很可能主动让位了 届时自己也终将加冕为王 走上人生巅峰 肆意地发泄了心中的肠块后 家人便是眼中寒芒一闪 摇摇一指 众将听令 给我拿下他们 一个都不要放过 得令 一位位乱入者级别之上的强者身上 都涌现出了贤者之时的力量 就算君阵在当前世界 也在遵循着这一规则 只是被大量的贤者之时冲底 以炼金阵的形式出现 家人的目标 可不单单是那两个小鬼和爱丽 对于两个人造人 也同样不准备放过 将他们一网打尽 然后好好将那超级炼成的手法和方式拷问出来 就算碰到了那幕后大boss 也丝毫不拒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阻挡都将是浮云 我已经天下无敌 这就是无敌的力量了 家人一脸享受地漂浮在空中 在军阵的加持之下 自动地对空气完成炼成 让他无需借助任何力量飞行 这是完全有别于外界的军阵使用 一个个布阵者都暂时地依附到了家人的体内 利用闲者之时为他提供海量的力量 不需要接触 仅仅只是利用空气的传感 就轻易地将四周的废墟石块集体召唤到了天空 甚至整栋整栋的建筑都拔出了地面 强大的压迫感 让拉斯特和恩维两人都脸色狂变 糟糕 看来我们选择这样的盟友是完全失算的 原本以为他们相对更弱一筹的 可没想到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底牌和手段 这等力量 哪怕在父亲大人身上都没有感受过 父亲大人可是有当年整个国家作为交换代价的一半力量 这群家伙身上到底是什么 我 家人狠狠握拳 那些悬浮起来的石块 顶刻间便好似受到了巨大的力量压缩 体积都缩小了成百上千倍 一栋楼房被压缩成了箭矢的大小 更小的石块也是等笔压缩 甚至还有毛发一般存在 然而 其质量却完全没有消失损耗 穿透力和威能提升了无数倍 就是神 随着家人抬手下挥 下一刻一道人影变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随后一巴掌将他扇入了地底 因为速度太快 力量太大 贯穿地面都没出现太大的震动 只在地上留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人形缺口 地面还相当的光滑 随后 天空之中那些压缩的兵器 便在爱丽的招手之下 全部汇聚到了他的手心 再度的压缩 狠狠地朝着那地上的人形缺口里丢了进去 哄 地底深处的震动 犹如让全城都发生了地震一般 引起了一片惊慌 这里不是你们应该待的地方 拍了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 爱丽满脸都是平静的表情 太膨胀了 刷完任务就乖乖回去掏资源先升级不好吗 第1733章 东山再起 嗯 如临大敌的拉斯特看着地上那人形缺口 不由咽了口口水 再一次地发现对方对自己真的是好有耐心 就连重新爬出坑 刚刚黏回来的恩维 此时也才发现 好像自己的待遇也还不错的样子 活着的空气真好 正在地底深处熔岩当中浸泡的家人 喷出了一口淤血后 脸上也满是茫然之色 我这是怎么了 我这是在哪里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结果他的念头都还没转完 整个人便被从天而降的一股巨大重力压迫地继续地沉入了下去 不好 对方使用了更加强大的军阵 我不是对手 殿下 快逃吧 我们也没想到 他们这么阴险 竟然出动了如此强大的力量 他们手中贤者之实的数目 超乎我们的想象 没错 逃到大神观大人那边 先让殿下完成升华 届时再利用所有的力量集中一起 将他们一网打尽 秦川和景上家康的声音 也在家人体内出现 对他进行了劝说 太强了 殿下动用了军阵 竟然也被一击击倒 哪怕殿下的军阵主要是自保用的 算不上顶尖 可也已经是相当了不得的力量了 除了对方军阵也同样强大外 主要还是施阵者的差距在这里 那位女装大佬 可是疑似原式甲这等强者 相对而言 殿下还是差距太远了 现在硬刚就是不治之举 岂可休 竟然带军阵来攻略 这是犯规 家人恶狠狠地呸了一口 然后一头就朝着下方容颜当中扎了下去 从地下进行逃脱 真是天才一般的想法啊 站在地面感应着下方家人的撤离 爱丽也是一脸的平静 完成了触发任务后 乖乖离开就对了 再赖着不走的话 说不得就得教育教育了 在当前世界 随着她不断地适应规则 能够发挥出的上限也越来越高 加上军阵在规则转化下的变化 家人使用的那等级别的军阵 已经无法对她构成威胁 她可是徐悦的第一位造物 而且爱丽可是有着无限量限定器的 在规则压迫下反倒是更加容易提升 爱丽姐姐 你是说有人想要毁灭世界 爱德华看着地上那深不见底的人形印记 有些发呆 嗯 那你直接打死 她应该就可以了吧 爱德华的话说完 让旁边的恩维 还有拉斯特 两人都是表情一阵僵硬 喂喂 说什么胡话呢 什么叫做直接打死 我们就不是有这么个计划吗 才刚刚准备完成 都还没有开始发动呢 不要冤枉好人 还不到时机 她的阵法已经刻印完成 提前终结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我们会想办法处理这个的 爱丽语气平静地说道 随后转头看向了 拉斯特他们淡淡地说道 回去给你们后面那位带句话 我们会给他机会的 但他能不能把握住 就要看他自己的能力了 拉斯特和恩维 两人文言后 不由小鸡卓米一般的不住点头 就刚刚双方表现出的能力来看 父亲大人真的还是有些差距 不过如果当父亲大人完成了计划后 胜负就是两说了 因为空间的特殊性 拥有近乎于无限制炼金能力的平中小人 能够发挥出的力量 绝对是超过援助当中的表现的 单靠闲者之识去堆 家人这边所有人打包上都无法撼动 只是面对军阵这种Bug级别的力量 终究还是有心无力 其实这边的战斗 他也一直都在暗中窥视 甚至他能够感觉到 那个人造人应该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 之所以没直接动手 恐怕他们也是想要借用自己之手来完善阵法 甚至也拥有着和自己同样的打算 只要有贪婪之心 那双方也并不是无法默契合作 自己只需要亚美斯特里斯的恋化 而世界上可并不止这一个国家 而且这也是自己目前唯一的机会和选择 如果不顺应着他们的意思继续下去的话 自己会死 不久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能是自己赐予了名字的23号身上发生了什么问题 和他隐约有些共鸣的脑海中莫名多出了许多额外的知识和信息 一旦能够将这些全部消化掉的话 自己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机会 哈哈哈 基础终于完成了 可以通知殿下带着资源过来了 大神官站在金字塔上 俯视着四周那完美的炼金阵 感受着那一股隐约的共鸣气息 脸上也充满了欣喜之色 太棒了 找到那个冯或恩海姆合作真的是正确的 没想到他竟然能够达到这等恐怖的程度 大神官自己是布置不出来这种阵法 不过毕竟眼界还是有的 好坏还是能够分得清 冯或恩海姆阁下 放心 我们一定会给予你足够的回报的 届时让你成为整个世界的王者 都在我们一面之间 我们殿下乃是人中之龙 雄才伟劣 能够为殿下效力 哼 话都还没说完 不远处的大地便是被轰出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一道恐怖的气息从中散发了出来 伴随着岩浆建设 一道人影迅速地冲了出来 老师救我 冲出来后 那一直憋着一口气的家人 也终于是散掉了阵法的力量 整个人犹如虚脱一般地倒在了沙地上 而那些参与布阵的乱入者们 也先后从他体内弹出 摔倒了一片 军阵是强 但使用负荷也同样大 更别说是眼前这世界了 强行一路挖地倒过来 生怕慢一点就会被带住 也着实耗干了家人的精气神 现在就像是一条干枯的咸鱼 倒在那沙地之上 殿下 刚刚吹嘘着家人的大神观 立刻停下了原本的话 迅速地来到了家人身边 掏出贤者之石 就开始对他进行治疗 还是一枚在其他未面加工过 吸纳了超过十万人份 灵魂之力的贤者之石 强大的力量增幅下 让家人的脸色也迅速地好转 并且露出了一丝享受之色 随后缓缓地输了口气 终于得救了 睁开眼睛后 他也看到了大神观 这些天来做成的剑舌 脸上原本带着的惊骇与后怕精神 才是完全放松了下来 老师 还是你可靠啊 还有子愿 辛苦你了 没想到你们就已经完成了 而且做得这么好 殿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神观语气凝重 他感受到了之前家人身上的 军阵气息 开启了军阵 竟然还这么狼狈 简直匪夷所思 哪怕家人身上的军阵 只是为了给他自保用的 只是防御为主 综合来说 只是比基础军阵好些 最强的军阵 在自己身上 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有人抗衡军阵 企鹅的人应该没有足够的闲者之识才是 第1734章 克老 这群家伙 见到了家人夹杂军阵之危回归 逢霍恩海姆 不由眯了眯眼睛 他倒是不在意 这些下界小辈的狼狈 自己见多识广 已经不会轻易为之所动了 嗯 虽然的确很废物就是 不过他们动用军阵的底线 比自己想象当中的要低呀 而且使用了军阵后 竟然还逃命 毫无疑问 很可能就是上次见到的那个小鬼洞的手 他手上有着更多更强大的军阵 则 这都是啥风气了 用军阵刷是没难度奖励的 纯粹只能来克服一些困难而已 用了就代表着亏本 不过他们能够用出这种炼金阵的大手笔 的确也有着这种底蕴资本 殿下莫慌 我们在逢霍恩海姆阁下的帮助下 已经完成了基础炼金阵的布置 转换效率提高了300 再加上您所准备的资源 这一次就直接让您突破天际 大神官安抚着自己这位弟子 确保他的心态不受到打击 而一旦您成功突破 事后我们合力便是能完全将企鹅的那些傀儡 亡两亿亡打尽 不 要等一下 这个世界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等到我突破后 我们必须要盯着那边点 家人也逐渐恢复了信心 抬起了手 什么秘密 大神官也感到了有些意外 看来 殿下就是因为那个秘密 才搞得这么狼狈的 而旁边本来都是看戏 有着逗曲曲心态的冯 霍恩海姆 在听到家人开始讲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后 眼神也逐渐变得犀利了起来 果然 我就知道之前没这么好转 那家伙果然是盯上了炼城阵 而以那家伙那种信手拈来 随意转化的恐怖 再配合上军阵的话 还真的很是头疼啊 冯霍恩海姆有自信 在上界将力量降为传递过来后 镇压下界军阵 可如果太棘手 那等价交换之下消耗也不是一般多 既然如此 还真的得要想办法减少一些压力了 眼前这些财大气粗的土财主 还是要借用一下他们的力量消耗一波吧 很不错的年轻人 竟然察觉了世界真相 走到了这一步 将来飞升上来后 恐怕也是呼风唤雨的天骄 不过可惜啊 提前遇到了我 稍微碰到点挫折也是应该的 这算不算是打压新秀啊 自嘲地笑了笑后 冯霍恩海姆心中也下定了决心 随后瞥了那个备受信任叫做中山子愿的女人一眼 嗯 本来想办法揭穿她应该是能够起到帮助的 不过天晓得发生了什么 从现场情况看 她受到的信任程度绝对是属于最高梯队的 这种情况下 由自己开口 反倒是可能会让他们戒备自己 而且也会引起那个天赋超群的小家伙警觉 既然如此 那就还是不动声色暗中援助好了 而且 再怎么也要为儿子们铺平后路啊 作为人助的他们 原本有着气韵之子的加成 最后也就是失去炼金术而已 但如果落在轮回者手中的话 想到这里 冯霍恩海姆也不由叹了口气 随后打断了家人喋喋不休的话 你说的那个炼金术我知道 本来谈话被打断 家人是很不满的 不过在听到了冯霍恩海姆的话之后 顿时便是双目发光 她开始也从老师这里得知到了炼金术之所以能强化 全靠这一位手段恐怖的炼金术师 现在听说她还知道更深层的秘密 自然是又变得彬彬有礼了起来 我就是之前你嘴里那两兄弟的父亲 同时也是人助之一 现在之所以游走于全国上下 就是为了将我体内的闲者之时灵魂洒落 用来反制她的大阵 冯霍恩海姆简单地做出了自我介绍 一度让场面有些尴尬 轮回者们针对钢支炼金术师的行动 可是有多次的 结果现在人家老爸跳出来了 不过还好 开始并没有表露出什么敌意 而且也没造成什么恶劣结果 都是误会吗 嗨 我们和阁下的两位公子之间有着些许误会 不过现在自然是没了 还请阁下教我 我不是为了那大阵 我为的是拯救天下万民 您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敌人穷凶极恶 手段残忍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肯定也是盯上了这大阵的 家人满脸的诚恳之色 而平 霍恩海姆自然也表示出了信任 我自然是相信你们的 不然也不会说出来了 现在的难题 应该就是要对付你们嘴里的那个敌人 反倒是和我羁绊很深的那一位 暂且可以放下 通过你们的谈话 大概可以判断出 他们知道的不少 再根据炼金阵的动静 可以推算出他们行动的大概时间 不过在此之前 你应该要先利用这炼金阵提升自己 而且 我怀疑他们很可能在你们提升自我的时候会出手干扰 冯霍恩海姆简单提醒了一句 放心 我们这里很隐秘 他们应该找不过来才是 而且就算真的过来了 我们有这么多人守在 还有 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家人自信心满满 不过这时候 秦川确实开口了 殿下 不可以的 如果真的他们这时候携带军阵来袭 我反倒是觉得要避其锋芒 为何 因为我们的最后底牌 必须要用到关键时刻 比如 最后那个大阵之上 献祭全部的大阵和眼前这炼金阵比 还是很容易做出取舍的 毕竟 君阵有限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秦川的话 让家人也感到了一丝恍然 的确如此啊 本来守护眼前炼金阵 是最后最重要的任务 但现在的话 重要度下调 也是理所应当了 老师手中能够镇压一切的最终底牌 只有一次 虽然自己这边还有普通军阵 可很明显 如果企鹅硬上的话 自己可能扛不住 嗯 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觉得他们找到这里的可能性不大 先抓紧时间吧 有了那种紧迫感后 自然也不再拖延 家人掏出了大量的储物装备 有永久性的 也有一次性的 开始站在金字塔上 就这么向下洒落 同时 大神官 秦川 紫苑 锦上家康几人 也同样把自己身上保管的部分 洒落了下去 最差的都是百年份的人参 灵芝之流 已经是按蹲来算了 就算是冯 或恩海姆对于他们的手笔 都感到了有些感慨 真的是不惜血本的强堆啊 借助这个世界 可以达到没有后顾之忧的科要流效果 第1735章 眼花 到完了 我也到完了 好 这么多啊 殿下禅经节律收集来的 这就是帝国的底蕴 最终 那各种天才地宝的堆砌 已经将整个金字塔都完全填充满 甚至在外海铺上了厚厚的一层 所有人看着这些宝物 也都感到了一种内心本能散发的荣耀 这就是我们帝国的底蕴 我们的潜力 我们这些年来的努力 从上到下一条心 握心尝胆的结果 当殿下发动国家级力量 开始发力收集的时候 能够起到的效果 的确是惊人的可怕 朱军 待孤功成之时 剩下的要扎力量 便全都交给朱卫了 家人站在金字塔顶 将自己的披风掀开 意气风发 而他的话 的确是引起了诸多轮回者们的一阵欢呼 哪怕只是要扎 但这也要是看什么要扎 这么多天才地宝 就算是只有一点点汤水喝 利用当前世界的特殊环境 也足够获得不错的提升了 这 就是我们的奖励 在日国 尊卑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能够使用殿下用剩下的要扎 是我们的荣幸 诶 终于是来了呀 你们的投入倒是的确还不错 比我想象当中还要更多 只是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 却是直接将原本火热的气氛 降至冰点 顺着声音来源 便是见到了不远处 漂浮在空中 静静看着这边的徐悦 果然还是避不开他们吗 他们果然还是来了吗 徐悦的现身 也让诸多轮回者们 都感到了如临大敌 现在他们并没有之前 那么强的自信了 先后失利几次 甚至连使用军阵的殿下 都输得很难看 可以看得出企鹅 对这次行动下的血本 再怎么也是 继承了北洋遗产的庞大军团 如果他们不计代价的话 的确是能达到眼前的战果 更何况 两大高手倾巢而出 足够看出他们的决心了 相比来说 本来稳重起见 出动大神官大人 互道的自己这边 相对来说 还是有些大意了 没想到企鹅商会 在帝国境内 竟然也搞出这样的大手笔 或许事情结束后 哪怕几方输了 战略上帝国也不会吃亏 可家人 却绝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来换取战略上的不亏 这一次 哪怕不惜代价 自己也一定要赢 和旁边的秦川对视了一眼 秦川也含笑地点了点头 以示鼓励 殿下呀 有舍才有得 到了必要的时候 也是你需要做出取舍的时机了 见到了师弟的提示 家人也深深地吸了口气 稳定了一下局面 对着徐月沉生说道 徐月阁下 对于当初你击败我们父子 我也是心生佩服 可算是不打不相识 你我双方来之不易的和平 自然不好轻易破坏 贵商会先后两次在公海击杀 我国强者 在本次任务空间也破坏在下行动 这一次还又出现 想要坏我机缘 当真是想要不死不休吗 家人那略带服软的语气 让徐月都不由愣了下 颇为有些意外 有着井上家康在 家人的底牌是什么他也清楚 大神官可是请出了一尊 足够连通国运 在本土作战有大幅度加成的超级军阵 镇压全场的 本以为自己这么明目张胆的出现 他应该是心仇旧恨一起算 直接让大神官开大来一发的 多少也得逼得自己用出不少闲者之识才是 可这突然的服软 却显然是又有另外的打算了 这种最关键的时候了 那压香底底牌还不用为的是啥 毫无疑问肯定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那就只有平中小人那里的炼成阵了 呃 其实双方在这里做过一场 徐月除了击败他们摘了他们的果实外 并不会得到什么其他额外好处 还得耗费不少闲者之识 可如果是到了平中小人炼成阵那边 这不又是一大笔触发任务奖励吗 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徐月随意地扫了秦川一眼 也在犹豫要不要之后给点奖励什么的 看得一边火急火燎的锦上家康心中大惊 冰凉冰凉 果然我的预感没有出错 这是劲敌 难以置信 竟然还有人在此道上达到这等地步 殿下 我知道 但终究还有点不甘心啊 家人脸色带起了一丝争鸣 随后又露出了解脱的表情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这是考验自己气量的时候 到了 是要眼前这炼金阵 还是要之后 那能够吞噬真理的炼金阵 必须要果断点 虽然知道不是你的对手 但我还是觉得要尝试一下 再次激发了一道普通军阵的家人 大喝一声 也同样悬浮在了空中 同时也在体内不断地与其他融合 提供力量的属下们说道 之前我们是输给了那个疑似原是假的家伙 但这一次我们不一定会输 而且呀 一点反抗都没有的就撤退 必然会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怀疑 反倒是不妥 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位年轻人的军阵操控熟练度吧 他成长得太快了 不擅长操控军阵也很有可能 老师 略阵就拜托你了 家人郑重的话语 和那蜕变一般的精气神 让旁边一直观察的大神观也含笑点头 欣慰不已 自己这位弟子终于是成长起来了 很好 就让徐悦成为你的魔刀石测试测试你的气量吧 你出生之时就代表着一生的不平凡 厚重的底蕴 需要大量的魔刀石打磨积累 别人只能有一次失败 但你却不同 去吧 我的弟子 让我见证见证你成为王的气量 旁边的冯或恩海姆也在凝重地观察着战场 君阵乃是借用的上界之力 哪怕在此番世界受到了天道的约束和束缚 所爆发的力量也是最顶尖最一流的 他其实是很想这个时候 这群家伙掏出最顶尖的军阵 去挫败那个小鬼 这也是他隐约在帮助这群家伙的理由 不过看来 他们想要把最大的筹码压在最终一战之上 到时候以军阵的破坏力 多少还有些麻烦的 不过最关键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老眼昏花了 怎么在那个小鬼身上 并没有感受到军阵的气息 第1736章 不亏 老喽 果真是太久没下界了 连军阵气息的捕捉都变得这么差劲了 冯或恩海姆咳嗽着敲了敲自己的背 一脸的感慨 随后不自觉的又多后退了两步 哈 没用军阵 怎么可能吗 不存在的 你们的底子 还是真的厚啊 徐悦看着家人 又随手掏出了军阵 也感到了有些感慨 他知道现在日国需要战略性的放弃部分军阵 以换取西方列强的不关注 可这么随意的用 还真的算得上是财大气粗了 毕竟这一次 对方仅仅只是进行一次尝试 本意上都有战略撤退的意图了 有就果断点啊 这里又没啥好处 咦 想到了什么的徐悦 便开始在空中朝着某个方向缓缓退去 而另外一边的家人 见到徐悦竟然主动撤退 更是一脸欣喜 原来如此 原来你只是虚张声势 哈哈哈哈 还好姑识破了你的诡计 果断地使用了军阵 如果一个普通军阵 能够保下眼前这里的炼金阵 单独对自己个人而言 也是大转特转的 也就这样的情况下 家人没有丝毫犹豫地朝着徐悦追击了过去 看得逢 霍恩海姆也有些发愣 对方真的是虚张声势吗 以上次见面的情况来说 不至于这样吧 随后伴随着一阵黄沙涌动 冯霍恩海姆也消失在了原地 摇摇吊着几人 斯卡和狗腿 沙两人披着披风行走在沙漠之中 不断地朝着外围走去 将斯卡送到中都 参与提前了许多的最终一战 还是多少有点汤水的 虽然斯卡算不上主角 身上能够刷到的上限有限 但好歹也算得上重要配角了 和最终大战的胜利都息息相关 送他归位还是多少有点赚头的 而就在两人即将走出沙漠的时候 遥远的天边一阵妖风飞舞 恐怖的沙尘暴席卷而来 那黑压压遮天蔽日 连接天际的动景 让两人都一阵目瞪口呆 沙尘暴的确是很可怕 沙漠中的头号杀手 然而这种规模太夸张了吧 到底是何方妖孽 徐悦修陶 喝赤声摇摇从后方远处传来 顿时就让狗腿杀一个机灵 咦 是废太子被老板引过来了 愣了下后 他便是反应过来了什么 随后便是用一种残酷的眼神 看向了旁边还没明白情况的斯卡 哎哟 太可怕了 随着一声叫唤 狗腿 沙便士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瑟瑟发抖 好像站不起来了一样 而斯卡此时也是脸色一变 伸手想要去扶她起来 结果一时不察 两人却是滚在了一起 从沙丘上滚落而下 本来就跑不赢沙尘暴 但好歹能够采取一些防护措施的 这一下连防护措施都免了 等待升天就行了 叮 触发任务 徐悦和家人两人耳边 近乎于同时传来了提示声 窝草 看着触发任务的提示奖励 家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有没有搞错啊 这是什么鬼情况 军阵这么香吗 以前都完全没有料到啊 而徐悦看着自己显示的奖励 则是有些叹气 空间的补丁打得好快啊 现在就算靠军阵能够刷到的数 也越来越少了 不过大概和斯卡本身 并不算最重要的角色也有关系吧 估计如果是爱德华他们 奖励还能够更高一些 已经有上限了 差不多就这里吧 原本急迟而来的徐悦 毫无征兆地停在了天空 随手向后一挥 直接炼化的空气连锁反应 瞬间席卷而回 将两人移动引动的超级沙尘暴 完全抹平 更在家人身前 构建了一道强大的封锁气墙 空气强横推过去的一切阻碍 都全被炼金分解 化作了最基本的粒子 并且引发出了一股股恐怖的能量 平推过去后 所有的沙丘都消失 只留下了镜面一样光滑的大地 而那股汇聚起来的能量 便是完全在操控的包裹下 集中在了家人身上 本来面对徐悦这横推而来的攻击 并没有感到什么的家人 当看到那空气墙移动的距离 以及那几何叠加 瞬间就让自己头皮发炸的能量 顿时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了上去 开玩笑 这才推出多远 就变得这么可怕了 要是再推一段距离 那不还要直接炸飞天 要是家人的军阵本来就注重防御 身上有着金色的坚韧神光覆盖 但在他强行吃下这一击 冲破了徐悦的空气墙后 整个人身上的金光 也请客间变得七零八落 所有的余波都集中在他身上 没有浪费一分一毫 这等操控力 让远处暗中观察的冯或恩海姆 都一阵目瞪口袋 这是什么鬼控制 还有 对方真的使用了军阵 有哪个军阵是走技术流路线的吗 因为冯或恩海姆本身的炼金 造诣足够的高 所以他能够看懂之前 对方操控的原理 完全是以小搏大 杠杆式的通过炼金无限撬动 最后汇聚成了一股恐怖的力量 直接差点击溃那个家伙的军阵 这尼玛原来不是老夫眼花 这家伙真的没使用军阵 开什么玩笑 下界就直接抗衡军阵 特别是眼前这个受到限制的世界直接抗衡 这有些接受不能啊 虽然军阵本身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但逢霍恩海姆还是认得出 这军阵并不是最低级的基础军阵 加上大量闲者之识的弥补 微能发挥绝对还在正常的基础军阵之上 可就这样 却是被对方单纯利用眼前世界的规则玩弄于鼓掌 徐悦一击得手后 简直就和遛狗一样 各种炼金手段信手拈来 核弹剑仙弹无需发 让家人只能强行靠着军阵护体的金光扛着 被打得各种死去活来 连一下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徐悦并没有使用什么超出常规的力量 就是各种滚雪球 各种撬动 在她那恐怖的入微下 形成各种连锁反应 不拘泥于形式 连闲者之识都不需要怎么消耗 碰 伴随着金光的暴散 家人便是大吼一声 直接冲入了下方沙地当中 以之前用过一次的天才想法 贯穿大地 通过地下逃之夭夭 这一次是你赢了 但你的底牌和极限也已经被我探明 下一次就是你的死期 土拨鼠一样不断挖洞的家人 心中闪过了诸多念头 这一波不亏 第1737章 识破 真是可怕的年轻人 暗中观察的冯 霍恩海姆 见到家人的撤退后 也默默地离开了原地 心中的震惊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这是他见过炼金天赋最为出色的存在 几乎可以作为炼金术代名词的自己 都没有这等天资 现在自己这投影能够做到的极限 也就是对方之前的表现 或者说 这已经是炼金术本身的极限体现 想要再发挥更强大的能力 就必须要有上界的力量 进行等价交换了 那代价绝对是自己不愿意承受的 不过我们的差距终究还是有的 他发挥和我发挥一样 对他来说是他的力量极限到此为止 而对我来说是世界的极限到此为止 心中带着那种震撼感后 冯或恩海姆也感到了自己受到的冲击 不过作为有排面的上界大佬 他还是稳得很快的 直接正面和那小鬼刚 如果他还有着军阵辅助的话 那毫无疑问是一个大难题 所以这些败犬还是有些利用价值的 看他们的表现 恐怕还有着更加强大的底牌 那个原本准备进行交换和升华的家伙 似乎是一位王储 这样的话 作为最后保驾护航的军阵 很可能能牵扯龙器和国运 这等质地的军阵 绝对是属于下界的天花板级别了 而且通过他们言语上的一些交流 也能明白他们是本土作战 所以哪怕这个世界等价交换规则的约束 只要他们肯付出足够代价的话 还是能够发呼出超乎想象的威能 差不多是时候去见见两个儿子了 哎 现在去见他们 他们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吧 父亲大人 拉斯特和恩维还有回来的格拉托尼 来到坪中小人所在的地下控制中枢 现在事情已经超出他们的应付范围了 必须要求助于无所不能的父亲大人 事情我已知晓 这并不是你们的过错 不过不用担心 最近我也有了些新的突破 足够加速完成计划了 等到计划完成后 就算是那些存在也不放在我眼里 屏中小人剥离了自己的情绪 制造出七宗罪的人造人后 本身已经趋近于莫德感情的状态 就现在的外表来说 何逢或恩海母 几乎是一个母字印出来的 但似乎开始有年轻化的趋势 原本惶恐的几人 在听到了父亲大人的话后 也顿时都安心了下来 不愧是父亲大人 还是这么无所不能 哪怕碰到这样的难题 也能找到破解之道 伟大计划准备多年 他们自然也知道其中的难度 现在虽然已经开始收尾 进入了终极阶段 但父亲大人一句话就能改变 的确是显示出了父亲大人的强大和自信 之前还怀疑父亲大人的能力 的确是我们想太多了 去吧 我们的盟友又回来了 我想他们应该会需求你们的帮助 而借用双方的矛盾为我争取时间 也是必须的 抬头感应到了什么的父亲大人 此时也已经做出了安排 得到从霍恩海姆那里共鸣来的一些信息后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得到了蜕变 甚至已经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了 哪怕是上次他们那种力量的表现 他也有一定的把握对付 也正因如此 他才是有着如此淡定和自信的信心 来吧 就一起来见证一下神灵的诞生吧 你们就在这里不要乱跑 这里很隐蔽 但出去后被发现了就不管我们的事了 拉斯特将浑身狼狈的家人等人 带到一处秘密庄园 对他们叮嘱道 因为这个世界的特殊性 探查能力是很不方便的 几乎意味着每一次探查 都是闲者之时的消耗 所以这种隐秘地点 是真的能够为家人他们提供便利 有作为大总统的愤怒为内影 要为他们安排一处这么的地点 自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有劳了 放心 我们会为你们拦住对方的 这次失利 只是我们不想轻易动用底牌而已 家人表示感谢的点了点头 这群人造人的想法很明显 就是想要利用自己等人去对付企鹅的人 不过没关系 到底谁利用谁 只有最后才知道 最终还是拳头大的胜利 等到拉斯特等人造人离开后 家人便是眼中闪过一道精芒 民众的回头对庄园内存活的轮回者们说道 我想 我明白 企鹅的人计划了 从他们能够先后拿出两次军阵击溃我来看 哪怕继承了北洋的遗产 这一次恐怕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 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就是在赌 拿他们的一切来赌 击败我 扶持徽人上位 一旦计划成功 那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换来巨大的好处 所以无论他们投入多大的力量都是值得的 所以才会出动原始贾和徐悦的双重组合 是我太低估他们的魄力了 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燃指我皇家之事 家人满脸都是狠辣之色 本以为他们只是试探性的投资 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如此 这是已经缩哈压下全部的底牌了 不错 殿下又有长进了 大神官赞许地点了点头 他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不得不说 他们的选择很有魄力 而且理论上来说 成功的可能性不低 毕竟就算我们也不会想到 他们会采取这么大的手笔 用全部的家当来驳我们一次的攻略任务 就算是我们很大概率也吃不消的 之前两场战斗就是最好的证明 前面企鹅放烟雾弹 并且先后击溃秦川和伊人亲王 为的就是尽可能的削减殿下你的助力 而后任务当中进行雷霆一击 不过可惜 这里是帝国境内的任务空间 而我们则有着能牵动国运与龙器的底牌 大神官整个人的气息突然拔高 满脸傲然之色 哪怕是帝国想要达成目的 都只能先一步步蚕食削弱 第一攻击对象也是没有掌握那两大杀器的北洋 这就是国战之间攻击和防守的优劣势 而这一次你们虽然的确很有魄力 但终究还是其差一招 妈妈 我真的要做皇帝吗 一点意思都没有 灰人嘟着嘴 背着小手踢了踢地上的石子 对于被安排的道路不太满意 不过没办法呢 毕竟是妈妈的要求 只能乖乖照做了 第1738章 真正的交换 不愧是上届大佬 完成度真高啊 徐悦漂浮在自己的战利品金字塔上 看着那游逢或恩海姆布置出来的交换炼金阵 也感到了很是满意 自己亲自出手也就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 而看着那堆积成山的天才地宝 徐悦也有些感慨 虽然只是新兴帝国 但日国的积累的确不可小觑 哪怕自己靠着企鹅的运营优势 收集到的物资也就和他们差不多而已 特别是相对来说 自己企鹅走的是大众和量大的路线 而家人应该是靠着他们皇室的宝库 以及权限调集到了许多短时间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S级以下的物品 企鹅压倒性的优势 但S级以上的天才地宝 却相差许多 总体来说半斤八两吧 树木也不少了 这种特殊环境下 就算对我的积累都有不错的帮助 不过还是差点火候 徐悦一边嘀咕着 一边也向外掏出了各种东西 什么神树果实啊 吸收星球的果实之类的 还有一些用不上的神器残涵 和各种对自己积累的垃圾 难得有这么合适的地方 当然也要全部利用起来才好 不然卖又不好卖 留在手上又可惜 练成 这群小家伙不给力啊 应该怎么推他们一把好呢 冯霍恩海姆看着前方 那看似普通的庄园 心底也闪过了一丝无奈 他是一路追踪过来的 不是他看不起这些败犬 是他们真的有点扶不上墙 做人就怕对比啊 本来还觉得他们才大气粗 有点潜力的 现在就直接变成人傻钱多了 之前打的那一次 对方应该是在刷分吧 太丧心病狂了 甚至凭霍恩海姆还怀疑 这群家伙之所以能成功逃跑 可能还是对方手下留情 只是就在此时 冯霍恩海姆忽然间感到了一阵悸动 随后不由看向了东边 怎么会是 好强横的炼金 如果单论炼金规模和影响来说 已经绝不在国土炼成阵之下了 什么时候 等等 为什么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种炼金格式 不是我布置的炼金阵吗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反应 就算是那些天才地宝都丢进去 也不至于如此啊 他到底又丢了些什么 冯霍恩海姆表情一阵失神 感到一阵难以置信 那是科药流的优秀阵法 转换率也惊人 但这得投入多少资源 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太过分了点吧 不单单是冯霍恩海姆 被称为父亲大人的平中小人 也感到了内心的一阵悸动和不平 不过他倒没办法和冯霍恩海姆这样 通过一些细节推敲出真相 只是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妥 没办法管这么多了 现在闲上不得不发 整个亚国国土上有着五千万的人口 平中小人想要将他们全都化作自己的养料 从而靠着这一股代价将真理都压制住 束缚在自己体内 使得自己成为完全的存在 现在那群家伙已经到了 有他们拱位和拖延时间 差不多可以开始了 平中小人脸色愈发的平静 似乎万物都不能为之所动 本来练金就差不多了 这段时间主要的也就是掀起各地的不满和极端情绪 这些情绪才是化作闲者之时的最佳养料 而这么多年下来 效果也是相当出色的 只要人柱到位 自己随时都可以开展 本来以前还要纠结人柱难找 不要说直接触碰禁忌 就说有资格平安触碰禁忌的人都不多 马克、罗伊这些已经算是备用的出色人才了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随着前段时间突然多出来的真理 自己完全有手段进行人造人柱的制作 原本的人造人也有着变成人柱的资格了 而且因为本来就与自己同缘 效果甚至可能更好 现在那两个霍恩海姆的孩子有人护着 不太好下手了 自然就要找人顶替 怠惰和暴食就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除了孩子们可以替代以外 原本一些才华不够的家伙 自己也已经有把握让他们强行接触禁忌 而保命返回了 只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已 这种情况下无疑又更加简单了很多 毕竟本来的话 几个人住的补货多少也有些麻烦的 既然条件都已经成熟 那也没必要等了 无需搞得人尽皆知 突然开始的话 反倒是更加方便 呵呵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这些年来的准备吧 准备工作完成得很快 本来就经营这么久 可以放宽条件后备用选项实在是太多了 只是就在瓶中小人准备启动完整强化版的国土炼成之时 当炼成启动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不少炼成节点竟然被篡改了 竟然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篡改了 什么时候 什么人 咦 不过随后他便有些亚然的发现 虽然阵法被篡改 但就效果而言似乎还得到了提升 只是负责交换的代价发生了改变 一道道炼成阵的光柱冲天而起 冲破云层 犹如天柱 似乎将整个亚国都笼罩在内 还在庄园当中 讨论战术的轮回者们 也全都惊讶地走出了庄园 看着那惊天动地的炼成效果 感到了一阵震惊 单单卖相都这么出色 实际效果那还了得 那家伙既然通知都不通知 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家人不由感到了一阵恼怒 自己已经损失一次了 这一次必然要取而代之的 对方真的是卡到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啊 而暗中的冯霍恩海姆此时看着那些炼成阵 也是感到了一阵恶然和震惊 因为自己的关系 瓶中小人的能力会得到提升 这很正常 炼成阵进行改进也正常 但怎么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以所有人内心的真理之门为代价 以亚国为节点覆盖整个大陆 这 这 匪夷所思 他怎么办到的 瓶中小人的知识应该得自于自己 自己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手段 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此番世界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扇真理之门 这也是炼金术发动的契机和一切的源泉 原本爱德华为了将阿尔逢斯就回来 在不使用闲者之识的情况下 用出的代价就是自己的炼金术 也就是自己的真理之门 一份真理之门的代价是足够完成禁忌 达到人体炼成效果的 而整个大陆上所有人内心深处的真理之门为代价 这 亚国就有着五千万人的 第1739章 任性 到底是谁 真是天才般的想法 感受着炼金术的反馈 心中出现了明雾的瓶中小人 此时也感到了许久都未曾出现的情绪 自从将七宗最剥离出去 他就已经莫得感情了 现在真的是再次感受到了那种满足与喜悦感 虽然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和计划 但既然美食送到了嘴边 那我肯定也绝不会客气了 只要能成功 那自己将会成为真理之上的存在 是自己之前都不敢想的存在 以前最大的目的和期盼 也就是将真理吸收 变成完全的存在 而现在却是发现自己 已经有机会超脱世界的束缚 太棒了 太完美了 等着吧 等我从那里回来 自然就会让你们感受一下 尚未神明的愤怒 瓶中小人 一直将人类都当作蝼蚁来看待 所以哪怕要练成牺牲再多的人 也不为所动 最近两次见到那些强大存在的交锋 才是让他出现了些许动摇 而现在又不一样了 画面退散 高大的真理之门 出现在了瓶中小人的眼前 瓶中小人在这里也恢复成了 他最初的形状 一个拥有着一只眼睛的小黑球 他的面前 则是一只纯白色 与只相对应的小白球 代表着真理 世界 完全意或者神明 哟 你来了呀 本来应该是要被吞掉的真理 很是淡定的飘在原地 似乎一点都不意外 赶紧快点 不要磨蹭 在瓶中小人有些发呆的时候 真理似乎是显得有些急躁的催促了起来 什么情况 和剧本有点对不上啊 原来真理这么想要被我吞噬的吗 快呀 不然要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 瓶中小人有些疑惑的说道 结果还没说完 那白色小球 却反过来 直接朝着他撞了过来 撞入了他的体内 竟然主动地进入了他的身子 四周的画面也在紧跟着破碎 只是在即将离开这世界之前 瓶中小人却是惊恐地发现 一只跨空而来的大手 正在世界破碎的尽头 摇摇朝着自己抓了过来 仅仅只差了丝毫 就要将自己握在手中 不过还好真理之前撞的那一下 让自己差之好理地躲过了那一爪 耳边传来了一声 似乎哪里听过的声音 咦 跑了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那超级炼金阵的光辉 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后便消散无踪 让正朝着核心区域冲去的轮回者们 也感到了有些措手不及 这么快就结束了 失败了吗 同样尾随在后的缝 霍恩海姆 也是皱起了眉头 隐约之间 他都感受到了一股 无法言语的压迫感 这是成功了 不对啊 哪怕这链金阵 的确是出色的超乎想象 但也正因如此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恐怕要更多 但为何这么快就停止了 真的是失败了吗 单从阵法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难道是对方身上出现 然而冯霍恩海姆的念头都还没完 一股无法理解的恐怖气息 便已经从那阵法核心涌现 一圈一圈肉眼可见的气圈爆散 将四周都直接移为平地 大地化作沙漠 这瞬息间的变化 让见识多广的轮回者们 都感到了一阵汗毛树里 如果只是寻常攻击达到这等效果 他们倒也没觉得什么 强大的攻击见得多了去了 可现在对方纯粹仅仅只是气息波及 根本就不是为了破坏 而是随意被动的操控物质变化 这么大的范围 这么大的规格 简直完全超乎了想象 最终的炼成阵这么强 而且竟然这么快 岂可休 这是我的炼成阵 家人满脸愤恨 机遇发狂 自己那边的积累都不要了 为的就是这一次蜕变 可对方竟然如此出乎意料的果断 直接开始 完全始料未及 殿下莫慌 你没有发现那些炼成反应 并没有消散吗 对方成功太快了 炼成还能继续 只要我们能够击败他 就能取而代之 秦川稳如老狗的给出了建议 顿时就让家人冷静了下来 说得好像有道理 旁边张了张嘴的井上家康 默默地闭上了嘴巴 眼角有泪水滑过 击败我 已经变成和爱德华几乎一个模字印出来的瓶中小人 睁开眼睛转头看向了轮回者们 满脸都是一种讥讽于漠然 蝼蚁也妄想挑战神灵 你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这炼成阵到底献祭的是什么 也根本无法想象这交换的代价有多大 炼金术 我的炼金术无法使用了 怎么会是 我也是 还有我 这么大的骚动 国家炼金术师们自然也会前来 只是很快他们就发现 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炼金能力 不单单是他们 而是包括普通人在内的所有人 体内能够沟通真理的真理之门 都完全消失 作为代价消耗一空 老师 是时候了 家人满脸严肃 转头看向了大神观 虽然原本最大强敌的企鹅还没出现 不过老师所携带能够激发国运护体的天神之阵 本身能够持续的时间就足够长 到时候只要击败了对方 而自己取而代之完成 炼成就行了 企鹅商会无论出不出现 都改变不了既定事实 我知道了 殿下放宽心 既然我答应了陛下成为你的护道者 你就不可能出事 大神观满脸傲然之色 自己或许在精锐乱入者当中 算不上一流 可救军阵的操控手段上 却没几个比得上自己的 叮铃铃 清脆的铃声 在所有人耳畔响起 天空之中似乎落下了诸多羽毛 让刚刚完成炼成 正在体悟自己无与伦比强大的瓶中小人 都抬头看向了天空 不知何时开始 天空的日月星辰都消失了 云层之上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道神功的投影 一股巍峨的气息垂落而下 一种浩渺的钟声回荡 伴随着一些咿咿呀呀的日国戏剧恭贺声 哪怕已经得到了一种无法理解提升的瓶中小人 都感到了那冥冥中的威胁 而瓶 霍恩海姆也略微有些亚然 随后皱了皱眉 这是高天元的那些家伙 这个阵地有些超乎预料啊 难怪 难怪自己介入这次任务的奖励会有这么高 这已经不是牵动国运这么简单了 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们最强的底牌之一 齁 时代真的是变了呀 这等阵地竟然用来攻略任务 下届果然是进入了风起云涌的多士之秋了 是为了让其他强国放宽心吗 这也太舍得老本了 不过有些麻烦了呀 开始自己一直暗中支持他们 就是想要利用他们去对付那个自己都感到有些棘手的小鬼 可现在看来 真正难缠的竟然还是他们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第1740章 莫挨老子 将整个大陆上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真理之门陷阱 加上真理的主动融合 这股力量直接将屏中小人的实力拉升到了一股可怕的高度 甚至已经达到了当前世界的极限 隐约能够触碰到一些事情的真相 就像被当宠物养着的真理一样 屏中小人也多出了一些名物 这力量不属于当前世界 只是他们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 在当前世界显现了出来 强 好强 极度的难缠 哪怕成为了完全的存在 成为了当前世界的界限 他也感受到了这一股超脱世界之外的力量 如果不是冥冥中的一股保护 对方现在展露出来的这东西 足够毁灭整个世界 有付出就有回报 这就是等价交换 大神观犹如化作了天神 深入了高空云城之上 垂落神光降临到家人身上 让家人的气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付出了这么多 付出了这么大 我自然也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好处 等价交换 我喜欢这个规则 空间也同样一直在遵循着这个道理 有付出才有回报 我似乎也有了新的感悟 家人满脸感慨之色 忍了这么久 终于 终于拿出最后的底牌了 而这 也是能够掀翻棋盘的终极底牌 就算放眼那些仙霞世界 都是一等一的杀招 眼前这种世界 如果没有空间庇护 足够将整个世界打穿 八百万天神的力量 哪怕只是冥冥中借用些许 也拥有着无上伟力 在国运的贯通之下 足够抹杀眼前一切之敌 天照 你们这次玩得太大了 这个世界你们也敢乱来吗 冯霍恩海姆忽然高声开口 将原本意气风发的家人都吓了一跳 而当他回头看着那悬空而起 没有借助丝毫力量就飞升空中 隐约散发这一股能够压制普通军阵力量的冯霍恩海姆 也感到了满脸骇然 这是土著 不对 从他的口吻和表现来看 竟然是上届大佬的投影 原本端坐于云城最中央 散发着无尽神光与威压的身影 似乎是因为冯霍恩海姆的画出现了一缕波动 顺应阵法的本能投影之上 突然降临了一缕意志 原来是你 传奇的炼金术师 游走于列国的医生 元素再购者 冯霍恩海姆 帕拉塞尔苏斯 充满神之威严的声音浩浩荡荡 让日国的诸多轮回者都感到了极度的激动 包括家人和大神观在内 都同时跪伏在了地上 冯霍恩海姆是上届大佬的身份实锤了 不过这又怎样 天赵大神竟然响应了我等的大阵 亲自降临 这是无上的荣耀 天皇一夕就是拥有着天赵大神的血脉 这乃是家人的老祖 顺应阵地而来 小辈们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于来此地又有何不可 天赵的辈分比冯霍恩海姆要高得多 但冯霍恩海姆本身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天才 欧洲区域的弄潮 倒也没有对他无视 但你们看看在这里搞得什么样了 给我个面子 得到好处就行了 不要破坏的太过分 冯霍恩海姆因沉着脸说道 这次的奖励太过丰富了 所以哪怕只要能够部分完成 得到少量的部分奖励 也足够他卖着老脸出来了 在这个大阵出现后 冯霍恩海姆就知道已经没有机会了 之前那个看好的少年也没有机会了 这是借用了本土优势 利用国运镇压才能运行的大阵 可以说是当前世界当中 唯一可以打破上限的机制 虽然军阵本质上都是上届高尾力量的稀释 但和这种直接借用上届力量的超级阵法来说 还是差距太大了 他们异地作战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哦 看来天道给了你不错的任务 可惜啊 有天道的约束 我却也没办法和你达成协议 不然你只要分一半给我 稍微留守一下也不是不行 天照也是瞬息洞察了冯霍恩海姆的想法和目的 不过天道本身的各种运行是很完善的 这种私下里商量着 骗保的事显然是不允许发生的 所以也只能说可惜了 我才是真正的神灵 你们可不要小看我啊 刚刚才得到无法理解力量的瓶中小人 被完全无视后 眼中也出现了一阵疯狂之色 郭造 被打断了谈话的天照 翻手之间就直接将瓶中小人镇压 以这天神之镇为依托 靠着他们身上剩下的全部贤者之石 以及国运与龙器开辟的通道 他能够发挥出的力量 压制瓶中小人自然是轻而易举 镇压之后还轻易地将真理 从瓶中小人当中剥离了出来 端坐于神座上淡淡地扫了缝 霍恩海姆一眼 你的目的就是救下他吧 给你个面子 将挣扎的真理直接甩出去 交给了缝霍恩海姆 天照也不再言语 这个世界是受到天道庇护的世界 不要凭霍恩海姆说自己也不会太过火 那个天道的小宠物当然也不能干掉 不过倒也没想到 下界小辈竟然有着这样的魄力 而且幸运地选到了眼前这个特殊世界 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旦试成 必然能够诞生一位足够出色的天之骄子 上界不缺普通强者 但那种能够搅动风云的天才 却是到哪里都会受到重视 既然都已经来了 那顺手帮一把结个善缘也好啊 日之丸作为大唐仙国的蜀国 自己作为蜀神日子过得也蛮难的 天天有些玉石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找茬 特别是宋明时期飞升上来的那些文官 简直让人心态爆炸 不过当年那个杀星出现后 直接改变了上界对下界的政策和看法 下界现在的变化其实也算是上界有意为之了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不采取更极端一些的手段 温室出来的飞升上来并没有什么卵用 去吧 去得到你应得的 能够在这个世界激发出这个阵地 你花费的心血 做出的准备是值得认可的 小辈 不要浪费了这次的机缘 根基的浑厚程度 直接决定了你未来道路是否顺畅 天照充满威严的冷淡话语 让家人激动的直打摆子 随后便是连忙来到了之前 屏中小人所在的位置 准备取而代之 慕哀老子 快放开我 只是此时原本被逢 霍恩海姆抓在手里不断挣扎的真理小球 似乎是一下受到了什么刺激 更加的激烈了起来 就像是抓狂乍毛的奶猫一样 放宽心 我们都不会伤害你的 你可是有着天道加持的保护 怕什么 冯霍恩海姆看着那不断挣扎的真理 脸上也露出的笑容 保护你满麻辣个兔头 快放开我 要来不及了 真理小球愈发地抓狂了 放心 他不会吞噬你的 我 甚至天照 都不会放任他吞噬你的 他只要能得到附赠的那么多人 献计的真理之门力量 就足够完成蜕变 得到巨大好处了 我会保护你的 冯霍恩海姆耐心地解释道 完了完了 来不及了 突然间激烈挣扎的真理小球 一下子就停顿了下来 开始在冯霍恩海姆 手心瑟瑟发抖了起来 我就说嘛 难怪会安排了这么个身份 带行者 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监视之内啊 一道声音从冯霍恩海姆身边传来 让本来有些疑惑的冯霍恩海姆自己 都突然感到了一阵被挤发凉 侧头看去 便是见到了那个有些棘手的少年人 不知道何时竟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 而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绝美的人造人女子 还有一只漂亮的男孩子 真的完全不知道他是何时过来的 因为国运贯通的关系 这里已经可以看作是另外完全隔离出来的世界了 不经过允许怎么进来的 第1741章 误解 徐悦若有所思的看着那小白球 似乎也想明白了什么 其实吧 他本来说顺便在真理之门那儿 将瓶中小人和真理一锅端的 到时候挂个瓶中小人的马甲出来 和家人他们比划一下 国运大阵的天神之阵诶 随便打一下 就足够将所有人的保护费都刷到手了 可没想到关键时候竟然被真理发现了 提前跑路 现在也是 他似乎知道自己的目的和计划 在自己打破这隔离 进入这方世界的时候就开始毛躁了 仔细琢磨了一下后 才是明白了之前初始身份 那个代行者的安排和意义 子子 求生欲好强烈啊 真是个有趣的小东西 我 我一点都不好吃 你吃它吧 单单靠着之前的炼成 它也已经完成升华了 真理小白球一阵瑟瑟发抖 然后变出了一根手指 指向了那被镇压的瓶中小人 而其他所有人的注意力 也逐渐落在了新出现的三人身上 徐悦 你们终于还是来了 哈哈 可惜 太迟了 没想到吧 没想到 我们竟然能拿出这样的底牌吧 这是哪怕北洋全盛时期 也无法拿出来的手段 更别说你们企鹅 这 就是我们的血统差距 我 天生便是王者 这已是命中注定 前面一直都是各种憋屈被打 家人此时也满脸意气风发 在大神观的操控下 神力加持已经落在了他身上 不需要天照大神出手 就算是自己 也能轻易摆平任何问题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你们的气量也仅此而已 天空之中 犹如神城守门员的大神观 也发出了浩荡的声音 虽然你们是孤注一掷 但前方万丈深渊也义无反顾地跳下来 却也证明了你们的付出 已经让你们没有退路了 可惜 可悲 可叹 他们是谁 本来眼里只有平 霍恩海姆的天照 似乎是沉默了片刻 随后又发出了那无上威严的声音 莫名其妙 感觉对方似乎是有些熟悉的样子 但毫无疑问 自己的念头中 并没有这家伙的身影 而且他出现的方式 真理对他的忌惮 还有冯霍恩海姆的态度 都让天照有些在意 回禀大神 对方乃是大夏的一位天之骄子 和一位即将飞升的顶尖强者 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想要阻拦在下完成蜕变 而那个小家伙 则是在下的余地 企图和他们合伙颠覆我皇室正统 家人摆出一副仆从的样子 恭敬地回复道 如果不是妈妈要我当 我才不要当什么皇帝呢 灰人很是不满的插腰说道 打断了家人的话 以前他努力 就是想要问自己的父亲 还有兄长一句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一家 不过找到了妈妈后 这些都没啥兴趣了 不来打扰自己就是 大胆 你知不知道你在打断谁的话 这是天照免下 我们万事一夕的源头 至高无上的神王 家人满脸绿色的回头 对着灰人呵斥道 无妨 小孩子的话而已 你的弟弟很可爱 很纯粹 一直高高在上的天照 似乎是少有的放缓了姿态 话语也少了不少威严 多了一丝温和 瞬间就让家人如遭雷击 我曹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态度差别 长得好看 就能够为所欲为吗 随后 家人便是满脸悲愤之色 直接夹杂着身上被赋予的神力 朝着徐悦杀去 你们竟然胆敢 蛊惑我幼帝 罪无可赦 因为天照大神的一句话 他对灰人动手 已经是不敢了 不过 这股邪火 却也要找个地方爆发 前面被压制憋屈了这么久 现在更是受到这样的委屈 他也不要忍了 前面欠我的 这次就连本带力都给我还回来吧 我已被赋予了上界无上神力 底蕴身后已超乎你的想象 4 家人被神力依附 举手投足之间似乎都有时光扭转 现实与幻想交替 让人分不清真相 分不清虚无 明明只是暗出了一掌 但却好似同时出现在了 徐悦和艾莉的头顶 的确已经打破了某种程度的界限 达到了一种神乎其神的莫测境界 比你家当家的那位 还是有些差距 面对着看似普通 却犹如能够遮天蔽日 将一切都封于手掌的攻击 徐悦倾笑一声后 便伸手点了出去 波 犹如戳破的气泡一般 家人身上被赋予的神力 顷刻间便爆裂消散 打回了原形 神力的金色光点四处飞散 让中央的家人满脸没反应过来 无法接受的表情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情况 刚刚被神力附身那种为所欲为 能够掌控一切的强大力量 怎么就这样消散了 不可能 在帝国本土 除了父皇 不可能还有人能用出更强的军阵变化 而云城门口 犹如门神拱卫的大神官 也是脸色一变 这是什么力量 而且 对方之前嘴里的意思是什么 难道是他击杀了上次的陛下 恳请天照大神出手 为我等免去祸患 没有犹豫 当机立断 大神官便是回头攻身到底 他不知道原因 也无法理解 但不妨碍他做出最佳的判断 这一次天照大神进行了响应 有着意志降临 必须要抓住这有力时机和机会 下界的争锋 于本不该干涉 但既然是合理正当的军阵运用 那也就不要怪于以大欺小了 天照没有给别人丝毫的反应时间 也丝毫不在乎什么以大欺小 话音还未落下 两点寒芒便朝着徐悦和爱丽基设而至 似乎就要直接将他们从世间抹除 看似平平淡淡的随手一击 但其中所蕴含上界贯穿而来的力量 却足以击溃一切 这等军阵哪怕是如今如日中天的米国都未曾拥有 灭杀一切一锤定音 徐悦旁边的冯霍恩海姆 此时也从之前徐悦挡住了家人的吃惊 恢复了满脸淡然 年轻人太过顺利了跌个跟头也好 希望上界有缘再见 对于冯霍恩海姆而言 只要能够将真理保护了下来 以奖励数的额度来说 自己回去后哪怕只是小部分也能够赚不少了 这一趟已经值得了 不过这个少年人真是可怕啊 刚刚他又没有在对方身上感受到军阵气息 天照或许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点 但自己之前已经见证过一次 所以反应更快 这等存在恐怕比起当年那杀星都还要更加恐怖 一上来恐怕就能搅起腥风血雨 只可惜这也是以后的事了 就这一次而言 对方必须要在这里陨落一次啊 希望不要受到打击一蹶不振 嗯 以贤者之实作为代价布置军阵 再以国运作为代价沟通上界 利用上界的规则感染 让此地暂时脱离空间的约束 的确是一种有趣的手段 抬手将那两点寒芒抓在手心 看着寒芒下的两道字体符文 许悦似乎是明白了什么的点了点头 所以我只要利用贤者之实花费代价 暂时接入到眼前世界的话 很多事也就能够顺利许多了 第1742章 污蔑 对于层次达到某种程度后 瞬息间都能有万千念头 天照之前采取的也是律令抹除类别的严令能力 速度算不上快 但即便如此 在家人和大神官他们眼中也是快如闪电 哈哈 他死定了 死在天照大神手上 这也是他的荣幸 这话才刚刚说完 所有日国轮回者 便都满脸猛逼的看着徐月指尖的两道严灵符文 本来严灵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徐月强行将其具象化了 想要了解一下上界的攻击手段 荣 荣幸 大神官看着眼前的徐月随意将天照大神的攻击捏在手中 脸上也是一片风中凌乱 等等 发生了什么 这里是哪里 不可能 这里是帝国领土 你不可能开启同级别的军阵 哪怕可以 你们朝廷也不可能会给你的 家人更是满脸发狂的表情 无法理解 无法相信 退下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只是就在此时 一道清脆而高冷的声音便是传入了他的耳中 什么人竟然 听到这话的家人就准备说什么 但回头已经看到那端坐于王座之上的天照大人 夹杂着无法直视的金光已经来到了自己身边 刚刚是天照大神自己的声音 伴随着金光逐渐消散 一位穿着华柜和风服饰大概一米四左右 有着红蓝不同铜色和隐约小虎牙的少女出现在了所有人眼中 天照 嗯 其实一直都是女的 不管是传说中还是哪里都是 不过 不管形象如何 身份摆在这里 家人自然也只能跪舔退下 屁都不敢多放一个 真的没有君阵 天照呢喃自语 完全有些无法接受 哪怕是自己跨界而机 但以国运贯通上界的通道 能够发挥出的威能 也绝不是下界所能够抗衡的了 对方竟然随手接下了 伴随着天照眼中神光闪烁 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对方身上的气息 似乎都处于一片朦胧之中 乖乖 这是出了个什么怪物啊 冯霍恩海姆抱着已经老实下来的真理 也感到一阵扎舌 他以为自己什么大场面都见过 但最终却发现 有些场面自己还真没见过 一直都以为这么高的奖励 是因为这国运大阵 是因为天照降临 结果现在才知道 这个奖励并没有错啊 完全是因为这个家伙造成的 我勒个去 大厦这边的都是怪物吗 没有最可怕 只有更可怕 原来如此 于隐约有些印象 于因为未知原因 莫名受到了一次投影意识的消散 而且完全抹除了踪迹和一切诡计 甚至产生混淆 让鱼都不知道是哪一次造成的 是你做的吗 上次的气韵之阵鱼也降临了 天照小脸上出现了原来如此的表情 当初许悦对于上界了解的也不多 顾虑还是有的 所以哪怕加重了负担 也果断使用了六宝合一 直接抹除篡改了一切 天照下界的投影自然不可能豁免这个 直接连带混淆了他的感知 所以开始他觉得许悦有些熟 但却完全说不上来 只是灵魂刻印当中的印记 现在做出一些联想的话 自然也能够判断出来了 的确 当时前辈给我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徐悦笑了笑 完全看不出哪里有压力的样子 现在对上界摸清楚了 不说天照本身也是属于大唐仙国的属神 就说自己这段时间实力上的蜕变与提升 自然也无需再忌惮对方什么了 实力本身就代表着底气 哦 也就是说现在压力不大咯 天照若有所思 随后奄然一笑 好吧 你的确有这么说的资格 有着你这样的怪物存在 下界自然是随意你为所欲为了 不过鱼既然是遵从阵地降临 那自然也要完成鱼的目标 天照前面都还是笑嘻嘻 一副给个面子的样子 下一刻就直接出现在了徐悦身前 小手探出朝着徐悦额头抓去 同时一面镜子照射出了一道光束 似乎要将徐悦定在原地 只是下一刻 她的手便被徐悦一把抓住 那能够连时间都固定的镜面 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本尊的话 再来玩这样的游戏 投影就不要下餐盒了 哦 对了 白捡一份积累 我倒也不会嫌弃 抓住天照手腕的徐悦 脸上依然还是没有变化的笑容 随后一股浩渺威严 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光辉 从天空照射而下 隐隐约约另外一道世界 竟然反过来将天空云成笼罩在内 神国 你这家伙 天照抬头看着那隐约的投影 眼中也出现了一阵惊叉 本以为抬得够高了 但没想到竟然还是低估了对方 这种橙色的神国 这是走了天道的后门吧 你想吞是鱼的投影 也不怕被撑着 好吧 放手了 人家认输还不行吗 欧尼将 放开人家了 人家给你道歉好不好吗 那让所有人窝草的态度变化 出现在天照脸上 让徐悦眼皮都跳了跳 这家伙可真务实 不过我也很务实 咔嚓 天空云成的裂痕声出现 随后便开始无限分解 化作了诸多碎片与光点 被徐悦的神国所捕获 本来只是过来献祭个真理之门 顺便吃个真理的 现在捡到个神国投影的积累也不错 更何况吃掉这投影后 剩下的依然还在碗里 两手都要 你 哼 太过分了 最讨厌你们这样的了 天照见到自家的神国投影 好像饼干一样被掰碎一口口吃掉 脸上也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 这次有点亏惨了 B 伸手拉下眼皮吐着舌头 鄙夷了徐悦一下后 他这个投影便也同样化作了光点 被吸入了神国之中 只留下了原地一副实话姿态的诸多日国轮回者 还有正在把真理小球放地上的缝 霍恩海姆 你不是说好了要保护我的吗 真理小球便出了一只手 抓住了缝霍恩海姆的裤脚 欲 欲 放手 缝霍恩海姆用另外那只脚 不断轻轻地将真理小人推开 似乎是想要让他放手 谁说了会保护你了 有人听到吗 不要污蔑好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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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